我们没有感觉到心有余悸 因为压根就看不懂神徒里面的字是什么 我想了一下问 你是守灵人 那你知不知道神徒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呀 燕阳灵很直接的说不知道 守灵人只会破解神徒中的内容 并不知道神徒中到底隐藏着什么 所以你问我也是多余的 顿了一下燕阳灵又说 我想了一会儿 小心翼翼的问 既然我是神徒选中的人 那是不是代表着 我们能够找到神徒隐藏的东西 找到与找不到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是神徒选中的人 你将会得到正确的路线 燕阳灵肯定的说 姜伯咳了一声 插嘴说 既然这样的吧 那就赶紧破解神徒中的内容吧 燕阳灵瞥了一眼僵薄 不冷不热的说 现在不是时候 要等着 等着 还等什么呀 听了燕阳灵的话 方响有些不乐意的说 神徒上的字就在那里 你既然能看懂就直接看就是了 燕阳灵不屑的瞥了一眼方响说 你们真的觉得神徒中隐藏的东西 是那么容易简单就让人得到的 让你等着就等着 哪来那么多废话 说完 燕阳灵就走出了堂屋 方响眼睛一瞪 刚要说话就被我拉住了 我压低声音对方响说 他是守灵人 懂得比咱们多 是自然的 当然等着就等着吧 我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方响也不吭声 只是嘀咕了一句说 等着他娘的知道是什么东西以后 小爷再找他算账 方响也是口头上说说 我知道他是不会冲动的 所以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眯着眼睛 盯着神徒看了起来 经过燕阳灵的事情 我发现一件事情 阴阳双下 让我拿着神徒等候着守灵人 并非不想得到神徒 也并非是想让我做替死鬼 他们或许早就知道 守灵人是燕阳灵 他们之前考虑的问题是 找到燕阳灵 守灵人会不会全盘告诉我们 神徒中的秘密 亦或者是守灵人 会不会妥协于我们 现在看来 我们所担忧的事情 完全是多余的 守灵人固然关键 可是背后最关键的 还是神徒选中的人 而我就是神徒选中的人 至于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能是方向 江博 我想不明白 但我敢肯定 阴阳双下 或许早就知道 我是被神徒选中的人 如若不然的话 他们不可能 如此大胆地将神徒 交给我 更不可能 让我在这里 等着守灵人的出现 细思极恐啊 我深吸了一口气 脑海越来越清晰 圈头 这他娘的 全都是圈头 阴阳双下 找到我的父母 并将他们带走 真正的目的 并非是保护他们 当然 也不能完全否认 因为阴阳双下 的确保护住了 我的父母 江湖中人 也的确没有找到 我父母 但是他们在这件事上 还有另外的原因 那就是将我父母 当作人质 用来要挟我 我父母在他手里 我不敢不听他们的话 如果真的找到了 神徒隐藏的东西 他们要 我也不可能不给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父母 在他们手里 人精啊 当真是人精啊 这一个个圈套 将我掏得死死的 完全没有挣扎的力气 再没有挣扎的必要了 因为我的第一步 就已经错了 一步错 步步错 明白了 我现在全都是明白了 阴阳双下 名义上要保护我父母 其实也就是在要挟我 他们明明 有从我这里 拿走神徒的本事 却根本没有拿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不是神徒选中的人 即使是得到了神徒 也没有什么暖用 所以才放心大胆地 交给我 再有就是 即使他们拿到了神徒 燕阳灵也不会就此妥协 我和燕阳灵早就认识 燕阳灵对我的脾性 了如之上 或许会带着我们 找到神徒 隐藏在背后的东西 我叹了口气 心说 哎呀 人才啊 这他娘的是一群人才啊 算计人的本事 当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呀 现在我别无他法 只能悉听尊便 我父母在阴阳双下的手里 他让我干什么 我就得干什么 即使是死 我也在所不惜 只要他们能够 保证我父母的安全 阿郎 那小子 到底要搞什么名堂呀 江伯轻推了一下我 队长走出房间的燕阳灵 挪了挪嘴说 我回过神 摇头说 我也不知道 他让等着 咱们就等着吧 反正啊 也不差车一会儿了 江伯恩了一声说 嗯 等着啊 倒也无所谓 主要是害怕这小子玩花样啊 我说不会 我之前就和他认识 他不是那种人 见我肯定 江伯没多说什么 我走出房间 看到燕阳灵正在院子里 站着抬头 看着四周 我问他干什么 燕阳灵回答说 你们这里最高的一座山是哪里 我一愣 伸手指了指啊 后山外的第二座山头上 我们这一片啊 就那座山最高 怎么了 你想爬山啊 燕阳灵顺势望了一眼 暗自点了点头 看起来应该很满意 接着就不说话了 我有点无语 听说燕阳灵这家伙 还真是块烂木头 一点玩笑都开不起来 你怎么知道 魔术神徒在我手里的 我坐在一旁的石凳 抽出一支烟 一边抽一边问他 燕阳灵想了一下 拿出手机板 弄了一下地给我看 我瞄了一眼 只见上面写着 魔术神徒在灵等那里 而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 就是燕阳灵 给我打电话的前一天 也就是说 有人故意将 魔术神徒在我这里的消息 透露给了燕阳灵 如此一来 他才联系到了我 我觉得这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 阴阳双煞 因为在那之前 阴阳双煞 叮嘱我了好几次 让我待在大屋村 不要轻举妄动 很有可能 他们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联系了 燕阳灵 对于阴阳双煞 到底要搞什么名堂 我管不着 也不想管 等到世神之后 他能放了我父母 我就心满意足了 到时候 就是五娘的事情 直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 五娘怎么样了 更不清楚 阴阳双煞 到底有没有去救五娘 一想到五娘 很有可能被折磨 我心里就忍不住的 一阵阵刺痛 郁闷地抽完一支烟 蓝小西招呼着 我们去吃饭 木头那家伙 可能是真的饿了 吃饭的时候 一句话不说 闷着头吃 光是米饭 就吃了好几碗 引逗我们几个 是纷纷侧目 这家伙也没觉得不好意思 吃完饭之后 碗宽一放松 我吃饱了 然后就站起身 走出了厨房 我看了看 桌子上的残根炫饭 一下子就饱了 吃完饭 燕阳灵就在院子里坐着 完全没有要破解神徒的意思 我刚要开口问他 他却先说话了 我晚上住哪 得了 看着他的架势啊 像是没有打算破解神徒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毕竟他是守灵人 我看了看房间 有些头疼 我家本来就小 总共也就几间房 我以前的卧室啊 腾给了江伯 蓝小溪和长盛 住在我父母那里 堂屋的空出虽然大 但是方向却住着 而我则是 一直住在偏方 虽然空间不怎么大 但啊 也能够勉强住得看 可是啊 现在剁了一个零碟尔 不说 又剁了个艳阳灵 我揉了揉脑袋 头有些疼 看了一圈后说 零碟尔 你和小溪一起 挤在我父母的房间吧 零碟尔对我眨了眨眼睛说 我给你血液行啊 我知道这女人喜欢 快玩笑 所以啊 没有搭理她 接着又对艳阳灵说 不走 咱俩寄一个窝 空间不怎么大 咱也能睡看 无所谓 不睡天桥底下就好了 艳阳灵无比讽刺地说了一句 接着走进了我那间房间 不能看出木头这家伙 还对被追杀的事情耿耿于怀 想想也是 本来好好的日子 整成这样 任谁都不好受 安排完毕后 我们几个也就各自回屋 准备休息了 姜伯拉了我一下 乔深对我说 晚上试试啊 探探那家伙的口风 看看 能不能探出什么秘密啊 我点了点头说尽量 回到屋里 叶阳灵那个家伙 跟着个大爷似的 躺在床上 瞪着眼珠子 看着窗外 我以前也没有发现 这家伙脸皮这么厚 这间屋子里的床 小得可怜 宽度也就一米多一点 只能睡下一个人 如今 燕阳灵在这里睡着 我自然不能躺在床上 只好坐在床头边的凳子上 见燕阳灵没有睡觉的意思 我也就趁机开口问他 什么时候 能探索到神图中的秘密啊 难道 这还需要等吗 你们不等神图 跟你们说了也没有 燕阳灵翻了个身 背对着我 冷不定的说 我觉得这样不行 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 要是总这么不合 早晚会出事的 反正我就一个信念 团队最大的信念就是团结 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 当然 铁的就算球了 但是一把筷子 那肯定就不容易折断呀 我叹了口气说 木头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但谁不一样呢 我父母 以及我女人都被人抓走了 我现在也是身不由己 如果当初我知道会发生这么多事 我说什么也不会让魔术神徒重现于世的 燕阳灵不吭声 我又说 你是守灵人 而我又是神徒选中的人 我觉得咱们俩应该放下之前的不愉快 好好的合作一次 你觉得呢 燕阳灵还是不吭声 我的命是你救的 而且啊 你还不光救了我一次 你要是真想杀了我 等我拿到神徒中的东西之后 换回我父母 你再杀了我 到那时候啊 我绝对不还手 我接着说 燕阳灵这次没有再沉默 那是说 三点睡吧 我觉得自己在对牛弹琴 即便再说了也无用 我也就不再废话了 找了一些厚衣服 披在身上 就这么趴着桌子上 睡了过去 只是啊 我感觉睡了没多长时间 就被人叫醒了 我朦胧的睁开双眼 看到木头那家伙 坐在我身旁 我愣了一下 揉了揉眼睛 几点了 你叫我干什么 十二点 破解神徒 燕阳灵从不废话 我问他啥他就回答啥 其余啊 一个字不多说 听到破解神徒四个字 我当即就站起身了 发现燕阳灵已经穿戴整齐 看样子就差我了 我连忙穿好衣服 问他怎么破解神徒 燕阳灵说 去拿神徒 然后跟我走 听说要出去 我先是一愣 接着问道 要不要叫上其他人 随你 燕阳灵回答说 燕阳灵单独叫醒我 肯定是不想叫其他人 但我觉得既然是一个团队 那就没必要隐瞒 还是叫上他们的号 穿好衣服 以防万一我还是特立把黑脚刃背在了身后 接着我就走进了堂屋 现实叫紧了方向 然后拿了神徒 最后捏手捏脚的来到姜伯的房间 把姜伯叫醒 至于蓝小夕和长生就没那个必要了 零碟二也是 我们和他其实并不熟 然而还是出了问题 就在我们要出门的时候 突然听到头顶上传来一道声音 你们就这么把我当外人丢下 真的好吗 我吓了一跳 抬头一看 站在了墙头上的灵蝶耳 这会儿他已经穿戴整齐了 就这么居高临下的盯着我看 女娃儿 我们叫了你一命 已经算是仁慈了 我劝你啊 还是赶紧哪里来的哪里去吧 别不是好歹 江伯 我眯着眼睛盯着灵蝶儿说 灵蝶儿不屑的冷哼了一声 然后望着我说 人家灵蝶是被神徒选中的人 灵蝶都没吭声呢 你们说个什么劲 呃 那个 咳 我咳了一声 有些尴尬的说 我觉得江伯说的对 咱们只不过是有一面之缘 关系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所以你还是别跟着我们了 我知道你是想要失心魔花 我要是有心不死 肯定把失心魔花给你带回来 见我复合江伯的意思 灵蝶儿总身一跃 跳下了墙头 三步并走两步 走到我面前 瞪着一双大眼 满脸 焦怒的 指着我说 灵蓝 你就是个混蛋 我一脸无奈 心说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那么多人不骂偏偏骂我 接着灵蝶儿 倒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脸上的怒气 逐渐消散了 绝带之的 则是一抹皎洁 他断了一会儿说 我走也行 不过 我建议你们 等我走了之后 立即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啊 谁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什么人跟来 更没人知道 村子里面的其他人 会不会也跟着遭殃 听到灵蝶儿的话 我顿时就着急了 伤前一把抓住灵蝶儿的手 大神说道 你要是敢把我们 在哪里告诉别人 老子弄死 是谁都讨厌被威胁 我也不例外 更让我感觉到 无法忍受的是 灵蝶儿的最后一句话 想要魔术神徒的人 都是江湖的人 个个都身怀绝境 普通老百姓 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也不想因为自己 害了整个村子 小姑娘 做人留意些 日后好相见 我劝你 别那么冲动 江伯的眼睛越眯越狠 都快沉了一条线 而他的手 自然而然地伸入怀中 我知道 他要掏匕首了 灵蝶儿用力地 挣脱我的手 接着迅速地退后一步 不屑地说 我承认我打不过你们 但是你们觉得 你们能够伤害到我吗 我想要走就走 你们恐怕地留不住我 这不是假话 灵蝶儿的身法动作 简直就是登峰照旗 他要是想逃 我们还真的留不住他 我的目的很明确 不是为了宝藏来的 也不是为了神徒来的 我是要世心魔花 你们带上我 也不是什么坏事 最起码 我也能帮上你们一些忙 灵蝶儿又说 我们几个都沉默下来了 这时候 艳阳灵忽然开口 你们 谁真谁想 和我没关系 我只挺心你们一句 时间差不多了 再耽误下去 就得等明天了 我暗自着急 看了一眼姜伯 姜伯也有点 拿捏不住主意 转而看向我 我没辙了 弹了弹手说 行 你跟着吧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有危险的话 没人过得上你 这一路上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见火夫人 零点儿顿时笑了起来 嘻嘻哈哈地 跑到我前面 说 这就对了嘛 本姑娘也不是完全没用 我没理他 看了一眼艳阳灵 示意他说可以走了 艳阳灵也不废话 当即就走出门 朝着附近的高山上 就走去 因为是临近中秋佳节 外加上 这几天的天气都不错 所以晚上都会有月亮 今晚也一样 不仅如此 夜空中还有数不尽的繁星 有着月亮照明 我们也能够看得清楚脚下的路 翻过后面的山头 我们静止地 朝着那座最高的大山爬行 快到山顶的时候 我有点累地喘不过气来 扶着膝盖 休息了一会儿 艳阳灵扭头问我 几点了 我掏出诺基亚 看了一眼 说 十二点四十了 等不及了 别休息了 抓紧赶路 一点之前必须赶到山顶 说完 艳阳灵就继续朝上爬 虽然不知道 木头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但我们还是无言可说 本头跟了上去 这座山经常有村民 来摘菜叶 以及柴山药 所以啊 这路面还是比较清晰可见的 我们沿着被走出来的山路 逐渐地往上走着 等到赶到山顶的时候 艳阳灵带着我们找到一处 抬头可以见到星月的地方 直接就停了下来 几点了 艳阳灵又问 我看了一眼手机说 十二点五十八分 准不准 我说 北京时间 肯定准 艳阳灵暗自点了简头 接着 再一次抬头 看上夜空 然后 让我将神图掏出来 我把神图递给艳阳灵 艳阳灵 对着其余几个人说 你们 退后五米之外 一句话也不要出 不管看到什么 一句话也不要说 姜伯他们 都是见过大市面的人 这点定力 还是有的 退后了五米 朝着我们这边望了 都想看看 母头这家伙 要搞什么名堂 我指了指鼻子说 我要不要退后 要不要闭嘴 你不需要 艳阳灵 瞥了我一眼 将神图摊开 放在地上 苍狼一声 拔出匕首 我被他吓了一跳 搞不清楚 他到底要干什么 这时 艳阳灵 用另一只手 在怀里掏出一根吸管 然后 把吸管 递给我说 一会儿 我会用刀子割开 你和我的手 你用吸管 将我们两个人的血 同时接住 记住 是同时 现在是晚上 虽然号月明了 但我也不敢保证 百分之百能接到 谦虚地说了一句 我尽量 不是尽量 要一定 要不然今天晚上 白跑一趟 艳阳灵 郑重其事地说 我有心想要吐槽 说这是在考眼力 但还是忍住了 严肃地点了点头 见我点头 艳阳灵 也没有废话 让我摊开手掌 我点头照做 艳阳灵 也同时摊开手掌 将掌心的边缘 和我的边缘 放在一起 接着 就用匕首划破了 我们两个人的掌心 我感觉一痛 接着就看到血液 从掌心中流了出来 大概是我喝过 方响的鲜血缘故 我的伤口 只流了寥寥几滴鲜血 就逐渐地愈合了 相反 木头那家伙 手上的鲜血就比较多了 基本上是染红了双手 艳阳灵 也发现了我的变故 但是 再看到还是有鲜血的时候 就微微松了一口气 继而对我大声说 手掌心血 保证血液流进吸管内 我连忙按照 艳阳灵所说的去做 将手掌心 微微倾斜 接着 就用吸管 在手掌下接着 我手中的鲜血 和艳阳灵手中的鲜血 几乎同一时间 落入吸管内 见鲜血 重工 滴入吸管里 艳阳灵 立即从我手中 拿过吸管 确保鲜血流通的同时 将之 放在 摊开的神图上 鲜血缓缓地 顺着吸管滑落 我紧紧地 我紧紧地盯着吸管 去看 隐约间 能够看到红色的水珠 慢慢地往下滑落 过了大概两三秒钟 吸管内的鲜血 成功地滴落在神图上 只是 让我感觉到格外稀奇的是 我和木头的鲜血 滴落在神图上 就像是水珠 滴落在大海中一样 消失得 无影无踪 我瞪大眼睛 看向木头 想问他是怎么回事 艳阳灵眯着眼 冲我白手 示意我稍安勿躁 沉吟了一会儿 忽然开口说 林老 去把神图拿起来 然后听我指挥 稍微愣了一下 我立即按照木头说的 双手摊平 让神图自然地 垂放在我的双手上 神图落手 稳定下来后 我觉得双手有些神重 仿佛拖着的 不是一本神图 而是一块石头一样 神图 我以前拿过 不仅如此 还把它藏在怀里过 以往都没有这种感觉 这一次 怎么会这样呢 我咬着牙 继续坚持着 双手平放的姿势 同时 对艳阳灵大喊 木头 你快点 我感觉神图 在逐渐变重 坚持住 艳阳灵眼前一亮 丢下一句话后 迅速退后三五步 继而不断地低头 抬头 朝着夜空 以及我所在的位置 来回观望着 最后他说 有了 你现在听我的 双脚自然放松 拖着地图 往前走 我是真服了木头这家伙 他是真的 站着说话 不要疼 我手里的神图 越来越重 刚开始 大约也有 二十来斤的重量 可是 现在最起码 有三十斤 我双手 举着神图的同时 我还要 能让 双腿放松 我也是神 话虽这么说 我还是按照 木头说的 逐渐 让双腿放松 在迈开 步子的时候 燕阳灵的声音 又传来了 阵前方 十一点钟 位置 移动半米 几点钟 方向在哪 这是军方的术语 我在部队的时候 就学过 大致的意思就是 将周围的环境 当作一个钟 而你所在的位置 就是钟的中央 若是有敌人出现 迅速分辨出 是几点钟 以此来完成爆点 我仔细地 分辨了一项 拖着脚步 小心翼翼地 朝着正前方 十一点钟的位置 移动了半米 等我的左脚 刚站住没多久 就发现 神图上的某个字 猛地闪烁了一下 接着 便是有着一道亮光 从神图中 折射而出 直冲天气 突如其来的变故 直到让我吓傻在原地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样的场景 如今 像是瘦了惊的鸟 想要扑腾的翅膀 乱飞 可也就在这时候 燕阳灵的声音又传来 你别管其他的 按照我说的 继续走下去 我咬了咬牙 没去管 从神图中 折射出的光速 问燕阳灵 接下来怎么走 右脚 移动到正一点的方向 半米远 燕阳灵又说 我按照他说的 将右脚 从原地 伸向半米远的 一点钟方向 右脚落地的一刹那 神图上的某个字符 又一次闪烁出光芒 紧接着便是一道 亮光从那字符上 折射而出 又一次 指冲天境 我明白了 神图的秘密压根 就不在于纸上 而是在于操控的方法 没有神图的守灵人 就是个废人 没有守灵人的神图 就是本破书 这句话 一点也不假 我没有从前那么害怕 相反 有些期待下面 会发生什么 燕阳灵右手 正前方十二点钟方向 左脚 移动半米 我照做 左脚落地的一刹那 神图上的某个字符 又一次闪烁了起来 紧接着 一道光亮 折射而出 直冲天际 正前方两点钟方向 右脚移动半米 燕阳灵大喊 我再一次照做 神图中的某个字符 又一次折射出光亮来 正前方十二点钟方向 左脚移动半米 正前方十点钟方向 右脚移动半米 走完最后一步时 我手里的神图中 已经折射出六道光亮 而这六道光亮 每一道都是折射到天际 显得极其的壮观 同时我也敢肯定 要是有个科学家在这里 肯定会惊讶地瞪大眼睛 这 这就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 大自然中的神奇景象数不胜数 我们泱泱中华大国发展数千年 岂是兴起仅有几百年的科学 就能够解释清楚的 当然 我这句话并非是在贬低科学的发展 归根结底 依旧是那一句话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时 我忽然地发现 双手的负重力越来越轻 接着就惊讶地看到 神徒竟然从我手中飞了起来 缓缓地伸到了半空之中 阿老 赶紧回来 燕阳灵大喊了一声说 我心里神悔 立即朝后跑了回去 回到了众人的身边 姜伯他们早就被眼前的景象 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此刻也没管我 而是双目死死地盯着夜空看 我有些好奇 不知道夜空中有什么 当下也是朝着夜空中望去 在看到空中景象时 我差点没忍住大叫出来 此时 夜空中的夜景 只能用壮观两个字来形容 翻开的神图漂浮在半空之中 从神图之中折射出来的六道光速 这六道光速直冲天气 与夜空中的六颗恒星 恰接在一起 天与地之间 在这一颗仿佛都连接在了一起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线 忽然发现 这夜空之中 恒星的连接 让我感觉有些熟悉 仔细一想啊 我立即是琢磨出里面的猫腻 起初 木头让我拿着神图走了几个位置 等着这时再看 夜空中恒星的连接 可不就是我刚才走出来的位置吗 了不起啊 这可是千年奇景 六星连珠啊 这时 江伯暗自砸舌说 更了不起的是 这六颗连珠 还不是天文奇景 还是人造出来的 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却能够看到 江伯说话的时候 浮在半空的神图 有着轻微的抖动 这一抖步怎么样 鱼之恰接的恒星 也跟着稍微一闪 那六道光速 也在此时 变得有些虚幻起来 站在前面的燕阳灵 立即回头瞪了一眼江伯 示意他闭上嘴 江伯显然知道自己没控住住 连忙气忍意地笑着想 闭上嘴 不再说话 我心里现在有很多的疑问 但都没有说出口 因为我知道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期 浮在半空中的神图 又恢复了先前的稳定 燕阳灵 沉吟了一下 缓缓地挪动着脚步 走到了我刚开始所在的位置 等他脚步站稳之后 我们几个惊讶地看到 空中的一颗恒星 射出一道光速 而这道光速不偏不移的 刚好射在燕阳灵的身上 燕阳灵好像没有被 这道光速干扰到 他抬头 眯起眼 望向夜空 那颗恒星折射出的光速 在照耀到燕阳灵的身上时 竟然开始和其他的六颗恒星 连接在一起 如此一来 恰接在一起的恒星 已经有了七颗 我们时刻注意着夜空中的变化 在七颗恒星通过一道光速 接洽时 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 一个天文奇象 七星连珠 此时夜空中 七颗连在一起的恒星 在仔细分辨的情况下 降级了七星连珠 我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 也不知道神徒为何会引来 七星连珠的奇观 但我知道 这并没有结束 事实证明 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七星连珠完成后 我们看到 连接在一起的七颗恒星 射出了七道直线式的光速 与周围的无数恒星连接着 不多时 原本的七星连珠 发展到最后 竟然变成了十颗恒星的连接 我瞪大眼睛 看着夜空中的一切 发现这些真的是太过不可思议了 七星连珠 九星连珠 已经能被誉为是千年的奇观 而现如今 无数的恒星的连接 我敢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 而我们 就是第一个见到的 就在我惊讶地回不过神来时 一旁的江伯 我忽然拉了拉我的衣角 扒在我耳边 用很细很小的声音说 我懂了 神徒真正的秘密 现在才开始 仔细看一下去 我暗自点头 心里对魔术神徒的神秘 更多了一些 今夜 繁星点点 却因为神徒 构造出无数的恒星的掐接 这是天文奇观 同时也是神徒中的秘密 揭开于世的征兆 我们几个紧紧地盯着夜空中 发现无数颗恒星 在此刻已经全部恰接在一起 原本的浩瀚星空 在此时竟然隐隐浮现出 一张地图的影子 这地图我见过 是古九州地图 古九州地图浮现 我想神徒该 指出宝藏究竟在何处呢 江伯再次压低声音 对我说 山上很安静 江伯的话 我全都听在耳中 对于古九州图 我不陌生 多少知道一点 是怎么回事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古时候的人将自己所在的国家 分为九大中 用九州来泛指天下 此时 群星构图成功 那接下来就该指出 哪里才是藏有宝贝的地方 果不其然 古九州图连接成功后 我忽然看到一颗恒星 由起初的白色 渐渐变成了血红色 星星众所周知 在夜空中用肉眼观看 皆是白色的 现如今 虽然群星构造出了一张星图 但那些星星 说到底还是白色的 不过是有一根光线 将无数颗星星 下接在了一起 现如今忽然有一颗恒星 由白转变成血红色 显得是格外引人注意 不光是我发现了 就连其他人也都发现了 这颗星星出现在 古九州图上 与众不同 我想 这颗星 是有意在指认 一个位置 而这个位置就是 古九州图中 才会出现的位置 这个位置更有可能是神图 所葬宝藏之处 燕阳灵 眯着眼睛盯着那颗 雪红色的恒星 好似在分辨位置一般 一分多钟的时间过去了 星图没有再出现任何变化 而那颗雪红色的恒星 依然亮着 也就是在这时 燕阳灵忽然朝后退后一步 无数颗恒星构造成的星图 随着燕阳灵的后退 就像是断了电的电子图一样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漂浮在半空中的神图 也仿佛失去了生命 啪哒一声 掉在了地上 我们几个面面相许 也不知道能不能说话 都是瞪着眼珠子 看向燕阳灵 燕阳灵从地上捡起神图 重新递给了我 说了一句 可以说话了 我接过神图 江伯第一个问 刚才 为什么不能说话呀 声音产生的声波 会影响到群星引路 所以我让你们闭嘴 燕阳灵说 我不在乎这一点 比较在乎的是 他到底有没有找到路 燕阳灵想了一下说 坐标不能说太准确 但应该差不多 接着 不等我们问是什么地方 燕阳灵就说 我们现在必须 马上离开这里 为什么 我一愣 不解的问 燕阳灵抬头看了一眼夜空说 群星构图 这一出现 虽说只有短短的几分钟 但肯定会引来很多人 他的话 没说完我就懂了 群星构图 是指无数颗恒星 连接在一起 这一奇景 肯定影响很大 毕竟在科学领域上 这种景观 还未出现过 再者 华夏的科学发展 已经算是很厉害了 群星构图 虽然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但我想 肯定是会被检测到 到那时候 肯定会有人 慕名而来 而且 来的或许 不只是科学 研究人 很有可能 还会有江湖中人 如今 魔术神图 重现于世 在这个节骨眼上 出现了 群星构图的景观 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魔术神图上 如此一来 也间接性的说明 琳琅 那个王八蛋 在哪个山村里 没办法 魔术神图 在我手里的消息 估计是全江湖都知道了 想到这里 我连忙说 咱们这就下山 收拾收拾东西 赶紧出 我能想到的事情 别人肯定也能想到 众人点头表示同意 接着就赶紧下山 朝来时的路走去 回到家 我让他们 去收拾东西 接着又把 蓝小溪和长生 叫醒 在看到长生 和蓝小溪的时候 燕阳灵眉头一皱 说 他们俩最好不要带上 一路凶险 谁也不能保证 会发生什么 燕阳灵说这话 是有点歧视 隐晦的意思就是说 蓝小溪和长生 无用 带上了除了送死 就只剩下累赘了 说实在的 燕阳灵的话 并非是假话 的确是这么一回事 长生只是个孩子 而蓝小溪又只是普通人 跟着我们 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说 现在满大街的人都在找我 他们也知道 小溪和长生和我有关系 不让他们跟着的话 万一被人抓走怎么办 那我就管不着了 我只不过是好一提醒 至于该怎么做 还是你自己决定 燕阳灵总了总监 没再说什么 我有点为难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时 江伯忽然开口说 我在市里郊区 有一间私宅 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知道那里 要不让他们去我那 我咒着没问 安全吗 保证安全 江伯颇为资讯的说 那私宅啊 就是我用来保命的 就我一个人知道在那里 那里啊 里面有水和食物都很充分 一个月不出门啊 都饿不死 咳不死的 最关键的是 建在地下 听说建在地下 我立即拍手说 好 就让小七和长盛 先去你那里躲着 江伯有钱有势 在地下建个私宅 肯定是没问题的 江湖人就算再厉害 也不可能想到 小七和长盛 会和我们分离 就算是想到这一点 他们可能也无法想到 小七和长盛 没有别的地方 反而是重新回到了市里 对一万不讲 就算他们明白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个道理 那他们怎么能想到 长盛和小七躲在地下呢 这简直就是万无一事 无论周顺死没死 我都能保证好长盛的安全 这不光是一个承诺 而是这么长时间 我对这个孩子建立起的感情 上套完毕之后 我刚想出去问问 木头那家伙什么时候出发 却没有想到 被江伯一把拉住 江伯把我拉到里屋 摸出一支烟递给我 我接过烟笑着说 江伯 时间挺赶的 有什么话 咱们路上再说怎么样 江伯摇头说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所以啊 有必要提前跟你说一声 我点燃烟抽了一口 说道 你说 我听听看 我觉得魔术神徒 有可能是假的 一护者是说 这很有可能是个圈头 江伯面色担忧 眯着眼说 我笑了 忍不住说 哟 您老就别多疑了 神徒在来历 你都知道 怎么可能是假的 魔术神徒的来历 古籍上的确是有过信材的 但是历史长河之中 淹没多少东西 谁都不知道呀 谁能保证 这魔术神徒是真是假呀 谁又能保证 真正的神徒 是否还存在呢 江伯一连串的反问 让我有点懵吹 我有点不确定地说 不可能嘛 神徒的功效 咱们可是有目共睹的 怎么可能是假的 要是看到神徒的功效 我方才断言 肯定神徒是假的 江伯神色严肃 看起来不像是在开玩笑 我心里有些忐忑起来 连忙坐洗床上 问江伯到底 看出了点什么 江伯挟着烟抽了一口 问我 阿郎 古九州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 说知道一点 江伯又问 那你知道 古九州是哪九州吗 知道古九州 是谁划分的吗 哎呦 就我还真不知道 古九州我明白 但要真让我说说 是哪九州 我还真没那个本事和学识 至于古九州是谁划分的 我有点印象 大鱼治水成功 受顺缠 让儿继承地位 在诸侯的拥戴下 大鱼继承了地位 并且封国号为相 而大鱼在那个时候 被人称之为夏鱼 夏鱼是夏朝的第一个统领 他将天下划分为九州 并且铸造九鼎 以九鼎来象征九州的存在 在历史上 古九州或许 就是那个时候被划分出来的 江伯暗自点头 证明我说的没错 接下来又说 古九州 分为的是 这义州 冲州 青州 徐州 扬州 景州 豫州 梁州 和雍州 关于九州的说法 有点不确定 但是这并非是重点 即使九州的名字不确定 但所包括的领域 地位 位置却是一致的 说到这里 江伯估计是害怕我听不懂 特地的问我 能明白吗 关于古九州 历史上有许多的说法 江伯所说的九州名称 应该是出自于 于共 实际上 于共中对于九州的划分 也是比较为准确的 除了于共上对于古九州的记载之外 还有很多对于古九州的解释 这里就不一一说起了 江伯的意思大致就是说 关于九州的很多说法和名称 归根结底下来 无论是古九州的名称和说法有多少 不可否认的是 每一州的领域位置大致都是一样的 江伯啊 你接着说 我没你想象中的那么笨 我说 江伯点了点头 又说 九州在古代时啊 并非是代表着整个华夏的啊 九州合起来 与现在的华夏相比啊 只不过是华夏的中央地段 至于蒙古 新疆 东北三省 等地啊 都是没有被划分进九州之中的 听到这儿 我心里啊是顿时意紧 隐约间 是明白了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江伯又说 我猜错啊 神徒是假的 有两个定论 第一 九州是大鱼治水后 大鱼继承地位后 由大鱼亲自划分的 而魔术神徒 却流传于皇帝大臣赤油时期 古籍中啊 并未记载赤油是如何获得魔术的 也没有记载皇帝 是怎么得到神徒的 这只能有两种可能性 要么是皇帝和赤油自己编造出来的魔术神徒 要么是魔术神徒的出现 比皇帝和赤油还要早 而神徒中记载的地图却是古九州的地图 历史上九州最早出现的是大鱼时期 而大鱼时期却在皇帝大臣赤油之后 我也知道了事情的重要性 加密焰头 第一声说 那有没有可能是皇帝得到了神徒之后 将神徒中的宝藏私自藏了起来 然后把这个路线绘制在了神徒上 后来大鱼得到了神徒 根据神徒上的地图划分了九州 这话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一些历史 这些历史表明九州最早的出现 很有可能是皇帝时期 但是这一说法一直都没有得到考证 也一直没有得到确定 事实上也是如此的 皇帝时期距离现在已经有四千多年了 谁能挖掘出其中隐藏的秘密呢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你不觉得这种解释有些坚强了吗 姜伯不以为然地说 神徒的神奇啊 我们也是看到 要是没有守灵人在 我们谁都不可能猜测 神徒真正的地图不是在举上 而是在天上 如果真如你所说呀 那是不是证明大于所夺的魔术神徒的同时 也找到了守灵人 要不然的话 他怎么会知道神徒中的内容 又怎么会根据神徒的路线 划分出九州啊 仔细一想江伯说的话 还真觉得有些牵强 我接着问 那第二个理论呢 江伯在我房间里四下看了看 将目光定格在我书桌的墙壁上 我顺时望去 看到墙壁上贴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地图 这地图贴了快有十年了 是那会儿啊 我上学学地理时候 老师经常让我们看地图 还说最好把地图贴在显眼的地方 这样一来啊 随时都能看到 随时都能记起来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 反正啊 我们村里面基本有学上的孩子 家里都会贴着一张地图 江伯走到地图旁边 从桌上拿起一支笔 对着地图画了个圈 说 我画下来的部位是古九州的范围 你仔细看看 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啊 我走近了 看了一会儿 刚想说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时候 忽然想到了群星构造出来的星图 群星构造出来的星图 和江伯用红笔所画下来的部位 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唯一让人感觉到不对劲的是 群星构图所指示的方向 并没有在九州中出现 我清晰地记得在山上时 群星构造出的古九州地图 继而便是有一颗恒星 从白色变成了血红色 刚开始 我认定血红色恒星所在的位置就是 江伯点头 方下笔低声说 这就是第二个不对劲 新疆在下朝那时候叫什么我不清楚 我了解的也不是太多 但我知道的是新疆在周朝的时候啊 是被称为西域 曾有宝藏的地方 不在九州里面的其中一州当中 却在西域 你说几不奇怪呀 我没坑声 默认了江伯的话 江伯又说 你小子看起来也兴实 我也不忍心你一直被骗呢 所以我就给你提个醒 反正我觉得这神图啊 要么是假的 要么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我说 不管是骗局还是假的 我都要去 我父母在阴阳双煞的手里 五娘啊也被人抓走了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硬着头皮 往上看看 你小子 明知山有火 偏向虎山行啊 江伯指了指 哭笑着说 我也没有劝你的意思 人活这一辈子也就是几十年的事 窝窝囊囊的是活 轰轰烈烈的也是活 为什么不轰轰烈烈的去活呀 老头我这辈子啊 熬到现在 见到的东西不少 听到的东西也不少 对于魔术和神徒啊 是一直很好奇 这一次老头啊 就陪你走一走 看看这后面到底藏着什么鬼 江伯黑笑着说 事实上 江伯根本就没有必要去的 可他偏偏啊 选择跟我去 我不想怀疑江伯什么 只知道 他是真心的想要跟我一路同行 要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给我说这么多 想到这里我又问 江伯啊 那你能不能看出来 我们要去哪啊 这整个新疆这么大 谁知道去哪啊 江伯白了我一眼 显然也没招了 我没有继续多问下去 因为我知道 木头那家伙 肯定是清楚我们要去哪里 和江伯一起从屋子里面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收拾的差不多了 我也没愣着 背上黑脚刃 就带着大家捏手捏脚的离开了住处 离开家没多久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 停下脚步 对他们说 怎么这么走也不是个办法啊 走到镇上 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到了镇上 才不过是凌晨的四点钟左右 长途车要到中午的十点多才有啊 你们村有人家用车吗 江伯想了一下问我 我仔细地想了一会儿 想到村长的儿子 有一款老的桑塔纳车 据说啊 从二手市场逃回来的 饶是如此啊 还是吸引了不少村里人的眼球 一辆老款的桑塔纳 虽然没有多少钱 但重在这是辆车 把这个情况说出来 江伯二话不说 从包里面是掏出了四叠钱 给我说 把车买回来 我暗自砸舌 接过钱的时候 忍不住吐槽了一句说 嘿哟 江伯 你身上到底有多少钱 来的时候啊 以防万一取了点 小十万吧 不过啊 还能再取 江伯好似对钱 没啥概念 随口一说 我无语啊 经说这土豪的世界 我们是真的不懂啊 拿了钱 我让他们在这里等我 接着就去村长 他儿子家 准备把那辆桑塔纳给买回来 这时 燕阳灵 确实突然说 我跟你一块去吧 我没多想 安了一声 就和燕阳灵 一起去了村长 他们儿子家 村长他儿子 比我大五六岁 小时候 跟他一起玩过 后来啊 有点年纪差 就没有继续在一起玩了 一晃眼啊 是好几年过去了 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 村长儿子 住在村子的中央地盾 天黑村子里 没有灯 幸亏我拿着手电 要不然的话 还是真是什么都看不见 木头那家伙 就一直不紧不慢地跟在我身后 也不知道他跟我来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只是他没有开口 我也不好意思问他 只能继续地朝前走 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人 应该都知道 夜里在村子里面走 听得最多的就是狗叫声 我们走过去 发出一点响动啊 就能惊动各家各户地看门狗 不一会儿的时间 周围都是狗吠声 走到一个拐角处的时候 我右眼角忽然一跳 心里要伸起一种 不知从何而来的不想感 没等我回过神来 就觉得心口处一吐 我瞪大眼睛 看着前方 手里的手电是啪哒 一声掉在了地上 伴随着一声闷响 我后心口处又是一众巨痛 我颤抖着转过身 瞪着眼睛 满脸不可置信地望着艳阳灵 那一脸的冷漠 手里正握着一把 不断望下流血的鼻手 为什么要杀我呀 我全身的所有力气 都用在了说这句话上 话音落下 我全身也发软地倒在了地上 躺在冰冷的地面上 我的身体在此刻好似 也被地面的阴冷侵蚀 我能感觉到身体在逐渐地变凉 也能够感觉到心口处传来的巨痛 以及心脏的逐渐停止 人在生命攸关的时候 总会发生一些死亡的预兆 在艳阳灵还没有拿出匕首刺我的时候 就感觉到了不强的感觉 只是现在这个时候说什么都完了 我现在也不想知道太多 只是想知道艳阳灵为什么要杀我 所有人或许都是这样的 在被人杀害时 仅存的最后一口气 不是想要定处后世 而是想知道杀自己的人 为什么要杀自己 说实话 我并没有想到艳阳灵会这么做 在我看来 他把神徒的秘密 没有隐瞒的公知于众 那就表示着接受了我们 况且 我还是被神徒选中的人 所以我才敢大胆地让艳阳灵跟来 大胆地将自己的后背留给他 可 他却偏偏 对我下了手 艳阳灵擦干净匕首上的鲜血 站在原地看着我 眼神冷漠地说 相信我一次 你不死就成功 我无力地躺在地上 感觉心脏的跳动越来越慢 要是此刻有一个心电图 记录我的心跳率的话 那我想那心电图很快就会变成一条直线 也就证明着我要死了 艳阳灵那话是什么意思我想不明白 也没有了立即去问 就那么僵硬地倒在地上 瞪着眼睛看着夜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不知道是风想给我喝的血起了 作用还是什么原因 我竟然没有死 就保持着躺在地上的姿势看着夜空 夜阳灵这个人我清楚 我不问的话 他就不会说 此刻他就站在我的身旁看着我 也不知道是在等我死 还是怎么回事 他越是这样 我越是觉得好奇 他要真的想杀我 见我没死 为何不上来补刀呢 他要是不想杀我 那又为毛上来给我一刀呢 想不明白 真的是想不明白 世界上最难懂的不是别的 就是人心 人心啊 又过了一段时间 具体是多长时间我也不清楚 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观念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活下去 逐渐的 我发现自己双臂 恢复了一些体力 张了张嘴巴和喉咙 都有一些干涩 估计啊 是失血过多造成的 所幸的事还能够收缓 我盯着燕阳灵说 刚才没死了 你要还想杀我 就可以再次动手了 我不杀你 燕阳灵摇头 上前把我从地上扶了起来 我真的有点想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了 直到身体被燕阳灵扶起 牵扯到了伤口 感觉了疼痛 我方才回过神来 我双手有些力气 就用双手摸了摸后背 发现后背的衣服啊 全都是被鲜血给浸染 黏黏乎乎的格外难受 除此之外啊 我并没有摸大伤口 可能是因为方向鲜血的缘故 估计啊 已经是愈合了 话虽这么说 但是我还能够感觉到 心脏处传来的 阵阵的疼痛 方向的血 只能让我的皮肤组织 快速愈活 至于内伤 我想应该不怎么管用吧 我坐在地上 喘了口粗气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接着盯着燕阳灵说 我觉得你应该给我个解释 你这莫名其妙地给我一刀 我是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呀 燕阳灵也不拐弯抹脚 当即就说 这是试探 是来自于神徒的考验 也是来自于神徒的试探 说人话 我有点没听懂 燕阳灵又说 神徒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是神徒选中的人 所以我们两个人的鲜血 能够破解出神徒之中的地图 得到了地图之后 你还需要接受神徒的考验 神徒的考验就是 我来杀你 你要是不死 那就证明 你得到了神徒的考验 能够活着到达神徒 所指示的地方 我有点明白了 神徒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神徒中有两个关卡 第一个 是必须神徒选中的人 只有这样 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路线 在得到路线后 会出现第二个关卡 这个关卡 是考验神徒选中的人 够不够资格 找到神徒背后隐藏的东西 而这个考验 就是守灵人 杀神徒选中的人 若是神徒选中的人没有死 那就证明 神徒选中的人 有足够的资格 找到神徒所指的地方 说简单点 找到神徒和守灵人 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 你不是神徒选中的人 即使得到了神徒 那也有可能是假的 好 就算是你成为了神徒选中的人 也得到了路线 可你没有通过第二个考验 也没用 去的路上 依然只有死路一条 我越来越期待 神徒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如此之多的秘密 藏着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是凡物呢 不过 我也有些怀疑 叶阳灵这家伙 是不是在糊弄我 讲真的 叶阳灵救过五六次了 我没有报答他 不说 还把他坑了两三次 人都是有怨气的 我觉得叶阳灵 可能也有怨气 不知道这一刀是真的考验 还是他想拿我来发火 这个想法有点不切实际 因为木头这一刀 的确是扎进了我的精灶 可我却没有死 这个有点难以解释 或许这就是神徒的神奇之处 也说不定 休息了好一会儿 我才勉强地能够站起来 叶阳灵看起来 也有点过意不去 主动地要求背我往前走 我也没有推辞 就让他背着 走到了村长儿子家 我方才被叶阳灵放下了 不过还是有点站不稳 心口震痛 每次痛的时候 就像是有人用手 捏了一下我的心脏一半 叶阳灵帮我敲了门 连续好几下方才 将村长的儿子刘贵给搞醒 毕竟啊 这个点儿大火都睡了 给我开门的是 刘贵一脸不情愿地问我们什么事 当我艰难地开口说 要花四万块钱买下他那两桑塔纳的时候 刘贵整个人是直接颤抖起来 二话不说 回屋拿了钥匙就递给了我 一款老桑塔纳也就几万块钱 更何况刘贵的桑塔纳还是二手的 四万块钱买他的车完全就是天价 拿了车钥匙 我们就直接把车开出了刘贵家的院子 接着就回到了姜伯他们所在的地方 七个人坐在一辆车虽然有点挤 但也能够接手 蓝小七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搂着长生 他们四个则是坐在后排 也能够全部的坐得看 因为车里面比较黑 所以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我身上的异常 开车的时候 我心脏的位置还是会痛 但是却能够坚持下去 我开着车一路奔驰了六个多小时 终于在早晨的八点多钟赶到了市里 这一晚上的赶路啊 大家也都累了 在郊区找了一家早餐摊 大家伙就下车准备吃点东西 再继续赶路 下了车我还没走几步 就听到蓝小七的惊呼声 我一愣 回头望了一眼 只见蓝小七惊恐的瞪大眼睛指着我后排 我这才想起来啊 自己身上的衣服到处都是鲜血 江伯他们听到蓝小七的叫声啊 也是纷纷赶过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在看到我背后的鲜血时 几个人顿时就大惊失色 连忙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偷瞄了一眼眼阳灵 此时见他也是在看着我 而且啊 还对我暗自的摇了摇头 那意思是 应该是想让我隐瞒着 我沉默了一下 我笑着说 没什么事 举车的时候啊 就碰翻了一盆猪血 全部撒在身上 猪血这玩意儿 大家都知道 农村人也经常自己做着吃 见我能够说笑着 他们也没有多在意 点了点头后就落座了 等包子出炉的时候 江伯压低声音 将司宅所在告诉了蓝小七和长生 并且让他们吃完饭就赶紧过去 路上不要耽误 以免被人发现跟踪 蓝小七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巧可 当下便是点头说会注意的 我接过话茬 顺势问向燕阳灵说 木导 你知不知道隐藏宝贝的具体位置在哪 我们几个现在可是一块大蛋糕呀 谁来了都想咬一口 肯定啊 不能够在市里面待着 话音落下 服务员就端着几笼包子 走了过来 等着服务员离开后 叶阳灵方才说 周安凡 我们就东城出发 接下来啊 可能会坐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车 是哪里啊 我咒眉问 燕阳灵 筷子夹了一个包子 咬了一口 抹了嘴 继续说道 罗布泊 我们几个面面相去 一时间 谁都没有说话 我对于罗布泊的了解 仅限于第一颗原子弹 和第一颗轻弹的 试验成功 当兵的那会儿 我们没少了解原子弹和轻弹 这些世界级的杀伤性武器 我记得 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和轻弹的投射试验地点 就在新疆的罗布泊 我忽然想到了 姜伯的那两种猜测 新疆在古时候被称之为西域 古九州地图中 西域并不在其中 难不成 这一切都如姜伯所说 非假 欺骗呢 我有点头痛 新说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只是做好我自己该做的就行了 其余的都不管我的事 就算是假的 或者是被骗了 我也不计较呀 只要我在乎的人 能够够平安就成了 姜伯这时说 罗布泊这么大 我们要去哪儿找呢 但又就是 这罗布泊死亡之海的 冲呼可不是白来的呀 如果没有缺陷的目标 我们就算是死在里边 尸体也回不来呀 姜伯又说 燕阳林把手里的包子吃完 喝了一口白粥爽 先去花蜜 说完燕阳林就不吭声了 不管我们再怎么问他 就是不说话 我觉得燕阳林知道的 应该具体一些 他之所以不说 可能是留有后手 害怕我们几个会对他做点什么 不过燕阳林可能真的是想多了 就算是姜伯和方小会害他 我肯定是不能同意的 毕竟这家伙救了我好几次呢 吃完饭结了账之后 我们便和蓝小七分道扬镳 临走前 我让蓝小七隔三差五 就给我打个电话 以此来证明他们平安无事 等着大家都上了车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 让他们在车上等我一会儿 而我则是下车走了一个 挑偏僻的角落 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黑无常的电话 自从燕阳林出现后 我一直没有接到黑白无常的电话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 更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救出五娘 电话拨通 响了几声后 就被黑无常给接听了起来 我联盟是压低一声应问 我们找到手灵人了 也知道隐藏宝藏的地方在哪里了 你们有没有救出五娘来 黑无常沉默了一会儿 接着说 你女人已经被我救出来了 现在和你父母在一块 手灵人既然已经出现 那你就跟着手灵人去找宝藏吧 不过我先要告诉你 我们对神徒的了解仅限于此 之后的一切只能靠你自己努力了 我们完全帮不上忙 我说 你们能够救出五娘 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急于大 也不需要你们帮我做什么了 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父母和五娘安全 我就把神徒中隐藏的宝藏给你们带回来 我想你搞错了 黑无常打断我的话说 我们对这神徒隐藏的宝藏并不感兴趣 我们这么做只是想遵从师父的命令 我也不知道黑无常的话几分针几分讲 神徒中隐藏的东西肯定是至宝 现在这个年头 为了钱财 谋杀轻人的都有 更何况比钱财更加重要 更有吸引力的宝贝呢 按照之前发生的一切 以及我个人所猜想的 我还真的以为黑无常把我当枪来使 让我去找神徒隐藏的宝藏 不过是把我当着一个踢死鬼 我是被神徒选中的人 他们很有可能早就知道 如若不然的话 为什么不从我这里拿走神徒 而是把神徒留给我 让我等着守灵人 再有就是我父母 他们抓走我父母 名义上是保护他们 可彻逗彻围 我都没有见着我父母 谁又能保证 这仅仅只是保护 而不是软禁呢 用我父母威胁我 谁赢了一下 我说 如果我没能够活着回去 请你让五娘照顾好我的父母 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 觉得和黑无常没什么好说的了 神徒肯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一路上或许比去影视古城还要凶险 我在这世上除了父母之外 也没有什么好挂念的了 回到了车上 他们几个问我去干什么了 我随口说了去一趟厕所 末了 我又问颜杨玲 木头 我们直接去车站 哈密在新疆 从我们这里过去 要十多个小时的车程 开车过去肯定是不行的 仅有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和高铁了 或者是汽车 大巴 以及飞机 叶阳玲不加思索地说 我在这里坐车 去附近的别的市里坐车 我点头没多说 我们现在说是被整个江湖的人追杀都不为过 我们所在的市里 现在恐怕已经成为江湖中人的聚集点了 而他们聚集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我们 确切一点是为了我们手里的魔术神徒 当然 他们现在并不知道我手里只有神徒 没有魔术 长生和小七离开后 车上就剩下来我们五个人 五个人坐在一辆车里面 并不显得拥挤 将车开到高速收费站的时候 我扭头望了一眼 副驾驶座位上的零点二说 你确定要跟着我们 现在下车的话还来得行 我要是现在下车 你们会放我走吗 零点二冲我眨了眨眼睛 我一时雨夜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要去哪里 零点二知道 如果我把它丢在半路上 谁能够保证这小妞 会不会反过来应我们一把 安心开车吧 我跟你们不图别的 只是想要世心魔化 得到世心魔化 咱们就各走各的 零点二说 我想开口 却被燕阳灵抢了先 她说 神徒所指的地方 并没有世心魔化 花音落下 我们几个顿时将目光 齐聚在 零点二身上 零点二一愣 接着摇头说 不可能 我们翻过很多点集 里面记载说 能够找到神徒 就能够找到世心魔化 我们又看向燕阳灵 不知道他们 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燕阳灵不吭声 扭头看向窗外 我顿时无语了 心说 木头这家伙 还真是一块木头 不问不吭声 主动说话 还谈良的只说一半 别看他了 零点二撇了撇嘴 不懈地说 他只是守灵人 并不知道神徒藏着什么 他刚才说的那话 也只是在试探我而已 燕阳灵还是不吭声 看样子是默认了 后面的车已经焦急地按响了喇叭 我连忙挂挡 踩油门将车给开了出去 脚费伤了高速后 我一本正经地对着 零点二说 你跟着我们也可以 但是我们得事先说啊 去的路上 一切都要听从我们的 不能擅自我主张 不管什么事啊 都得以大局为重 零点二娇媚地笑了一下 轻声说 哼 你们要跟我上床 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我脸一红 郑重地说的 我再跟你说正事 别乱说 好了好了 听你们的就是了 不过要是真的上床的话 我也只跟你上 他们几个就算了 零点二继续挑逗着我 这个女人啊 简直了 亏了我定力好 坏了别人啊 早就忍不住了 我也懒得 再和她说什么 专心致志地开着车 零点二切了一声 大概是觉得没意思 扭头看向窗外 也不再说话 车子在高速上 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 就下了高速 来到了附近的市区 问起 要坐什么车去哈密使 姜伯直接开口说 坐飞机吧 这样速度宽一点 姜伯财大气粗 能够出钱 绝不出力 事实上 我也比较赞成 因为我从小到大 还没坐过飞机 谁知道 叶阳林说 不坐飞机 坐长途汽车 我一论问 有飞机不坐 为什么坐汽车呀 又不让你掏钱 你觉得 你身上背着的剑 能够安检吗 再者来言 神途的路线 和所藏的地方 只有一个 如果我们被人 跟踪到倒霉的是我们 叶阳林撇了我一眼的 我们几个不说话了 都觉得 木头这人 说的是有道理 没辙 只好开车到汽车站 准备是买汽车票去 排队买票的时候 木头那家伙对我说 先买去甘肃兰州的 到了兰州之后 再转车去哈密 我无奈地点了点头 心想木头 真的是做足了打算 还要在中途 倒一趟车 到兰州的车 每天只有一辆 而且还是在晚上的八点钟 询问后 我看向燕阳林 问他要不要买 燕阳林点头 我方才要了五张卧铺 大巴要在晚上八点钟开 这段时间 我们没地方去了 为了防止被跟踪啊 我们直接在 汽车站附近的 一家旅社 开了五间房 准备休息到 晚上的八点多钟 开了一夜的车 我有点累了 更何况 被木头那家伙捅了一道 想起被刺的那一道 我不免地 有些好奇起来 这一路奔波 我把这伤口都给忘了 等我脱下衣服 站在镜子前 回头看的时候 却发现 后背根本一点伤口都没有 心脏的位置 也不觉得疼了 我曾经喝过芳翔的血 它的血很神奇 能够促进皮肤外伤的迅速恢复 可是啊 这也仅限于皮肤外伤 内脏受伤肯定是没有办法 那么快地恢复 念阳灵 那一刀是真的 插入了我的心脏 即使这样的话 我怎么恢复得这么快啊 难道真的是因为 我经受住了神徒的考验 神徒没有让我死啊 这一点没办法解释 我也想不通 到最后 我干脆就不想了 反正啊 想不明白的事情 不止这一件 多这一件不多 少这一件也不少 躺在床上 刚要闭眼 我就听到一连串的敲门声 我皱着眉 下了床走到 门前低声问了一句是谁 过了一会儿 外面传来一声娇媚的声音说 帅哥 要不要特舒服啊 啊 我拉开房门 无奈地看着 门外的林迪尔 问他有什么事 林迪尔笑嘻嘻地 闪身经了房门 不等我说话 就静止地走进了屋 就坐在床上 敲起了二郎腿说 人家一个人就害怕呀 所以想跟你挤一张床 你是不是觉得 跟我开玩笑特别好玩啊 我皱着眉 语气有些不悦 林迪尔一个劲地点头 像是小鸡桌石似的 我算是他娘的没辙了呀 翻了翻白眼 一屁股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林迪尔冲我眨了眨眼 喂了一声说 喂 我漂亮吗 漂亮 我没好气地说 林迪尔又问 那 我有女人喂吗 我点头不吭声 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林迪尔撩了撩发丝 又对我说 那我有吸引力吗 我终于有点忍不下去了 瞪着眼问他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 我就是有点好奇 你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为什么对我不感兴趣 林迪尔撇了撇嘴说 我气急手 你以为你是钞票呀 是人都得对你有兴趣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林迪尔摇头 忽然变得一本正经起来 他说 小时候姥姥就教会我们很多本领 其中最大的本领就是诱惑男人 姥姥曾经说过 全天下的男人啊 没一个好东西 他们只在会外表 只贪图你的美色 而我们就利用他们的弱点 将他们击狂 我心想 林迪尔的姥姥 是不是被男人伤过 要不然的话 怎么会一棒子打死一群男人 说全天下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接着 我又想到了一部电影 里面讲的就是一群女杀手 经常利用自己的美色 去引诱谋杀对象 然后在将他们神魂颠倒的时候 找机会杀掉他们 林迪尔和那女杀手应该一样 不同的是一个杀人 一个偷东西 我也算是明白 林迪尔勾引人 为什么那么厉害了 你和他们不同 从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我发现你竟然对我完全不动心 我啊不止一次的怀疑 你是不是看骗了 林迪尔胡怡地看了我一样 估摸着还在认为我喜欢男人 我咳嗽了一声 尴尬地说 你不能这么想 你姥姥从刚开始的时候 给你灌输的概念就是错的 有的男人的确不是东西 只是在乎别人的美色和外貌 但也不能一棍子全部打死不是 也有好的男人存在 你是在说你吗 林迪尔比仪地瞥了我一眼 我更尴尬了 给自己开拖说 男人是理性动物 可有部位却不理性 说实话 我对你不是不动心 但是有原则在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不能背叛她 我觉得事实就是这样的 做人要有最起码的原则 有最起码的底线 我和五娘现在 的确是有点不清不白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我对她的确有点好感 只是我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 五娘到底有没有别的目的 要说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从她让我拿走魔术神图 就能看得出来 林迪尔说 可你女朋友是鬼呀 那是谁规定了 人和鬼不能在一起啊 我反问了 林迪尔不吭声了 看起来啊 就像是说我这句话有道理 我笑了笑说 你找我啊 肯定不单单啊 就是为了开我玩笑 说吧 叫什么事 林迪尔一愣 咬了咬嘴唇 说 我想告诉你一件关于神图的事情 关于神图的事情 我咒着眉问 你知道神图什么事 林迪尔犹豫了一下说 去一下子说 我知道神图中隐藏着什么 什么 我真的是吃了一惊 神图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就连艳阳灵这个守牧人 以及阴阳双杀 这么神秘的人物都不知道 林迪尔是怎么知道的 喂 你别好奇 我是怎么知道的 以前在找世心魔花的时候 偶然听到了一些 关于神图的传闻而已 林迪尔白了我一眼 继续说 我知道的 也不怎么全面 冲启量 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信息 我说 那也足够了 总比什么都不知道强吧 直到这会儿 我才发现有点荒谬 我们一群人 拼死拼活地 得到了魔术神图 不惜被全江湖的人 追杀狼狈而逃 接着又要冒不知道 多少危险 去寻找神图所指的地方 可到了最后 我们竟然不知道 神图中隐藏着什么 荒谬不荒谬啊 简直是荒谬到了 操蛋的地步呀 林迪尔又说 其实在很早的时间啊 我就知道了魔术神图 也知道了姥姥的毒 只有魔术神图中的神图 才有办法破解 那段时间 我找到了很多 关于魔术神图的资料 也找到了很多地方 到最后啊 都是一无所获 不过 我从魔术神图的资料里面 却读到了一些讯息 有的典籍中说 神图隐藏着一把神器 这把神器观传天地 锋利无比 消体如你 找到这把神器 就能够操控于天下 见无不慎 但是这林迪尔的话音一顿 继续说 也有的典籍中记载说 神图隐藏着无数的奥妙法术 这些法术可以克制魔术中的巫术 与魔术中的巫术成正比 是专门克制魔术而生的 更有典籍记载说呀 神图的背后隐藏着一门功夫 学会了可以天下无敌 我听完林迪尔说的 只觉得整个人有点懵 从林迪尔的话中啊 不能看出 不管是神图背后隐藏着什么东西 都是无上之宝 不是消体如你的兵刃 就是无上的法术和无敌的武功 我揉了揉额前 无奈地问 这也就是说 你也不知道神图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 我要是知道不就告诉你了吗 有票拐弯抹角吗 林迪尔白了我一眼 然后站起身拍了拍手说 好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要回去休息了 我恩了一声 帮林迪尔打开门 走到门口的时候 林迪尔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这才走出了房门 我被他整得有点莫名其妙 也没有多想 女人的心思最难猜 谁知道他几个意思 送走了林迪尔我也有点累了 倒在床上 去想着林迪尔的话 不免啊 有些猜疑起来 不知道这神图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宝贝 我觉得法术一类的东西啊 可能性大一些 按照姜伯他们所说的 皇帝如果真的仰仗着神徒 打败了赤幽 那皇帝使用的东西 很有可能就是克制赤幽 魔术上巫术的法术 想到了最后 我脑袋都打了一圈 依旧是梅族 没出个所以然来 到最后啊 我也不想了 不管是什么东西 对于我来说啊 都没有用 我这一次 去找神徒背后隐藏的宝贝 主要的目的啊 还是为了救出我父母 至于这东西是什么 该归谁 我一点都不关心 奔波劳累了一整天 我也是真的有些累了 倒在床上没多久 就睡了过去 这一觉直接是 从中午的十一点多 睡到了下午六点多钟 醒来后 我找到了大家 问他们休息的怎么样了 众人点头 表示说 休息的差不多了 我说 是晚上八点的车 现在还有两个小时 要不咱们 先出去吃点东西 我话音落下 艳阳灵就摇头 方小时急了 瞪着眼珠子说 你的娘子不饿 我们饿呀 就算再小心 也不能不吃饭吧 你不吃就在这待着 我们几个出去吃 说实在的 我也觉得木头这家伙 有点太小心了 不管怎么着 总是要吃饭 不是吗 有一句话说的是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得慌 饭不吃 怎么有力气赶路呀 接下来可是十多个小时的长途呀 艳阳灵 不搭理方向 转而对我说 你朋友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卧槽 你说谁要有病啊 方小一听 那张比女人还美丽的脸啊 顿时就气歪了 撸起锈管 就要上去找艳阳灵算账 我急忙是抱住了方小 先让他别生气 有话先好好说 一捧那灵笛耳 忍不住扑吱的 一声笑了出来 还让我大虚伪众呢 你且听你们的呢 你们就自己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这话说的全都是理 我忍不住尴尬了 心里不断的责备方向和艳阳灵 艳阳灵瞥了一眼方向 淡淡地说 我的意思是说 不处致迟 所以在宾馆叫服务员 帮我们去买回来 在这里舍 下次听完 我把话说完再动手 你要觉得不服气 咱们俩可以比划比划 方向的性子我了解 桀骜补血 最受不了激将法 如今听了艳阳灵的话 二话不说 是一把将我推开 手臂一抖 短剑浮现在手掌中 艳阳灵也不逊色 苍狼一声是拔出了匕首 虎视眈眈的瞪着方向 好似随时都能打起来 我是真的被逼急了 一把将黑脚刃是抽了出来 这是他们俩大喝的 打是吧 来来来来 老子配你们打 谁要是出了 谁就是王牧童子 我一再强调 一个队伍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一致 这个观念虽然有点老了 但是一向都很管用 当初在鬼路 我们要是不团结的话 怎么会走到最后呀 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的道理 就很好地说明了一切 更何况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呀 一个团队的毛病都解决不了 怎么解决外面的问题 林天儿 咯咯咯地笑着躲到了一旁 惊在乐祸的时候 要好戏看了 赶紧打赶紧打 我看看谁个厉害 阿朗加油啊 赢了 把姑娘亲力一下 你丫头骗子 看热闹不行 是大事吗 姜伯从始至终都坐在一旁 听林迪尔还在说笑 顿时搭了下脸了 林迪尔不乐意了 猝着眉说 老头 你说谁丫头骗子呢 他们自己起内后 关我什么事啊 完了 这下子真的要四分五练了 我叹了一口气 把黑脚认收了起来 同时也阻止住了 方小和叶阳林 接着说 咱们的目的啊 都是一样 啊 既然这样的话 为什么就不能心平气和地团结起来呢 有必要为了这一点 鸡毛蒜皮的事 炒个没完没了吗 啊 阿朗说的对啊 年轻人性糟 谁啊都不负谁 不是什么坏事 但也要看跟谁啊 江伯附和着说 艳阳林和方响都不吭声 一个个江桐扭到左边和右边 都不打理对方 我有点是哭笑不得 说 木头 做的没错 咱们几个现在身处在特殊时期 还是啊 少抛头露面的好 我让服务员送饭过来 你们吃啥 呃 番茄炒鸡辣辣干饭 方响和艳阳林几乎是同时开口 而且啊 还叫的都是一样的 我蒙 想不到他们俩竟然有这样的共同爱好 谁知 方响说 我不和他吃一样的 我吃鱼香肉丝干饭 好好好 你啊 不和他吃一样的 你吃鱼香肉丝 他吃啊 番茄炒蛋 我再一次哭笑不得 感情方响 还是有些像孩子的时候 房间里有电话 我打电话给总台服务台 要了几分餐后 和众人一块等着 等餐的功夫 我和江伯又好好地说道说道了 他们俩 无非就是要团结一致 要同仇敌忾一些的话 说到我自己都烦了 方才停了下来 他们俩还是一副 你敢跟我说话 我就弄死你的表情 我觉得我这是在对牛弹琴 好在啊 没多久服务员就送来了餐 付了钱后 我把餐拿回屋 就和众人分着 摊着吃了起来 我点的是一份梅菜扣肉粉 在山村的时候 我妈经常腌制一些酸菜 吃习惯了这个味儿 每次出门啊 吃饭的时候 我基本都吃梅菜扣肉 说简单的就是怀旧 我也真是饿了 吃起来啊 完全都是狼吞虎咽 吃到一半的时候 我牙齿一个感觉是咬到了什么 难以咬碎的东西 梅菜扣肉都是很好咬的 三下两下就能咽下肚 可这却不一样 我像是啊 是吃了一个纸团一样 我从嘴巴里 把那东西拿了出来 默默糊糊的 能看清楚啊 是一张字条 隐约间 我还能看到上面的字 我心里一瞎 抬头看了一眼众人 见没人观察我 我就 隐藏着 将纸条揣进了兜里 接着 继续吃饭 纸条我都说了好几次 有时候带来的师兄 有时候带来的事情 就是不知道这纸条是谁给的 也不知道这背后之人 有何用意 吃饭的时候 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情 上一次 进入鬼路的时候 我也收到过纸条 因为纸条上的几句话 和五娘的帮助 我们成功地 通过了身老病死的考验 找到了影视古城 获得了魔术神图 后来问起五娘时 五娘表示 没有给过我纸条 也就是说 除了五娘之外 另有他人 这人是谁啊 这一次寻找神图背后 隐藏的秘密 是想要帮助我们 还是想要害我们 浑浑噩噩的吃饭时间 已经过了七点半了 我建议说 各自是回去收拾一下东西 然后去车站 众人没有什么意义 我回到房间 关上了门 立马将纸条拿了出来 擦掉上面的菜渣 我仔细地看着纸条上的内容 天山中有病雪深连 古国中有不服女士 全眼中有影视宝藏 你的命运会随之改变 你的天下会即将到来 我默默地掏出打火机 将纸条烧掉 接着开始收拾东西 没有多去想那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给我纸条的人 不是脑残 就是神经病 纸条既然是单独给我的 那你就他娘的把话说明白呀 这一句句整得就跟文言文似的 这话一点也没错 刚开始去鬼路 以及找鬼机的时候 收到的纸条都是 以高深又难懂的提示 我甚至觉得这人啊 是故意在强行装逼 以此来提示自己的神秘感 不得不说的是 他做到了 说是收拾东西 其实啊 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除了黑小刃之外 我没有别的东西要带 就连换洗的衣服 也没有拿 将黑角刃 隐秘地藏好后 我就出门和他们会合 姜伯还是一个小包 我知道包里面装着他的宝贝 以及很多钱 方向和我一样没什么东西 念阳灵和灵点 依然如此 我们几个退了房 刚出门没多久 就听到空中 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 这声音我熟悉 是小九的声音 来的时候 我忽略掉了小九 在刚才的时候 我还在想 这只人面鹰 到底跟没跟来 如今听到小九的声音啊 我心里顿时一喜 有小九在 我们可以避免很多没必要的麻烦 我抬头望了一眼 趁着路灯的光亮 我看到小九在空中盘旋着 一对绿油油的双目看着我 我对他们说 你们等我一会儿 我去吩咐一下小九 江伯恩了一声 提醒我说 快一点啊 车马上要开了啊 我点了点头 走到一旁没人的胡同 接着就把小九换了下来 小九蹲在我的手臂上 翅膀抬起 指了指我 又指了指身后的路 接着做出一副 格外警惕的神色 我心里一惊 低声说 你的意思是说 有人跟踪我们啊 小九孤的叫了一声 用翅膀指着天空 跟踪我们的人 跟踪了很长时间 我看懂了 又问 小九点着脑袋 证明我说的对 我寻思了一下 对小九说 你跟着我们 如果有什么情况 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们上了车以后 你觉得累了 可以在车的顶部啊 歇脚 从这里到兰州 接近十多个小时的车程 小九是人面鹰 挂着一张人脸 肯定不能被我带上车 只能啊 让他在车顶跟着 小九孤的叫了一下 就飞走了 回到众人的身旁 我四下看了看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但还是边走边告诉了他们 我们被人跟踪了很长一段时间 烟阳灵听了我的话 二话不说 直接看向方祥 那意思好像是说 怎么着 回去了吧 方祥切了一声 不吭声了 我是真的服了这爷俩了 这他娘的都这时候了 还在置气啊 我觉得你们应该考虑一下 现在该怎么办 而不是继续置气下去 林铁尔 白了他们俩一眼说 江伯直接说 张鑫华 上了跟踪的人 方祥也复合了说 杀了他 一两百两 我连忙白手说 不行 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是谁在跟踪我们 再有就是 上来就杀人 万一杀错了怎么办啊 都跟踪来了 还能杀错呀 他们跟踪我们 无非是为了魔术神徒而来 现在不杀 等着到了地方就难了 江伯沉吟了一下说 艳阳临着时候提议说 兰州不是目的地 还有就是去兰州大车 只有一辆 我们可以先上车 等着上车之后观察一下 如果跟踪我们的人在车上 就等下车后干掉他 如果不在那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已经身在兰州 他们就算赶到我们也离开了 我眼前一亮 说 木头这个办法不错呀 就这么办 江伯他们也觉得有点道理 就没多说什么 恩了一声 继续往前走 到了车站 江伯拿出一叠钱 让我去买吃的东西 路上饿了的话 就不好办了 有钱好办事 我也不推辞 拿着钱买了一箱泡面 七八代佛对长 以及一些面包 这样啊 足够我们路上吃了 长途大巴我之前坐过 卧铺的位置是有两层的 而且还异常的狭小 睡上去 翻身啊都有些困难 我把下铺丢给了零点 自己跑到了上铺 车厢里面总共有三列卧铺 我睡在靠窗的位置 江伯睡中央 另一旁则是方向 上了卧铺后 江伯对我使了个眼色 我心领神会 开始观察陆陆续续上车的人 我们上来的早 车上没几个人 车子马上就要开了 上车的人啊有很多 我们一个一个的观察着 到最后竟然发现 这些人都没什么问题 结伴而来的 又说又想 自己一个人来的 神情淡定自然 上了车就开始玩手机 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 下铺的灵迪尔 忽然踢了踢上铺的床 我低头看了他一眼 灵迪尔低声的说 点点着方向上铺的人 我暗自点头 漫不经心的朝着那个位置看去 只见那个卧铺上 躺着一个平头青年 那个青年拿着一张报纸 戴着耳机 边听音乐 边看报纸 眼神时不时地朝着我们这边看了 我只看了一眼 就有点确信 这个人是跟踪我们的人了 我没什么千里一眼 更没什么独心的功能 只不过从那个平头青年身上 看到了一些猫女 平头青年躺在上铺 手里拿着报纸 耳朵上挂着耳机 看似好像是在看报纸 其实啊 他是在刻意地观察我 这一点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 更重要的是 我故作不经意和他目光对接的时候 他下意识地躲闪我的目光 慌忙地看着报纸 明显就是作随心虚 我拉了拉香伯的一脚 冲他挪了挪嘴 两点钟放下 平头青年人有问题 姜伯恩了一声 没有去看那青年人 而是躺在了卧铺上 他说 我已发现他了 既然在车上 那就好办了 等到了兰州啊 找机会啊 抓住他 问问来者何意 车上人多 空间还很小 肯定啊不能动手 唯一能动手的地方 就是兰州了 我们人多 他目前就一个人 所以我们也用不着担心什么 听完姜伯说的 我就躺在床上 看起了在车站买来的一本杂志 心在静下来的时候 总是会忍不住胡思乱想 我现在就有这个毛病 车子开动以后 因为是夜晚的缘故 车厢里面极其的安静 我也看不下去杂志了 没忍住 想到了纸条上的几句话 纸条是谁给的我不清楚 更不知道 这次给纸条的人 和上次去鬼路时的 是不是同一个人 去鬼路时 我猜测幕后有两个黑手 一拨人啊 是想让我们找到魔术神徒 另一拨人是不想让我们找到魔术神徒 去鬼路的途中 他千方百计地刁难我们 不过都被我们化险为夷 让我分辨这两拨人 哪一个是真心帮我 哪一个是害我 我是真的没有本事分辨出来 得到魔术神徒之前 我一直认为 不让我找到影视古城的人 是想害我 可是等到我得到魔术神徒 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之后 我忽然觉得 那人或许 并非是在害我 这一次的纸条提醒 到底是谁给我的呢 想让我找到魔术神徒的那拨人 还是不想让我找到魔术神徒的那拨人呢 亦或者是说 另有他人 想到这儿 我又一次想到了在快递店时 收到的那张纸条 那张纸条上书写着 神徒与守灵人重现于世 寂静的江湖中 暗流涌动 寻找无上的至宝 你方能 笑傲江湖 当时从刺激上 我看出一点猫腻 感觉留下这张纸条的人 很有可能是周深 周深说是要死 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也就是说 周深还有可能活着 可是如果他活着 那为什么不现身呢 为什么不去见他儿子呢 都说苦毒不食子 周深对长生 是真的做到了无微不止 即使如此啊 那为何这么长时间 都不和长生见一面呢 我叹了口气 人心最难猜 表面上和谐 有说有笑的人 心里很有可能藏着一把刀子 表面上凶神恶煞的人 心里很有可能 就像是棉花一样的柔软 我决定先不琢磨这件事情 这次去罗布泊 寻找失落的神徒秘密 肯定和那张纸条 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觉得 有必要破解一下 纸条上的谜语 纸条上的第一句话是 天山中 有冰雪甚连 天山我知道 就在新疆 而且啊 还有着很大的地理作用 新疆在一定的程度上 分为南疆和北疆 而这个划分界限 就是由天山区分的 我们要到的目的地 就是哈密 在一定的程度上 哈密属于新疆的东疆 可是新疆一般只有南疆和北疆的区分 所以哈密也算得像是北疆 至于话中的那句 冰雪甚连是个什么鬼 我则是没想明白 冰雪甚连 我没有听说过 只听说过天山雪连 江伯见多识狂 说不定啊 他知道些什么 想到这里 我侧身拉了拉 江伯的衣服 江伯疑惑地转头看向我 用眼神询问我怎么了 我压低一声音 小声问 江伯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冰雪甚连啊 冰雪甚连 什么东西啊 嗯 这 我只听说过天山雪连呢 江伯摇头表示啊 没搞懂是什么 江伯都不懂的东西啊 我就更别提了 基本上就是了眼一摸黑 啥也不清楚 你是不是又收到什么提示了呀 这时 江伯眯着眼 望着我说 我心里一唱 听说这江伯真是个人机 我无缘无故地说出这个 冰雪甚连的东西 他肯定会猜疑 犹豫了一下 我决定不去隐瞒江伯 说句实在的 整个队伍里面 也就江伯的身份最清楚 他一开始算计我 是想让我偷拿精血 而他的目的 从始至终 都是救活自己 从影视古城回来之后 江伯的目的达成了 倒也没有继续坑害我 灵地尔想要世心魔花 但是世心魔花到底存不存在 我们不知道 所以灵地尔的话 我们也不能全信 至于方想 我也是百分之百信任的 他肯定也有 不为人知的目的 但是却从不和我说话 我也不去多问 每个人都有秘密 说出来 还能算是秘密吗 我想了一想 告诉江伯说 吃饭的时候 我在房里面收到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这几句话 我没整明白 说着 我把天山中的冰雪甚连 古国中的不服女尸 全眼中的影视宝藏 全盘地告诉了江伯 至于最后两句 我则是没说 因为我觉得 后面两句写得没啥营养 说不说都一样 听我说完 江伯沉思了一下说 天山中的冰雪甚连 我搞不明白 哈密的确是临近天山 至于冰雪甚连是什么 我则是没听说过 但是肯定和这天山有关系 第二句 古国中的不服女尸 我有点了解 听到这儿 我连忙问 古国中的不服女尸 是什么意思 守灵人那小子说 咱们要去的地方是罗布泊 公元前的一百七十多年 罗布泊就是一个古国 叫做楼兰古国 当时的楼兰古国啊 隶属于西域 在丝除之路上 是极为重要的地位 只不过到了公元六百多年的时候 楼兰古国就神秘地消失于罗布泊了 只留下了一片楼兰古城的古迹 历年来 不少人去楼兰古城进行考察 考察也并非没有结果 据说啊 考察的队伍在楼兰古国中 找到了一具 数千年历史的女士 那女士啊 不服不烂 甚是奇特呀 我听的是暗子杂舌 说 一具尸体 能有好几年不服不烂 是怎么做到的呀 在法术的造诣上啊 长身不老是有可能的 更何况是不服不烂呢 江伯有些不屑的说 我说 那这句古国中的不服女师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古国我想说的应该就是楼兰古国 因为罗布波就是那一个古国 至于不服女师是什么意思 我就想不明白了 或许这楼兰古国中的古迹 不止一具不服不烂的女师也说不定啊 江伯摇头 这费解的程度啊 不是一般的高 我自觉的忽略到这句话 继而又问 那最后一句这个 全眼中的影视剖灶呢 这句话应该很好理解啊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找到了全眼 就找到了神徒背后藏着的东西了 江伯按照字面的意思 推敲了一下说 天山在前 其后是古国 最后啊 才是全眼 很有可能 我们要走完天山和古国 方才能找到全眼 我骂了一声 差点啊 没叫出来 说 天山这么大 咱们几个能走得完吗 不他娘的累死 也他娘的冻死了呀 江伯一把捂住我的嘴 小声说 你个小毛毛蛋 小声点 我意识到自己声音有点大了 连忙摆手说 注意注意 这人给你的提示啊 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在前啊 是先走一步看一步 呃 有了这个提示 在关键时刻 也能够 从容应对 江伯说 说起这个提示 我有点没忍住 吐槽到 给提示的人 也这么操蛋呢 说明白点不行吗 偏偏整个 更文言文似的 这你就不懂了呀 啊 江伯咧嘴笑了一下 看样子啊 这里面啊 还是有门路的 顿了一下 江伯又说 知道什么叫做 天机不可泄露吗 啊 我摇头说 一直听到这话 但一直不明白 这是啥意思 江伯又说 天机不可泄露 泄露啊 则杨首哲 你收到的这些提示中 某种意义上 已经算得上是 未卜先知 提前给你提个人 而这未卜先知 则是大本领 其中的奥妙所在 一般人参悟一辈子 都不可能知道 就算是知道了 也不敢乱说 因为啊 这些事情都是天机 泄露出去 就会折瘦 如此一来呀 他们方才 才和你玩起了 子民游戏 半解不解的 给你留下了 这些讯息 一来呀 是提醒你 二来呀 他们也不会折瘦 我瞪大眼睛 有些难以置信 未卜先知是什么概念 我是清楚的 就好比你今天出门摔了一下 如果你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在昨天就知道了 明天会摔倒 那你肯定会绕路前行 这样一来的话 就避免了祸断 可是姜伯的话 我听出了一点别的意思 这未卜先知 或许并不能算是好事 还是啊 拿之前摔倒的例子 打个比喻 如果你知道了 明天会摔倒 在明天刻意招开路的时候 你就算是泄露了天际 简而言之 是逆天而行 这样一来 你就会折瘦 这么一解释 倒是发现 未卜先知 实时上和长生不老 一个概念 你虽然长生不老 但你却躲不过时光的 摧残 你获得了永生 可是你的朋友亲人 却都没有这个能力 你会看着他们慢慢老去 而你却别无他方 你虽然能未卜先知 但你却不能刻意地提醒 你的确能够预测一些 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可你却不能逆天而行 所以啊 这些看似厉害的本领后面 总会隐藏着 难以煎熬的痛苦 拥有的力量有多大 你所承受的责任就有多大 拥有的本领有多大 你所承担的痛苦就有多大 所以背后那人啊 肯定是给你隐晦地说出了几个已经是没错了 不要再妄想他为何不解言地告诉你 江伯叹了口气说 哎 人要知足啊 整天欲求不满 早晚会出事的 我尴尬地挠了挠头 笑着说江伯说的对 江伯没在吭声 转过身继续睡觉 白天我已经睡了一天了 现在躺在车里 却一点困意也没有 无聊的 只能翻看着手里的杂志 杂志也不是太厚 不到一个小时啊 就看完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其他人 发现他们都没动 看起来像是睡着了 无奈之下 我也只好躺在床上休息 从这里到兰州 要十多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晚上八点上了车 车子在凌晨两点多钟的时候 在服务区停了下来 一问才知道 长途大巴夜间行驶的时候 必须在凌晨两点多钟 强制停在服务区休息 必须要等到早上五点多以后 才能继续前行 路上睡了几个小时 我们也不困 纷纷下了车 在服务区里面吃了点东西 我们下车的时候 跟踪我们的小平头也下了车 和我们一样 漫不经心地坐在距离我们不远处 吃着快餐 他的样子看起来颇为从容 估摸着还没有察觉到 我们已经发现他了 我们也不着急 知道他跟踪我们就已经足够了 等到了兰州 再对他下手 吃完饭 吃完饭 我们四个大男人蹲在外面抽烟 林蒂尔则是回到了车厢 毕竟有着男女之别 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 抽烟的功夫 江博对我使了个眼色 我一愣 接着就暗自点头 不经意地问燕阳林 木导 咱们到了哈密 直接进入卢不坡吗 还是要去别的地方 燕阳林还不会抽烟 夹着支烟 抽了两口 还被呛得不停地咳嗽 听我问 他捏着烟说 在哈密等几天 时间到了 才能进入卢不坡 等什么 我问 燕阳林抽了一口烟 咳了半天 没再说话 显然他不想告诉我们 我自讨个没趣 也没再追问 但我想在哈密 等两天的原因 很有可能 和天山中的 冰雪甚连有关系 罗不坡和天山 完全是两个地方 但是哈密 却能通往这两个地方 抽完烟 我们四个回到了车厢 坐车的途中 没别的事 除了东南西北的 瞎扯之外 就只能睡觉 燕阳林像是个木头 不喜言语 到了床上就门头睡觉 我和姜伯距离最近 只能和他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五点多钟的时候 司机重新回到了车里 继续开车 按照时间算下去 到中午的时候 差不多就到了兰州 大巴在这段时间 停在了服务区好几次 每一次 我们都会下车 活动活动身子 顺带吃点饭 一直吃泡面 肯定是吃不消的 而每次我们下车的时候 那个小平头 都会跟着我们下车 就坐在距离 我们不远的地方 观察着我们 如此一来 我们更加肯定 那个小平头 是跟踪我们的人 终于 大巴在中午九点半的时候 到了兰州 临近下车时 我们五个聚集在一起 协商了一下 该怎么对付 这小平头 那人看起来呀 就是个小罗罗 没有多大的本事 咱们几个河里 将他逮到 逼问一下 是谁派来他的 最重要的是 不能让他乱跑 要不然的话 就功亏一块了 江伯 瞇着眼睛说 懂不懂功夫 会不会功夫 其实啊 横家 一眼就能看出来 有句话说 横家一出手 便知有木有 这句话不是开玩笑的 是事实 一般会点功夫 有点本事的人 走路的姿势 都会和别人 有点不同 会功夫的人 走起路来 双腿 稳扎 身体比直 眼神和气质 都和普通人 不是一个级别 那小平头 身材消瘦 皮肤幽黑 有点张头熟目的意味 一眼就能看出 这人对于功夫的掌握 不怎么样 方响对我眨了眨眼说 啊 啥子 要不老规矩 我先是一乐 紧接着就明白了 方响这话的意思 去鬼路的时候 我们被人跟踪 当时 我们在那个小县城里 分开去采购装备 跟踪我们的人 谁都不跟 偏偏跟踪我 我和方响 就是利用这一点 左右夹击 将跟踪我们的人 给干掉了 我说 这人跟踪我们来这里 八成是为了魔术神徒 江湖中人都知道 魔术神徒在我身上 等到下车以后啊 咱们几个洋装采购装备 接着分开行动 我将那人带入一个弄堂 你们到时候啊 跟我来堵住他 江伯仔细地琢磨了一下 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接着就点头硬了下来 大巴开到客云站后 我们五个下车活动了一下身子 就四下观望着 然后商量去买装备 继而啊 就有秩序和组织的分散开来 为了不引起怀疑 我特地让林迪尔跟着我一起 如此一来啊 显得是颇为正常 走出客运站林迪尔 从随身携带的小包里面 掏出了一个化妆镜 接着就站在原地 打开化妆镜补装 我也是算是服了林迪尔了 都在这个时候了 还不忘记化妆 就在我忍不住 要吐槽他的时候 忽然看到林迪尔 冲我使了个眼色 我一愣 按照他的示意 看下了化妆镜 化妆镜就巴掌般大小 他一边照着镜子 一边慢慢地移动着位置 等着化妆镜 挫开他的身体时 我正好透过化妆镜 看到在我们后面 依靠着电线杆的小瓶头 我算是明白了 林迪尔压根啊 就没打算化妆 只不过是想看看 小瓶头到底 有没有按照我们的猜测 跟着我来 如今见到小瓶头 不跟着其他人 依旧是跟着我 我也更加肯定 这家伙就是为了 魔术神徒来的 我私下看了看 对林迪尔说 咱们别管他 继续按照计划行事 林迪尔恩了一声 擦了擦粉底 这才将化妆镜收起来 接着我们两个就继续往前走 一边走 还一边看着四周的店面 做出一副寻找东西的样子 实际上我们也没装 就是在找东西 只不过我们不是找商品 而是找一个糊涂 只有占据合理的地理位置 我们才能将小瓶头给包围住 可是兰州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在客云站附近的街道 绕了好几个圈 依旧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 这么下去 不是个办法 无奈之下 我只好拉一个路人问他们 这附近哪有胡同口 问路的多的是 像我这样问胡同口的 估计还是第一个 被我拉住的那哥们愣了一下 接着朝着前面指了直说 前面走 这个转个弯子 出了这个正街 就是胡同口了 你们做啥子就要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说了句谢谢 就带着灵蝶尔离开了 那哥们一脸迷茫的 估摸着是懵逼了呀 我们按照那哥们所指的位置 很快走出了正街 走出正街后 四处皆是胡同口 只是这胡同口啊 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这里现在是市区 即使有胡同 也是两座高楼之间的隔离地区 这对我们来说啊 是再合适不过了 两边的高楼 都是十多米的居民房 那小平头 除非是找了翅膀 要不然啊 根本就跑不出去 我和灵蝶尔进了胡同口后 快速地跑出了胡同 接着就躲在了胡同口的两旁 等着小平头自投罗网 上次有鬼气那家伙帮我们望风 我还能察觉出跟踪我的人 有没有进来 如今没了鬼气 我完全是没办法 只好看向灵蝶尔 问他有没有看到 这小平头跟过来 灵蝶尔四下就望了望 目光忽然定格在了头顶二楼的空调外机上 现在这个社会几乎是每家每户都有空调 有空调就会有空调外机 灵蝶尔 头顶的三五米高的距离啊 有着一个空调外机 看到空调外机的时候 灵蝶尔冲我眨了眨眼镜 比了一个OK的手势 继而就朝后退后两步 接着一个珠宝 一脚蹬在墙面上 借离月起 刚好是落在头顶的空调外机上 这伸手啊 好的是没话说 只能用一个帅子来形容 上了空调外机 灵蝶尔试探的露出了头 朝着外面看了一眼 接着就立刻缩毁了脑袋 然后冲我做了个手势 示意我说 小瓶头已经跟了过来 我暗自点了点头 解开后背的黑角刃 将黑角刃拿在手中 随时准备着硬底 这时 灵蝶尔又朝外看了一眼 随后缩回脑袋的时候 他冲我一摆手 示意说可以出去了 我没弄着 当即是走出了胡同口 站在中央 盯着走到一半的小瓶头看 小瓶头大概是没有想到 我会出现的 一愣之下 当即就停下了脚步 看了看我 又转头 看了看身后 与此同时 跟在小瓶头身后的江博三人 也走了出来 小瓶头看到我们同时间出来的时候 又堵住了两边的路 立刻就明白过来是中计了 我心里有点爽啊 心想 以前都是别人算计我 没想到现在呀 轮到我算计别人了 看似小瓶头在跟踪我 可实则江博他们 却是在一直跟踪着小瓶头 为的就是来个瓮中作鞭 记忆忠记 小瓶头也明白过来了 盯着我们几个 看了几眼说 哎呦 好奇模样 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完了 他说话的时候 我直接愣了 因为我发现他说话的时候 压根是没张嘴 对 没张嘴光出声 这种情况我没遇见过 但是 却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往年有个冲碗小瓶 小瓶内容是不记得了 但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桥段 是用复语说的话 就是 小瓶头 这种不张嘴发声 所以啊 我猜测小瓶头 应该用的是复语 上车之前啊 就发现你了 我抽出了黑脚刃 冷冷地看着小瓶头 小瓶头 瞇着眼睛看着我说 被你们发现是我的疏忽 但你觉得 你们能够抓到我吗 他不张嘴 却能有声音传出来 说不出的诡异 我刚想开口 说他有点自大了 却发现我手里的黑脚刃啊 开始变得暗红起来 特别是 健身的符咒所在的位置 正在一点一点的变得红呢 黑脚刃能够探测的鬼魂 如果有鬼魂在靠近的话 黑脚刃就会发出提醒 这我是见识过的 也知道 现在黑脚刃好好的 亮起来是几个意思呀 难不成我后面有鬼呀 想到这儿 我是联盟的转过身去 发现转身后 黑脚刃上面的符咒光芒 开始变得淡起来 我想到了什么 回过身看向小平头 眼里皆是不可思议 这时啊 江博士二话不说 抽出匕首就冲了过去 大喝的 那就试试看 能不能抓着你 江博 别动手 他不是人 我联盟大喝的 这话 不是猜测 而是事实 只要是鬼魂接近 黑脚刃上的符咒就会亮 这个肯定是准确的 因为我之前有过经历 我转过身去的时候 黑脚刃不亮 等我回过身的时候 面对小平头 这黑脚刃又亮了去 从此可见啊 这小平头根本就不是人 江博听到我的话 身形是戛然而止 拿着匕首皱着眉 盯着小平头 小平头黑黑笑了两声 接着说 嘿嘿嘿 江湖 都传拿到魔术神徒的琳琅 是个二愣子 现在看来呀 并非是如此 最起码眼里劲儿是不算的 不过 你猜测了一点 我不是鬼 最起码 我现在不是 我感觉小平头 这话说的跟没说一样 前面说我不是二愣子 至少有眼力劲儿 最后又说他不是鬼 但我肯定他绝对是鬼 要不然的话 黑脚刃是不会亮的呀 你到底是谁 我大声地质问他 小平头看了我们一眼 是吧 我是谁不正眼 你只要知道 我是为了魔术神徒 而来的就行了 他不说我就能猜到 他是为了魔术神徒来的 只是啊 让我想不明白的是 我们一路上的行踪 绝对是隐蔽的 他是怎么跟上我们的 魔术神徒 我们绝对是不会给你的 想要啊 有本事就自己来抢 江博是冷恨地说的 小平头回头看了一眼 江博笑着 你们五个人 我一个人肯定是打不过你们的 那你想干什么 我皱着眉继续问他 小平头像是看白痴一样 看着我 不张嘴光出声地说 竟然打不过你们 我还留在这儿干什么呀 动人跑咯 话音落下 我忽然看到小平头的目光 开始变得换散起来 手脚都在不自然地抖动着 我吓了一跳 以为他要攻击我们 连忙是将黑脚扔了挡在胸前 这家伙要是动手 我就批了他 可是啊 我预想的事情并未发生 小平头身子颤抖的时候 体内不断地发出 噼里啪啦的响声 就好似他身体的骨骼 在不断地变化一样 事实上 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上一秒 还是一米七一点的 小平头再下一秒 就急速生长到 接近两米五的高度 这种生长速度恐怖的 让我是无法想象啊 几乎是瞬间的功夫 他的身体就被腊长了 接近一米的高度 我惊恐地抬头 看向小平头 先前 我看他是直视 如今啊 我看他却要养世了 这他娘的 完全不是个人哪 不等我回过神来 小平头就迈着步子 迅速地朝我这边冲了过来 这家伙似乎也知道 江伯他们不好对付 所以啊 才冲着我过来 我从惊讶中回过神来 小平头已经跑到了 我的身边 我连忙是将手中的黑脚刃 去砍这小平头 可小平头根本就不在意我的攻击 像是直接无视了一样 结极实实地挨了一下 黑脚刃的锋利程度 我不多说了 完全是追毛断发 我这一剑直接是披在了小平头的胳膊上 因为是力道十足的原因 只听 两声响 这小平头的胳膊啊 就被我直接是砍断了 掉在了地上 让我惊讶的是 小平头完全是感觉不到痛 不仅如此 他的速度又增快了很多 我的注意力 还放在掉在地上的半截手臂 完全是没注意到小平头 直到我整个人像是被卡车 撞击了一下 飞出去三五米远的地方的时候 我方才回过神了 这一切啊 都已经是晚了 小平头已经大不留心地从我身边 跑了过去 三五步啊 就已经没了踪影 这时 林蝶尔 方才从惊讶中走出来 连忙将倒在地上的我扶了起来 并且问我 有没有事 我揉了揉脑袋 又摸了摸胸口 隔着肉啊 摸着肋骨 发现肋骨完毫无损失 我方才咬牙站起声 说了声没声 这一撞直接是把我装了个西魂八素啊 差点是没吐出来 索性啊 是没有被小平头撞断肋骨 要不然的话 是真的麻烦 等我从地上爬起来 梳好黑脚刃的时候 姜伯他们也走了过来 先生问我怎么样 听到我回答没事的时候 刚才注意到 放在地上的半截手臂 小平头的手臂 掉在地上 此时还在不断的 在一滩黑雪之中 如动着 好似还没有死绝一样 这让我想起了壁虎 众所周知 壁虎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啊 总能断掉尾巴 以此逃生 尾巴断掉后 并不会立马不动 还会啊 有生机的活动机析 小平头的手臂 此时啊 就是这种状况 那人到底什么鬼动下 身体瞬间暴涨不说 还不会感觉他痛 方响抖出短剑 用短剑捅了捅 在地上蠕动着的断臂 一脸惊奇的 姜伯眯着眼睛说 我们啊 都没说错 那人确实是个小龙了 不过这小龙了 有点厉害呀 姜伯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听姜伯说 看起来是有点头绪 我连忙问 姜伯点头说 有种法术啊 是能够改造人的骨骼 不过前提之下呀 是必须是死人才行 某种意义上 被改造过的人 不过是一具鬼蕾 没有任何行动能力 平常 这人呢 和正常人是无疑的 身高长相都一样 但是啊 发起怒来就不一样 瞬间 这骨骼会暴涨 也就是刚才那个小瓶头的样子 既然是死人的话 那他怎么会暴涨呢 怎么说话呢 我咒着没问 姜伯指了指 我后背背着的 这个黑角刃说 你的剑有提醒 那就证明这人身上 可能是附着一只鬼魂 是那只鬼魂 操控着傀儡动起来的 如此一说 倒还真的是解释清楚了 只不过 我还是有些疑惑 小瓶头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艳阳灵确实说 此地啊不亦久留 大家准备准备 赶紧出发 离开这 我们几人对视一眼 觉得艳阳灵说的话是没错 也幸亏他让我们先到兰州再转车 要不然的话 真的被小瓶头找到了地方 然而是如此 我们还是不敢大意 回去的路上 我们几个小心翼翼地往回走 生怕再被人跟踪 到了车站 买了五张区哈密的车票后 我们几个准备先吃点东西 然后再上车 车时下午一点开 距离一点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足够我们吃饭了 兰州拉面 全国出名 之前也吃过 不过都不怎么正宗 要说正宗的兰州拉面 还是在兰州吃 我们午饭都没吃别的 一人点了一大碗的兰州拉面 刺溜刺溜的就吃了起来 吃完饭后 我们找了个没人的角落 将小九给换了回来 问起有没有再次被跟踪的时候 小九是摇了摇了摇脑袋 我让小九继续监视着 有什么情况立马告诉我 回到众人身边 我看了看手表 发现距离发车的时间 还有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提议在周围逛一逛 如此也不忘此情 姜伯和方祥 以及林蒂尔都没什么意义 唯独叶阳灵说 不过 招履舍开一间房 太王二吧 一个小时以后就该出发了 你要睡觉 方祥皱眉问 叶阳灵瞥了一眼方祥说 上次就跟你说了 听话听完 别不等到别人把话说完 你就说话 我闻到了一股火要闻 不等方向继续说 就拉住了他 然后刹开话题说 木头说要开房啊 肯定是有用 咱们先开一间房再说 话吧 我们呢 就找到了一家 距离这车站比较近的旅社 开房的时候 旅社的老板一脸怪异的问我们 四个爷们儿 一个女娃 就 就开一间房 叶阳灵点头说 就一间 老板撇了我们几个一眼 要了身份证 方才 给了我们房卡 我们几个 好奇叶阳灵要干什么 所以啊 也没多说 跟着叶阳灵是进了房间 进入房间后 叶阳灵从上衣的口袋里面 拿出了一个小的黑色皮包 当着我们 将这个皮包给打开 我们都好奇地围了上去 看到这小包里面装着的东西的时候啊 都是忍不住抽了一口凉气 小包里面装的 不是别的 而是 一张张人脸 木头 这 这什么东西啊 你 你杀人啊 我 蠕动了一下猴杰 震惊地问 叶阳灵摇头 揭示说 没有 这是一容面具 一容面具啊 我一愣 这才想起之前 木头曾经说过他会一容术 想来 这些一容面具 就是他说的一容术了 叶阳灵恩了一声 一边摊开几张面具 一边说 自己做出来的 虽然有些粗糙啊 但是也挺管用的 说着 燕阳灵 就挑选出了一张面具 给我贴在了脸上 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皮 贴在脸上的感觉啊 有些冰冷 好似啊 有什么浇水之类的东西 反正啊 上面是很牢固 不容易掉 平摊着符号后 我走到房间里的卫生间 对着镜子看了一眼 顿时啊 是惊奇地叫了一声 镜子里面的人的确是 不过 已经不是我原本的样貌了 我只想啊 长相不算算 但是有一种军人 应该有的刚毅 而此刻 我的脸却是一张 既陌生又普通的脸 普通到什么程度啊 丢在人群里啊 啊 这是 看一眼啊 估计就能忘了 等我从卫生间里面出来 发现方向和江博 以及燕阳灵 都戴上了一绒面具 而且长相啊 都格外的普通 完全没有任何出色的地方 估计啊 这也是一绒面具的精髓所在 我环视了一圈 记住了每个人的长相 生怕走丢了 找不着人 看了零碟尔的时候 我一愣说 他 他怎么没有啊 我做出来的一绒面具 是给我逃命用的 我是男的 不是女的 为什么要做女的 燕阳灵反问道 还别说 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零碟尔 白手复合说 我就不用了 我跟着你们 没几个人知道 应该啊 是没什么事的 我点了点头 觉得有道理 就没有继续在这个问题上 秋节下去了 时间马上要到下午一点了 我们几个没有继续耽误 一改面容后 立刻是退了房间 回到了客云站 退房的时候 旅社的老板 完全没有认出我们四个 不过却是一眼认出了零点 有零点在退房 也没有问题 这也足以说明了 木头这家伙的益容手段 的确是高超完 可想而知 这人脸面具 他到底花费了多少心思 相比之下 用一张人脸面具 就能换回一条命了 也算是超值了 这就是所谓的 忌惰不亚生 会的东西越多 越有生存的保障 艳阳灵 因为是守灵人的缘故 遭受了来自江湖的追伤 但是他却有高超的益容手法 如此方才一次又一次的躲了过去 联想起之前的小平头说过的话 我觉得我灵囊也算是江湖上 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有点蛋疼的是 我并非是因为本事那么厉害而成名的 而是因为我有着魔术神徒而成名的 说到底 还是那么一句话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江湖中人 找到我们之前 要赶紧找到神徒背后隐藏的宝藏 无论那宝藏是什么 只要宝藏在我手里 就有了足够的话语权 最起码不会像现在这么被动 临上车前 波特里换了一下小酒 确定没有被跟踪后 我们方才安心的上车了 这次卧铺 我的旁边睡着是木头那家伙 这就让我有点无奈了 和江伯一块儿啊 已经够无聊了 更何况是这从不开口 说话的木头呢 我叹了口气 心说没辙了 只能睡觉 车子开动的时候 我刚想侧过身去准备睡觉 却被艳阳灵拉了拉衣服 我叹了 回头看向艳阳灵 问他怎么了 艳阳灵是低营了一下 低伸手 我有话想对你说 你说 我听着 哎呦 我乐了 我觉得艳阳灵主动跟我说话 是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啊 艳阳灵想了一下 问我 我记得你之前说 把这魔术告诉了别人了 上次黑面具 用蓝小席要挟我们的时候 我们和黑面具打赌 可根本就没有想到 黑面具那么厉害 我们几个联手啊 都打不过他 最后没辙 丢居宝帅 我还是把魔术所在啊 告诉了黑面具 我点头 没吭声继续听艳阳灵说下去 你是被神徒选中的人 又经受住了神徒的考验 找到宝藏之后 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去走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艳阳灵语气郑重 面色看起来格外的严肃 我说 你说吧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肯定答应你 得到神徒隐藏的宝藏后 要不惜一切代价 杀掉拿走魔术的人 将魔术重新封印起来 我一乐 差点是没破口大妈出来 让我杀了黑面具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呀 黑面具多厉害啊 我可是知道的 当初我和江伯 以及方小联手 都没让黑面具退后半步 我哪有本事杀了他呀 这不是明摆着 打着灯笼十分找死吗 不等艳阳灵继续开口 就被我一口拒着了 不行 那人有多厉害我知道 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杀他完全就等于是 自寻死路呀 你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艳阳灵撇了我一眼 淡淡的说道 神徒所藏的东西 就是用来克制魔术的 神徒的存在 也是为了克制魔术的 魔术神徒 因为你重现于世 这是你的责任 神徒选中了你 你经受住了神徒的考验 这依然是你的责任 所以 这件事你必须大意 我张着嘴 牙口无形啊 是真的服了不同 发现 他要不是不说话 一说话全他娘的之理 我上那哭去 再有就是 艳阳灵顿了一下 又说 你现在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不代表 你找到保障之后 还不是他的对手 神徒刻制魔术的所在 找到之后 你就明白了 我见风插声 趁机问 那 神徒背后隐藏着什么啊 艳阳灵不吭声了 转身 准备睡觉了 我无语半天 那心说 这人是什么呀 这是 但同时 我也猜测 艳阳灵很有可能知道 神徒背后隐藏着什么 要不然的话 他不会回避我 而是直接了当地告诉我 说不知道 双手 枕着头 我 看着车顶 一时间 陷入了沉思当中 黑面具的本领 我是见识过了 那简直不是一般的厉害 再有就是 我觉得黑面具 应该不是坏人 要不然的话 不可能 在我说出 魔术神徒所在 就放过我们 当然 这也并不能说明什么 毕竟啊 人心隔肚皮 一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 不是看外表 而是看内心 但是 要我去杀了 这黑面具啊 我感觉 自己是办不到 不是说我心软 下不去手 还是我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 不是黑面具的对手 我叹了口气 心说啊 看情况再说 说不定黑面具 压根就找不到魔术 接下来的十多个小时 我们一直是在大巴上面度过 在服务区停车的时候 我们也会下车去吃点份 活动活动身子 要不然的话 骨头啊 都散架了 终于在第二天晚上六点多钟 我们顺利的赶到了哈密 下车以后 迎面扑来的热风 让我感觉到有些乱洋洋的 八月份的哈密 说不上来冷 反而啊 还很热 细温啊 差不多是在十五度到三十度左右 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哈密 算上啊 人身地不熟了 下了车之后 就站在原地 不知道该往哪走了 坐了一天遮眼泪了 要不咱们先吃点烤羊肉 来新疆一趟不吃点 这正宗的这个好羊肉啊 这不算个事啊 江伯这时提议说 我是比较赞同啊 无论做什么事 都得先吃饱饭 只有吃饱了 才能有力气干活 燕阳灵也没推辞 恩了一声 就说那就先吃点东西吧 现在是傍晚 羊肉串的小摊是异常的多呀 我们找了一家 看起来算是比较干净的小摊 就坐了下去 吃羊肉串的时候 我们几个真的是赞不绝口 要说这羊肉 还是新疆的最正宗 相比之下 其余的地方 简直是不要菜渣呀 等着大伙都吃得差不多了 我问叶阳灵 到了哈密后 该去哪啊 哪里也不去 吃完饭 找个地方猪下来 等着 燕阳灵不加思索的说 我愣了一下 等什么 燕阳灵继续吃着羊肉串 我也不吭声了 我算是习惯了呀 他这意思就是不想说 不想告诉我们 没辙 认识路的只有燕阳灵 我们也只能听他的 这晚饭 我们就在这附近 开了一家宾馆 开了五个房间 坐了下来 在车上窝了一天 我也累得够笑 如今啊 能够休息一会儿 自然是好的 进了房间之后 我有些脱力的 倒在了床上 还没等我 把这被窝给误卵 外面就传来了 这敲门声 我起身开门 看到张伯站在门口 他皱着没对我说 呀杨灵 那小子呀 刚才出去了呀 我一愣 下意识问 他出去干什么 怎么没叫上我们 不知道 不过啊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点 那小子说不定 想私吞 神徒背后的宝藏啊 江伯 眯着眼睛猜测的 我摇头说了句 不可能吧 他要是想私吞 何必带着我们来这里 其实啊 我更想说的是 我是被这神徒选中的人 也是经得住考验的人 燕阳灵应该不会私吞 这神徒背后的宝藏 更重要的是 神徒现在还在我身上 江伯沉吟了一下 说 嗯 这小子啊 有点古怪 把我们带到哈密 又不告诉我们怎么走 嗯 那这条上 有句话说 天山中的冰雪山帘 说不定咱们在这里停留的原因是和天山中的冰雪山帘有关系啊 我猜测说 哈密距离天山啊也不算太远了 在哈密停下来 除了这个原因 我就 想不到别的原因了 江伯也觉得有些道理 点了点头 没再说什么 临走前告诉我说 如果啊 有情况立即叫他 等着江伯离开 我刚想躺在床上休息 房门又被敲响了 我算是府里啊 这一个个的真是能够折腾 等我开门 却看到站在外面的不是别人 而是燕阳灵 燕阳灵望着我问 房间里面没有其他人 我摇头说没有 燕阳灵恩了一声 接着说 收拾一下 跟我走 去哪儿 我愣了一下问 燕阳灵转身离开的时候说 去天山 我听到天山两个字 我脑海里哄的响了一下 接着立即就想到了那句话 天山中的冰雪甚连 木头要带我去天山 八成啊 就是和这冰雪甚连 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联盟拿着外套 跟着燕阳灵跑了出去 等跟上他的步伐 我方才问 就我们俩去 不叫其他人 最多只能两人 咱们两个足够了 人多了 粉而回碍事 燕阳灵说 我再也没有说话 心里琢磨着 得给江伯他们送个信 要不然的话 我们离开后 他们找不着我们 该有多急 等到了宾馆门口的时候 我借口买瓶水 让燕阳灵出去等我 燕阳灵也没多问 直接啊 就是走出了宾馆 我趁此机会 用宾馆总服务台的电话 拨通了江伯里面的电话 电话刚被接 我就急速地说 木头要带我去天山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回来 姐姐 哪也不要去 也不用找我们 我肯定是没事 说完 我就挂断了电话 在一旁的冰柜里 拿了两瓶水 付了钱 方才离开 出了宾馆 我看到燕阳灵 站在一辆 银色大众 劫打跑 我出去的时候过去 燕阳灵指着车说 我不会开车 你来看 我懵了一下 问他是哪来的车呀 燕阳灵简单地说 刚才租来的 我之前想起江伯说 木头出去了 很有可能啊 就是去租车去了 上了车 我问他要去哪里 燕阳灵 陈吟了一下手 找一家商场 买点东西 一两天之内啊 我们可能不回来 我嗷了一声 开着车 在附近市区 转了一圈 最后停在了一家 大型商场外 对于买装备 我有点经验 但啊 也仅先于陆地用的 对于雪山上 需要的装备 我是一窍不通的 念阳灵大概的 和我一样 也有点不懂 好在开店的老板 经常接待我们 这种登雪山的客人 在他们的介绍下 我们俩租了一套 登山设备 又在他那 买了岩石衣裤 和郁寒的这个衣裤 以及吹具 等一些日程的物资 饶是如此 还是花了我不少钱 掏钱的时候 我都有点想江博了 有他在 最起码不用我掏腰包 买完了装备 我们二人将东西 放进车子的后备箱 这次打开导航仪 按照上面的路线 开始朝着天山出发 路上 燕阳灵一句话不说 扭头看着窗外 我有点受不了这种气氛 主动开口问他 木头 咱们去天山干啥呀 去天山的目的 十有八九 就是为了寻找 冰雪圣连 至于找到冰雪圣连干什么 有什么用 我则是一概不知啊 燕阳灵不吭声 依然是看着窗外 我知道 这是他不打算说 此刻 我们俩 就按照这导航仪的路线 已经开出了哈密市区 我把车灯打开 一边目视前方 一边叹息说 哎呦 车里面就咱们俩人 你跟我说说 我又不跟别人说 既然我这么说 燕阳灵方才 稍微松口一些 他问我说 知不知道雪莲 天山雪莲 这个都知道 电视剧里面啊 经常是出现这个 之前江伯也跟我提到过 电视剧里的天山雪莲啊 都被誉为神药 吃了可以解百毒 可 延年益寿 其实啊 都不过是杜撰出来的 压根就没有这回事 我知道雪莲 但不知道雪莲 和冰雪肾莲 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 我们来找的不是 冰雪肾莲 而是天山雪莲 我点了点头 表示知道 燕阳灵又问我 那你知不知道 雪莲的功效 我说 我又不是学医的 哪里知道这些东西啊 天山雪莲 在中药中 领域叫做雪莲花 没有电视上播的那么神奇 其实啊 就和一般的中药才差不多 天山雪莲 能够出寒潭 壮阳补血 暖宫赛誉 我一愣个 故作不明白的问 你该不会是告诉我 咱们费这么大的劲 就是为了去 天山找一株 可以中药补血的雪莲 当然不是 燕阳灵摇头水 其实 我说那么多 只是想表达 雪莲能够出寒潭 吃了它 身体会遭了难耐 让人啊 变得大海淋漓 我摇头表示 还是有些不明白 我们不是去找天山雪莲 而是去找别的东西 这东西和天山雪莲的功效恰恰相反 有了它 我们的生命啊 就更有保障一些 估摇着 验阳灵摇头水 和我说那么多 有点浪费口水 说完这句话 就不吭声 继续看着窗外 我心想 天山雪莲既然不是我们要找的 那我们肯定是要找的 冰雪甚莲了 毕竟纸条留下的内容 第一句就是 天山中的冰雪甚莲 只是啊 我想不明白 天山 罗布泊 有什么关联呢 更想不明白 那什么冰雪甚莲 对我们有什么用啊 我叹了口气 摸出一根烟 点着 抽着 撇了一眼导航仪 从哈密市到天山山脉 大约有一百三四十公里 开车的话 最起码也得两个小时打底 期间啊 还要上高速 真的是算是折腾得要命了 战情这段时间 啥事没做 一直在车上浪费生命了 沿着公路 开出了一段路程后 上了高速上 我就全速的前进 这辆小节打开的飞快 在高速上行驶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下了高速 我按照导航所指的拐了个弯 事业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 这条公路两旁是茫茫的戈壁滩 而公路上更是没有车辆行驶 一望无际荒芜之地 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仓款 感觉这辆小节打就是一匹骏马 而我则是骑在骏马上的美男 通畅无阻地行驶着 回归正题 在这条隔离两端戈壁滩的公路上 开了大约四十来分钟的时间 一条雪白色的线 隐约地浮现在了我们的眼球之中 我心里不由地激动起来 远处应该就是所谓的天山山脉了 念阳灵显然也发现了那根影线 咒着眉对我说 再开近一点 我应了一声 挂挡踩油门 将车子开到了一百三四十麦 反正这条路上是没有别的车 我完全是能放开的开 一句话形容 那就是吵死了开 要是车子的性能好点 我都能给它开到天上去 狂奔了十多分钟的时间 我坐在车里 明显感觉了周围有些寒冷 估摸着这气温正在随着靠近天山山脉而下降 我们来时 穿着的衣服都很单薄 虽然车窗都是紧闭着的 但是 这 还是忍不住的打起了寒场 我顺手打开了车里的暖气空调 方才感觉好一些 再往前开 天山山脉的景象让我是净收眼底 远处 连绵起伏的雪山像是一条 贯穿天地南北的巨龙 根本是看不到边际 最高的那座山头 更像是天地之间的顶梁柱 还未到地方 就有点想要窒息的感觉 相比之下 我们的车子在天山山脉之前 就像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简直是不能相提兵了 忽然间 这四周是掀起了一阵阵的冷风 将周围荒芜地面上的尘土吹散 披头盖脸的朝着捷打这边飞了过来 我吓了一跳 一脚踩在刹车上 吓一声的是闭上了双眼 冷风吹过 车窗前 仪式满是灰尘 我打开雨刷喷水嘴 接着又打开雨刷 刷厨干净方才 问燕阳灵还要不要继续往前开了 燕阳灵瞇着眼 透过车窗朝前看了一眼 接着说 继续朝前开吧 距离越近 我们越能节省力气 进入天山山脉 恐怕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轻松了 我点头发动车子 继续朝前开 这一次我不敢再开那么快了 稳扎稳打的朝前开着 越是往前 冷风就是越强烈 几乎三五分钟就会掀起一次 而且四周的气温变化明显很快 不多时 空中就飘出了雪花 我们两个将车开到距离天山山脉入口处不到五百米的地方 停了下来 燕阳灵拉开车门说 下车 穿上预寒服 带上装备 准备进去 我也跟着拉开了车门 下山去 刚打开车门 还没有下车呀 我就扛不住了 这里的气温和我车上的和室里的是完全不能成正比呀 室里的气温是十多度 而这里的西蒙啊 最起码是零下好几度 我连忙是下了车 忍着刺骨的寒风 打开后备箱 将里面的装备是尽数的拿出来 然后将预寒服穿在身上 接着又换了登山鞋 防风手套 眼镜和头盔 等着穿戴完毕 我方才觉得有一些暖和 我和艳阳林两人将登山装备啊 分别插在衣服里 顺手可以拿的地方 继而又分工合作 我背着户外氧气 他拿着食物和帐篷睡袋 因为听木头说 我们可能要在这雪山里面待上一两天 我这才在来的时候 准备了帐篷食物和睡袋 枕装完毕后 我把车子给锁好 方才和木头一起扛着雪杖 朝着天山山脉进方 走了没两步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 皱着眉头 大声地问木头 天山山脉这么大 我们去哪儿找你说的那个东西 这可不是玩笑话啊 天山山脉有多大 大家是众所周知的 木头说的东西很有可能 就是冰雪甚连 冰雪甚连才多大 这整个天山山脉中 想要找出一桌冰雪甚连 那不是扯淡了吗 这完全不就是大海捞针吗 燕阳灵愣了一下说 找雪朵 那东西生长在雪洞之中 不见阳光的 我回头瞪着燕阳灵 再次问道 你的意思是在天山山脉中 找一个雪洞 应该没错 找到雪中啊 应该就能找到了 燕阳灵雨期一夜 脸色有些尴尬 雨期却有些不确信 我急了说 你别应该啊 你给个说法行不行 万一咱们找不到 不是饿死在这儿了吗 这也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准备的食物啊 只能吃两天 甚至吃的话 能吃个四五天 如果这四天之内还找不着 我们肯定是要打到回府 到这个地步啊 也不能回去 所以不看步吧 燕阳灵想了一下又说 嗯 你是神徒神中的人 找这个东西啊 是必要的 我们肯定会找到的 说完 燕阳灵就开始准备上山了 没这儿啊 我不是临阵脱逃的人 就算是要逃 也他娘的逃不出去 只能跟着燕阳灵一起走 现在是晚上十点多钟 月光洒在晶莹的雪花上 照亮着地面 不用打开手电啊 都能看得见 地面上已经有了一些积雪 我身一脚浅一脚的踩在雪地上 跟着木头闷头的 朝着上面走着 天山山脉连绵起伏 高低不等 想要在这种山之中 找到一个雪洞啊 不难 难的是 雪洞啊 肯定不止一个 麻烦也就麻烦在这儿 要真的一个一个的山洞找 根本就不知道 要找到猴连马月呀 而且这雪洞不可能 都出现在平坦的地面上 也有可能在半山腰上 到那个时候 才是最考验的人的时候 盲目的找肯定是没有办法 我和木头商量了一下 先爬上一座高山 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 等到了高山之上 然后用望远镜一个一个的寻觅 总归啊 能够找到的 燕阳灵也觉得这个法子不错 如此 我们就准备好雪杖和冰稿 开始上山 上山的路不好走 更何况是雪山的 没有冰稿固定位置 我们早就不知道 掉下去多少次了 我一手拿着冰稿 一手握着我雪杖 倒也是能够走得稳着 只不过体力有些不撑 我们都是有雪有肉的人 体力有急速下降的时候 也会有透支的时候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我抬头看了一眼 距离我们很远的山顶 有些无力地停下来 眼阳灵 朝后看了一眼 粗粗地算了一下 觉得我们现在的位置 距离地面能有七十多米的高度 也就相当于 现代二十五六层楼的高度 因为海拔不是很高的缘故 我们虽然走累了 但还不至于脱氧 我吐出一口气 刚想要说话 就被一阵风雪吹进了口里 不等我闭嘴就喝了一口风 我使劲地吐出去两口气 调匀了气息放在床 咱们这个法子 可能不怎么管用 等到山顶 如果发现 比这个还高的雪山该怎么办 叶阳灵顿了一下 抬头看了一眼山暖 又收回了目光 说 不管怎么样 先上去再说吧 上去之后 视野最起码开阔一点 你还能不能撑住啊 我抬头看着山顶 原本想看看 还有多高的距离 如果距离不高 顺口吹个牛 如果距离高的话 就准备服软休息一会儿 可谁知道我还没说话 就注意到山顶的位置 有一个黑色的人影 我皱着眉 有点不确定 那是不是人影 立刻就抓住了 燕阳灵的手臂 指着前面 问他说 你看 那是不是有个人啊 燕阳灵听了我的话 眉毛一条 当即是转过身 看向山顶 那个黑影还在 不过没有移动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四周白雪矮矮 一个黑色的人影忽然出现 距离又格外的远 即使真的在移动 我们也看不清楚 除非啊 他的速度非常快 拿出望远镜看看 我想起望远镜 在燕阳灵呢 当下就说 燕阳灵从后背的背包里面 顺手拿出了望远镜 对准前面的位置 看了一眼 偏个吼 他放下望远镜大声道 赶紧上山 山顶上的确有个人 话音落下 燕阳灵便是收起了望远镜 飞速地踩着雪地 朝着山顶上跑去 我气得大妈一声啊 李他娘的说有人 好歹也给我看一看 收了望远镜就跑 这是什么个样啊 话虽这么说 但我还是紧跟了上去 我们来的时候啊 路上压根就没车 人都很小心 天山脚下更是尿无人烟了 既然是这样 那山顶之上 怎么会出现人影呢 而且这人影 又为何恰恰 和我们出现在一座山上 这个我想不明白 决定啊 先上去再说 快步跑了几步 我跟上燕阳灵的步伐 和他见面见识 我问 天山脚那么大 又不是咱们家开的 就算有人 也不用激动成这样吧 要是放在一起啊 我肯定不激动 但万一 这人是和我们一样的目的呢 燕阳灵说 我一听啊 顿时是哑口无言 燕阳灵虽然没有把话说明 但我知道 我们是为了冰雪甚连而来的 既然我们知道 那为什么别人不知道呢 既然我们为了冰雪甚连 来到了天山 那为什么别人不能来呢 保险起见啊 还是先上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 想到这儿啊 我也没有继续多问 和燕阳灵一同快速地朝着 山顶跑去 山顶上的人影 在我们没走几步啊 就没了踪影 也不知道是走远了 还是特地躲了起来 快到山顶的时候 我们看了一眼前面的雪地 又抬头看了看头顶 眉头一肿 对着燕阳灵说 不对劲啊 现在没下雪 那人上去之后 不可能不留下小鹰的呀 燕阳灵看了一眼雪地 行思了一会儿 随口解释了一句说 他可能啊 从别的地方上个山 山那么大的路径 不仅只有一个呀 的确能这么解释 我没有再问 赶紧是爬上了山顶 到了山顶后 我按着膝盖忽吃忽吃 喘着粗气 全身上下都是提不上力了 再看燕阳灵 和我情况差不多 都累得够呛 喘了几口气 燕阳灵立即是拿着望远镜 站在山巅之上 朝着四周看去 却啊没看到一个人影 他无奈的把望远镜递给我说 我们上来的时候啊 他可能已经就下山了 现在啊找不到他了 我有点不信邪 心想啊 都说是上山容易下山难 上山啊 只想着闷头往上冲就行了 下山却要顾忌着地面滑不滑 况且啊我们发现那人影的时候 已经是到了半山药 就算他下得再快 也不可能是没有踪迹 当然了 除非啊他是直接滚下去 我拿着望远镜 仔细地看了一眼四周 接着又仔细地 看了看周围的雪地 终于啊 在正前方的三点多钟的方向 看到了雪地上 有一行密密麻麻的脚印 发现这一点 我立即是指了过去 对燕阳灵说 那里有脚印 要不要过去啊 燕阳灵 眯着眼看了一会儿 却指了指十点钟的方向 对我说 那边有个雪洞 如此一来 我们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是跟过去呢 还是去雪洞看一看 战痕之下 我和燕阳灵 决定先去雪洞看一看 万一有收获呢 再者来言 刚才的人影是谁 我们还没搞清楚 本是高低也不知道 目的是什么 也是不知道 一问三不知的情况下 尽量不能轻举妄动 决定之后啊 我和燕阳灵 立即是朝着十点多钟的 这个雪洞走去 雪洞在山顶的左侧 靠下的一座小山头上 距离我们并不算多远 走到雪洞时 天空中忽然是飘下了 鹅毛般的大雪呀 天山山脉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常年积雪 一年四季 季季都有 见雪也不怎么奇怪 主要的是天气比较冷啊 我和燕阳灵虽然穿着御寒服 但也不怎么管用 还是冻的不断的哆嗦 那雪洞不怎么大 高度啊两米多一点 直径啊 也不过也就三米左右 外面到处都是积雪和寒冰 进入之热之前 我和木头拿出了手电 准备照亮泳 走进雪洞 走了接近两三米的路 我们前面的视野啊 就开阔了雪洞 雪洞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 雪洞的内部形状是圆形的 直径是有个十多米 相对来说啊 是比较大的 看着周围雪洞的墙壁比较平整 也不知道是人工凿出来的 还是天然形成的 没有 继续找吧 燕阳灵叹了口气 有些失望的说 我摘掉了手道搓了搓 这通红的双手 哆嗦着牙手 哎 哎 小伯啊 咱 咱们现在在这里休息一晚上 等白天的时候 再继续找吧 太太冷了冷了 摘掉帽子的时候 我头发上的水珠啊 都结成了晶莹的寒冰 双城啊 都已经是被风雪给冻住了 说起话来啊 都不怎么利损 这不是一般的了 周围的气温少说 也有零下十多度 燕阳灵想了一会儿 说 也好 休息到白天啊 也好找一些 我在雪洞里面看了一下 竟然在雪洞里面啊 发现了一大堆干柴 干柴这东西 在别的地方 随处是可见 可是在雪山里面简直就是罕见呀 在雪山里面 有个个巴干柴啊 就好比是在沙漠里面 有着一桶水一样 当我把干柴拿出来的时候 燕阳灵一愣说 这山洞 怎么会有柴火呀 哎呀 滚难了 先用了再说吧 我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早就冻着跟孙子似的 还扭着干啥呀 想到这儿 我当即就是打火机点燃了干柴 干柴在山洞里面 被迅速的点燃 噼里啪啦的 照亮了整个山洞 燕阳灵虽然满脑袋的疑惑 但却没有多问 和我一起挤在火堆旁边 烤着火取卵 身体啊 稍微暖和了一点 我们就开始搭起帐篷 幸好是这山洞里面的空间够大 要不然的话帐篷啊都扑不开 做完这一切 我们拿出准备好的食物 开始围着火堆吃了起来 刚吃到一半的时候 山洞外面忽然发出 哭的一声叫声 我和燕阳灵对视一眼 皆是放下手里的一次性碗筷 飞速地跑到了山洞外 刚出了山洞 我就看到一只人面鹰 倒在雪地里 这只人面鹰 赫然就是阴阳霜上留下的小九 小九应该是从天上掉了下来 因为它的翅膀啊 已经是僵硬的不能动了 我连忙是蹲下来 将小九给抱了起来 再感觉到小九身上还有动静 我连忙是折回了山洞 找到了件干净的衣服 包住小九 接着就把它放在了火堆旁 你让这东西跟来的 燕阳霜疑惑地忘了我一样 我摇头一脸无辜地说 怎么来的时候匆忙 我也没见着小九 也不知道他跟得过来 事实上就是这样 我压根是没有想到 小九会跟上我们 更没有想到这小家伙 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 燕阳霜没说谎 捏了一点面包递给我 示意我喂给小九吃 小九是翅膀被冻住了 捂了好一会儿啊 方才能够让他感觉到直觉 见到有吃的 这小家伙也是兴奋了起来 围在火堆旁边 用钩子似的嘴角 叼着面包吃了起来 我扶了扶小九的头 忍不住笑了起来 小九是阴阳双傻留下的 说是帮我 实则是有可能用他来监视我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因为小九的确是帮过我们很多次 最起码 我们被跟踪 还是他说的 如若不然的话 我们也不可能发现小冰头 在这来言 就算知道小九是阴阳双傻 留下先是我们的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眼阳灵吃完东西 对我说 休息一会儿吧 让这小家伙在这看着 应该没事 我嗡了一声 告诉小九 在山洞里面别乱跑 小九鼓了一声 点着脑袋硬了下来 如此一来 我方才钻进这帐篷里面 进入睡袋 我全身发暖 没多久就睡了过去 你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啊 再次醒来的时候 是被灼醒 就好像是有一个 有着钩子一类的东西 在我脑袋上盯着 迷迷糊糊的啊 我是睁开眼睛 却看着一张扭曲的人脸 我看到这人脸差点啊 是没忍住啊的一声叫出来 可等我看到人脸上 灰褐色的羽毛 我就硬生生的把啊子给憋了回去 灼醒我的不是别的 就是刚才的小酒 我心里有点搞不懂了 心想难不成外面的火灭了 小酒觉得冷 所以才进来的 可我透过帐篷 分明能看得清楚 火光闪烁 应该是没灭才对啊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小酒想干什么 我皱着眉 看向小酒 小酒的脑袋和肩膀上 还有着雪花 看起来像是刚才出去了 有什么不对劲 我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小酒摇了摇脑袋 表示说没有 接着我又问 那怎么了 小酒翅膀指了指我 又指了指隔壁的燕阳灵 又指了指他自己 然后在帐篷里面 用爪子来回走了两圈 我明白了一点 试探地说 你的意思是 让我们跟着你啊 小酒猛地点头 证明我说的对 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 看着风水水表 我这 现在才是六点多钟啊 我们睡的还不到三个小时 这好眈眈的为什么要跟着他呀 难不成 小酒有什么发现吗 想到这儿 又去问 小酒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小酒点着脑袋 用翅膀指了指 帐篷外 我明白了一些说 你的意思是 还有别的山洞在附近 小酒又点头 我懂了 小酒肯定是出去了 要不然的话 脑袋上的翅膀 是不可能是有雪花的 他肯定是在外面 发现了另一个山洞 如此一来 方才回来叫我们 这是新的发现 有小酒在啊 我们可以减少很多力气 最起码不用漫无目的地 寻找着这个雪洞了 我连忙是起来穿好衣服 叫燕阳灵叫醒说 小酒啊 发现了其他山洞 咱们过去看看 燕阳灵比我还紧 听到有别的山洞 二话不说啊 就是立即收起了帐篷 我也没愣着 和他一起收起了帐篷 整理好装备 穿上了御寒服 走出了雪洞 此时外面已经是有太阳升起了 但是还是有雪花飘飘洒洒的下着 唯一让我感觉到舒心的是 外面啊 不比昨晚冷了 有着御寒服在 我们啊 也不怎么冷啊 小酒在天空中飞着 扇着翅膀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飞去 我们两个赶忙跟在小酒的身后 费了好半天的功夫 爬上了一座雪山上 我和眼阳灵还没刚要重新分辨这个方向的时候 就被眼前的景象给震住了 昨天的夜里 我们所看的并不是太清楚 而如今 现在的景象 全部被我们是收入了眼帘之中 自然界的神奇果然是无法的揣测 我们所在的山顶不算大 比昨天那个还要低一些 要是如此 我们还是看清楚了部分的天山山脉的庐山真面目 远处白茫茫一片 满地的白雪 无数座大山连绵起伏地洽切在一起 天空中飘下的雪花 为大山穿上了一身银色的衣裳 雪山相连 无边无际 有的雪山很高 山顶 之上 云雪交加 根本就分不清楚 到底是不是山顶 我们二人就站在这里 就像是两个小黑点 根本是不值一提呀 我这瞳孔 伸缩 一眼就看到了 远处空中飞着的小酒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呀 跟不上这小家伙的速度 我们得提点速 燕阳凌晨 瘾了一会儿 忽然笑了出来 我一愣问他怎么提速 燕阳凌不说话 从后面是套出来 一块大约一米长 半米宽的雪橇板 雪橇板我知道 之前买装备的时候 看到了 也买了 但是一直都是燕阳凌带着的 现在看他将雪橇板拿出来 我顿时就明白了 燕阳凌这家伙简直 亏了是当初拿了雪橇板 要不然我们还得跑着下去 将雪橇板放在雪地上 燕阳凌对着我说 我坐前头 你坐后面 咱们俩一起滑下去 我硬了一声 等着燕阳凌坐上去之后 我也坐在了后面 坐下后 我还用双手是死死 抓住雪橇板的边缘 这雪山不是一般的高 滑下去的速度肯定是极快 如果是要抓不稳的话 很容易就这样下去 再者来说 这是山 不是别的 后雪之下 肯定是有着岩石之类的东西 这么一滑 铁定会颠簸 小心起见啊 还是安安稳稳地抓住了雪橇板的边缘 待我坐好 木头望了我一眼 问我准备好了没有 我点头说好了 可以出发了 燕阳凌是恩了一声 双腿稍微一用力 你也不吭声说什么一二三开始的 哗 就让这个雪橇啊 受力朝着雪山下滑行而去 我这是吓得一跳 一个机灵儿 插得没掉下去 稳住身子后啊 是连忙闭上了嘴巴 以免喝风 继而就是牢牢地抓住雪橇板 值得幸运的是 山路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颠簸 大概是大雪很厚 将石块啊是全部盖住的缘故 雪橇板往下滑的时候 那叫一个顺畅 简直就像是过山车一样 别提是有多爽 唯一一点有点坑爹的就是啊 冷风实在是太厉害了 吹着我两腮疼的是要命 因为是滑行的缘故 我们不到一分钟就到了山底 等着雪橇板失去了动力 缓缓地停止下来的时候 我和木头方才站起了肾 我揉了揉脸颊 四周看了看 指着前面的一座山头说 小雪在那里 应该是想让我们过去 燕阳灵收起了雪橇板 说继续走 画吧 我们两个便是继续登山 白天的天山 山脉并没有像昨夜一样飘雪 反而空中还挂着太阳 只不过是天山山脉里的太阳啊 就像是冰箱里的灯 一点是不管用 该有多冷 还是多冷 我和木头两人花了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爬上了山顶 到达山顶之后 我直接是一屁股坐在雪地上 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说什么呀 别走不动了 燕阳灵类的野狗像 坐在我旁边四下看着 估摸着 还在寻找雪洞 这是小九师扇动着翅膀落在了我的面前 对着我咕咕地叫了两声 然后用翅膀指了指 站前方的位置 雪洞在那儿 我皱着眉问了一句 小九师咕的一声 点着脑袋证明我说对了 我喘了几口气 恢复了一些体力后 方才和这个燕阳灵 慢慢地粘起身 朝着山顶的方向走去 我们俩走了没多久就停了下来 这倒不是说我们走不动 而是前面根本是没路了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 我们脚下这座雪山啊 并非是其余的雪山一样 纵山相连 而是一座孤立的雪崖 正前方不到五米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雪崖 雪崖下面有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 这小九发现的雪洞 我们已经找到了 雪洞的位置 在我们脚下这座雪崖的正前方 那里同样是一座雪山 而雪洞并非是在山底 而是在那座山的半山腰 不仅如此 雪洞的洞口体积是格外的小 人根本是没办法钻进去 只能是弯着腰才能进入 我皱着眉 盯着前方的雪洞看了一样 无奈地说 该怎么过去不说 就算是过去了 咱们也不可能进得去啊 眼阳灵眯着眼睛对我说 那你问我那只人命鹰 里面有没有东西 如果里面没有的话 我们找到东西啊 就不用费这事进山洞了 这话说的有理啊 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地跑过去 发现里面没有我们要找的东西 那不是傻逼呢 想到这儿啊 我就问一下小九说 那个山洞里面有东西吗 小九发现了这个山洞 又让我们过来 想来他是进去过 至于里面有没有东西 就不知道了 小九孤地叫了一声 绿油油的眼珠子转了转 点头表示说 里面是有东西的 我望向眼阳灵 等他拿主意 眼阳灵眯着眼 盯着对面雪山半山腰 狭小的洞口 真赢了能有半分多钟的时间 他咬了咬牙对我说 不管怎么样都得进去看一看 我们一行人去罗布泊 没那东西肯定活不成 我说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过去 眼阳灵看了一眼四周 指了指对面的山头说 从这里咱们肯定过不去 中间隔着一道万兆悬崖 搞不好会粉山碎骨的 我们先登上对面那座山 这样才能有办法 一听说 还有再一次爬山 我顿时就怂了 对面那座山和我们脚下的悬崖 差不多高 也就是说 我们还要重新爬两个多小时的雪山 不仅如此啊 爬山的时候 还要经受刺骨的冷风 虽然我心里极度的不情愿 但还是要做 到了这个份上 再临阵脱逃 那可真就亏大了 下山的时候 我和木头依旧是坐着雪橇板下去的 一想到爬上来消耗了全部体力 而且还用了两个多小时 而先下去啊 却只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我就隐隐的有些蛋疼的感觉 下到了山 我们稍微休息了一下 吃了点简单扛饿的食物后 就拿起冰稿 雪杖 识别好位置 重新登山 这次我们上山依旧是花费了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爬上了山顶 我贪软的趴在雪地里 无力的抬手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是中午的十二点多钟了 体力恢复后 我和木头小心翼翼的靠近悬崖边上 朝下看了一眼 可惜的是因为高度的问题 并没有看到半山腰间的山洞 那山洞估摸着 是开辟在这山里面的 至于是浑然天成的 还是人工披凿的就不清楚了 爬到山顶 我们就该想办法怎么进入山洞了 山洞在半山腰 而我们则是在山顶上 唯一能够进去的办法就是顺根绳次下去 我们两个拉着绳子慢慢下移 可是这雪山的山巅之上光秃秃的一片 除了这雪之外就没了别的东西 怎么绑绳子呀 在山巅上溜达了一圈 实在是没有办法 眼阳灵忽然问我 领导 你相信我吗 我一愣 回答说相信 接着我有一种不好的预管 皱着眉看向眼阳灵说 木导 你想干啥 到了这个地步 我没必要再瞒着你了 我们此次来到天山的目的 是为了寻找一座叫做冰雪甚连的奇幻 没有这座花呀 我们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进入罗布泊 也更没有办法在罗布泊里面生存下来 你是被神徒选中的人 神徒藏在罗布泊 进入罗布泊的关键就在于冰雪甚连 所以我坚信把你带到这里来 肯定是能够找到冰雪甚连的 叶阳灵目光真诚的望着我 顿了一下 他呼出一口寒气 继续说下去 下面的山洞里面肯定有东西 至于是不是冰雪甚连 我则是不知道了 但无论如何怎么样都要下去看一看 如果真的是冰雪甚连的话 我们又恰巧将其遗留在这里 那岂不是回答了吗 我没吭声 事实上 我早就知道 要找的是冰雪甚连了 对于叶阳灵的隐瞒我没有再多在意 只是想知道这冰雪甚连到底有什么作用 叶阳灵像是看出了我的疑惑 他说 现在是八月份 罗布泊属于干燥剂 气温普遍在四十度到五十度左右 我们不知道宝藏具体的位置 盲目地进入了 罗布泊早晚会被热死的 天山雪连的功效 就是去除寒潭 而冰雪甚连的功效恰恰相反 相传 天山山脉中 除了许多的冰雪甚连 冰雪甚连的初始状态 与雪连相似 但是这冰雪甚连却吸收了天山山脉中的万年寒气 正是如此 冰雪甚连之中才蕴含了寒冷之气 服下之后 根本就不会惧怕罗布泊的炎热 原来如此 罗布泊算是鱼沙漠了 其中的气候和天山是恰恰的相反 炎热似火炉 我们若是得到了冰雪甚连 根本就不会惧怕罗布泊的炎热 这就是神奇之处 天山中的冰雪甚连 古国中的布福女士 全眼中的影视宝藏 我现在越来越好奇 这背后到底还有着什么 回归正题 我说 你有什么打算 你是被神徒选中的人 而不是我 能拿走冰雪甚连的或许只有你 我们有绳索 我把绳索绑在我的身上 你顺着绳子下去 燕阳灵斩钉截铁地说 我摇头 一口否认道 这不行 我一百六十多斤 你哪能够承受得住啊 我赖命一条死就死了 可你不一样 我把你害得这么苦啊 没理由让你跟我一块送死啊 这是唯一的办法 燕阳灵说完这句话后 就开始从包里面将绳索拿出来 一头的边缘细在自己的身上 另一头的边缘则是丢下悬崖 做完这些 为了保证雪地不打滑 燕阳灵还将周围的大雪啊 铲得干净 露出了一大片 与大山连为一体的怪石 双脚死死的体在怪石上面 燕阳灵冲我点头说 灵老 干什么 我咬了咬牙 将背上的装备脱下来 只将冰稿握在手里 接着 我就把绳索在手臂上缠绕了两圈 然后抓着绳索 准备往下滑去 我不会走开的 切记 不要让冰雪圣帘碰到阳光 要不然的话就会失去作用 找到冰雪圣帘 要是发现了寒冰 就先把你自己的血滴上去 融化后啊 就立即拿走冰雪圣帘 你拉动绳子的时候 我就会把你穿上来 在我下去之前 燕阳灵郑重地提醒我说 我点了点脑袋 抓住绳索 用冰稿稳住位置 接着 便是顺着绳索 缓缓地朝下爬 山洞的半山腰 只不过是个形容词 先前 我们在后方的那座雪山 朝着看时啊 山洞距离这座雪山的山顶 不过只有接近二十米的高度 但我知道高度 虽然只有二十米 但是危险 却丝毫没有减少 倘若燕阳灵的体力不知 我们两个都会掉进悬崖里 誓死誓活是个问题 倘若我的体力不知 手忍不住松开 同时会掉入悬崖 说简单一些 这完全就是用体力来换性命 好在我手里有冰稿 用它稳固身子 慢慢滑下去 约摸过了三五分钟的时间 我终于停在了雪洞的洞口中 我找准位置 用双脚踩在了洞口上 接着 用一个脚微微用力 整个人就直接猫着 腰进入了山洞之中 进入山洞后 我把绳子松开 把冰稿放在了地上 从腰间掏出了手电 照耀着山洞里面的情况 山洞的入口 有一个通道 通道只能狭窄的 过一个人 两个人的话 根本是没有办法冰盘 再有就是 入口的高度也不怎么高 真死啊 能有个一米三左右 我想要顺利的进入 只能弯着腰 稍微琢磨了一下 我决定先进去看看 因为我现在除了进去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拿着手电照耀着前方 接着就弯腰 慢慢的向着入口的深处走去 走了大约五六米远 我眼前的视野是逐渐开过去 而在我看到洞内的情景时 整个人啊 也是不由地愣在了原地 原本我以为山洞内 会是岩石山笔 可是等我用手电 将这里照亮的时候 我却发现 我的猜测全都是错误的 而我则是 又小看了大自然的力量 山洞之内满满的是寒冰 而那些寒冰江山壁四周 全部都给冻住了 无论是脚下还是地面 还是周围的洞内 都是寒冰 我站在山洞之内 身子被寒冰映照着 看到了整个山洞 到处都是我的影子 这不奇怪 因为啊 这些啊 寒冰就像是镜子一样 不断地反射出我的样子 我的身子 整个山洞都是寒冰 如此一来 我的身子就被 反射在了整个山洞之内 我拿着手电 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山洞内部啊 是个正方形 长宽大约是在八九米左右 高度通样也有八九米 山洞镇中央 有一块圆形的石台 石台之上 则是有着一颗 青绿色的雪莲 这雪莲和天山雪莲的造型啊 相似 不是一星半点 花瓣犹如是含苞带饭的花蕊 一样全部裹在了一起 我拿着手电照射了一下 竟发现这株雪莲中 隐隐散发着六七种不同的颜色 犹如是彩虹 一成 灿烂的美丽 这 应该就是冰雪甚莲了 我心里有点激动 慢慢地朝着圆形的石台走去 因为不知道有没有机关啥的 我走的是格外的慢 到最后 我才知觉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里压根是没什么机关 走到圆形的石台前 再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冰雪甚莲 冰雪甚莲是没有根的 平静地在石台上也一动不动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 这朵冰雪甚莲竟然是存在冰块之中 就好似被冻住了一番 我想了想 来前燕阳灵对我说过的话 他说 冰雪甚莲若是结了冰 就让我用鲜血滴在冰块上 如此一来就会融化 想到这里 我连忙是用力 咬破中指 寄出鲜血 我现在的身体里是有灵魂的 所以有影子 也有鲜血 鲜血起出来 我对准 冰雪甚莲上方的冰块 是慢慢滴了下去 那一滴雪 啪哒一声 滴落在了冰块之上 在这安静的山洞内发出一声就像是水滴滴落在河中的声音 紧接着 奇异的一幕是毫无预兆的出现了 我那滴雪好似是万年的阳火一般 竟然让得冰雪甚莲四周的冰块是迅速的融化 化成了水流满了整个圆形的石台 可惜的是冰雪甚莲并没有什么动作 依旧是安安静静的生长在石台之上 冰块融化的时候 我闻到了一股芳香味 这味道我有点说不出来 像是柠檬的清新味 又像是淡淡的花粉味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因为我看到冰块已经快要全部融化了 舔了舔嘴唇 有些迫不及待的 搓了搓手掌 刚想要伸手去摘冰雪甚莲的时候 我忽然注意到了前方的山壁镇 之前我曾经说过 山壁上不是普通的岩石山壁 而是被晶莹剔透的寒冰洞 这寒冰似是镜子 我能从之中看到自己 而此刻我就从前面的寒冰之中 看到一个男人手握着匕首 朝我用力的刺来 我大惊失色 立即是弯腰蹲下来 那男人是一击落空 稍微是愣了一下 应该是没想到会刺不到我 这一愣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同时我也能看出一点猫虐 这男人应该是个普通人 不懂得格斗功夫 要不然的话 一击落空他也不会愣住 趁此机会 我伸手一把抓住 男人握着匕首的手 接着双手一用力 直接是卸掉了他手里的匕首 果然如我猜测一样 这男人根本是不懂武功 我一咬牙 双手交叉 站直身子 将男人的双手 似是剪刀的形状 反剪过来 那男人吃头 啊的大叫一声 他要杀了我 我哪能轻易的饶他 我用力踹出一脚 将他踹了出去 顺势捡起地上的匕首 不等他重新站起来 就将匕首 抵在了他 脖颈处 别 别杀我 那男人 一脸的惊慌 举手道 我咒着眉 大声质问他 你是什么人 怎么杀来的 问话的时候 我想到了 昨夜和木头 一起看到的人 心说啊 昨晚我们看到的人 莫非是他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山洞在半山腰 我能进来是因为 有燕阳灵的帮助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这男人是怎么进来的呀 他不懂功夫 我可不相信 这伙回非呀 我 我不是坏人 这这这 真的不是坏人 男人估摸着 是真的害怕了 白手摇头的说 他 我气急 心想 你压的都准备杀我了 还说自己不是坏人 我看了他一眼 觉得他掀不起什么风了 于是就把匕首移开 见我把匕首移开 那男人才松了一口气 接着他连忙说 我 我真的不是坏人 我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个花 我在天山里面 待了五六天了 昨天刚好看到 这个山洞 就准备进来碰碰运气 谁知道 刚巧看到你 我狐疑的盯着男人 看了一眼 这男人啊 大约三十多岁 身上也穿着郁寒服 不过明显有些烂 此时啊 被冻得打哆嗦 我说 你是怎么上来的 我 我从最底下爬上来的呀 男人说 我愣了 这山洞的位置 至少说有五六十米高呀 他是怎么爬上来的 我一脸的不相信 男人说 要不信的话 你可以出去看看 我装备啥的还在外头呢 我自然是不可能 跟他出去看呀 他万一把我推下去 我找谁哭呀 你叫什么名字 我继续问 男人老老实实的回答 张成 我嗷了一声又说 你找宾室森林啊 干什么 是不是啊 也为了魔术神徒而来 说到这儿 我警惕的看着张成 等着他回答 谁知啊 张成是一脸茫然的说 魔术神徒是啥 你不知道魔术神徒啊 我一皱眉手 张成是摇了摇脑袋 搓了搓手说 你说的那啥书 我没听过啊 我来天山这么多天 我 什么都不要 只要这个冰雪深连 我越来越习惯了 张成好端端的 要冰雪深连做什么呀 在我问起的时候 张成眼圈一下子红了起来 接着 他带着鼓枪跟我说 我六十多岁的老娘 前两年得了一种快病 全身上下操热的厉害啊 谁都不能靠近不说 我老娘整个人被折磨的不成样子 小哥 你说我这做儿子的 这怎么能不行啊 我点头 说可以理解 百善效危险 张成点头 继续给叶子说 为了救我脑梁的病啊 我跑遍了能 跑的地方 能找 找不见了能找的地方 花钱请医生 能做的我都算了 就是不像我的 我脑梁好转呀 江湖上什么 赤小大仙 给人看病的老婆子 我都找了好几个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老娘的病迷失好不说 继续全都搭进去了 因为这儿啊 媳妇还 她娘的给人跑了 看开一点吧 用钱认识一个人啊 也算是值了 我能说什么呢 只能安慰啊 张成擦了擦眼角说 为了怎么想呢 早知道他是那种人 当初就不该许他 言归正传 张成继续说 后来啊 我听人说 天山山脉里面 有一株叫做 这个冰雪渗联的奇花 这花让人吃了 可以让身体啊 迅速冷下来 而且啊 我管的时间还挺长 所以我就大老远的 跑到天山山脉 找这个冰雪渗联 小哥 不白你说 我找这花 已经找了好几天了 眼看食物不多 只能回去了 没想到昨晚 让我发现了 我花了一晚上的时间 跑到了悬崖底下 又爬了好几个小时 才爬上来的 叶阳灵芝贤说 罗布泊的气温是极高 我们要想在里面 长时间待着 只能依靠着这冰雪渗联 所以我觉得张晨没说话 小哥 我刚才的事啊 我真对不住 你能想象不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东西 还没说拿走 就被人节族先登了 你说我气不气啊 张晨是尴尬的挠了挠头说 我恩了一声 这话说的有理啊 要是我 我也气啊 其实我心里正想着该怎么办 小哥 这话是天山山脉的 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 既然你得到了的话 我也无话可说 你看这样成吧 你出个价 我把它买下来 不要一朵 就要一片 我老娘啊 年纪大 一片也够他用的了 张晨咬了咬牙 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 他说 你说价 无论多少我都买 大不了我卖甚去 孝子 何为孝子啊 眼前的张晨啊 就是地地道道的孝子 百善孝为先 被无数人挂在嘴边 可是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呀 身体发复受之父母 是父母给了你一件 可到头来啊 又有几个人回报给父母什么呢 我不瞎说 现在这社会舆论 关于孩子打父母的新闻啊 是层出不穷啊 像张晨这样的人 已经是少得可怜了 我扭头看了一眼 冰雪甚连 细数了一下 我心里啊 是不由的咯噔一声 刚才没注意 如今啊 仔细一看 我发现这冰雪甚连的花瓣 只有五个 多一个都没有 也就是说 如果我给了张成一片 我们五个人之中 就会有一个人得不到 小哥 你考虑了咋样呢 只要价格不是太离谱 我都能接受 砸过麦体 我都能接受呀 张成小心翼翼地问我 我又叹了口气一说 我不要你想 张成一愣 接着啊 是扑通一声 是跪到地上 小哥啊 我求求你了 你给我一片吧 没了他 我老娘 就活不成了呀 我老娘还心如苦地 把我养了什么多年 还没等我报恩 他就得了怪病 小哥 我求你了 你就给我一片吧 就算是做牛做马 我都愿意呀 说着说着 张成啊 就砰砰地开始 磕起了头 我连忙是将他扶起来 哭笑着说 哎呦 唉 我 说不要你的钱 不是说不帮你啊 啊啊 张成一愣 抬着头啊 瞪他眼睛看着我 一脸欣喜地说 小哥 你 你打算帮我呢 我苦笑着说 这 冰雪善粮啊 虽然对我也很重要 但相比之下 你更需要 这话不假 也为了冰雪善粮 我们在罗布泊内 有保障 没有的话 虽然没了保障 但不至于啊 会死 而张成却不同 张成还在原地愣着 我则是转身摘下了一片冰雪善粮的叶子 一边摘我还一边叮嘱我 张成说 冰雪善粮啊 是极寒之物 千万不能接触了阳光 要不然的话 会失去作用的 其实这些 也都是木头那家伙告诉我的 我只不过是转达一下而已 说实话 把冰雪善粮的一片花瓣给张成啊 我的确是有点肉疼 但是我却不后悔 大不了我不吃九死的 摘完花瓣 我一回头 却发现张成啊 消失不见了 我一脸懵逼啊 四周看了看 喊了张成两声 没人回应 山洞就这么大 我一眼就能看完 张成啊 不可能藏起来 而且山洞也没有他 再又就是 这家伙不懂武功 走起路来啊 肯定是有脚步声的 我摘花瓣的时候 用了不到三五秒的时间 他不可能转眼就没人的 我琢磨了一下 缓缓的走出山洞 到了山洞外啊 我看到边缘的位置 朝下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 一样没有人 而外头啊 也只有我的兵鎬和绳子 根本没有见到张成所说的装备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心里完全是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好的一个大活人 怎么能说消失就消失呢 带着疑问啊 我回到了山洞 赫然发现 张成来时所拿的那把匕首 也是不消失不见了 就在我被恐惧笼罩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手里的东西正在融化 我拿起来一看 发现啊 是被我摘下的那片花瓣 正在逐渐的消失 我大惊失色的 想要保住这片花瓣 可是我无论如何怎么做 想阻止这花瓣融化呀 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我手里就干干净净 空无一物了 我连忙是看向冰雪圣连 细数一下 发现冰雪圣连的花瓣 依旧是无片 一片没多 一片也没少 这他娘的 是怎么回事啊 莫非我刚才进入了幻觉 张成是假的 我摘掉的花瓣 也是假的呀 在此时 我忽然听到了 冰雪圣连中 发出一声脆响 我立即将目光 是放在了冰雪圣连上 只见冰雪圣连 此刻是宛如活了过来一般 五片花瓣 在冰晶之上 正在破碎 不出片刻 五片花瓣 就变得柔软起来 继而啊 五片花瓣 便开始缓缓的绽放 原先的 五片花瓣 是合拢的状态 而如今啊 这五片花瓣 却像是花蕊 打开了一般 盛开了 我震惊地看着 冰雪圣连一脸的 茫然无措 冰雪圣连 此刻就像是 莲花开叶一般 分散开后 花托的部位出现了 五颗晶莹剔透的花种 花种是白色的 而花种外面 则是有着拇指般大小的冰晶包裹着 不仔细看的话 是根本看不清楚里面有东西 看到花种的那一刹那 我好似是明白了一些什么 张成不存在 百善相为先不存在 一片花瓣也不存在 刚才 我所经历的一切 很有可能是幻觉 而幻觉的来源 我想就是我 滴入鲜血时 冰雪圣连散发出的香味 我没有在意那香味 现在看来 那香味很有可能 让人陷入幻觉当中 而刚才我就在幻觉当中 至于幻觉中出现的张成 是怎么回事 我则是想不明白 我现在也没有想那么多 上前啊 将五颗花种子 是取了出来 花种在我手里散发出 异常寒冷的气息 我忍不住是打了个哆嗦 从口袋里面 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盒子 将花种子放了进去 做完这些 我也没管那么多 立即是出了洞口 拿起了冰稿 轻轻地拽了一下绳子 示意上方的艳阳灵说 东西到手了 我要上去 刚拽了一下 绳子就被拉动了 我知道艳阳灵是在回应我 我一手抓着绳子 一手用冰稿是砸着山壁 双脚用力地蹬着地面 缓缓地朝上爬去 下来容易上去呀 就有点难了 我花了接近十多分钟的时间 方才上到山顶 木头那家伙也是真的累坏了 见我上来了呀 是直接坐在雪地里 忽视忽视地吐出寒气 问我怎么样 我把盒子拿出来递给木头 艳阳灵看了一眼 面子一息说 就是这个 我松了口息说 既然东西到手了 那咱们就回去吧 艳阳灵恩了一声 在雪地里抓了两把雪塞进盒子里 这才和我一起收拾东西 准备下山 下山的时候 我们一如既往地借助雪橇板滑下去 到了山底 我们找着个地方吃了点东西 接着就拿出指南针 辨别人的方向 方向无误后 我们就继续赶路 争取早日出了天山山脉 路上 我把山洞里遇到的事情告诉了艳阳灵 艳阳灵眼睛一眯 突出寒气说 这或许是冰雪肾帘故意为之的 此话怎讲 我不明白地问 艳阳灵又说 你把血啊 滴在冰雪肾帘之上 冰雪肾帘发出了香味 让你进入幻觉 你遇到了张成 八成啊 是在幻觉当中 张成对你说 他的母亲要救治 你动了侧影之心 准备给予张成一片花瓣 等到你摘了花瓣后 张成啊 却消失不见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点头说 的确很奇怪 这或许啊 是冰雪肾帘 在口音里的心性如何 艳阳灵笑了一下 道 张成杀你 你不杀他 这是情 张成反过来 要冰雪肾帘的花瓣 你不但不求回报 还反过来帮他 这是意 冰雪肾帘 这是在考验 你是否够终情意 若是啊 你杀了张成 或者是不帮张成 或许啊 就不会得到这花种 而那个花瓣 或许啊 完全没有用处 我一听 惊讶的是 充目结舌呀 完全是小磨道会有这种事情 这么说来 冰雪肾帘 岂不是成精了 不然的话 怎么会考验我 艳阳灵又说 大自然的神奇 不是我们能够猜测的 中华大帝 神奇之物 种数不甚数 我们所见的 或许啊 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这一点我赞同 影视古城和天山山脉中的冰雪甚连 就能够很好地说明一切 不过 真要是这样的话 那天晚上我和木头所见到的人影 又成了没办法解释的事情 我也没多想 心说这天山山脉如此之道 来这里的人肯定是不止我们两个 或许只是普通人 也说不定呢 我和木头花费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走出了天山山脉 出了天山山脉的入口 我第一眼就看到了那辆小鞋塔 说真的 虽然我们进去不到两天的时间 但是在看到这茫茫戈壁滩时 还是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和木头是脱掉了御寒服 装进了后备箱里面 当即啊 就开着车 朝着来时的路赶去 回程 同样是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等我们就要赶到哈米时 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回到住的宾馆 我们上楼瞧了小姜伯的房间 却发现根本是没有人应答 再一次去敲了敲方向房间 同样是无人应答 又敲了敲零点的房间 依旧是没有人回应 我有点着急了 燕阳灵泽对我说 先别急 他们或许是出去了也说不定 我说 咱们去天山之前 我把事情告诉了他们 让他们在这里等我 没理由出去啊 燕阳灵沉吟了一下说 去服务台问问怎么回事 我差点是把这场给忘了 连忙下楼 跑到了服务总台 问江伯他们的房间 怎么是没人了 服务人员皱着没问我们 你们是他们什么人啊 我们是朋友 之前一起开房的 不过前天出去了一趟 现在才回来 我回答说 客服人员就嗷了一声 从桌子上就拿出两张单子 递给我说 那你把这个也给赔了吧 我莫名其妙的 拿过单子看了一眼 顿时啊 蒙逼了 单子是索赔信息 上面说什么 打破窗户 撕破被单之类 一系列的房间设备的赔偿 总计算下来 月末两千左右 钱不是问题 我主要是想知道 江伯他们人去哪里了 我兜里啊 还有现金 将钱是全部递给了他们 我再次问道 我朋友去哪里了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昨天晚上 有几个陌生人 也是不说话 直接奔二楼 你们住的房间 没多久啊 我们就听到了 里面传来了 打斗和争吵的声音 等我们上去看的时候 发现五六个人 直接从窗户上面 跳了出去 房间里面 乱七八糟的一对 窗户啊 也被打破了 报警后 警察也没找到人 可福无奈的说 听到这里 我心是骤然一惊了 隐约间 有种不祥的感觉 江伯他们 很有可能是 兄夺其手 可福掏出几张身份证 递给我说 这是他们的身份证 既然你是 他们的朋友的话 那就给你吧 我心不在焉的 接过身份证 也没有心思 在这里继续住下去 退了房后啊 就和燕阳灵出了宾馆 现在该怎么办啊 我看着人流涌动的街道 有点无力的回到 燕阳灵宽慰我说 你先别急 等我自己啊 先找到他们 问问他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这么大 我们上哪去找他们呀 我苦笑着摇头 既然想到了神徒 一把从怀里掏了出来 双目圆瞪着 喘子初起大吼道 都是这神徒惹的话 我父母都是因为这个东西被抓的 我女人也是因为这个东西被抓的 现在好了 我唯一的几个朋友 也是因为这个东西 王敏天涯 燕阳灵神色严肃的望着我手 天降大人 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形 既然神徒选择了你 你就要坚持走下去 而不是半途而废 我苦笑着说 什么狗屁天降大人啊 我的娘子就一个普通人 就是因为贪了点小便宜 就遭了这样的罪 我现在觉得自己是特别委屈 一系列的事情压得我是完全喘不过气来 根本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燕阳灵忽然笑了起来说 你有点要崩溃了 我的娘子走就要崩溃了 江伯他们不知所踪 就是压垮我的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压制不住的骂道 燕阳灵说 抓走他们的人 无非是为了神徒 神徒还在你手中 你还怕什么 更何况 之前的客服人员也说了 他们是挑出了窗户 并没有说明是被抓 现在什么情况啊 还不一定 我没吭声 心里还是乱糟糟的一片 完全不知道该当如何 燕阳灵又说 哈密我们是第一次来 对这里人身定不熟 盲目的找他们肯定是找不到 不如我们先画个地方休息一晚上 如果他们没有被抓走的话 肯定会想办法联系我们的 那如果他们被抓走呢 我们该怎么办 就在这里等着 我咒着眉说 燕阳灵撇了我一眼说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这句话是把我问爷主了 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谁能说 按你说的 先找个地方休息一碗吧 燕阳灵也没有说话 拉开车门上了副驾驶的位置 我心不在焉的上了车 江车开到了郊区的一家宾馆 开了两间房后 我和燕阳灵便是各自回屋休息 在天山山脉中奔波了一天啊 我的确是很累了 但此时我现在心里更累 江伯和方祥以及零点不知所终 而我却又无能为力 当真是心里憔悴啊 在房间里面坐了一会儿 我忽然想到自己口袋里的 诺基亚手机 进入天山之墙啊 我就把手机关系 放进了最里面的口袋 现在也不知道手机有没有精水 正按了一会儿开机键啊 手机完好无损的开机 要说还是诺基亚的手机管用啊 要是换做一般的智能机啊 估摸的早就宝废了 手机打开 我等了一会儿 一个电话和短信都没有收到 方祥他们并不知道我这个手机好 就算逃出去 可能啊也没有办法联系 想到这儿 我不由得有点愧疚起来 如果当初进天山的时候 把他们都叫上的话 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唯一能做的就是干等等 我不知道是谁抓走了他们几个 但肯定是和魔术神徒脱不了干系的 可是啊 这魔术神徒在我身上几乎是全江湖的人都知道 既然如此那帮人抓走方向他们干什么呢 难道是想用方向他们威胁我 他们真的要是这样做的话 我只能说他们选择是正确的 魔术神徒的确是宝贝 但是方向他们的性命相比 就有点一文不值了 最麻烦的不是这一点 而是我父母还在阴阳双煞手里 阴阳双煞没有表明要神徒 但我知道他们的目的肯定不是那么的单纯 如此一来啊 就成了将军 我又一次的进退了难 江伯他们若是真的凶多吉少被人抓走 而抓走他们的人要是用他们威胁 让我交出魔术神徒 我该怎么办啊 是交还是不交 交的话 我的父母和五娘恐怕就会有祸的 不交的话方向他们可能就会有危险 这不能怪我几人忧天哪 我必须要做出两手打算 有句话说得好 不怕万一就怕一万 说的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情况 想了大半天 我想不到任何的两全方法 只能默默地在心里面祈祷着 江伯他们能够躲过这一劫 在屋子里做了大半天 我有点扛不住了 伤眼皮和下眼皮啊 是交锋了好几十个回合 再过一会儿 我估摸着站着就能睡着了 没什么 我叹了口气 倒在床上缓缓地闭上眼睛 准备先睡一会儿 梦这个东西很神奇 你越是担忧什么呀 越会做出什么样子的梦 睡着后啊 我做了个梦 梦中江伯和方向以及灵铁尔 没能逃走 他们被一群人形形色色的人 不断地折磨着 有人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消息 开始在方向身上插满了针管 不断地抽着方向身上的鲜血 方向那张妖孽的脸颊 痛苦地扭曲着 残叫声落入我的耳中 我不知道梦境中 后面会发生什么 因为在听到方响的残叫 看到他那双血红的双目时 我已经承受不住了 当我啊的大笑一声醒来的时候 冰棺里面熟悉的装饰 被我静收眼底 我坐在床边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脑门上满满皆是冷汗 不行 我不能坐以待病 一定要做点什么 我咬了咬牙 从床上站起来 正准备开门去找艳阳灵 却忽然看到一只彩蝶 从窗口里面飞了进来 正在朝着我这边飞来 八九月份的天气 有蝴蝶不奇怪 奇怪的是这只蝴蝶不是普通的白色 而是一只花纹蝴蝶 我愣了一下 有点没搞明白 心说啊 这蝴蝶难不成眼瞎了 飞到这里来 这时 那只彩蝶 煽动着翅膀 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更加感觉到奇怪了 这蝴蝶也太胆大了吧 难道不怕被抓吗 就在我琢磨不出 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落在我肩膀上的彩蝶 又飞了起来 它煽动着翅膀 不断地想要朝着我胸口里飞去 我穿着一件褐色的皮夹克 如今啊 没有拉拉链 就长着滑 它很是轻松地 就飞进了我的衣服里面 我忽然想到了江湖上的古树什么的 我联盟将皮夹克脱掉 想要将那彩蝶给撵出来 等我脱掉皮夹克的时候 那只彩蝶依然不断地朝着我的胸前飞着 皮夹克被我脱掉 身上只剩下了一件黑色的寸衣 寸衣是贴身的那种 它肯定是飞不进去 让我感觉到奇怪的是 这只蝴蝶见此路不通 就根本不找其余的 一直抵着我的胸口的位置 好似在找什么东西一旁 我胸前没有什么东西 只有一本神图 之前我害怕神图丢失 用布条将神图绑在身上 虽然有点难受 但是却很保险 我眯着眼想了一下 把神图从怀里掏了出来 再看到神图的那一刹那 那只彩蝶就像是着了魔一样 朝着神图飞了过去 我心里感觉到有些不妙 心说这蝴蝶会不会是别人派来探查 神图位置的 不过这完全不对 别人是怎么知道神图在这儿的 这只蝴蝶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决定不管怎么样 想把这只蝴蝶给弄死 以免出现意外 想到这儿我就收回心神 悄悄地伸出手掌 准备两手一合 把这蝴蝶给拍死 就在我要动手的时候 那只蝴蝶忽然趴在了神图上的最后一页 神图的最后一页 有一个莲花的印记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花粉 后来我知道 这莲花的印记是证明守灵人的存在 而上面的花粉清香 而是灵蝶故意留下来 寻找我们位置 想到这儿 我脑海轰的一声 啼壶灌顶 莲花印记和这只蝴蝶 是完全不搭边 除此之外 只剩下灵蝶留下的花粉清香 难不成这只彩蝶是灵蝶扬的 想法还没出现 我房间里面就传来啪的一声 我吓了一跳 立即抬头 看向前方 正巧看到灵蝶从窗户外 跳跃了进来 看到灵蝶二 我差点没激动地哭出来 立即问他 姜伯和方向呢 怎么没见他们 你就一点不关心我呀 灵蝶有些忧怨地忘了我一眼 我尴尬地挠了挠头数 你好灯灯的都出现在我面前 我去关心你 就有点多次一举了嘛 对吧 灵蝶冲我挤出一抹笑容 脸色逐渐变得苍白 继而他虚弱地说 那我现在不是好灯淡淡了 关心我不 话音落响 还没等我开口 灵蝶就扑通一声 倒在地上 我以为他是装的 毕竟他喜欢调喜人 所以啊 也就没多在意 就说 行了 别装了 赶紧起来吧 灵蝶一就躺在地上 脸色苍白如指 我感觉啊 有点不对劲 连忙走过去 将灵蝶扶起来 用手指探了一下 他的鼻息 虽然有呼吸 但我能察觉出 呼吸有些减弱 灵蝶肯定是受伤了 至于伤在哪啊 我则是有点不清楚 灵蝶是女生 我一个大老爷们 也不好去查看呀 看着灵蝶苍白的脸蛋 我咬了咬牙 心想这个情况了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救命要紧 接着 我就把灵蝶抱到床上 仔细地查看了 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 当然 并没有脱下衣服 如果 有伤口的话 伤口肯定会流血 流出来的血啊 也会轻染衣服 只需要观察一下 灵蝶身上哪里有血就行了 观察了一会儿 我有点懵了 灵蝶身上一点鲜血 也没有 也就是说 他很有可能 没有受伤 那就很奇怪了 没受伤的话 怎么会昏迷不醒呢 我心里有点古怪 心说 这小妞 该不会是在骗我吧 我再一次 叫了她两声 依旧啊 是不见她打谎 我越想越是奇怪 灵蝶现在是昏迷不醒 可身上的一点伤口都没有 这一点 有点是解释不清楚 沉吟了一下 我起身打开房门 走到了燕阳灵的房心 接着 就敲响了她房间的门 我不懂的东西 不代表别人不懂 最起码 我的见识 肯定是没有燕阳灵高 敲了一会儿 不见硬道 房门啊 却被燕阳灵打开了 燕阳灵正没问我怎么了 我说 灵蝶回来了 但是她好像受伤了 你赶紧过去看看 燕阳灵疑惑地问我 什么叫好像受伤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身上没有伤口 但是人一直昏迷不醒 我老实地回答说 燕阳灵瞇了瞇一眼说 过去看看 回到了房间 灵蝶还躺在床上 双目紧闭着 脸色依旧苍白 燕阳灵皱着眉 试探了一下零点耳的呼吸 接着说 身上确定没有伤口 应该没有吧 没有看到血 我有点不确定地说 燕阳灵没说话 思索了一会儿说 应该没事 像是种了米药 等会儿再看看吧 我一愣说 就 就这么简单 要不然呢 燕阳灵反问我 我一脸蒙蔽啊 完全没有想到 灵蝶就是种了迷药这么简单 给他多喝点热水 说到这里 燕阳灵稍微一顿问我 就他自己回来的吗 我神色有些暗淡 起身啊 接了杯热水说 零点来了之后就昏迷不醒 我也来不及问他什么 只能等他醒来再说了 燕阳灵恩了一声 说 有什么事叫我就行了 说完就起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接了点热水 喂给了零点 接着就无聊地坐在了凳子上 那只彩蝶孩子 依然趴在神途上不愿意离开 我想零点能够找到这里 估计啊 就是这只彩蝶 以及神途上花粉的清香的缘故 上一次 他能够找到大乌村 可能也是因为如此 零点是回来了 可是江伯和方响却不见踪影 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很有可能江伯和方响 已经遭受到不错了 零点功夫不高 但是身法和逃走的本事是极高 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相比之下 江伯和方响也要逊色一筹 所以零点能够找到我们 并非是意问 我叹了口气 看了一眼手表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 虽然零点回来了 但我还是没有一点睡意 心里更多的则是满满的担忧 在房间里面坐了三个多小时 这期间我不断地给零点喂水 他苍白的脸色 也逐渐地变得红润起来 到了早晨六点多钟的时候 终于醒了过来 零点醒来的时候 我就坐在他身旁 看着他双眼缓缓地睁开 我连忙上前问他有没有事 现在知道关心我了 零点躺在床上没有动 冲我眨了眨眼睛 有些虚弱地说 我无语 都这个时候了还开玩笑 零点抿着嘴没说话 在床上挣扎了一下 艰难地坐直了身子 然后说 你和那人离开了以后 我们几个就聚在一起 商讨怎么办 张伯坚实说要在宾馆等着你们回来 而死人妖说 要去天山山脉找你们 等会儿 死人妖妖是谁 我愣了一下问 零点一愣 想了一下说 好像叫方向 他不是人妖 只是长得帅一点 无奈地解释了一句 接着就想到自己 临去天山山脉时 给江伯打过电话 江伯肯定把我去 天山山脉的消息 告诉了他们 江伯年纪大 见识多 心思也沉 能够沉得住气 相比之下 方向就不同了 他本身就担心我 提出要去天山山脉 再找我们也是情理之中的 凌脸儿撇了撇嘴 没在意这些细节 继续说 最后 那个方向 溜不过江伯 只能在宾馆里面等着了 到了下半夜的时候 我忽然察觉到 有迷烟透过了门缝 进了我的房间 这种迷药 药物我懂 所以在观察到 迷烟的时候 我就从窗户 跑到了江伯和方向的房间 告诉他们之后 我们商量了一下 准备不和他们纠缠 逃走要紧 于是就分开逃走了 说是逃出去了 再想办法联系你们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在我和叶阳邻去 天山山脉的当晚 有一伙人找到了 林蒂尔他们 不过那伙人并没有动手 而是想用 迷烟迷晕他们三个 幸亏林蒂尔察觉到了一点 提前告知了江伯和方向 林蒂尔动了动手臂 踏了口气说 米燕的药性太强了 我只吸入了一点 就觉得头脑有些发昏 四肢无力 逃走之后 我立即找了个地方藏起来 确定没有人跟踪我 方才放出彩蝶来 定位你们的位置 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我肯定不会让神徒 离开我的身体 所以啊 那只彩蝶很容易 就定到了我们的位置 接着林蒂尔就跟着彩蝶 来到了这里 江伯和方向呢 他们怎么样了 我有些担忧地问 林蒂尔摇了摇头说 逃走的时候 我们害怕被那伙人抓住 就分散逃开的 我也不知道 他们俩现在什么情况 但是逃走之前 我们三个协商过 如果第二天正午十二点 还没有会合 就不让你多得 继续去寻找神徒上的宝藏 因为你只有得到宝藏后 才会变得强大 到那个时候 你才有足够的话语权 第二天的正午十二点 也就是今天中午的十二点钟 林蒂尔依靠着彩蝶 找到了我们 江伯和方向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江伯和方向 若是没能来的话 证明他们已经凶多吉少了 若是来了 则是安全无事 我叹了口气 问 林蒂尔感觉怎么样 林蒂尔摇了摇头说 头不晕了 只是啊 四肢无力 还提不上力了 我让林蒂尔在房间里 多休息一会儿 接着就离开了房间 来到了燕阳林住的地方 燕阳林问我 林蒂尔醒没有醒 我点头将 林蒂尔告诉我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燕阳林 听完我说的 燕阳林看了一眼时间说 十二点钟之前 他们找不到我们 我们就出发 我急了 说 我们就直接走 不管他们了 要不然 你还想怎么样 燕阳林反问我说 在这里干耗着 时间等着他们 如果他们被抓住了 你也在这里继续等下去 我盯着燕阳林 瞬间感觉他异常的冷血 他们临走前说的话没错 你现在太弱了 即使啊 知道是谁抓走了他们 你也无能为力 你是被神徒选中的人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 找到神徒中隐藏的影视宝藏 只有找到宝藏 你才能够变强 到那个时候 你有足够的话语前 想要救他们 对你来说啊 是轻而易举的 燕阳林右手 我没说话 直接走出了燕阳林的房间 现在我心里异常的乱 回到房间 林蒂尔还在床上坐着 见我脸色不太好看 她担心的问我怎么样了 我摇头说了句没事 我知道你现在担心他们两个 但是你要记住 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林蒂尔望着我 轻声地说 他们两个虽然不知其凶 但是你可别忘了 他们可是跟着你来 就是想让你找到神徒 背后隐藏的宝藏的 如果你半途而废 不光是没有办法救他们 他们也不会对你失望的 我死死地捏住拳头 不吭声 林蒂尔的声音 忽然变得温柔起来 她说 哈喽 我相信你 我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就知道 你与其他人与众不同 你一定能走到最后 笑傲江湖的 我哪里和其他人不一样啊 我苦笑着松开 捏得法白的双拳 全当作零点是在安慰我 零点面色严肃地说 这是一种感觉 一种来源于 女人滴流感的感觉 我没再说话 看了一夜时间 不知不觉 已经是早晨的七点多钟 我心里暗自决定 正午十二点之后 方想他们若是没有找到我们 就不再等下去 先去寻找神徒背后的宝藏 寻找到宝藏后 我的确有了话语权 到时候宝藏在我手里 我就有了谈判条件的资格 届时 我所做的不多 只需要用宝藏换回我父母 五娘以及江伯和方想的安全 至于宝藏该怎么办 就不管我的事了 他们愿意怎么抢就怎么抢 愿意怎么杀就怎么杀 和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时间一滴一滴的流逝 我在房间里越发的坐立不安 最后干脆到了 宾馆的大厅里面等着 只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依然是一无所获 这段时间里 灵蒂尔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最起码简单的行动不成问题 宾馆大厅里面的钟 在十二点的时候 发出咚咚的敲击声 我悬着的心 跟着钟身彻底是跌进了谷底 燕阳灵和灵蒂尔走到我身边 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 别担心 走吧 我咬着牙 心里暗暗发誓 无论如何一定要笑出方向和江波 退了房间 我们三个直接是上了木头之前 租来的那两小结堂 我收拾好心情 问木头接下来要去哪里 木头沉吟了一下说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要在沙漠里待一段时间 先去买一些必需品 接着赶往罗布泊镇 在那里 歇脚稍作诊断 接着出发 天山中的冰雪盛连 谷国中的不服女尸 全眼中的影视宝藏 我隐隐觉得 这三者之间有着联系的 比如说冰雪盛连 按照木头的话来说 罗布泊是位于塔格拉玛干沙漠的边缘 而且气温是接近四十度 并且在其之上 我们若是没有找到冰雪盛连 很难在沙漠中活下去 但是有了冰雪盛连 就变得不一样了 三句话中 首先提出来的是冰雪盛连 其后是不服女尸 我猜测冰雪盛连之后 或许就是不服女尸了 找到不服女尸 或许就找到了影视宝藏 众所周知 进入沙漠不可少的就是水源 我们所需要准备的 不过是一些成衣成裤和沙漠靴 以及大量的水源 除此之外 我们还准备了一些设备和工具 比如铲子手电 绳索之类的必需品 买完装备 我们开着那辆小捷达 朝着罗普波镇赶去 车子 也扬灵租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对于我们来说 是完全够用 况且 进入沙漠 我们肯定不能开着车进去 只能选择骆驼 所以车子到了罗普波镇后 就没有用处了 从哈密到罗普波镇 大概有四百多公里的路程 开车的话 至少需要四个小时以上 到了高速上以后 我就全速前进 将车子开得飞快 要是如此 到达罗普波镇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的五六点钟了 罗普波镇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最大乡镇 看着这里 面积最起码能有五万平方公里 最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面积大 而人口却异常地牺牲 据说罗普波镇 人数总共不过一千多人 马上就要天黑了 我们肯定是不能现在出发 进入罗普波的 只能找到一个地方 先休息一晚上 明天早晨啊 再去租用骆驼 然后进入罗普波 罗普波镇虽然是个镇 但是宾馆旅舍什么的却不少 想来每年来旅游 游玩的人啊 是不在少数 最后我们三个 找了一家看起来不错的宾馆 就走了进去 准备开三个房间 休息一晚 宾馆老板年纪 月末有四十来岁 我们进来的时候 他笑着问我们说 看你们啊 洗个打扮 这个是外地来的吧 我点头说是 接着又说 第一次来这里 想要骑骆驼去沙漠 转悠一圈 不知道这附近 哪有骆驼租的 听说我要进沙漠呀 老板的脸色顿时 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他放下手里的活 对我摆了摆手 示意我靠近点 我有点疑惑了 看了一眼燕阳灵他们 接着就凑了过去 问怎么了 你们要进沙漠干啥呀 这句话是把我问笑了 说 罗布泊是全世界有名的 我们来肯定是想进去看看 玩一玩呀 要是这样的话 那你们啊 只能在这儿多待两天了呀 老板说 这几天啊 圣女发怒 没人敢进沙漠呀 也跟没人愿意租骆驼呀 我有点搞不明白 圣女是什么意思 刚想问 就见燕阳灵拉了拉我的衣角 质疑我别多说话 我点了点头 没继续问下去 见我没问 老板啊 也没说话 拿了三张房卡 就给了我们 就在我们要转身上楼的时候 老板忽然又说话了 喂 就你们三个吗 我回头说是 并且问他怎么了 老板意味深长的 忘了我们一眼 眯着眼说 八郎子 出门在外啊 凡事小心点 老板的话 我只听懂了最后一句 至于前面那句八郎子是啥意思 我就有点不明白了 听着感觉像是在骂人 后来我才知道八郎子是新疆这边的方言 意思就是说小伙子并非是骂人的话 而是对我们的称呼 至于这老板为什么好端端的让我们小心点 我则是觉得他可能发现了点什么 一个和我素不相识的人忽然让你说小声点 那就是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啊 这个人可能发现了一点问题 老板没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我也不好意思赖着脸皮继续问下去 就和他们俩一起回到了房间 天下宾馆都是一样 不过这里啊 市镇上条件不错 比不上城市 装修什么的也不算好 我们几个都是不注重这些的人 在我们眼里只要不被风吹到 不被雨淋到就成 我没有着急休息 而是聚集在了一起商讨了起来 我脑海里现在是一大堆的疑问 当即啊就问叶阳林说 那个老板为什么不让我们进沙漠 还有圣女是怎么回事 圣女不过是沙漠居民 对沙漠天气中的俗称罢了 就好比啊生活在海边 靠着出海打鱼的围身的人 对水尾生娘格外的尊重一样 燕阳林解释说 这么一说啊 我顿时觉得好理解了 从小到达 大乌村的老人说 以往的那些年代 大乌村附近有不少野兽 有野兽就有猎人 大乌村就有一家猎户 在当时啊 靠着打猎为生 据说 他们每次上山打猎时 就会去距离村子 二里路远的山神庙 去山神庙的时候 他们会拿一些肉类的祭品 祭拜山神 祭拜完毕 回家睡觉 如果第二天上山打猎 天气有变 亦或者是说碰到凶猛的野兽时 山神就会在当天晚上 托梦给猎户 以此来警告猎户 若是没有托梦 那就证明啊 此次上山打猎 会安全无事 宾馆的老板 估摸着是在沙漠边缘长大的 对于沙漠中的事啊 是了如指掌 越是这样 一些关于圣女的传闻 他们也听得越是多 如此 方才告诫我们 最近不要进沙漠 很有可能 沙漠最近啊 这几天会有事发生 比如说 沙尘暴 天气突变 等不可预测的因素 我若有所思的点头 继而问 那我们怎么办 就在这里等着 还是明天进沙漠啊 我能等下去 你能等下去吗 艳阳灵笑了一下 我是真等不下去 巴不得 现在啊 立即是进沙漠 去找宝藏 然后去救方向他们 我咬了咬牙说 好 那咱们明天就进沙漠 艳阳灵恩了一声说 见账的话 那就回去休息 明天一早 去走用摩托 然后去沙漠 走到门口时 艳阳灵忽然想到了什么 回头对我说 对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小心点 那个老板 有点不对劲 有什么不对劲啊 我愣了一下问 灵地啊 A压了一声说 你怎么那么笨呀 让你小心点 就小心点呗 他的意思是 怕你遇上黑店 我挠了挠头 觉得自己啊 的确有点笨 这么明显的话 都没有听出来 不过转念一想 心说 这不可能吧 现在是法治社会 我们能遇到什么呀 难不成那老板 还是个土匪头子不成 我不怎么困 他们两个 离开后 我在床上躺了 很长一段时间 也睡不着 反而还觉得有些饿 愁愁了一想 我穿上了衣服 准备去宾馆老板那里 买点吃的 进来的时候 我记得他的柜台上面 放着泡面鸡爪什么的 穿好衣服下了楼 我发现啊 老板刚做好饭 他把饭菜端上桌 还枕了一瓶酒 刚想喝啊 却看到我 笑了一下子 又说 法郎子 你做啥呀 对于新疆的方言 我是真的不敢恭维 基本上啊 是一句听不懂 我尴尬的对老板笑了笑 说 老板 你能说普通话不 老板一愣 估摸着 这才想起 我是外地人 他重新对我说 小伙子 有啥事啊 买点东西 有点饿了 我指了指柜台上面的泡面说 老板连嘴笑了一下 对我说 饿了 就和我一块吃吧 买了泡面回去啊 还得烧水 都不方便呀 哎呦 那都不好意思啊 我还是回去吃吧 我晚年拒绝说 老板笑了笑 哒哒咧咧的 把我拉到他的对面 让我坐下来后啊 还给我啊 递了一副碗筷子 接着说 啊 我每天一个人吃饭呀 也想找人聊聊天 跟我啊 别多客气 坐下来吃吧 都做到了这个份上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了 只能硬着头皮啊 答应下来 我心里是 虽然惦记着 艳阳灵的话 但啊 吃饭的时候 我也没多小心 也不害怕 老板在菜里面 下毒什么的 因为我之前吃过 七彩虫王 完全就是百度不信 一般的毒物啊 还真的 别想让我中招 老板还想让我喝酒 不过啊 我却决意不喝 喝酒坏事 这个道理我懂 人身地不熟的 还是别太做 吃到一半 忽然想起了 初时 老板最后说的一句话 就问 老板 我记得你当时 让我们小心点 是什么意思 呃 你们不知道呀 老板一愣 怪异地看了我一眼 夹了一块子菜 塞到嘴里面 咀嚼了一番 说 嗯 我其实啊 早就注意到 你们几个了 之前你们 从我这里 路过的时候啊 我看到有一个人 在不远不近地 跟着你们 呃 本来呀 我没打算 多怪闲事的 不过啊 看你们来到 我的这里住店 我就给你提了个醒 我以为啊 你知道 我已经 心说啊 这他娘的 不会是被跟踪了吧 说真的 我已经是被跟踪 两个字给整害怕了 这一天到头 我们都被跟踪了 不知道多少回了 或许 是我看错了 也说不定啊 老板看我脸色不对劲啊 岔开话题 指着桌子上的菜 说 来来来来 接着吃啊 嗯 吃不完 多浪费啊 我心不在焉地 夹了一块子菜 心里啊 一直在想着 到底有没有跟踪我们 老板说 有人鬼鬼祟祟的 跟在我们后面 可小九却 没有过来 给我们报信 最近啊 这是女发怒 你们想要去沙漠啊 最后还是等两天 要不然的话 可能啊 是 不能活着回来了呀 老板抿了一小口白酒 砸了砸嘴 咬着头说 圣女我知道之前 燕阳灵给我解释了 比较好奇 圣女发怒是啥意思 老板又说 圣女啊 是塔格拉玛干沙漠的守护神 一直守护着塔格拉玛干的沙漠 但凡有沙尘暴和沙中黑水出现啊 圣女就会给我们提醒 让我们不要进入沙漠之中 我愣了一下 我 圣女会给什么提醒啊 镇头啊 有一面骑士 那骑士啊 就插在沙漠上面 每当骑士下践啊 骑士朝着北面飞 那就代表着 这个圣女在发怒啊 不让我们进入塔格拉玛干沙漠 如今啊 这两天骑肝下线 骑士啊 一直冲着北方飞啊 老板剥了一个花生啊 舔进嘴里面 便吃便说 听到这儿 我觉得是有点好笑 有沙尘暴的出现 骑士肯定会乱飞啊 沙中的黑水的话 应该是指着沙河 据说每片沙漠都会出现沙河 而沙河也很好理解 沙子啊 就像河水一样会缓缓流动 我想骑士下线 应该就是沙河导致的 我们已经敲定主意 明天进沙漠 现在肯定啊 是不能改变主意了 不过看情况 罗布泊镇上的人 对于圣女都是身心不疑 这个时间段 圣女正在发怒 我们可能啊 很难租用到骆驼 想到这里 我趁机向着老板打听道 老板啊 圣女发怒期间 难道就没有人愿意坐用骆驼 跟你说 你早不听了 这是女发怒啊 是最后不要进沙漠 要不然我很容易丢掉性命的 老板瞥了我一眼 嘟囔着说 您不是全都没有啊 镇子北面呢 有一个老头 那个老头啊 叫黑野 他就愿意租给别人骆驼 无论是圣女发怒啊 他都愿意租 我暗自记下名字和位置 决定明天要真租不上骆驼 就去找那什么黑野 吃完饭 我便主动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放老板柜台上五十块钱 也算是给他饭钱了 回到房间 我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窗檐上的小九 我忙唤了他一声 小九转过脑袋 咕咕地叫了叫 接着 对我比划了一下 看完小九的动作 我心里是一惊 老板说的是真的 我们真的被跟踪了 你知不知道 那人在哪里啊 我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下 小九点了点脑袋 接着就飞出了窗户 我们住在的地方是二楼 也就三米多高一点 我想了一想 抓起龙脚刃啊 跳出了窗户 落地时 我在地上翻滚了两圈 卸下了双脚上的力道 才站起来四处看了看 最后将位置定在了东面 朝着东面走了几百米的距离 小九就落在了一根电线杆上 停了下来 我望了小九一眼 指了指前面的一个茶馆 问小九跟踪我们的人 就在那里 小九转动着绿油油的眼珠 继而点了点脑袋 事与我说 就在里面 这茶楼不算太大 里面啊 也就七八张桌子 在这种镇子里面啊 开茶馆 也倒挺不容易的 而且从茶馆的装潢上来看 应该有些年头了 我犹豫了一下 推开门 走进了茶馆 茶馆里面现在就一个客人 那人背对着我坐在桌子上 手臂啊 微微抬起 看起来像是喝茶 我四处望了望 见茶馆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个服务员 那服务员以为我和那人是一起的 抬了抬眼皮 看了我一眼 也都没说话 琢磨了一下 我朝着那人走了过去 一边走 我一边看着他 越发觉得这个背影很熟悉 好像是在哪见过 而且啊 还不止一次见过 快走到那人身边时 我悄悄地把手放在了黑脚刃的剑柄上 准备是随时动手 就在我马上要到达那人所坐的桌子旁 那人却忽然地回头盯着我看 我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 差点没咣当一声 将这黑脚刃啊给抽了出来 只是在看到这人的长相的时候 我却忍住了 不仅如此 心里还激动的不行 更是啊 忍不住的大喊了一声 怎么他娘那是你啊 哈 傻子 还那小爷是不是很激动啊 坐在茶馆里喝茶的不是别人 正是一直让我以为被人抓走的方向 此刻方向回头对我咧嘴笑着 脸上露出了招牌式的见像 而且他脸上的易容面具啊 也消失不见了 向来啊是被他给摘掉了 我将黑脚刃放了回去 连忙坐在方向旁边 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出现在了这里 方向的说辞和之前零点告诉我的差不多 说到逃走的时候 他叹了口气一说 哎 我和老江啊 都中了迷药 那迷药药性啊 不是一般的强 还没跑两步啊 我这就浑身无力 同岛发运 幸亏小爷 我运气好 碰到一辆 骑着三轮车的 浅破烂的老头 接着一头就是 扎进了那老头的垃圾车里面 也就是这样啊 才有幸躲过一前 说到这儿 方向有些心有余悸的吐了口气 最后他又说 早走以后啊 我想找个地方休息晚上 等着迷药的药性啊 过了之后 方才开始想办法联系你们 操蛋的是 小爷完全不知道你们跑哪去了 最后啊 机智的小爷啊 想到了咱们要去罗布泊 既然要去罗布泊的话 这罗布泊小镇啊 是唯一的路径 于是就提前跑到了 罗布泊小镇等你们 还真让我等着了 你说刺激吧 我心说这他娘的哪是刺激啊 分明就是玩心跳 那江伯呢 你有没有看到江伯呀 方向和林迪尔都没事 那就只剩下江伯了 方向摇了摇头说 我逃走以后啊 谁也连不去不上 就只能来这里等着你们 至于老江怎么样了 我也不知道 那老头啊 比我们谁都猴敬 应该是啊 能想到来这里 不过他要是逃走的话 肯定早来了 没理由找不到人啊 话到最后 方向的语气也有些不确定 我弹了过气心说 江伯比我们谁都聪明 陈佛啊 也比我们谁都深 方向都能来 罗布泊镇等我们 江伯没理由 想不到呀 不过他要是来的话 应该早就到了才对啊 毕竟我们在哈密 还耽误了一段时间啊 现在 见不到江伯的影 很有可能江伯 是凶多吉少了 方想喝了口茶 绕块话题问我 怎么样 准备什么时候进沙漠啊 小爷来时啊 听到什么圣女发怒 什么的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咱们先回宾馆休息晚上 等明天早晨啊 醒来 等不到这个江伯啊 再出发青山沫 我回答说 方想点了点头 跟着我出了茶楼 回到宾馆 我让老板多开一间房 老板估摸着啊 还没有醒酒 迷糊的看了我一眼 也没多问 直接啊 是递给我了一张房卡 接着 我又带着方想 去了灵点 和燕阳灵的房间 告诉他们 方想回来了 灵点没有多说什么 他一开始 对方想就有意见 单单恩了一声 就没有说话了 燕阳灵也是如此 在看到方想的时候 一直眯着眼 同样没有说话 我知道他们和方想 都合不来 深怕他们吵起来 就直接啊 让方想回去休息 我刚要离开 却被燕阳灵 给叫住了 燕阳灵 拧着没问我 你在哪里找到他 燕阳灵 指的是方想 我老是回答说 方想逃走后 没办法联系我们 但是却知道 我们要来罗布波镇 于是啊 就来到这里等我们 怎么了 那家伙有点不最近 燕阳灵说 我愣了一下 山下说 你 你是说 化了那家伙 他怎么可能不最近啊 我和那家伙不合 你们都知道 虽然不怎么吵 但我们俩 一直过意不去 平时就算是一眼 也不会看对方 可刚才那家伙 明显不是这样 一直呢 带着笑意啊 在望着我 燕阳灵谨慎的说 不管怎么样 小心点比较好 燕阳灵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有点道理 燕阳灵和方想 可所谓是真的不合 三言两语都能打得起来 怎么会给对方好脸算呢 刚才方想看到 燕阳灵的时候 非但没有表现出不爽 反而还带着笑意 盯着燕阳灵看 方想的性子我了解 这家伙桀骜不去 和他不对付的人 一般情况下 都不会拿正眼去瞧 无论对方有多厉害 都是如此 之前的姜伯啊 就是个例子 我想了一下说 我找个机会啊 试探一下他 看看啊 他是不是真的方向 燕阳灵恩了一声 没多说什么 离开燕阳灵的房间 我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折腾了一晚 我也有些累了 脱了衣服 倒在床上就休息 历日清晨 我们四个早起去镇子上吃了早餐 接着就准备在周围租几匹骆驼 用来行脚 罗布坡镇 临近沙漠 天气啊 比别的地区要炎热 我们走了没多久 就已经大汗淋漓了 看了看前面还有点路程 我趁机性试探的对方向说 罢了啊 你的小本门还在不在了 说不定有了证件 租骆驼更容易点呢 方向是警察 我说的小本门自然是 他的警察证件 方向愣了一下 从口袋里掏出证件 对我说 在这呢 不过应该不怎么管用 谁的娘的租骆驼 让警察站的 我见过方向的阵性 看他拿出来 和之前的一模一样 心里的疑虑啊 顿时就打笑了 我用眼神示意了一下 叶阳林 意思是说 你看 没错吧 那就是方向 叶阳林没说谎 我们继续去寻找 租骆驼的商人 溜达了一圈 我们算真的是 见识到了这里的人 对着沙漠圣女的 尊敬感 到底有多种 只要我们一开口说 今天就要进沙漠 本来还笑盈盈的商人 顿时就搭了 加拉林 想都不想 直接拒绝受不租 无论我们 加多少钱 都没辙 就是不租 说什么 这是对圣女的 不敬 呃 要是租给我们 他们的骆驼 以后进入沙漠 必要无疑 我算是服了一样 但这都是 没办法的事 这就是原则问题 人人都有原则 我的原则和底线 无论是谁 都不能伤害 我的双亲和朋友 而他们的底线 就是 圣女发怒时 就是不能 进入沙漠 就在我们准备 失望而归时 我忽然想到了 昨晚 吕舍老板 对我说的话 当即啊 就叫住了众人 说 我知道有个地方 能租骆驼 他肯定会走 叶阳林 有些好奇地看着我 零点儿问道 你都没来过这里 怎么会知道的 我昨晚 下楼和宾馆的老板 一起吃饭的时候 从他嘴里 掏出来的话 说着 我就带着众人 朝着小镇的北面走 找那个 叫黑爷的人 小镇 不是一般的大 我们走了 接近半个来小时 方才找到地方 那是一个 不算太大的 小院子 院子里面 此时 就只有六只骆驼 被拴在 大腿粗的木棍上 小院子里面 有个木门 看院子的情况啊 这木门 是可有可无的 因为这院子 根本 就不是用 砖头细成的 完全是 篱笆小院 出于礼貌 我们还是用手 轻轻地 敲了敲木门 木门被敲 想没多久 就有一个 勾搂着身子的老头 从屋里面 走了出来 那老头 穿着一身 单衣单裤 装扮朴实 又简单 只是啊 他暴露在外面的皮肤 却是 黑曲曲的 我估摸着 这个 老头黑爷的 名声啊 就是这么来的 实际上 常年在沙漠奔波的人 皮肤都很黑 多半是晒出来的 这老头年纪 有点大了 看起来和姜伯 差不多 不过姜伯 比他要显得年轻多了 不得不说的是 这老头虽然 年纪有点大了 但身子骨啊 还算是硬朗的 走起路来啊 呼呼声微 下盘吻得很 眼阳铃拉了拉我的衣服 小声的对我说 这老头不简单呢 哪里不简单 老头距离我们 还有一点距离 我也趁机的吻 眼阳铃撞 这老头走起路来 下盘吻得很 双腿也很扎实 而且年纪这么大了 身体还这么好 肯定练过 我没来得及搭话 那老头啊 来给我们 打开了门 他眯着眼 看着我们一眼问 有事啊 听到老头的口音啊 我心里一惊 心说这老头 绝对不是新疆本地人 因为他说的普通话很标准 比我们还要标准 我们四个人里面 艳阳铃是个木头 不爱说话 方向又浮责 说起话来又容易爆粗口 灵蒂尔这小牛更不用说了 面对黑爷肯定是不愿意说话 如此一来 搭话的重任啊 就在我身上了 我压下心底的疑问 笑呵呵的 从口袋里面摸出了一盒烟 递给了老头一只 问 您是黑爷吧 黑爷把我手里的烟是推了回去 来了一句 不公不守路 先说事 再给烟 嘿 这老头比我还有原则 我收回手 也不管完摸脚 单刀直入地说 我们啊 想租您几头骆驼 不知道您租不租啊 这女发怒这会儿租骆驼 外里来的呀 黑爷问 我点头尴尬的笑着说 我们几个醒家来旅游的 眼瞅着假期啊 就要到了 不进一趟沙漠 怪遗憾的 所以啊 想这个进去走一走 啊 我听外头人说呀 您老的骆驼 不管什么时候都租 不知道您老怎么想啊 黑爷眯着眼 想了一会儿 冲我招了招手说 哪只烟 听到这话 我心里一喜 心想 嘿 有高头 黑爷这人有原则 而且啊 原则还不是一般的想 毕竟无公不守路的话 他都说了出来 如今 他却主动伸手 跟我要一样 那就证明啊 骆驼这事儿 有些 我忙不连地把烟递上去 还用打火机啊 把他点燃 黑爷抽了口烟 说 你们几个人 就我们几个 我指了指 我们几个人说 走多久啊 黑爷又问 这也算是正常交易的范畴 的确该问 所以啊 我也没有起疑心 还是看向叶阳林 因为我不知道 我们在沙漠里待多久 燕阳林说 你 这话问的有点奇怪了 我们总不能刚进沙漠 就出来吧 身份证什么呢 都在你这压着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 再还给我们 不得不说 燕阳林这家伙说的话 还挺圆润的 一句话就把黑爷给堵死了 黑爷瞥了一眼 燕阳林 突然笑起来 租给你们没问题 租金也好说 但呢 我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啊 我问的 我家的骆驼脾气泡 而且还不认识路 你们要租我家的骆驼 就要把我带上 咱们一伙人 去这沙漠 黑爷捏着烟 吐了一口烟雾 继续说 老头子我没别的本事 附近沙漠地区 我都熟悉 有我跟着你们 也不用怕迷路 会遇到危险 听了黑爷的话 我们几个脸啊 顿时哒喇了下 我们去沙漠 并非是游玩 而是奔着神徒 背后的宝藏去的 如此一来的话 肯定是不能让 黑爷跟着我们 要不然的话 事情很容易败露 再者来说 刚才木头 也看出了 黑爷不简单 谁也不能肯定 这黑爷 会不会起什么 幺蛾子 我们要是不答应呢 我问了一下 黑爷丢掉烟头 摆了摆手说 哎 哪儿租 哪儿租去 别来烦我 老头 我跟你们去沙漠 主要是害怕 我骆驼 跑乱 他不知道回来的路 这意思很明显了 想要租骆驼呀 可以 必须把黑爷 一起带上 如若不然的话 那梁快朗 待着去 他是不会走的 燕阳灵 眯着眼 说了一句打扰了 就 拉着我 朝回走 黑爷也没有留我们 见我们离开了 当即就回了屋 那老头 他娘的八成有病嘛 做个骆驼啊 还整那么多事 小爷我晚上过来 把那骆驼 全部给宰了 方想吐了口唾沫 忍不住骂道 我没搭理他 问向燕阳灵 说 咋办 还做不做啊 我们不是去玩的 而是去寻找宝藏的 这种事情 不能牵扯其他人 就不牵扯其他人 燕阳灵 他那口气 谨慎地说 再找找看吧 实在不行 再回来找他就是了 这是 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们无奈 只好继续在 罗布坡镇寻找着 结果无一例外 一听说我们今天就要进沙漠 一群人顿时时大拉了脸 挥手捏我们 这期间啊 我找人问了一下 圣女发怒 一般情况下 多久会过去 谁知哪 人却告诉我们 这不一定啊 短则五六天 长则十天半个月也有 你们赶上好时候了 昨天圣女啊 刚发怒 你们就来了 我心说这人 点背的时候啊 他娘的喝凉水都塞牙 光了大半天 我们几个又饿又热 无奈之下 只好先回宾馆 吃点东西 接下下午去找 宾馆的老板 借我们回来 笑咪咪地问我们怎么样了 有没有找到骆驼 我沮丧地摇头说 没有找到 都不愿意租 实在不行的话 你们就去找黑爷得了 黑爷人不错呀 经常带着外地人去沙漠 而且啊 黑爷啊 对沙漠里的环境 比我们任何人都熟悉啊 所以你们呢 也没有必要担心什么呀 老板笑着对我说 我犹豫了一下 问 听口音 那个黑爷不像是本地人啊 啊不是 黑爷呀 是外地来的 三十多年前的时候 黑爷来到这里 那会儿啊 我们啊 还是十多岁的小崽子 这黑爷来到这之后啊 就在这里住下了 黑爷这人的脾气 虽然暴躁了点 但人啊 还是不错点 整个小镇子上 都知道黑爷的为人 老板说 我暗自点了点头 和木头 他们回到了房间 吃泡面和面包的时候 我提议说 这真不行的话 咱们还是去找 那个黑爷试试如何 不出事便罢 出了事啊 咱们几个就地干的 那么多人 还怕他一个 阿朗说的没错 咱们啊 都在这儿呢 他能伸出什么幺蛾子 方响复合我说 我咒着没 忘了一眼方响 没多说什么 灵地二爷说 他们当地人 说了 是女方怒啊 短则是七八天 藏则十天半个月 咱们在这儿等着 也不是个办法呀 说话 我们三个 都看向艳阳灵 艳阳灵现在 可以说是整个队伍的 主心骨 因为只有他知道 该怎么做 艳阳灵低头 沉吟了一会儿 实在没办法 只能这样 敲定主意 我们继续吃饭 吃完饭 我们没着急动声 而是啊 准备在房间里面 休息一会儿再去 毕竟 之前的天气 和这里的天气啊 落差太大 我们有点受不了 我不困 只是啊 有点热 站在这床库旁边 吹着风的时候 我心想 现在的方向 也回来了 就差江伯自己了 也不知道 江伯到底怎么样了 是逃走了 还是被抓了 江伯的本事 多厉害 我清楚 想要抓住他 肯定是没那么容易 当然 这只是在 没有迷药的情况下 有了迷药 就不是这么好说话的了 就这么想着 我忽然听到有人敲门 回身打开房门 我看到了方向站在门口 我愣了一下 问方向有没有事 方向摇了摇脑袋 笑嘻嘻的说没事 接着又说 闷了点 找你唠唠嗑 方向的性子 我了解 就是待不住 我也没有拒绝 笑着让他进来 进了房间 方向一直犹豫不决 欲言又止的 看起来 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我心里也觉得奇怪 以前的方向 可是大大咧咧 有啥说啥 这次是怎么回事 见他还是 时时不肯开口 我就说 霸拉 你有啥话 你就说 我记得你以前 可是口鼓遮拦的 有啥说啥的 这次怎么变成这样 方向咬了咬牙 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一样 他说 我觉得老江不最近 有问题 我一愣 说 江伯 现在在哪 我们不知道 怎么会有问题 霸拉 你难道没有感觉出来问题吗 咱们的行踪这么隐蔽 怎么好端端的被人跟踪的 听方向这么一说 我顿时不吭声了 这的确啊 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 我们自从开始 出发到现在 已经被跟踪了好几次 我们的行踪 肯定算得上是隐蔽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我想到了什么 咒着梅小声说 你是怀疑江伯 肯定是咱们队伍里面出了问题 要不然的话 那群人不可能找到我们 方向一口咬定 又说 还有个事 我一直没跟你说 一来是我觉得不可能 二来是我害怕你担心 但是啊 现在看来 这事啊 有必要让你知道呀 我心里涌出了 一股不祥的预感 让方向说出来听听 方向沉吟了一响 开口说 在哈密 我们感觉出 中了必要的时候 就打算分开逃跑 逃出去后啊 就和你迅速联系 我之前说过 因为我躲过了 一辆垃圾车里面 所以啊 才逃过一些 可是在垃圾车里面 我却看到了老乡 和抓我们的人混在了一起 不可能 我一瞪眼 立即站起身来 摇头说 你是不是看错了 或许是 江伯和他们在打斗呢 又或者是 江伯被他们抓走了 我心里 集成了一团 宁愿相信江伯 是被他们抓走了 也不愿意相信 江伯和他们混在一起 因为啊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江伯要是被抓走了 我心里会愧疚 但是啊 我肯定会想办法 把他救出来 无论如何 也要救出来 因为 我将江伯当做了朋友 我们曾经共患难 经历过生死 我不相信他会骗我 更不相信 他骗我这么长时间 哼 我还没瞎到你那种承诺 方响不屑的冷恨一声 接着又说 那天啊 虽然是晚上 但是啊 我的确看清楚 老江和他们混在一起 而且看情况 给我们下药 抓我们的人 应该是老江的手下 面对老江的时候 一直低着头 方响不会骗我 因为他没骗我的必要 也就是说 江伯有可能真的是骗了我 利用了我 至于他骗我的原因是什么 也不难猜 芭城啊 是想要夺走神徒背后的宝藏 既然要夺走宝藏 那他又为何对零点和方响下手呢 我想他应该知道 有零点和方响在 他的成功率啊 不高 所以 再找机会对他们两个下手 可谓是各个击破呀 到了最后 只剩下我和燕阳林 那样的话 他得手的成功率 就会大大增加 如此一说的话 江伯根本就没有抓走 我之前 对他的担心完全就是多余的 所谓是百密中有一书 江伯很有可能 没有想到方响和零点会逃走 保险几间他故意躲起来 不出来见我们 怕的就是 我们识破了他的诡计 可怕 太可怕了 我失魂落魄的跌坐在床上 只觉得脑海要炸了 鼻子更是酸得厉害 差点没委屈的哭了出来 我真心实意的对江伯 可到头来他却还是为了一个宝藏 和我翻脸 华山显 人心更显 冰霜薄 人心更薄 我越来越能了解到这两句话的心思 对于人心 我是真的怕了 人的心啊都是一样的 可里面装着的东西 出现的想法 却总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沙黛 你也别来问 方想叹了口气说 哎呀 有句话说的好 早痛不如晚痛 你现在知道这一切啊 最起码比你以后知道这一切啊 更好受的 华老 我还是不相信江伯会害你们 会骗我们 会利用我们 说到最后 我嗓音哽咽 几乎是要咆哮出来 方想拍了拍我的肩膀 一味伤长的说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这个世上啊 没有永恒的朋友 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啊 利益的永恒呢 的确是这样的 我把所有东西都记住了 却偏偏忽略掉了 江伯是那种为了目的 不择手段的心肠 哎呀 你先休一会儿吧 方想看出我心里不好受 说完就开门走出了房间 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 心里是一片冰凉 拿出一支烟点燃抽着的时候 我还琢磨着 到底是我太年轻了 才会被人一次又一次的骗着 被骗其实不见的都是坏事 也可能是一种成长 但是像我这样三天两头被骗的 还真不多见 说到底啊 还是我自己省 还是我自己心软 还是我自己总往好的方向去想 如果我和木头和方向一样 凡是考虑全面 或许啊 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抽了一支烟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 将心底的不甘和悲痛 强行压下 木头这时啊 正好是过来叫我 说是去找黑爷租骆驼 我没将江伯的事情告诉他们 这并非是信不过他们 而是觉得 没有说出来的必要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沙漠 到时候完全算得上是影视隔绝 对他们说啊 也没什么用 到了黑爷家门口 我再次硬着头皮 敲了敲黑爷家的木门 没多久 黑爷就从屋里面出来了 给我们打开门的时候 他有点不耐烦的说 还有什么事啊 我们考虑了一下 还是觉得您老啊 比我们见识多 你和我们一块儿啊 进沙漠 肯定是对我们 只有好处没有坏事 所以啊 这才重新来找您的 我现妹的笑着笑 从兜里啊 拿出了烟盒 掏出一支烟 递给一下黑爷 同时啊 还要给他点上 这一系列的动作 加上语气 可谓是十足的麻痹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啊 是有仇于人 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也没觉得 有什么不对劲 黑爷没接烟 对我摇头说抽不惯 接着又说 咋这样不就完了吗 回去等着吧 天黑之后再过来 到时候出发 为什么要天黑才出发 我愣了一下问 黑爷撇了我一眼说 白天沙漠天青 我把你们一群年轻人扛不住 所以就晚上出发了 我看了一眼燕阳灵 询问他的意思 燕阳灵摇头表示没问题 我这才跟着说 那行 那我们天黑之后再过来 黑爷恩了一声 没多说什么 重新回到了院子 我们也没多逗留 纷纷是回到了宾馆 到了宾馆以后 我们开始整理装备 看着还差点什么 一并在小镇上购买齐选 省得到了沙漠之后 再出现变故 收拾的差不多时 燕阳灵把我们叫了过去 接着从盒子里面 将冰雪渗帘给取了出来 递给我们说 去了它 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神奇啊 零点没有见过冰雪渗帘 此时啊 看到盒子中的 五个类似于冰晶一样的 冰雪渗帘 顿时是满脸的好奇 眼中带着星光 女人最无法抵抗的就是 水晶啊 钻戒啊 钻石啊 之类的东西 无论是多么真强好胜的女人 都一样 燕阳灵不吭声 没解释 我则说 啊 这就是啊 我们去天山找的东西 吃了这东西以后啊 就不会怕沙漠里面的酷暑了 说完 我就拿出一片冰雪渗帘 封入了嘴里 这东西看起来坚硬的很 其实啊 是入口即化的 化掉的冰雪渗帘 顺着我的喉咙 咽了下去 嗯 有种雪壁的味道 等着冰雪渗帘 彻底被我咽入胃里面 我忽然感觉到 身体里面一股凉气 传遍了我的全身 让我忍不住狠狠地打了个冷颤 感觉怎么样 燕阳灵问我 我打了个啊去 搓了搓手说 冷 太冷了 嗯 这就是冰雪渗帘的效果 燕阳灵点了点头 直接啊 把盒子给盖上 我傻眼了 抱着胳膊说 你们怎么不傻 现在还没进沙漠 吃下去有点早了 等进了沙漠再吃 燕阳灵说 我差点没他娘的 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感情啊 是拿老子去做实验的 我没这么做 因为我感觉自己冷得 有点受不了了 这种冷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冷 而是来自于身体的冷 就好比一块 永不融化的寒冰 被丢进了火汗 任凭火海 怎么燃烧吞噬 这块寒冰啊 就是不容缓 如今的我就是这块寒冰 而周围的空气 就是火海 实在扛不住之下 我直接钻进了被窝 捂了两层被子 如此一来 方才感觉好一些 躺在床上 我就琢磨着 这冰雪渗帘的神情 冰雪渗帘 是我收回三句话中的第一句 下一句是古国中的不服女士 按照我之前的猜测 这三句话的顺序 是有规律的 很有可能 得到了冰雪渗帘后 再找到不服女士 方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宝藏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走完了第一步 也就是天山中的冰雪渗帘 接下来 我想我们应该就要去寻找 古国中的不服女士 可是这蒙蒙沙漠 我们该去哪儿寻找古国 该去哪儿寻找这不服女士呢 古国我知道一点 据说罗布泊这个位置 几千年前有一个叫 楼兰古国的国家 国运八百多年 可最后啊 却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了 至今啊 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难不成 这纸条里的古国 指的是楼兰古国 我脑袋啊 有点大 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是什么原因 不知不觉中 我又想到了江波 心里是一阵的疼痛 和酸楚 完全是没有想到 江波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 到了晚上 我们几个换好了 成衣成裤 准备背上了装备 去找黑眼 晚上的罗布泊 比白天的气温要低一些 我算是倒霉头了 浑身冰凉 还时不时地打个喷嚏体 冷那不是一心半点 零点见我哆嗦着身子 冲我泡了个媚眼 娇笑着说 要不要本姑娘抱抱你 给你洗洗乱 我连忙摆手 说不需要 顶点儿切了一声 说我不知好歹 到了黑爷家 见我们 见到他家院子里的灯啊 还亮着 此刻的黑爷 正在忙碌着 给骆驼喂水喝 见我们来了 他抬了抬眼皮 对我们说 等一会儿吧 马上就能出发了 我们也不着急 看着黑爷给骆驼喂水 骆驼是当之无愧的沙漠之王者 喝足水的情况下 能够保持二十来天不饮水 更能一个多月啊 不吃东西 无论对谁而言 进入这沙漠 若是有一只骆驼的话 那肯定是事半功倍 黑爷给骆驼喂水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细节 骆驼的水喝的越多 这骆驼的这个驼风啊 就会变得越鼓 骆驼啊 这种动物啊 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是专门的调查过 都说骆驼的驼风 是中水用的 实则不然 骆驼在吃饱喝足后 驼风会逐渐变得鼓起来 不过里面啊 却不是水分 而是脂肪 在骆驼 饥渴难耐的时候 驼风中的脂肪 会被氧化 从而转化成水分 这也算是骆驼的保命手的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 神奇的动物植物啊 以及自然景观 实在是太多了 表面上看似 人类在主宰这个世界 可实则 一直主宰着这个世界的 则是普天之下 所有的物种 喂完水以后 黑爷进屋收拾了一下 出来的时候 换上了灰色的成衣成裤 头上还戴着一顶斗笠 看起来像是钓鱼的渔风 都收拾好了吧 黑爷望了我们一眼 我们再次检查了一下 确定无误 对着黑爷点了点头 说收拾好了 可以出发了 黑爷恩了一声 没有多说什么 我们一个人牵着一头骆驼 朝着院子外面走着 加上黑爷我们一共五个人 黑爷有六头骆驼 如今出发的话 要全部戴上 我们和黑爷不怎么熟 所以啊 也没有问 虽然现在天黑 但小镇啊 也有不少的人 这些人牵着 牵着两头骆驼 在前面打头的黑爷 一个个开始议论起来 他们都是本地人 都说的是方言 我们完全是 不明白他们在说啥 不过看他们的表情 应该是不难想象 估摸着在想 伸女发怒期间或许啊 也只有黑爷敢带人去沙漠了 朝着阵子的西北方 走了一段路口 房屋是越来越少 到最后逐渐是消失了 前面 不远处就是一望无比的戈壁滩 能走就走 走不动啊 再上骆驼 进入戈壁滩 黑爷牵着两头骆驼 走在了最前面 而我们啊 则是跟在后面 我四下望了望 发现身后的罗布坡正部之外 都是茫茫的戈壁滩 一点沙漠的影子都见不着 我快步的朝前走了一段路 和黑爷并肩后 笑着问 黑爷 咱们啊 啥时候能到沙漠呀 走得快啊 下半夜就能到 黑爷步子 稍微放慢了一点 从腰间掏出一根汗烟 在鞋底啊 磕了磕 取出了一点烟草 塞了尽力 点燃嘛 就巴搭巴搭地抽了起来 汗烟这玩意儿啊 已经 现在是没多少人抽了 绝大多数人都是啊 抽买来的香烟 姑妈长 也就黑爷 现在还抽这玩意儿了 我有点无奈 忍不住嘀咕了一声说 这么远的距离 开车多好 开车 黑爷冷笑了两声说 到了沙漠咋整啊 你能把车开到沙漠去啊 说到这 黑爷拍了拍骆驼 又说 要进沙漠呀 没有骆驼是不成事的 黑爷说的话 不是没有道理 进了沙漠之后 还得要靠骆驼 车子根本就不管用 所以啊 我也没有吭声 继续朝鲜走着 我找机会问了一下 艳阳灵 我们进了沙漠要去哪里 怎么样 才能找到 神徒背后隐藏的宝藏 艳阳灵 咪着眼说 宝藏就在罗布泊地区内 至于在哪个位置 我就不清楚了 哎呦 我傻眼了 听说这他娘的不是扯淡的吗 罗布泊这么大 我们找到什么时候呀 啊 而且这罗布泊啊 还异常的诡异 能不能活着找到宝藏 还是个问题 你竟然是被神徒选中的人啊 也就是经得住我神徒考验的人 放心吧 宝藏肯定会找到的 艳阳灵拍了拍我的肩膀 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我有种被耍的感觉 神徒的神奇我知道 但我是不相信神徒 能够在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情况下 让我们莫名其妙地 走到宝藏的所在地 要是真的这样的话 干脆把宝藏移过来都好呀 审得我们跑嘴了 话虽这么说呀 但还是得老老实实地赶路 在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 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就像是星徒啊 被堵住了一块大石头是一样 有着一种强烈的窒息感 我知道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无助 对于戈壁滩的无助 我们一行人 跟着黑爷在戈壁滩上行走着 累了就上骆驼歇会 饿了就随便吃点干粮 垫不垫不肚子 终于在下半夜一点多钟的时候 就看见了前方不远的沙漠 因为晚上的缘故啊 我也看不清楚 前面是什么样子的 只能隐隐约约 看到一根大约啊 二十来米高的旗帜 插在空中四翼的飞舞的 我想到了来之前 宾馆老板说的话 圣女发怒的判断 来源于沙漠边缘的旗帜 他们也就是根据那根旗帜来判断 沙漠的风向和状况的 由此以来 解释圣女是否发怒 看到旗帜 也就代表着 沙漠快要到了 前面的黑爷吆喝一声 抽打了两下骆驼 接着对我们大声喊 二点走 前面啊 就是沙漠了 再往前走 脚下就已经是不少浅浅的沙子了 虽是如此啊 但周围是零零散散的 还是有一些灌木 等着我们走到了沙漠边缘的时候 脚下的沙子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前面的黑爷 缓慢地放下脚步 我们啊 也跟着是停下来了 前面黑压压的一片的沙漠 犹如是沙海一样 根本是看不到头 沙漠中会时不时地 掀起一阵的热风 将地上的沙子 尽数地掀起 等着风速变小后 那些沙子又尽数地落了下来 因为没有来过沙漠的缘故 我对沙漠既兴奋又恐惧 第一次来沙漠 自然是兴奋的 恐惧的是 这沙漠隐藏着什么 谁也不知道 特别是在这罗布泊境内 关于罗布泊 有的人啊 很了解 有的人则是不怎么了解 在罗布泊镇的时候 我也听到过不少关于罗布泊 诡异的传言 相比之下 当地人所知道 所了解的内容啊 比外面谣传的 要真实许多 众所周知 几件发生在罗布泊境内的 诡异知识 有很多 比如啊 某位著名的科学家 在考察罗布泊的时候 无怨无故地失踪了 据说 当时军队派了不知道多少人 对罗布泊进行地毯式的搜查 可啊 就是没有找到那名科学家 也不知道 是死是活 当然 到了现在 肯定是必死无疑 即使他失踪时没有死 那么长时间过去了 也该老死于沙漠之中 我当过兵 对于这种无私奉献的科学家 也是敬佩得很 可无奈于自然界的力量 实在是太过庞大 神秘 人类根本是无法改变一些什么 除此之外 还有人说 罗布泊内存在着一股神秘的力量 这股力量来源于地底 说是 这种力量 一直在左右着罗布泊地区 能够让罗布泊内的活物或者是死物 调换位置 这是我从罗布泊小镇上听来的 这也不算是传闻 因为曾经有一行地质勘探队 进入罗布泊勘测地质问题 那对勘探员是从罗布泊的东面 进入其中 不巧的是 半路中这对人马遇到了沙尘暴 因为毫无防备的缘故 队员基本上被狂风给吹翻在沙漠之中 等他们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身处在罗布泊的西部 也就是说 一场沙尘暴 让这群人调转了位置 说是被沙尘暴 从东面吹到了西面 显然不可能 如果真的有那么大的沙尘暴 那行队伍中的人 根本就没办法活着回来 唯一能够解释这一切的说法 或许只有一个 那就是罗布泊真的存在着 吊坏活物 以及死屋未知的能量 这些传闻的真假性 我没必要去追究 因为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进去 神徒背后隐藏着宝藏物 就藏在罗布泊内 而如今 我们除了进入之外 没有任何的选择 所以就算是前面 有刀山火海 我们也得硬着头皮朝上走 黑爷 白手让我们停下来 接着 他把嘴巴里的汗烟拿下来 磕了磕 重新插住腰间 继而 他顺手把腰间插着的一根木棍 取了出来 那根木棍 婴儿手臂般醋 半米不到的长度 也不知道是用来干啥的 黑爷朝沙漠里面走了几步 停下脚步时 他把手里的木棍插入了前面的沙漠之中 紧接着就不动了 我们对视一眼 皆是不明白 这老头在搞什么鬼 大约一分多钟的时间 奇怪的景象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那个木棍一直插在黑爷阵前方 可是一分钟后 我惊讶地发现 那个木棍 竟然出现在了黑爷的右边 黑爷是一动没动 这一点 我可以肯定 因为 我好奇他干嘛 所以一直盯着他看 也就是说 动的不是黑爷 而是木棍 不对 确切地说 应该是木棍下的沙漠 我忽然想到了 流动沙漠 心说罗布泊里面的沙漠 难道也是流动性的 流动性沙漠的确有 不过 我想罗布泊的沙漠 应该不是流动性沙漠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塔里木盆地 不过 并非是塔里木盆地的中央地段 而是处于 塔里木盆地 海拔最低的东部 也就是罗布泊 在塔里木盆地的中央位置 有一片大沙漠 也就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叫塔克拉玛干沙漠 罗布泊和塔克拉玛干 一个在东 一个在中 应该扯不上关系才能 既然这样 那这片沙漠 为什么会动呢 黑夜抽出木棍 回头对我们说 问题 不算太大 现在可以进沙漠 你们还有啥事儿吧 雁阳林摇头 表示没有 方向和零点 均是摇了摇头 我则尴尬地说 我有点内疾 撒不尿要怎样 来的时候 我吃了冰雪善莲 而且还喝了不少水 走了大半夜 我有点急了 等到了沙漠以后 茫茫沙漠 无边无几 那时候再撒尿 该有多尴尬呀 这里有棺木 躲在后面 撒一泡尿 比在沙漠里要强啊 黑夜说 有尿就撒 完事儿上落 我没再废话 把拴着骆驼的绳子 递给了木头后 就跑到了 大约十五米开外的 灌木后面 准备解开手 撒尿 尿到一半的时候 我忽然感觉到 口袋一阵 这一阵不知道怎么样 连着我的大腿啊 也跟着颤了一下 我愣了一下 接着 立刻想到了 我手机里 有手机 我马上尿完了 把裤子提上后 拿出口袋里的 诺基亚 看了一眼 不得不说 诺基亚性能就是强 就刚才那一阵啊 要是把手机 放在桌子上 它自个儿都能掉下来 来电显示上是一串号码 看号弹 像是我们市里的电话 我有点不明白 谁会给我打电话 毕竟知道 我这手机号码的人不多呀 犹豫了一下 我还是接了 不过 却没吭声 等着对面说话 阿朗 是你吗 听到声音 我先是一震了 接着 立刻就破口大骂 江伯 你个老王不带 竟然还有脸 给我打电话 打来电话的是江伯 我满腔的愤怒啊 如今听到他声音 怎么能不气啊 其次 我还认为江伯来电话 很有可能是试探我的 看我 到底知不知道他的底气 江伯好像被我妈蒙逼了 他愣了好一会儿 方才说 你小子 怎么了 平气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暴躁 江伯说 你个老王不带 别跟我装犊子 老子已经知道 你是什么人了 从此以后 我跟你恩断一决 别他娘的 给老子打电话了 这次 我是真的急眼了 再也不叫江伯了 直接是连名待姓的 称呼他 去影视古城 过老人牧师 我知道江伯名字 叫江天树 当时觉得 这名字还挺洋气的 不过 我还是习惯叫他江伯 由此可见 我对他 有多么的重要 可这老不死的呢 却一次又一次的利用我 骗我 他娘的 还真的把我当成傻妈了 江伯这会儿 也察觉出不对劲了 他低沉着声音说 阿朗 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呀 见他这么说 我更加能够肯定 这老头一直在骗我 我冷笑着说 哼 是 怎么着吧 还打算把我当傻子一样骗 江伯说 咱摸着良心说 我灵囊 对你怎么样 什么时候坑过你 可而你倒好 一次又一次的跟骗我 当初老子就是瞎了眼 让你跟着一块儿去 饮食古城 老子是争后悔 当初没把你杀了 江伯语气 严肃又谨慎的对我说 阿朗 你先别冲动 咱们把话说开 你说 我听着 我倒要看看你 说出个什么话来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从兜里摸出了烟 点燃抽了起来 也不准备走了 决定彻底和江伯 断绝关系 江伯说 首先 我没骗你 也没坑你 我不知道你 听谁说了什么 也不知道 你是怎么想的 你可以换个 想法思考问题 我为什么要坑你 我跟你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你不就是想要 神徒背后隐藏的宝藏吗 我说 江伯气笑了 说 你真他娘的傻呀 神徒背后隐藏着什么 我连根毛都不知道 我正要打魔术神徒的主意 为什么总是偏偏盯着神徒 而不去找魔术呢 我又不是不知道魔术在哪啊 我没吭声 江伯继续说 再有 老子他娘的真的想要得到神徒 你觉得你有能力抵抗吗 你就不想知道 我哪里得到你的手机号 这么一说 我立即好奇起来了 江伯虽然知道我换手机 但是却不知道我的手机号 你可别忘了 小鸡和长生还在我那儿待着呢 你什么人 我知道 我想要神徒 完全可以用他们俩威胁你 我不怕你不就范 可我这么做了吗 你给老子说说啊 我这么做了吗 江伯自自诛心 我被他说的是一脸懵逼啊 我给蓝小七和长生打过电话 他们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也就是说 江伯很有可能从蓝小七那里 得到了我的手机号的 蓝小七他们知道 江伯躲在哪里 江伯真的想要魔术神徒的话 事情败露后 他肯定会另想其他的办法 蓝小七和长生就是很好的选择 可他却没有这么做 这一点我想不明白了 我皱着没问 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真他娘的不是一般的傻样 江伯怒了 隔着电话 我都能感觉到他的怒气 说真的 我觉得我要是在江伯旁边 他肯定会大耳刮的呼我 接着江伯又说 我要真的想得到什么东西 还会跟你废话那么多 还会跟你说这么多 你的娘的脑子不会转个弯吗 我要真的有目的 不早就用小七和长生威胁你了吗 我被江伯说得一愣一愣 心里开始琢磨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方向说 很有可能是江伯串通了其他人 对他们展开了攻击 因为方向亲眼看到了江伯 给方向下药的人站在一起 可是如今听到了江伯的话 我又感觉到有点不切实际 如果江伯真的有目的 那他完全可以用小七和长生威胁我们 没必要搞这么多花招呀 事情都败落了 再隐藏下去 有什么结果呢 想到这里 我觉得方向很有可能 看走眼了 江伯和他们不是一会儿的 很有可能江伯再和他们纠缠 保险起见 我还是小心翼翼地问道 难道不是你指示人 给方向和零点下腰的啊 谁跟你说的这事 江伯明显愣了一下 接着又说 我和你 在一块儿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的确有点钱 但也指使不动手里拿枪的人 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手里拿枪 我也跟着一了 想不到抓方向他们 那伙人手里还有枪 江伯 江伯 你真的没打算坑骗我啊 我还是不放心 江伯气笑了 他说 哎呦 哎呦 我都一把年纪了 还能遮探多久啊 老子就是看你这小子 心实诚 顺眼 所以啊 才打算帮你的 老子要是知道 你小子那么傻 思野懒得搭理 你是真傻 傻出了个性啊 傻出了风格 傻出了逼格 我被说懵逼了呀 连忙 那到底一切是怎么回事啊 方向跟我说 看到你叛变了 所以我才对你恨之入骨呀 方向 你说那个比女人还女人的小子 江伯急着问道 我点头说 是啊 就是他告诉我的这一切啊 你的娘子又被骗了 江伯大骂一声 接着吼道 那伙人 根本就不是为了魔术神徒来的 而是为了方向那小子来的 什么 为了方向来的 我愣在原地不说话 这时啊 我听到远方 传来方向的声音 问我姐姐完没有 都快五分钟了 我回了一句马上 接着又再说大号 等会儿就好了 江伯也通过电话 听到了方向的声音 他大声地在电话里问我 方向那小子 怎么和你在一块儿 他走走以后 一直在罗布泊镇等我们 我们到了罗布泊镇 就和他会合了 怎么了 有问题吗 我说 江伯那边 传来啪的一声 听起来啊 像是在拍额头 他接着说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在宾馆 等你的时候啊 被人吓了用 那丫头骗子啊 先回过神来 他告诉了我们之后 我提出分头走 逃出去 几个是几个 然后再想办法 和你们会合 可是等我们逃走之后 我才发现大伙人啊 根本不是为了我们来的 我们三个人分开逃 他谁也不抓 只为抓方向那小子 然后呢 我隐隐地觉得 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江伯又说 查案全书这一点啊 我就觉得有猫腻 就悄悄地跟上了他们 一来是看看是怎么回事 二来是想趁机 救下那小子 不过啊 那民药估计是 加了点别的东西 这药性太强 吸了一口啊 就扛不住 方向那小子和我差不多 跑出去没多远 就晕倒在地上 我跟在他们后面 见他们扛走方向就跑 我中了药 浑身武力 没能耐跟他们干 只能强撑着跟着他们 一直到了市里才结束啊 也就是说 方向被抓走了 我这边的方向 不知真假 我大惊失手 声音有点颤抖起来 江伯说 方向被抓走了 是肯定无疑的 因为我一直在跟踪他们 至于你那边的方向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但我敢肯定 他不是你之前认识的方向 那 那我该怎么办啊 我顿时急了 同时啊 心里也震惊起来 真正的方向被抓走 我眼前的方向是假的 这他娘的怎么可能啊 我眼前的方向 无论是长相 声音习惯 都和之前的方向是一模一样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唯一能够解释的是 江伯在说话 可他说话有理由吗 他为什么说话 为什么骗我 完全没理由啊 真的 我感觉到脑袋大了一圈 真想学骆驼 一头扎在沙漠里面 啥都不行 江伯沉吟了一会儿说 这次啊 我恐怕不能跟你们去寻找宝藏了 我要留在市里面 调查方向的事情 同时啊 也看出 蓝小姬和长盛 以免啊 被人暗算 那个假方向 既然冒充 那肯定是有力所图 他现在 可能不清楚 你已经发现了他们 你听我的 先不要揭露他 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不过你一定要防着点他 以免啊 被人偷袭 我恩了一声 心说 目前也只能这样 无论江伯是否在骗我 我觉得都有必要说 一句让他小心点 江伯 有空的时候 你去快递店看看 那群人要是罢工就完蛋了 我趁机提了一句 江伯说让我放心 市区里面的事情啊 不要我操心 专心找宝尚 回来之后啊 你就能笑傲江湖了 我心说 茫茫沙漠 谁他娘的知道宝藏在哪啊 估摸着还没找到 就饿死累死了 或者说 罗布泊的诡异力量 给折磨死了 最后 江伯说了句保持联系后 我们就挂到了电话 我也没有继续留下去 从地上站起身 拍了拍屁股 就从灌木 回到了沙漠边缘 黑爷撇了我一眼说 你这不尿 可是真够多的 尿着尿着就想拉了 蹲在那儿解决了一啥 我笑着说 林迪尔玉手捏着鼻子 鄙夷地望了我一眼 你有手指吗 别没擦就出来了 肯定有啊 我说了一句 就插开话题 说赶紧出发吧 都耽误了这么长时间了 黑爷从包里面 拿出一根绳子 递给我们上 现在这是风气 沙漠里的沙子会流动 你们骑上骆驼 拉住绳子 跟着我走 以免走错了方向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黑爷常年行走在沙漠 对于位置的辨别 比指南针还好使 我们拿着绳子 不至于跟丢 说吧 我们啊 便是将绳子 挨搁地传递下去 林迪尔在最前面 其后是木头 我在木头的后面 最后是方向 说起方向啊 我心里一直在想 方向和江伯说的 到底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呀 没错 我现在还是有点怀疑江伯 不是别的 就是因为我被骗怕了 这他娘的一次又一次 全当我是傻大 谁来都能够糊弄我 我是真的受够了 其实我心里有个办法 能够证明方向的真假 方向后背的触目 惊心的伤口 我是历历在目 只要找机会 看一下方向的后背 是否有伤口 我就能够证明 方向是否是真的 显然 现在是不可能 我让方向脱衣服的话 只会打草惊蛇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见我们准备好了 黑爷也不再废话 当即就骑着骆驼 朝着沙漠中行去 我们几个拽住绳子 紧紧地跟在黑爷后面 进了沙漠 我才发现 沙漠根本没有 我想的那么简单 刚进沙漠 还感觉不出什么 等着朝里面 走了一段路程 我才觉得 沙漠的恐怖 呼呼的风声 像是沙漠的怒吼 宛若是在驱赶 我们的到来 风尘席卷着细沙 劈天盖地地 朝我们砸了 就像是雨水一样 不过 这比雨水还要可怕 因为沙子精的 眼睛嘴巴鼻子里 会异常的难受 无奈之下 我只好戴上了 防风眼镜 接着 又把蒙脸的黑布 细在了鼻子上面 如此一来 方才好了许多 要是如此啊 我还是不能开口说话 一来是距离远古 二来 开口的话 嘴里很容易 被灌进沙子 就这么 我们几个在沙漠里 闷头前行 期间 谁也没跟谁交流 像极了 古时候的驼队 我心里一直琢磨着 方晓和江伯的事情 走的时候 也没感觉出什么 按照江伯所说的 那伙人并非是为了来找我 也不是为了 来找魔术神徒的 而是来找方晓的 他们为什么要找方晓 我有一个猜测 他们可能是想得到 方晓身上的鲜血 因为方晓身上 只有这一个宝贝 要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后面的方晓 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群人的目的 要真的是方晓的话 那也没必要安排 一个假方晓 在我身边了 当然了 也并非是无解 至少有一种说法 能够说得过去 就是那伙人啊 有野心 而且野心 还不是一般的大 他们不光 想要方晓的鲜血 还想要 神徒背后的宝藏 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江伯说他们 那行人有枪 有枪的话 很有可能 不是江湖中人 枪着玩意儿 对江湖中人来说 并没有什么卵用 确切地说 江湖中人 都是一些怪人 个个都是身怀绝技 隐识不出 有的啊 可能生活在人群里面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有的可能是 归影山林 直到有大事发生时 他们才出来 魔术神徒的 魂空出世 肯定是大事啊 这一下 不知道 炸出来 多少个 江湖人 他们都是 慕名而来 我觉得 无论最后 谁得到了 魔术神徒 他们都想看看 这两件东西 到底有什么 江湖人的定义 在我眼里 是这样 他们对枪 或许 没啥概念 也或许 是不屑使用这 更或许 是搞不到 所以 我才肯定 这行人 百分之八十 不是江湖人 再有就是 江湖人出现 为的是 魔术神徒 没理由 去招方向 就在 我想得出神时 忽然感觉 身后 传出一阵大力 这股力量 差点没把我 直接给先飞出去 耳边呼呼的 风声越来越大 我脸上 蒙着的面罩 也是被吹得 肆意的飞舞 我连忙是抓住 骆驼庵 奋力地抵抗住 身后传来的狂风 在此刻 无数黄沙被吹起 我眼前的景象 越来越模糊 只能隐隐约约间 看到几个人影 而这几个人影 就是前面的黑眼 以及木头 他们几个 狂风吹得 我有种窒息感 我回头望了一下 想看看 方响怎么样 可是一回头 我却愣住了 后方只有一头骆驼 方响是直接 消失在骆驼上 方响在队伍的最后 绳子 到他那头 也就到头了 所以 他掉下骆驼 我们也没感觉 此时 骆驼上 不见方响 我立即是 看着地面 无奈 与黄沙 掀起 满天昏暗 外加上 现在是凌晨 我已经 很难看得 清楚人影 我指住 骆驼的前行 把绳子 缠绕 几圈在手臂上 接着 抵抗着狂风 在腰间 摸索出 找到了手电 打开手电 我朝着后面 照射而去 这一刻 我是真的知道 沙漠的恐怖了 为了防止 有狂风来时 我们特地 买了强光手电 可是这会儿 一般情况下 照射几十米 不成问题的 强光手电 已经完全失去了 作用 只能 让我隐隐约约 看清楚 五米以内的东西 我仔细 看了很长 一段时间 终于 在我后面 五六米的距离 见到了 爬在沙漠中 正用力 爬起身子的方向 幸亏我发现了早 要是再走出去 一段路 我是真的 找不到方向的影子 我咬着牙 心里琢磨着 到底要不要去 救方向 救了他 如果是假的 我就倒大霉了 如果是真的 我恰巧没秀 我会后悔一辈子 全魂之下 我一跺脚 心说 去得娘的 救人要紧 我一手牢牢地 抓住绳子 双脚用力 跳下骆驼 接着 我使劲地 拽了拽绳子 以此来 提醒前面的几个人 我这边 出了变故 然后 我就奋力地 朝着方向 那边走去 五六米的距离 我硬是走了 三五分钟 才走到地方 没办法呀 我是逆风而行 全身力气 都用在了 走到这里 而且 狂风还不是 一般的大 我能过来 已经算是 庆幸了 只有片刻 方向的身子 便被 黄沙埋住 不过 他应该是 没多大事 因为他还 奋力地 想要站起身 我快速地 挪动着步子 身子 已经四十五度 爬了下去 不过 没有摔倒 依然是直立着 完全是 狂风的缘故 我是一把 抓住了 方向的手 接着就用力 把它朝上一拉 方向一愣 抬头看到 是我一脸的惊讶 我不知道 他这惊讶 从何而来 方向 刚想用力 爬起来 就被 狂风吹倒在地 根本是 起不来了 我真是 小看了 这风力 我敢肯定 放在这一棵树啊 都能被这风 给吹蛇 琢磨了一下 我把后背 背着的黑脚刃 给抽了出来 递给方向 示意他 抓住 黑脚刃 站起身 方向 领会了 我的意思 拿起黑脚刃 是 才勉强地 站起身子 这时 我 感觉手中 抓紧的身子 稍微有些松了 回头 用手电 照射而去 见到黑爷 以及燕阳林 0.3人 又重新的折返回来 大伙这会儿 都不能说话 因为一张嘴 铁定是被灌的 一嘴沙子 燕阳林 冲我打了个手势 示意我们 赶紧地上骆驼 上了骆驼 才是安全的 我开始有点庆幸 没开车来了 车子 是没办法 在沙漠中 前行不说 真要是进来 估摸着 这风也能 把这车给吹倒 骆驼和车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骆驼 是当之无愧的 沙漠王者 对于这狂风 根本不惧 方向是抓住 黑脚刃 我靠着被木头 拉紧绷的绳子 稳固身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方才重新上了骆驼 黑暗中 黑爷靠近我们 众我们一百舍 示意我们 继续前行 现在这种情况 越往前走 越安全 停下来的话 稍微不注意 就会被吹落骆驼 到那个时候 还没等爬起来 估计就被 黄沙给掩埋了 众人都知道 这个道理 所以也都没有反对 紧紧地拉着绳子 继续跟着 黑爷朝前行 走了大约 三十来分钟的时间 我感觉狂风 稍微小了点 这才摘下面罩 吐出了一口黄色的口水 忽吃忽吃地吸了好几口氧气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表 已经是差不多凌晨四点多钟了 也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 这时我忽然感觉到 手里的绳子一紧 下意识地回头去看 看到风想朝我 微微地摆了摆手 接着就把黑脚刃 给我抛了过来 我接住黑脚刃插在背后 风想地骂声传来了 他娘呢 点儿背了点儿 风来得太突然了 一个不注意啊 就被吹下去 这次啊 还多亏了少带 要不然小爷啊 就死在这沙漠里头了 哼 你这说的啥话呀 咱俩是兄弟 我笑着接了一句 心里则琢磨着 到底该怎么样验证方向身份 到底是真是假 方向哈哈地笑了两声 没敢继续说话 估计是害怕被沙子呛了口 跟着黑爷又走了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见到空中 隐约间 泛起了鱼肚白 看来用不了多久 就会出现太阳 大伙走了一晚上 现在是又累又渴 嘴巴都发干 就连说话都有点困难 我拽了拽手里的绳子 冲着前面的黑爷 大喊了一句 黑爷 要不咱们先休息休息吧 大伙都累了 黑爷冲我们白了白手 这意思是 示意我们稍安勿赠 接着不吭声 也不停下继续走 我心想这他娘子 算啥事啊 我们来沙漠的目的 又不是跟着老头乱走啊 也不知道这老头 要把我们带哪儿去 实在是受不了 我从身上拿出水壶 小心翼翼地喝了口水 这才感觉好一点 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着两个水壶 以及一个水袋 怕的就是万一走散了 没水喝 此时沙漠中的狂风 还在刮着 不过比这之前的势头啊 要小了许多 虽然黄沙飞舞 但却不阻碍我们的视线 勉强知晓 倒也能开口说话 饶是如此啊 我们还是没有多交流 一来是说多了口渴 二来是张嘴时间长了 很容易封杀 进嘴里 到时候 还得用漱口来解决 一样是浪费水 在沙漠里 水可是异常宝贵的东西 恨不得一滴都不能浪费 越往前走 我越能理解小镇上的人 为什么不在圣女发怒的时候 进沙漠了 这他娘的简直是玩命啊 又往前走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天空已经完全亮了起来 沙漠中的景色 又被我们看在了眼里 其实啊 根本没什么好说的 茫茫的大沙漠里 除了沙子 还是沙子 唯一有趣的是 这沙子一行行的呈现着 海水波浪的形式 看起来啊 是比较有趣的 也仅仅如此 再走了一会儿 我忽然的看到前面不远处 有不少翘起来的巨石 那巨石距离我们不算太远 几乎啊 也就一百来米的距离 黑夜似乎是奔着那巨石来的 路线不改 一直朝着巨石的方向前行 我隐约间懂了 刚才我问黑夜 要不要停下来休息 黑夜白手让我们继续走 很有可能是 想等到了这几块巨石旁边 再停下来 如此一来的话 可以抵挡住风霜 果不其然 到了巨石旁边 黑夜首先是跳下骆驼 接着就让我们下来 躲到巨石后面 休息片刻 我们几个跟着黑夜 跳下了骆驼 牵着骆驼 朝着巨石走去 巨石的样子颇为古怪 上面有岁月留下的痕迹 想来年头已久 更奇怪的是 这巨石的造型和搭建风格 竟然有些类似于房子的样子 其中五块巨石倒在了一起 里面正好有一大片很大的空间 我们几个将骆驼安防好之后 就进了巨石之中 在这里也用不着 害怕巨石会突然坍塌 这么强烈的风都没有吹到 我们的点儿有多倍才能遇到这事 到了巨石里 我们把身上的外套脱掉 兜兜之下无数的黄沙掉了下来 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吧 黑爷从自己带来的包里 掏出了不少的干草 走到外面 喂给了跑了一夜的骆驼 我们是又累又饿 听黑爷说能吃东西 当下就从包里面取出来干粮 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一边休息一边吃 黑爷喂完骆驼回来 坐在我们身边也不吭声 从自己包里面取出了几张饼吃着 那饼看起来很硬 黑爷吃起来有些费劲 眉头是一直皱着 我于心不忍 从包里面拿出一罐罐头 又拿出了一点面包和火腿肠 递给了黑爷说 黑爷你吃这个 这个好吃点 黑爷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接了过来开始吃 估摸着我留给黑爷的印象不错 黑爷也不像之前那么沉默了 一边吃着东西 他一边对我们说 这个地方算是御风港 有不少和你们一样 好起来罗布泊的人 在斜角的时候都躲在这里面 你们先吃东西 吃完睡一觉 咱们就回去 听说回去 我顿时一乐 忘了艳阳灵异 接着对黑爷说 黑爷咱们不能回去 继续朝前走 你们还要继续走 黑爷震了一下 望着我们 我说当然了 都走到这地方了 再回去 得多吃亏啊 黑爷说 别怪我 没提醒你们啊 前面的路 可不比之前好走 你们 要是来沙漠玩的 见识见识 什么样就行了 没必要继续走 吃完东西睡一觉 就得回去了 我估计黑爷 没少这么打发人 说起来还挺顺流的 也可能 有不少人 见识完这里的恐怖之后 就离开了 可我们跟他们 完全不一样啊 我们要找宝藏 不是来玩的 于是 我就笑着说 嘿呀 我们几个 都是爱冒险的人 来这里 再回去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您老啊 继续带着我们走就行了 钱啊 不会差你的 黑爷 眯着眼说 罗布泊 可不是别的沙漠一样啊 咱们现在 还没彻底到罗布泊 顶多算是边缘 越往前走 凶险就越多 你们确定要走 我们对视一眼 皆是肯定的点头说 确定要走 见我们坚持 黑爷也无话可说了 叹了叹手说 继续走行 不过接下来的路程 你们就得听我的了 要不然出了点事 我也能辞其咎 当然了 您老就是沙漠里的王者 我们属于门外汉 肯定是要听你的 我敷衍着说 黑爷恩了一声 没再说话 点头吃起了东西 吃完饭 黑爷告诉我们说 要继续走的话 就得想办法躲过沙漠的酷暑 走了一夜也累了 先睡一觉 等着下午一两点的时候 再出发 我们有冰雪深连 对于炎热部怎么害怕 但是为了避免怀疑 我们还是听了黑爷的话 接着就开始搭帐篷 铺睡袋 我把帐篷搭在了巨石的角落里 稳固帐篷的时候 我忽然感觉脚下的黄沙有些硬 顺手就在里面一掏 等我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 整个人啊都傻了 我手里是一根白骨 看着手里的那根白骨时 我只真的差点啊 没被吓得大叫出来 这倒不是因为我胆小 而是这好端端的从黄沙里面 掏出根白骨算什么回事啊 强行镇定下来 我四处看了看 见黑爷此时没在巨石下 想来啊应该是出去了 于是我就开始观察起手里的这根白骨 这根白骨大约是四十厘米的长度 至于是野兽的骨骼 还是人类的骨骼就不清楚了 不过仔细看起来 我忽然发现这根白骨有点眼熟 没多久我就想到 之前去影视古城 我们经历过的生人骨 生人骨中的白骨藏扬法 就是用人类的骨骼搭建起来的 当时方向与那具骨骼纠缠的时候 那具骨骼啊被我看了个遍 如今在看手里的这根白骨 我觉得这根白骨不是野兽的骨骼 而是人类的 至于是人类的哪个部位的 我猜测可能是颈骨 这颈骨啊 是人类小腿双骨中的其中一骨 另外一骨叫做肥骨 成人的颈骨 大约是有着三五十厘米 或者是四十多厘米左右 这和我手里的这根白骨 很符合 想到这儿 我连忙将木头它们叫了过来 在看到我手里的白骨时 它们几个皆是一愣 接着问我这骨骼是在哪发现的 我指了指脚下的黄沙说 从黄沙中掏出来的 说完我察觉出一些不对 这既然是人类骨骼的话 那黄沙底下就不可能只有一根骨骼 也就是说下面可能埋葬着更多的骨骼 或许曾经有人丧名于此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不过是罗布泊边缘地段 就算是有人进来在这里歇脚 也没有可能会死在这里 除非 有人害这个人 亦或者说是 这个人是可死的 可死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太大 从罗布泊边缘到这里 不过是六七个小时的路程 这段路不至于可死人 除去这个不说 那就只剩下被人害死的了 眼阳灵沉吟了一下说 别管那么多了 我们是来找东西的 不是来多管闲事的 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等到下午还要继续赶路 我恩了一声 把白骨重新丢进黄沙里 这就钻进了睡袋休息 在沙漠里奔走了一夜 我也是累得勾强 进了睡袋啊 没有多久就睡了过去 这一觉是直接睡了五六个小时 在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 我从帐篷里面爬出来 见大家都醒了 正准备吃东西 然后继续赶路 吃东西的时候啊 我招呼着黑爷过来一块吃 黑爷对我道了些 就和我们坐在一起 吃起了东西 这老头啊 过得也够艰苦的 我们要不叫他的话 他就只能在这 就着水验干饼 吃饭的空 我问黑爷说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现在是罗布泊的边缘地段 我们从东边进来的 南北不能走 走的话就出了罗布泊了 你们是继续往前走 还是朝着西边走啊 黑爷对罗布泊了解很多 见我问 当下就不加思索地说了出来 我暗自点了点头 心想 这神徒隐藏的宝藏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整个罗布泊这么大 我们莫非真的要将整个罗布泊 给翻个底朝天 我忽然想到了 收到纸条上书写的三句话 天山中的冰雪甚连 古国中的不服女尸 全眼中的影视宝藏 天山中的冰雪甚连 我们已经找到了 现在正处于罗布泊的沙漠之中 按照步骤来看 我们应该是先找到不服女尸 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影视宝藏 想到这儿 我问 黑爷 您老成年走在罗布泊 不知道罗布泊里面 有什么古城泥迹吗 罗布泊这地方 很久之前是一片汪洋的湖泊 有很明显的深迷迹象跳动 西域三十六国 这里也有着不少 丝绸之路 在这个地方 也翻身了几百年的光阴 不过随着塔里木河改道 孔雀河断流 罗布泊这片汪洋湖泊 也就此干枯成了一片沙漠 哎呀 说到这里 黑爷是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估计是为罗布泊的变化 而感觉到悲伤 接着 黑爷吃完手里的面包 擦了擦手说 罗布泊的确是有古城的遗迹 有的被开发 有的则没有被开发 没被开发的都隐从 在了这无尽的黄沙之下 谁也不知道 这些古城遗迹在什么地方 或许 我们脚下也有一片 古城遗迹也说不定啊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将目光放在了 一望无际的沙漠之中 无力感 忧心而生 吃完东西 我们收拾好装备 将东西放在了骆驼上 接着就骑着骆驼 继继朝前走 外面依旧是狂风飞舞 不过 却比昨晚要小了许多 饶是如此 我们还是不敢轻易开口说话 按照黑爷的说法 我们要一直朝着西面走 这样 才能进入 罗布泊的深处 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狱 不过是 罗布泊的边缘底的 前方是否 有其他危险 我不知道 不光我不知道 所有人 很有可能都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由得有些 向往去鬼路的时候了 在鬼路的时候 前方虽然危险重重 但是却有五娘 以及神秘人帮着我们 而现在只有一张纸条 急于的 只剩下了 无边无际的大沙漠 我叹了口气 心说 不管怎么样 还是靠自己吧 总是依靠别人的话 我只会变得越来越弱 而我暂时的目的 则是越变越强 时间 不知不觉 已经到了下午的四点多钟 升起了太阳 也逐渐地开始下落 在西洋的余晖下 我们一行队伍的影子被拉扯得极长 因为是下午一点多钟才开始改路的 所以啊 也没有怎么感觉到热 估摸着 是吃了冰雪甚连的缘故 我这时才发现冰雪甚连的真实效果 沙漠之中的太阳犹如是火炉一样 不光是把人热得大汗淋漓 就连地上的沙子也是跟着汤讲 吃了冰雪甚连 我就感觉 这体内是有着一股寒冷之气 不愿散开 抵挡着来自于沙漠的高热 简单来说 现在的气温大约是三十多度 而我就像是身处在十多度 不到二十度的地区一样 完全感觉不到热 因为此 我身上水壶的水也没有多喝 到了夜晚太阳下山的时候 沙漠之中的狂沙又一次席卷而来 这沙漠里的狂风 看起来是像有时间段一样 中午太阳当头时 它不乱刮风 偏偏等着太阳下山之后才起风 简直就是各种折磨人 狂风掀起的时候 走在最前头的黑爷 回头对我们大喊一声说 要起风了 大家快点继续赶路 找到一处沙山 停下来歇脚 要不然很容易挨不过今晚 黑爷 黑爷常年在沙漠奔波 看着这狂风的气势 估摸着是有点感觉到不妙 花音落下 他使劲着吹了一声口哨 接着我胯下的骆驼就像是发了风一样 从鼻孔里喷出热气 既然是撒腿就朝着前面跑 比刚才的速度不知道快了多少倍 这话一点没错 之前我们在沙漠里面赶路是不紧不慢的朝前走 而此时骆驼就像是发了风 四肢脉动着速度是异常的快 转眼间就是跑出去了几十米远 我一手抓住从前头延伸下来的绳子 一手拽住骆驼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咬着牙尽量的往下扶着身子 抵抗住风沙的狂吹 期间我艰难的扭头看了一眼 最后的方向 见他还在也就没多说话 继续骑着骆驼朝前狂奔 耳边除了呼呼的风声之外 我是一点声音也听不到 周围的天气也是逐渐的黑了下来 西边的方向虽然还有着一些夕阳的余晖 但是因为狂风席卷着风沙的缘故 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只能模糊的看到前面有几个黑影 想来应该是艳阳灵他们 我们几个都是第一次来沙漠 一点经验都没有 而且现在还是沙漠的风景 如此一来大伙更加变得不知所措 特别是现在这种一眼望去 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 我死死地咬着牙 心里啥都没想 想着抓紧绳子就成了 只要绳子还在 我就不至于落单 这时我忽然听到前面的艳阳灵大喊了一句说 把荧光棒点亮 他的声音很小 刚想起来不过一两秒的时间啊 就被呼呼的风声盖过 不过我还是听到了他说的话 当即艰难的把手伸进了背包里 从中取出了一根荧光棒 来的时候 我们特地买了荧光棒放在身上 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有 怕的就是遇到狂风走散 把荧光棒弄亮之后 我双手腾不出来 干脆就直接用牙咬着 周围的狂风 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 胯下的骆驼在刚才黑夜的 一身口哨就像是着了魔一样 飞奔着朝着前面跑着 在一片昏暗之中 我看到了两个颜色不同的光点 在前面亮着 想来是木头和灵点 已经把荧光棒给搅亮了 至于我身后的方向是什么情况 我完全不知道 也没办法回头 心里想着 方向即使没有弄亮 荧光棒看到我们前面 有光亮了 也不至于跟丢 就在我刚一松口气 没多久 忽然觉得胯下的骆驼 毫无预兆地来了个急上 幸好我手里是死死地 抓着绳子和骆驼 如若不然的话 我恐怕会直接栽倒过去 停下来的骆驼 好端端地竟然 不继续往前走了 鼻孔中忽湿忽湿地喷着粗气 看样子是异常的急躁 也不知道是遇到了什么 我有点急了 心想再不走的话 恐怕就要丢掉前面的人了 然而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停下来的不止我一个人 抬头看去 就连前面黑爷胯下的骆驼 也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 不仅如此 那头骆驼的样子 和我们这边的骆驼神色是差不多 看起来是异常的急躁不安 我刚想开口大声地说点什么 却忽然间看到西边的不远处 有着一道贯穿天地的黑影 是呼呼地朝着我们这边 袭过来 因为天黑的缘故 我并未看清楚 那黑影究竟是什么 看样子就像是一条黑色的巨龙 不断变动的时候 就更像是巨龙的身子在扭动 我那已经失色 心说 这世界上难道真的有龙 黑爷估计也是发现了那条黑影 他同样也有点是不知所措 对我们大喊一声说 赶紧让骆驼动起来 要不然的话 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说话先 黑爷又奋力地吹了好几声口哨 可骆驼就是不动 双眼是死死地盯着那黑影 好似骆驼对那黑影也沉浮了下来 我也大力地拉着套在骆驼上的绳子 可无论我怎么用力 骆驼就是不听实话 这时 艳阳灵士苍狼一身拔出了匕首 二话不说是静止 朝着骆驼的屁股位置 扎了一刀 骆驼大叫一声 像是疯了一样 重新是迈开四肢 继续跑着 我见这一招奏效啊 就连忙小房 一旁的黑爷急着大声说 你们他妈的经典 老子下半辈子还指望着这骆驼过活呢 花岁这么说 黑爷也没愣着 不过他身上并没有力气去扎骆驼 而是用目光狠狠地敲着骆驼的身子 如此一来骆驼又一次地飞奔了起来 骆驼明显是惧怕那团巨大的黑影 狂奔的时候是刻意地将黑影绕开 也正是我们想要的 毕竟那黑影到底是什么 我们谁也不清楚 在距离黑影不算太远的时候 我忍不住是扭头朝着那 关于天地的黑影望了一眼 因为黄沙太多 天色太黑的缘故 我并没有看清楚 那团黑影是什么 只能隐约间看到 这黑影当中有着不少的小黑点 也不知道那些到底是什么东西 绕开黑影之后 我们一行人又是骑着骆驼 闷头朝夕 奔出去几百米的距离 跨下的骆驼 方才是从之前的焦躁不安 慢慢地变回正常 想来啊 刚才的变故 全都是因为那团黑影而起 黑爷依旧是在前面领队 这时他趁着狂风 稍微有些变小了 扭头对我们大海说 前面有沙山 到沙山下面避一避 一听说前面有沙山 我们立即是打起精神啊 是全速地朝着西面奔去 又奔了出去 大约五六分钟的时间 我隐约间透过黑啊 看到了不远的沙山 说是沙山 也不过是 一个比较高一点的石岭 石岭高端朝着西面 而狂风的风响正好是朝着西面吹的 如此一来啊 我们躲在石岭下面就不怕被狂风吹到了 到了沙山后面 我们几个人一同从骆驼上跳了下来 接着就软啪啪地倒在地上 猛烈地吸着周围的空气 这才感觉好一些 黑爷是心疼骆驼呀 休息好之后就跑过去看看骆驼怎么样 说起刚才的事完全是迫不得已 如果骆驼一直趴着不动的话 我们就得死 无奈之下只能用刚才那办法了 我心想大不了等着出了罗布泊 给这黑爷一些钱就是了 想着我看了看他们几个人一眼 忽然感觉是少了一个人 我大惊失色 连蒙是四下看着 错愕地说 方小达 谁看到方小达 我这一提起啊 艳阳林和林迪二爷发现了不对劲 连蒙是坐直身子 拿出了手电 用手电照耀的四周 寻找着方响的影子 没等找到方响 出去查看骆驼的黑爷就回来了 他大喊一声对我们说 少了一封骆驼 你们看看谁走丢了 不用说 也知道走丢的是方响啊 我们几个也没有休息的意思了 满心焦急的 拿着手电是东张西望的看着四周 找遍了周围 就是没有看到方响的人 我心里觉得不妙啊 说这画牢 可能是刚才走丢了 我得回去找找他 还是那句话 江伯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 我不知道 也正因为如此 方响是真是假 我也不清楚 如果走丢的是真的方响的话 那我恰好没有去找他 我会愧疚一辈子 如果走丢的是假方响的话 我救了他 也不算亏 最起码啊 他目前为止 还没有要害我们的意思 所以啊 无论什么说法 我是必须要找到方向 还没等我动身 燕阳灵就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 接着 他面色严肃的对我说 恐怖还没过去 你出去找他 肯定会有危险的 那怎么办 总不能在这里干等着吧 我着急的说着 燕阳灵又说 目前只能在这等着 我去把荧光棒拿出来 插在沙山上面 这里一片漆黑 有一个光点给他指路 他要是看到了 肯定会顺着光点 找到我们的 我刚想说点什么 兜里的手机是微微一阵 这一阵啊 是直接把我的话给堵死了 手机震了一下 就停止了下来 看样子是短信 我有些惊讶啊 想不到在 罗布泊之中 手机竟然还有信号 估摸着 可能是我们 还在罗布泊的边缘 而在这附近 有着机阵 如此手机 才能勉强的 收到信号 再有 诺基亚的信号 有多强 我知道 比智能机强了 不知道多少倍 趁着他们 去沙山上插 荧光榜 我联盟是将手机拿出来看了一眼 和我猜测的一样 的确是有人给我发短信 不过发短信的人是谁 我却不知道 手机号码很陌生 号端也是陌生 肯定不是新疆 或者是我们那边市区的 短信的内容很简洁 只有寥寥几个字 不要去找那小子 看到短信内容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 就是看向四周 方向的消失 只有我们几个知道 而这茫茫沙漠之中 肯定是没有别人 也就是说 给我发短信的人 或许就在我们之中 也或许我们是被人跟踪了 那人见方向消失 特地给我发短信 阻止我去找方向 我心里边惊讶呀 一方面是在想 给我发短信的人是谁 另一方面 则是在想 这人为什么不让我去找方向呢 忧郁了一会儿 我快速地编辑短信 给那人回了一句 大致的意思就是问 为什么不让我去找方向 有点坑爹的是 短信被我发了三四次 就是发不出去 可能是信号太差的缘故 我稍微是移动了两步 等快走到沙山上的时候 短信才是发了出去 大约等了一分多钟的时间 手机又一次震动了一响 我打开短信一看 只见上面写一个甲子 甲 这个神秘人的意思是说 方向是假的吗 我心里越来越好奇 这个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 坐在一块岩石上 我眯着眼 看着队伍里的其余三人 心说 给我发短信的人 会不会是他们其中一个人呢 想到这里 我又编辑短信回了过去 我长了个心眼 这人给我发短信 不透露名称和姓氏 肯定是不想让我知道他是谁 所以我就没问他是谁 这一类的废话 问他的话 他也不可能回头 我装傻冲冷 问这人假是什么意思 我发完短信 放下手机 眼神在眼阳灵 灵点 以及黑爷三人身上 是来回掃射 如果给我发短信的人 是他们其中之一 我回复他 他拿出来看手机 肯定会有端下 给我回复的时候 也一定会有动作 所以我只要盯着他们看 就能知道给我发短信的人 是不是他们三个人的其中之一 眼阳灵和灵点在沙山上 抵抗着狂风插着一根又一根 被折亮的荧光棒 而黑爷呢 则是在给骆驼喂食 三人手中啊 都是没停着 不断的忙活 而我的手机啊 也是一直没响 我深吸一口气 心里猜疑说 可能是那人害怕暴露 就不给我回了 谁知啊 没等我的想法刚落实 我的手机就是震动了起来 我连忙将目光 放在他们三个人身上 他们三个依旧在忙活着 也就是说 他们三个可以排除在外 给我发短信的另有其人 我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短信内容 上面写着 那人是假的 我震惊地说不出话呀 短信肯定不是燕阳灵他们发的 他们一直在忙 也就是说 给我发短信的是另有他人 而这个人很有可能在注视着我们一切 要不然的话 他不可能知道方向消失不行 再有啊 方向如果真如他所说是假的 那么现在方向是故意消失呢 还是不是消失 这么一说的话 我的确觉得有点不对劲 方向的身手很好 身子也很近 换种不是多靠谱的说法 就是方向的轻功啊 还是很不错的 他不可能是会被骆驼甩下去的 也不可能在被甩下去之后 爬不上来 也就是说 那个方向很有可能 真的是假的 这个时候燕阳灵叫我过去吃点东西 我从义阵之中啊 是神应了一声 收回手机走了过去 燕阳灵排了排我的肩膀 是以我说不要担心 方向那家伙看到荧光棒的话 肯定是会回来的 说实在的 我现在有点不担心 因为和我们在一起的方向 并非是真正的方向 而是假的方向 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和真正的方向 那么相似 但我一样也没有多少好感 那种长期产生的朋友 轻易并不能被随意的取代 我心不在焉的恩了一声 没吸取多数 零点似乎想起了什么 他挨了一声对我说 那只人面鹰呢 你可以把它叫出来 找一找看呀 它是飞的肯定 比我们看得远了 卧槽 我一排大队说 我怎么把小九给忘了呀 自从进了沙漠之后 我就再也没见到小九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跟来 这么长时间 早就把他给忽略掉了 没办法 他的存在感肯定是不如人高 精灵点一提醒 我立即是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回避了黑夜 接着吹在深口上 试探试探 小九到底有没有跟过来 现在是晚上 呼呼的风声而是很大 我这口哨吹得是没啥效果 如果距离不近的话 是就根本听不到 果不其然 过了好一会儿 我也没见着小九过来 我不甘心 再一次吹了一声 等了一会儿 依旧是没看见小九 也不知道 他是没跟过来 还是没听到我的口哨声 又吹了一会儿 我选择放弃 再吹下去啊 等不到小九误说 我这腮帮子肯定会吹肿的 回到营底 大家正吃着东西休息 我吃了点 面包喝了几口水啊 黑夜叹了口气 劝阻我们手 吃完东西啊 等天亮咱们就回去吧 说不定啊 啊 这路上还会碰到那小子 要不然的话 他死在沙漠里 我们都不知道 黑夜也是煞费苦心 年纪这么大 还跟我们进沙们来 啊 但是 这也不能怪我们 当初啊 是他选择 要跟过来的 我们也没逼他 不过话说回来 要是没有黑夜的话 我们还真不一定 能够沉到现在 犹豫了一会儿 我开口声 黑夜 回去的话 大伙都做不到 您老 要是不愿意 跟我们走下去的话 我们也不能勉强 待会儿啊 我把账结给你 你给我们 留下几头骆驼 就往回走 这路上 要是碰上我那位朋友啊 就顺带 帮我们救下来 要是碰不到啊 就算了 黑夜是 小敏一口水 眯着眼不吭声 将捡来的柴火点好 等着火烧起来啊 他才笑着说道 你们几个 可不像是 来沙漠旅游的呀 我们也没觉着惊讶 这么长时间 黑夜 要是不发现端倪 那才是傻子呢 我也早就想好了说辞 见黑夜 怀疑是利息说道 被您老看透了 这个份上啊 我也就不买你了 我们是专业的探险员 足迹是遍布天下四方 罗布泊 我们早就想来了 一直等到现在才过来 说完啊 我不经意的撇了一眼黑夜 只见他眯着眼 看了我们好一会儿 也不知道 他是到底有没有发现问题 最后黑夜是摇摇头 搞不懂 他说 哎呀 也不知道 你们这群年轻人 脑子里想的是啥呀 好吃好喝的 真是礼呀 过日子多好 偏偏来这沙漠 早这个 听他这么一说呀 我也是觉得 黑夜可能是相信了我的话 黑夜又说 这地方能必放 先在这儿休息一晚上 等到明天早晨起来 你们的同伴要是回来了 就继续管路 要是没回来的话 老头子 我也做不了主 你们自己开始办 能走就走 不能走的话 干脆就直接回去 回去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说句难听的 我们现在除了 继续在罗布泊里面寻找 失落的宝藏之外 就没有一条活路了 外面满是江湖人 都在找我 我要是出去了 除了死 就没有其他路能走了 至于假方响 我心里没有任何感觉 倘若方响是真的 并非是假的 我肯定会去找他 就算是死在沙漠里 我也要把他找回来 可是方响确实假的 既然是假的话 那我就完全没有 找他的必要了 虽然不知道 假的方响 为何要跟着我们 但我想 既然跟着我们 又不愿意暴露 那肯定是有着 什么大阴谋 早点摆脱他 也不是什么坏事 吃完饭 黑爷让我们 安营扎寨 在避风的地方 休息会儿 我见黑爷坐在 这岩石上 是一边抽着烟 一边看着远方 面子忧愁 忍不住地提醒说 黑爷 您也休息一会儿吧 我先守着 等您休息好了 再来换换 谁知道黑爷 却摇头爽 我不困 你们赶紧去睡吧 有着精光啊 我叫你们 见黑爷坚持 我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回到了帐篷 木头和灵点 都劝我 别太伤心 方响身上 有水和食物 只要是不太大的危险 应该都能应付得过去 我想了一下 决定不瞒着他 便将假方响的事情 是通通告诉了他们俩 燕阳灵没有多大反应 零点 吃惊呆了 他说 这不可能吧 怎么会有一模一样的人啊 而且言行举止也很像啊 我摇头说不知道 可能有什么改变人样貌的巫术啊 也说不定 说完这句话 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 燕阳灵起初就怀疑过方响 我找机会试探一下方响 他拿出了自己证件 证件是真的无疑 这么说的话 冒充方响的人 会不会和抓走方响本人的那伙人有关系 这一点不能忽略 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 这是燕阳灵说 既然是假的话 那就没必要管他了 他身上也有水和食物 要是死了 只能怪他命不好 要是活着的话 只能说他是侥幸 咱们休息一下 明天早上继续赶路 说完燕阳灵从盒子里面 将冰雪渗莲取出来 递给了零点一片 自己又服了一片 吃下去以后 他说 接下来的两天 肯定会越走越深 到时候也会热 先吃下这冰雪森林 预防一下 这玩意儿啊 我早就吃过了 所以啊 我就没必要吃了 商量好以后 我们就各自进了帐篷休息 坐在睡袋里面 听着外面传来的呼呼风声 我没多久就睡过去了 只是 我感觉睡了没多久 就被一泡尿给憋醒了 我钻出睡袋 走出了帐篷 到了一旁 小姐了一下 想继续回去睡 却在不远处啊 看到了岩石上有一个小红点 一闪一闪的 我走近一看 发现是黑爷坐在上面 抽着烟 这次啊 他没臭汗影 还是臭在枪里 黑爷 黑爷还是一脸的愁云 不知道在想啥 牧师前方 久久不回神 我敲了一声黑爷 黑爷这才回过神来 他弹掉烟灰 声音有些沙哑的说 怎么不睡了啊 赶紧回去睡觉 要不然 明天没精神呢 我说我不困 黑爷你去睡一会儿吧 黑爷摇了摇脑袋说 我也不会 说着呢 我心里是真的佩服黑爷 年纪这么大了 也不畏惧沙漠的可怕 前后忙活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还这么有心事 只是看他一脸的迷茫 我也不知道在想啥 我坐在一旁的岩石上 紧了紧衣服 找了个话题 和黑爷聊了起来 我听说 这小镇上的人说 您老不是新疆本土人 而是三十年前来到的新疆 黑爷恩了一声说 啊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啊 就到了新疆 接着就住在那了 那您是哪儿的人啊 怎么就在这个地方住下来了 我掏出了一支烟 放在嘴上用打火器 点了好几下没点着 无奈 余风太大了 黑爷叹了口气 把手里的烟头啊 递给我 意思是 让我用烟头点着 我没在意 直接接过来 引着火之后 又把烟头 还给了这黑爷 黑爷捏着烟 又叹了口气 方才说 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末的时候 罗布泊呀 是彻底干枯了 整国家组织了一批队伍 进入罗布泊 进行地质勘探 想要寻找到 罗布泊真正干涩的原因 以及了解 罗布泊中的 矿物 水质 地质 岩石 等可用的资源 因为人员和装备 过多的缘故 总共还是分了 三批队伍 进了罗布泊 我没看声 默默地抽着烟 定黑爷继续讲了下去 黑爷掐灭烟头 吐出烟雾 眼神惆怅地说 当时啊 我和我父亲 以及我妻子 都是地质勘探 园中的议员 不过呀 我因为在别的地区 做过研究 错过了 第一批队伍的 出发实现 而第一批队伍 则是由我的父亲 亲自带队的 我妻子 因为要等我的原因啊 就留了下来 只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我父亲啊 带领的队伍 在进入罗布泊的第五天 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当时啊 我还在外地没有回来 那个年代 通信并不发达 我妻子想告诉我这些 却没有任何机会 因为 第一批队伍出了意外 上头组织人命令 第二批队伍 立即进入罗布泊 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寻找 第一批队伍 当时我妻子啊 等不回我 就自作主张啊 进入了第二批队伍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第二批队伍 进入罗布泊 同样也是 不过五天 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啊 一切都晚了 因为 我父亲和妻子啊 已经消失在 罗布泊里 组组织人 也知道 这罗布泊的诡异 立即是终止了计划 我不甘心啊 因为 我父亲和妻子 还没有下路 我请求他们派出 搜索队 对罗布泊 进行地毯式搜索 组织人同意了 我的做法 的确派出了 搜救队 进行搜寻 不过 搜救队 一连时搜寻了 四天的时间 依然是没有在 罗布泊找到 任何生命迹象啊 在第五天的时候 搜救队放弃了 我手里夹着的烟 已经熄灭了 我把烟头丢在沙漠中 心中一阵触动 完全没有想到 黑爷身上还有这样的故事 我听着着迷 继续问 那 那后来呢 搜救队 放弃的原因 肯定不是找不到人 而是害破罗布泊诅咒 两匹人马在第五天 失去联系 许多人就认定 罗布泊有个诅咒 这个诅咒 叫做罗布泊第五日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进入罗布泊的人 活不过第五天 搜救队 放弃的原因也是这个 虽然 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但是在提起来的时候 黑爷的眼眶还是红了起来 勾搂的身子也在瑟瑟发抖 我知道他是气 黑爷又说 一次地质看他 我变得淒离子散 也变得心灰意冷 主动辞退后 我就来到了罗布泊镇 在这里住了下来 我心里有一个信念 就算是我父亲和我妻子死了 我也要找到他们的事故 活要见人 死要见事 那您最后找到了吗 问完后我就后悔了呀 黑爷要是找到了的话 肯定就走了 不可能继续留在这里 黑爷摇了摇头 没有再说话了 我懂了 一个信念 支撑了黑爷三十多年的时间 黑爷来着罗布泊的目的 就是为了寻找父亲和妻子的人 就算是死 也要找到事故 可是啊 却事于愿违 黑爷并没有找到 也并没有成功 来到新疆以后啊 我以养骆驼为身 专门进出于罗布泊内 没人的时候 我也会独自进入罗布泊 不过每次啊 都很难找到我父亲 以及妻子的尸骨呀 三十多年 我做过很多的梦 梦中发现 我父亲和我妻子没有死 他们成了恶鬼的奴隶 被困在无尽的黑暗之中 等着我去解救他们 就靠着这股信念 我支撑到了现在 别人在风际 在圣女发怒的时期 不敢进入沙漠 不敢进入罗布泊 但我敢 说到这儿 黑爷的眼眶又红了些了 他盯着前方的黑暗 是补助的叹息 我心里啊 也有些发生 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轻声宽慰 黑爷说 黑爷啊 我也不知道说啥 但我觉得 人就应该是有信仰的 有信仰 不管成功与否 最起码温馨无愧 我觉得即使 你们能找到你妻子 和父亲的人 他们也不会怪罪你 这话说的没错呀 黑爷的父亲和妻子 如果在三十多年前 已经死在了罗布泊 十过境迁 现在早就已经 被黄沙给掩埋了 说不定尸骨都已经疯狂 黑爷摇头说 我这两天有种感觉 我很快就要找到 我的父亲和妻子 快了 我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 心里啊 也是有点不好受 黑爷 以及他的父亲和妻子啊 为国家奉献出了那么多 到后来 却是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确实 说到底儿啊 也不能怪国家什么 罗布泊 如果真的有 罗布泊的第五日诅咒 苏九队很有可能 不但是找不到 黑爷的家人 反而会牺牲于 罗布泊之中 要是放在以前 我肯定不相信 什么第五日诅咒一类的话 可是现在却不同了 现在我经历了 许多人一辈子 都经历不到的事情 心情自然变得不一样 见黑爷心情不好 我也就再也不在 这个话题上说下去了 从兜里掏出香烟了 努力地点燃之后 递给黑爷一阵 接着插开话题问 黑爷 咱们今天遇到的黑影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我一直想不明白啊 那黑影 完全是贯穿于天地 就像是一条黑色巨龙一样 黑爷接过烟 抽了一口 吐出烟 笑了一下手 龙卷风知道吗 我点头说知道 那东西啊 和龙卷风差不多 属于自然现象 黑爷解释说 现在呀 是沙漠的风景 狂风不止 那黑影 说白了 其实就是狂风形成的 沙卷风 类似于龙卷风 这沙卷风地向而行 与众不同 我们来的时候 是风向由东面朝西面刮的 而沙卷风则是由西面朝着东面刮 你那朋友消失啊 很有可能被这沙卷风卷了进去 沙卷风的威力虽大呀 但是不可能把骆驼给卷走 我觉得你那朋友啊 可能有点古怪 说不定故意将你们撇下 自己逃走了也说不好 而且听你们说 他身上有水和食物 想要逃出沙漠啊 也不是不可能 黑爷沉吟着说的 听到这一点 我心里一阵 心说 莫非假的方向 真的没消失 而是骑着骆驼 避开了我们 去别的地方了 这个可能啊 不是没有 毕竟黑爷也说了 沙卷风虽然厉害 但也不至于将骆驼吹走 而骆驼又是黑爷养的 黑爷没换回来 肯定是被人挤走了呀 我暗自思量 心说 这个假方向到底要干什么呀 没等我继续说话 周围狂风大作 黄沙被吹满了天 黑爷见事不妙 立即对我说 去沙山下面病一病 在这儿 昨晚要出事的 我安了一声 和黑爷一同回到了沙山下 接着 我俩是找了个地方坐下来了 黑爷对我说 在沙漠里行走啊 不光要注意天气 还要注意脚下的动物 有的动物的毒素啊 可不是一般的强呀 前几次来沙漠游玩的人 就有一个被毒舌咬了 要不是他们身上有药物什么的 可能就没命了 这一点我还真不怕 就毒舌那点毒素啊 都不够我塞牙缝 顶多是感觉疼 至于中毒真的是不可能 在病哭丛的时候 我那七彩虫王可不是白痴的 你们真的要继续往前走 黑爷照着没问我说 我不假思索的 点头说走 黑爷沉吟了一会儿说 今天呀 可是我们来到沙漠的第二天了呀 我明白黑爷说话的意思 罗布泊第五日可能是个诅咒 我们已经在沙漠里面走了两天了 再过三天的时间的话 有可能就要接触到罗布泊第五日 到时候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我不管发生什么肯定要继续走下去 半途而废不是我的作风 也不可能是我决定得了的 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黑爷看了一眼四处说 你先休息吧 我在这里守着 如果有事的话 叫你们 黑爷奔波了一天一夜 不可能不困 我坚持说 黑爷 我刚才也睡了一下 你就去睡一会儿吧 接下来的路 我们还得靠你 您年纪大了 万一扛不住我 我们可就完全傻眼了呀 见我这么说 黑爷也没坚持 恩了一声说 我去睡一会儿 有事的话叫 我点头 目视着黑爷 去了我的帐篷 我有点无聊的 点着烟 拿出诺基亚手机 看了起来 发现诺基亚 现在是一点信号也没有 再往前走的话 更是没有信号了 收集诺基亚 我坐在岩石上 看着夜空 因为狂风席卷着黄沙的缘故 我也不太看清楚天空 也是看不到星星 我看了口气 觉得自己未来有点堪忧 也不知道自己能撑到什么时候 现在一个圈套 又一个圈套的圈主完了 完全是把我当成了狗 不知道幕后那帮孙子 到底图个啥呀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啊 东北就犯起了鱼肚白 我发现啊 这狂风发作是有点规律的 只要是白天 就相对而言 没有什么事 但是一到了晚上 肯定是狂风大作 我寻思着 白天赶路一定要尽快 尽量在天黑之前 找到一个避风港 休息一晚 要不然的话 我们是撑不住的 没多久 他们就陆陆续续醒了过来 我们一行人 在沙山下面吃了点东西 接着黑爷又给骆驼喂了食 等着骆驼体力健壮起来 我们纷纷收拾装备 准备继续赶路 黑爷看了一眼 已经熄灭的荧光光水 还等 你们的棚办了吗 是回去 还是继续走啊 不等了 他身上有水有食物 如果活着的话 肯定能够出沙漠 如果真的出了意外 即使我们找也没有用 继续走吧 我叹息一声 故作伤港的说道 黑爷 没吭声 将骆驼牵了过来 我们纷纷地烧了骆驼 继续朝着西面的方向行去 晚上的时候 有风感觉不出什么 等白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狂风稍小 我们就感觉有一点热了 当然 我们三个都是吃了冰雪森帘的 感觉不出什么 但是 能从黑爷的脸上 看得出来 沙漠的灶热 黑爷带着斗笠 斗笠上的额头满是汗水 肯定是因为太热的缘故 我想了一下 骑着骆驼靠近了燕阳铃 对他说 要不 拿出一片冰雪森帘给黑爷吧 他年纪大了 出了事 咱们几个也不好受啊 燕阳铃想了一想 小心翼翼的 拿出了冰雪森帘递给我 我接过来 将自己的水壶拿了出来 接着就把冰雪森帘 放入水壶之中 骑着骆驼赶上黑爷 把水壶递给黑爷说 黑爷 您喝口水 黑爷摆了摆手 说 我不渴 就算渴的话 我这里有水 你们留着吧 这不一样 我这儿啊 是这个罐子 酸梅汤 解渴啊 酸梅汤解渴 纵说周知 来沙漠的时候 我们特地灌了一点 在里面 防止渴的不行 又恰巧没水的时候用 听这么一声 黑爷犹豫了一下 接了过去 喝了一小口又递给我们 可能是不想喝太多我的水 我接过水壶看了一眼 发现那一小片冰雪森帘已经没有了 想来啊 已经是被黑爷喝下去了 再看黑爷 头上的汗水已经没有多少了 脸上的红热啊也是退了下去 黑爷皱了皱眉头 对我说 我以前怎么没觉呢 酸梅汤的效果这么好呀 喝上一口 一点也不感觉到热了呀 这个没办法解释 我只能说是心理作用吧 黑爷恩了一身 没多说什么 带着我们继续赶路 白天的沙漠中除了烈日之外 没有什么好说的 期间啊 也没碰上什么小差距 一路渐快渐慢的朝前赶着 路途中 我们也见到了生长在沙漠之中 顽强的胡杨树 也看到了出来觅食的蜥蜴什么的 不过啊 都对我们没什么伤害 所以我们也都没在意 天黑之前 我们赶到了一处沙山停了下来 无出所料 是啊 没有多久啊 周围又掀起了一阵狂风 好在我们掌握了一些规律 没事贵 大伙商讨着在这里休息一晚上 明早起来继续赶路 这样一来啊 可以避免狂风的袭击 啊到了白天 虽然有烈日 但是我们啊 也感觉不到热 隐隐之间我感觉出了一些精密 天山中的冰雪圣帘 古国中的不服女尸 全眼中的影视宝藏 这三者肯定是有着关联的 给我这个提示的人或许真的能够为不先制 首先啊 我们去天山中寻找冰雪圣帘 就是为了防止沙漠中的炎热 等着我们到了沙漠 又恰恰的赶上风际 而这狂风似乎是有着规律 晚上刮风白天静止 如此一来 我们就只能晚上休息白天赶路 可是白天的高温啊 是不可避免的 也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冰雪圣帘出现了 冰雪圣帘刚好是弥补了这一点 休息的时候我杂舌暗想 这世间真的是有未卜先知的人吗 单单一个未卜先知 其实啊 也有很多说法 在道家眼里面 未卜先知是指 关心赚补 以此啊 也能够推敲出来一些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再比如道家武术中的巷 所谓的像就是像术 多半啊 一观人的面部 断人胸脊筑筑成 可以试想一下 一些人的倒数登峰至极之时 看人面部一眼就能知道 这人最近会有什么货 什么福 如此一来不一样 也是未卜先知吗 我不知道给我留言的人 是用哪种方法 但我知道他肯定是有点 未卜先知的本事 要不然的话 不可能说出天山中的冰雪圣帘 古国中的不服女士 全眼中的影视宝藏 等影会的提醒 我叹了口气 没继续多想 去准备将帐篷搭建 灵笛儿则是在那边准备食物 搭建帐篷的时候 我忽然看到地上牛肉罐头 不过啊 我也没在意 以为是灵笛儿或者是木头那家伙吃的 给帐篷固定位置 肯定是要深陷黄沙之中的 要不然的话 帐篷很容易被狂风吹走 我拿出工兵铲 奋力地挖了几下 一下去全是黄沙 我想继续挖呀 却忽然看到掀起来的黄沙下面 里面啊 竟然藏着被丢弃的木炭 那些木炭被烧得漆黑 我不明白了 我们刚到这里还没有安营呢 怎么可能烧木炭呢 我愣了 回头大声地问他们 你们谁烧木炭了呀 没有 艳阳灵摇头说 灵笛儿也附和着说 没有烧呀 我们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准备木炭 吃的东西都是一些现成的 没有必要烧火做饭呀 我又看向了黑夜 黑夜摇头说 我这里有木炭 但是从来没有拿出来过 怎么了呀 那就更不对了 我们没有准备木炭 黑夜那里有 但是却又没有拿出来 既然这样的话 那这下面的木炭是谁丢的呀 我觉得有点不妙 连忙又挖了一铲子 这一下是看到了更多的木炭 我忍不住有些慌乱了 在附近挖了几下 发现有不少的面包袋 罐头 以及被丢弃的塑料袋 艳阳灵他们几个也发现了问题 连忙是围了过来 见到地上的垃圾室 几个人有点没有回过神来 在咱们之前 有人来过这里呀 还不止一个人 我思索了一下 得出啊 自己的结论 艳阳灵蹲在地上 将木炭拿在手中稍微一搓 手掌上全是黑色的灰 接着他说 人应该刚走没多久 看情况 应该是今早走的 除了你们之外 竟然还有人来露不泊 黑爷皱眉沉思了一下说 小镇上的人都知道是封建 就算是刀架的脖子上 也不敢来呀 他们是本地人 对于沙漠圣女的信仰很深 可以啊 排除是小镇上的人呢 黑爷不畏惧沙漠圣女的原因 我知道 那是因为他心里有着一层 更深的信仰 这是 林碧儿说 在这儿烧木炭的人来路不明 会不会赶在我们之前 林碧儿没有把话说完 有意在回避黑爷 但是 我和艳阳灵却心中肚明 心里啊 都有了各自的想法 我不知道 黑爷听没听出 我们话里的猫腻 只听他说 既然啊 至少有一天的时间 那咱们也就别管这么多了 想追上那帮人也追不上 再者来言的话 我们追上他们也没用 还是抓紧吃点东西休息吧 话必 黑爷就准备给骆驼喂食 毕竟在沙漠里骆驼的作用很大 可不能饿着他们呀 我们趁机暗自商讨 我说 罗布泊号称是无人区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没人来的 我想这部人很有可能是为了 神徒背后的宝藏而来 我觉得没这个可能啊 林碧儿明着嘴 对我说 你别太紧张了 遇到点事啊 就先入为主 我们来罗布泊的事情 没几个人知道 姓江的老头和那个人妖 也没理由说出去 就算他们说出去了 有人来找我们 那肯定在我们之后啊 哪里有理由跑到我们前面来 我一寻思 这话有道理 就看向艳阳灵 听他怎么说 艳阳灵就像个木头 话很少 此时见我们都看向他 他只说了几个字 不知道情况 先休息吧 我们虽然累啊 但是出了这样的事 还是有点难眠 最后 我让黑爷先睡 等着睡醒之后 再来叫我换班 这两天相处啊 黑爷和我们也熟悉起来了 也不推辞 直接是进到了张鹏休息 晚上的沙漠 依旧是狂风猛烈 比白天的气温啊 也不知道降了多少 因为吃了冰雪甚连的缘故 被冷风这么一吹啊 我还感觉到了有些冷 闲暇无事 我找了一块岩石坐上去 用望远镜 看着四周 望远镜不是夜用的 所以啊 看不太清楚 只能隐约地 看进附近 十几米远的距离 看了一圈 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刚想从岩石上面下去 就觉得脚脖子一疼 这种疼啊 有点厉害 我脚一软 差点没跌在地上 我不知道脚脖子 怎么会突然疼痛 但肯定上 是遇到了点什么 当下就忍着痛 是跳下了岩石 然后一把是抽出了 背后的黑脚刃 我一手拿着手电 一手握着黑脚刃 用手电朝前照射而去 发现岩石上 正有一条 大约一米三四的 长的蛇 看清楚蛇的模样 是让我差点是 没下一条 听说这 他娘的是蛇还是龙啊 那条蛇身上 有着类似于 沙漠沙子的斑点 此时啊 他盘在岩石上 仰着头 对我吐着蛇 不同的是 在他扁小的脑袋上面 却有着两根像是龙脚一样的处续 看起来格外像是一条小幼龙 这条蛇主动攻击我 肯定不是善来 既然被我发现了 那就没理由让它活着 虽然搞不懂 这是啥种类的蛇 但是啊 我还是直接一刀削了过去 这蛇也是个二伙 见我动刀啊 它非但没有动 还仰着头 跟我对干 黑脚刃是吹毛短发 结果可想而知啊 直接是将那条蛇 是一分为二 蛇血一喷 掉进了沙子里面 为了一方万一 我拿着黑脚刃在周围看了看 确定没有在其他的蛇啊 就没多在意 回到了营地里面 点燃一把火坐了下来 闲暇无视 为了防止困倦 我一边抽烟 一边四下 看着分散是注意力 等我将手电 照射到刚才所在的 一块岩石的时候 我整个人是直接 愣在了圆顶 刚才被我 一刀砍成两半的蛇 此时竟然在动 我连忙是站起来 稍微靠近了一下 果然是发现 被我一分为二的蛇 再缓缓地爬到 这的娘子怎么可能 我惊讶地看到这一幕 那蛇的蛇血都流了出来 怎么可能还能继续动呢 虽然我不敢相信 但是啊 这一幕 确实是出现了 我又一次抽出 黑脚刃 二话不说是跑过去 给那条蛇是两道 蛇的身子 分成了好几截 我盯着蛇看着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那条断了好几截的蛇呀 又是动得起来 卧槽 我快崩溃了 此时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联盟是大喊了两声黑夜 黑夜是成年 走在沙漠里面 肯定是见过这玩意儿啊 他肯定比我懂得动 叫他是准没错的 谁知道呀 是荒乱我喊的声音太大 把木头和零点也给惊醒了 黑夜他们连忙是走到我身边 问我是怎么了 我不说话 用剑指着 前面慢动作蠕动的蛇 黑夜看到那蛇的时候 是一愣 脱口而出 沙漠 脚鬼 黑夜 这是什么东西 我惊讶地说 刚才这蛇咬我 我把它砍了好几段 现在怎么还能动啊 听说我被蛇咬了呀 黑夜是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你说你刚才被蛇咬到了呀 是啊 都咬了好几分钟了 不过不怎么疼了 我说 黑夜更惊讶了 他说 沙漠脚鬼可是沙漠里的毒蛇呀 呃 因为头上长着两根类似脚似的 这个触须啊 所以被称为沙漠脚鬼 这蛇有剧毒 被咬的人称不过三分钟就会发作 你怎么会没事啊 我没想到这蛇会有毒 转念一想也就是燃了 因为我吃了七彩虫王 所以要是百毒不清 沙漠脚鬼的毒对我来说 应该是免疫了 不对 蛇身下面有东西 燕阳灵用手电照了一下 接着找到了个木棍 将我砍成了好几段的蛇给拨开 继而 我们看到蛇身下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蚂蚁 想来啊 应该是这蚂蚁在翻动蛇的身子 如此一来蛇才回动 我暗自送了一口气 以为是见鬼了 没想到啊 只是蚂蚁这么简单 可谁知道 黑爷看到了蚂蚁的时候 二话不说 掉头对我们说 赶紧探长的跑 背着蚂蚁咬到就完犊子了 这一身是把我们直接含蒙了 这一条毒蛇 没能让黑爷起反应 想不到一群蚂蚁 把他给唬住 虽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跑肯定是没错的 黑爷都怕着的东西啊 我们逞什么棱呢 当即啊 我们三个就掉头跑了出去 跑出营地的时候 黑爷对我们大喊 你们赶紧收拾东西 把东西都装起来 上罗子跑 黑爷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忍不住的问了一句 黑爷说 没工夫解释 赶紧照我说的做 话逼 黑爷 将我点起来的火把 是朝着岩石 方向扔去 我回头看了一眼 火光照料下呀 我看到是密密麻麻的 一波黑影 从岩石后面爬了出来 定睛一看着想 我才反应过来 这不是别的 这是我们刚才见的蚂蚁 我深吸一口气 来不及考虑是怎么 会有那么多蚂蚁 连忙是将帐篷收进 包里面 这一会儿的功夫啊 那波蚂蚁已经是朝着我们爬了过来 黑爷将剩下的柴火全部点燃 在我们和身后的骆驼之前组成了一个烈火的隔离弹 要是如此啊 那些蚂蚁还是不停歇着朝我们爬来 眨眼之间 蚂蚁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是多了许多 粗粗一扫 少说也得是几十几百万只 我彻底是吓懵了你啊 这阵子是完全不比 鬼露石的虫子少呀 黑爷扭头 问我们收拾完没 我看了一眼零点 还在收拾之前拿出来的食物 拿不及了 把柴油拿出来 快 黑爷叫了一伸手 我连忙是从一旁的桶里们 将这个柴油提了出来 黑爷将柴油倒在我们前方三四米的距离 接着就点了火 我们要是碰到汽油 刺啦 一身就是燃了起来 如此一来啊 是把那些蚂蚁抵挡住了 这时啊 零点也是收拾好了 我们也顾不得是狂风的猛吹 直接是上骆驼 朝着西面的方向奔去 跑出去大约是几百米的距离 我们几个方才是松了一口气 因为有风沙的缘故 我们都没说谎 不过我们脑子里面却满满的都是疑问 朝西面 奔出去大约三里路的距离啊 我们又见到了沙山 停下来以后 众人坐在地上是呼吱呼吱 喘着粗气 显然是被吓得不轻 趁着这会儿 我问黑野手 黑野 刚才那些到底是什么呀 哎呀 那些蚂蚁是沙漠行军蚁 沙漠里面常见的危险种类 危险呢 不是这些蚂蚁吃人 而是这些蚂蚁的数量 行军蚁是群居动物啊 而且数量很多 一般情况下 一片的行军蚁的数量 不低于两百万只 所以啊 刚才那种情况必须要跑 不跑的话 只有此路一条呀 黑野解释说 听到这儿啊 我感觉到心有余景 不知不觉又在鬼门关 溜达了一圈 黑野又说 沙漠脚魁吸吸你 又被你砍出了血 行军蚁可能是 闻到了血腥味才跑出来的 索性是咱们跑得快呀 要不然是真的遭殃了呀 我有些愧疚 挠了挠头 说多亏了黑野 要不然的话 我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黑野摆了摆手 让我别客气 接着又说 重新装一下帐篷休息吧 这次我来守着 刚才闯了祸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只能重新搭建帐篷 继而就钻进 睡袋里面休息 历日天一亮 我们就爬出来吃饭 吃完东西就再一次的 朝着西面的方向行去 我们都服下了冰雪盛连 所以也感觉不到炎热 就连水也喝得很少 赶路的时候速度 也快了不知道多少倍 我们一边骑着骆驼前行 一边想着神徒背后 隐藏的失落宝藏 到底在哪里 这时忽然听到了木头的声音 他问黑爷说 现在大概什么方位啊 黑爷回头看了也木头 回答 再走一日啊 差不多就到 罗伯伯中央的位置了 燕阳灵没再说话 我也没说什么 以为是木头随便问 但是啊 没多久我就发现了问题 木头骑着的骆驼慢慢的 慢了下来 等着速度和我并肩时 木头低声对我说 黑爷有点不对劲 咱们小心点 心想 木头这家伙肯定又是多疑了 这几天相处 黑爷是什么人 我也算是摸清楚 别的不说 就说是之前的行军女啊 已经啊 是能够看出来 之前要不是黑爷帮忙 我们估计啊 还得大眼瞪小眼的 在那看麻烟 说不定这些行军女 吃的骨头啊 连渣都无剩的时候 还没反应过来 再者来言 黑爷三十多年前 可算得上是 半个为国家做事的人 这样的人 品性应该不会多坏才对 你想多了吧 黑爷怎么可能会不对劲啊 想到这儿 我是叹了口气 扭头对木头说 燕阳灵说 我问你 你有没有发现 进入罗布泊之后 咱们的路线 一直没有改过 一直在向西行啊 我说发现了 但是黑爷说 我们从罗布泊 东面进来的 只能朝着西面行 那是因为之前 我们在边缘 可现在呢 现在 我们算是到了 罗布泊的中部 既然这样 为什么还一直西行啊 更何况黑爷 一直以来 没有问我们要去哪里 他难道打算 带我们横穿罗布泊 燕阳灵又说 这句话把我说得不吭声 横穿罗布泊 肯定是不可能的 先不说我们水够不够 就算是够的话 骆驼也撑不下去 再有就是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是寻找神徒背后 失落的宝藏 而并非是闲着蛋疼 没事干 横穿罗布泊来的 不过 我心里还是坚持 黑爷没问题 因为我知道 黑爷的身世 而他们几个都不知道 我说 继续走吧 麻麻罗布泊 我们也不知道路 你也不知道 这神徒背后的 影视宝藏在哪里 既然没有两群制法的话 还是跟着黑爷 走一段再说吧 既然我这么说 燕阳灵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让我多留个心眼 以免被人坑骗 还像个傻子似的 后知后觉 燕阳灵这话说的 就有些难听 我拧着脑袋说 哎呀 放心吧木头 我敢打包票 黑爷绝对不是在骗我们 燕阳灵扭头看了我一眼 没多说什么 继续骑着骆驼朝前走 我也不吭声 心想 木头太容易起疑心 不管见谁啊 都要怀疑一份 转念一想 我也就释然了 这其实也不能怪木头 小心使得万年传的道理 流传了几百几千年 到现在 依然是 还有人 常常的挂在嘴边 况且啊 人心隔肚皮 谁知道他们 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我叹了口气 不管怎么样 小心点 啊 也没啥坏事 如此这般 我们就继续在沙漠之中赶路 今天啊 已经是我们进入沙漠的第四天 等过了今晚 到了明天早晨啊 就是我们进入罗布泊的第五日了 罗布泊第五日的诅咒 是否是真的 或许在那个时候啊 就会得到真实 这一天的赶路 除了有点累之外 大伙也没觉得有别的不妥的地方 我们随身携带的两壶淡水啊 已经是喝完了 只剩下半袋子酸梅烫 他们几个和我的情况啊 都差不多 不过我们也没有担心什么 因为骆驼身上拖着的物资啊 还有不少的淡水 足够我们再支撑啊 十多天的时间了 更何况 我们服下了冰雪顺帘 饥渴的程度啊 没有想象的高 紧接着夜晚时 罗布泊内的狂风 又是一次的席卷着黄沙吹了起来 黑爷停下骆驼 问我前面有没有沙山 石壁怪石一类的 能够遮蔽封沙的避风港 我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 趁着天色啊 还未昏暗 就朝着前方看了起来 看了一眼我说 前面啊 有几个黑点 至于是不是沙山石壁一类的 就不知道了 黑爷恩了一声说 请你走 加快点速度 尽量啊 在狂风刮起来 前啊找到避风的地方 我们几个没吭声 骑着骆驼跟上了黑爷 又朝前走了一段路程 瞅着这天色啊 是越来越黑了 我联盟是 又拿起了望远镜 朝前看 再不看的话 过一会儿就完全看不清楚 这一次我看得清楚了 对黑爷他们大声说 前面不远处 有沙山 速度快的话 十多分钟就能到 那我们就赶紧走 黑爷说着就拉着缰绳啊 要使唤骆驼 让骆驼加快速度 这时 我又看到了什么 对他们大喊了一声 等一下 零点疑惑的望了我一眼 问我怎么了 我拿着望远镜 调节了一下教训 等着看得更清楚 方才才说 有点不对劲啊 前面虽然有沙山 但却还有别的东西啊 我这话一出口啊 大伙都愣住了 没吭声 我也想到了什么 心说 不会是他娘的 我们昨晚发现的那伙人吧 我们昨晚在一个沙山 歇脚的时候 是遇到了一堆垃圾 猜测在我们之前啊 可能是有人来 如今我又看到了几个黑点 那是不是说明 真的是昨晚那些人呢 先不管这么多了 赶紧过去 此时的狂风大作 我们已经很难看清楚 眼前的景象 呼呼的裂风吹的是 我的两腮啊都有些疼 黑爷说完 就递给我们一根绳子 让我们抓着一面落单 我将面罩戴上 一手抓着麻绳 一手抓着姜绳 骑着骆驼啊 快速地朝着前面赶去 十多分钟之后 我们四个人安全无视地 赶到了沙山附近 以防万一 我们并未马上就靠近 因为谁也不清楚 前面沙山到底有没有人 万一有人 是有势敌还是个位置 现在天黑 又有黄沙飞舞 望远镜是拍不上用场的 我们只能悄悄地靠近 我下了骆驼 让黑爷看着几个骆驼 我和灵蝶尔以及木头 是悄悄地向着沙山走了过去 潜伏过去的时候 我看灵蝶手里有荧光闪烁 愣了一下 仔细一看 发现他手里不知道 啥时候做了好几根银针 这时啊 我想到了之前 遇到了江湖人士 老药魔 老药魔也是玩银针的 而且啊 那一手银针玩得简直太溜了 隔空十米远 就能凤人穴道 也不知道是练了多久 此时见到灵蝶手里有着玩意儿 我就想灵蝶会不会有老药魔那么厉害 现在还没有到沙山 我趁机是拽住灵蝶问他说 你使暗器的本领有多高呀 你问这个干什么 灵蝶愣了一下 想看白痴 看着我 大理当前 你们能正经一点 你要真的想知道的话 改天找个没人的地方 开个房 本姑娘亲自告诉你 我呸了一声 信说啊 还说我不正经 也不看看是谁不正经 懒得和他 那么多废话 就问他有多厉害 灵蝶怂怂了怂间 看了一眼手里的银针说 嗯 没多厉害 平常的时候 二十米的距离啊 插到人应该不成问题 不过这会儿是沙漠 又有风 我营真不好使 我没继续说话 搞得灵蝶儿是一脸的莫名其妙 这会儿 眼阳怜也缓缓地拔出了自己 随身携带了匕首 我也没愣着 解开身上的黑角刃 将之握在手里 准备随时拔出硬底 到了沙山前 木头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 接着在黑暗中 对我们低声说 可能没人 要是有人的话 应该会点火 现在一点火光都没有 我说 我刚才的的确确确实看到 有几个移动的黑点啊 小心点 咱们先下去看看 木头点头同意我的说法 接着我们几个又找到了斜坡 下到了沙山 到了山底后 风声简小 周围什么都没有 我有点看不清楚 打开强光守垫 朝着远处是照着过去 只见此时啊 在地上爬着三头骆驼 那三头骆驼 全部前提弯曲 将头埋在了沙漠里 也不知道干啥 见到这幅场景 我们都懵了 心说 这是啥情况 怎么会好端端的 能有几头骆驼 该不会是野骆驼吧 零点儿想了一下 没等我说话 艳阳灵就用手电 照了一下那三个骆驼 直接说 不会是野骆驼 三封骆驼上 都有骆驼 应该是有人骑过来的 骆驼在这儿 人能去哪儿 该不会就在周围吧 我扭头看着四周 小心翼翼地说 艳阳灵摇头说 应该不会吧 骆驼这东西 他们肯定是 不会丢下不管的 要不先将黑爷叫来 他一个人待在那儿 也不是个法子呀 我提议说 艳阳灵他们点了点头 接着我们就找到了黑爷 然后重新回到了沙山下 黑爷查看了一下 那三头骆驼 接着回头对我们说 遇到狂风的时候啊 骆驼喜欢将头埋进沙子里面 以此来躲避 不过这三头骆驼的情况啊 有点不对呀 看起来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我感觉有些惊奇呀 听说鸵鸟受到惊吓 才将头埋进沙子里呀 还没听说过骆驼干这样的事 骆驼身上有着不少东西 要不你们来看看 黑爷又说 我和艳阳灵对视一眼 心想反正啊 也不能怎么着 不如啊 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走到三封骆驼前 我们几人合力 将三封骆驼身上的东西 给拿了下来 哎别说 这东西呀 还真不是一般的种 至少说是有个五六十近 我们三个分别是 将三个背包打开 看着里面东西的时候 我脸上是大写的一个懵逼呀 我抬起头 看向艳阳灵和灵蝶耳 之前他两眼懵逼了 这他娘那什么玩意儿 我大妈一声 从包里面取出了一套潜水服 防水眼镜 头套 呼吸器 潜水刀等一系列潜水石材用的东西 艳阳灵和灵蝶耳 包里面装的和我差不多 都是这些东西 和解起来啊 一起是有三套 我傻眼了 忍不住骂他 这群人脑子里面缺根弦嘛 来他娘的大沙漠 拿着潜水装备 还他娘的能不能再靠步一点 这不是一般的错诞 你他娘的把潜水装备换成淡水 都他娘的能中树呢 这是什么东西啊 灵蝶耳从包里面掏出一块 比板张还要大一点的东西 也不知道是什么 看起来啊 包的还挺严实 黑爷瞥了一眼 灵蝶耳手里的东西 脸色顿时大惊啊 对灵蝶耳喊道 别动 那是炸药 听到炸药两个字 我们几个顿时就愣住了 灵蝶也没敢继续再动 就这么僵着 举着手里的炸药 黑爷上前把炸药接了过去 仔细地看了一会儿 说 这是烈性的水质炸药 能在水中使用啊 黑爷三十多年前 也算是一个大拿 知道这一点并不习惯 让我懵逼的是 那伙人到底他娘的要干啥呀 又是潜水装备 又是水下炸药的 搞什么肥贤 我把东西重新装进背包里 手电一闪 我忽然看清楚地上有一滩血迹 为了防止看错呀 我特地蹲在地上 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确定无误时 我对他们说 这里有一滩血迹 你们过来看看 是怎么回事 燕阳灵蹲下身子 捏了捏 粘油血迹的沙子 在手里搓了搓 陈寅一会儿说道 这些血迹 留下来应该有一段时间了 最起码在三五个小时以上 好短短的 怎么会有血呀 难道这是装备主人身上的血 林蒂尔有点想不明白的说 我也不知道这具体是怎么回事 按照骆驼的数量来看的话 应该是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好端端的 怎么会把这些装备 以及骆驼都遗弃呢 我特地翻了一下装备 发现里面不光有炸药和潜水装备之外 还有一把手枪 以及大量的淡水和少量的食物 发现这些东西啊 我们更加好奇了 水和食物都不要了 这群人到底在想啥呀 说真的 我是真的把这群人当成了神经病 哪个正常人来沙漠他娘 在带潜水装备 这不明白的就是傻梦吧 这群人该不会是遇到了什么危险吧 林蒂尔猜测说 你还杨林蒂尹这说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但就算是遇到了危险 也没理由将水和食物丢下 要知道 在沙漠里少吃两样东西 可真的活不成啊 先别怪他们了 你们先去吃点东西休息 我驯服驯服这三封骆驼 说不定还能让他们跟着我们一块上路 如此一来啊 我们的安全也有了保障啊 黑爷白了白手 有点不耐烦的说 我一听都觉得有点道理 这三封骆驼放在这无人馆 倒还不如便宜给我们 我们啊 也没觉得好意思 在这个茫茫沙漠里 活命的手段越多 就证明着越安全 黑爷养骆驼好几年 驯骆驼也是一把好手 我们完全不用担心 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一边吃东西 一边商讨着现在发生的事 这事啊 梗在心里不解决也不是个办法 最起码大伙心里啊 还是很不安的 这伙人有枪 有炸药 不像是一般来沙漠里的人 燕阳灵只说了一句 我和零点尔对视一眼 觉得这群人的目的恐怕不怎么单纯 只不过 这群人一直在我们前方 我们也不敢 妄言猜测什么 说不定 他们来这里还有别的目的呢 吃完东西 我们搭建帐篷 等这全部收拾好了 我们四个商讨 让黑爷和零点先去休息 我和木头 则是守着前半夜 因为昨晚的事情 我们也不敢怠慢 守夜的人 从一个变成了两个人 坐在沙山下的岩石上 我拿出烟点燃了一只 又递给燕阳灵一只 燕阳灵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了过去 只不过在抽的时候 还是咳得很厉害 眼泪都咳出来了 我哈哈大响 帮燕阳灵拍了拍几杯 接着说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笨啊 我记得你抽烟都快 抽一个多月了 怎么还是不会啊 抽烟上身体 燕阳灵严肃地说 我不屑地冷哼一声 想到了网上看到的流行词 当即啊就转了出来 抽烟伤肺不伤心 懂不啊 燕阳灵愣了一下 苦笑着摇头没说话 夹着烟就着不抽 我说 你不抽就别浪费 现在这年头 难道哪有几个不抽烟呢 见燕阳灵要说话 我连帮白首说 哎 大众 别说什么抽烟伤身体的屁话 我们村子啊 这个刘大爷啊 16岁就开始啊 抱着汗烟袋了 一直到现在还抽着呢 人都八十多岁了 身体不一样 阴朗吗 事实来言啊 抽烟的确伤身体 但也有个别存在 有的人抽烟抽了一辈子 身体啊 还倍儿棒 八九十岁还活着 不仅如此 烟也没减 也有的人啊 抽了一两年 就患了肺癌 一类的疾病 这些啊 都是没办法说的事 完全是看个人身体罢了 燕阳灵不说话了 猛抽了一口 又咳嗽个不停 我在一旁 看着都着急 手把手交这家伙怎么抽 一连下去三四支啊 方才 渐渐的好了一行 丢掉烟头 燕阳灵递给我一把手枪 说 这个你拿着 方真用 手枪肯定是从那伙人 背包里捞出来的 而且啊 还只有一把 我用过手枪 也熟悉 接过来 琢磨了一会儿啊 就认出这把手枪 是什么型号 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个比较普通的 五四手枪 五四手枪其实啊 也不难搞 黑市什么的 都很常见 这伙人手里的家伙 或许啊 就是从黑市买来的 我打开弹夹看了一样 发现里边的子弹 还是蛮的 有气发作用 我也没客气 直接将手枪塞进腰里 有危险随时都能拿出来 见我将手枪装起来 木头也没再多说什么 抬着头看着黑不溜秋的夜空 也不说话了 我这个人就是闲不住 一个人待着容易胡思乱想 两个人待着总是想和别人搭话 可是啊 我身边坐着的人偏偏是个木头 最后我忍不住这寂静的气氛 主动开口说 木头 你觉得咱们能找到神徒背后 隐藏着的宝藏吗 呢 验阳铃斩钉切切地回答 我苦笑地说 你怎么那么肯定啊 因为你是为神徒选中的人 也是经得住神徒考验的人 验阳铃很是官方地回答我说 我无奈了 没再吭声 觉得还是安静点好 坐了两三个小时后 零点醒过来 木头看了一眼 从帐篷出来的零点 对我说 我有点困 先睡一会儿去 说完呢 这家伙就走了 我心里骂娘啊 心想老子也困难 零点抿着嘴来到我身边 一屁股坐在我旁边的岩石上 这女人很喜欢勾引我 我不愿意搭理她 抬头看着夜空 也不想和她多说 零点见我一直不吭声啊 忍不住说 喂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难道不会和女儿待善吗 不会 我摇头老实地回答 零点气地朝我小腿上 踢了一脚 我也顺势啊 跳下了岩石 心想还是和她保持距离好 喂 你有没有想过 以后怎么办呀 零点忽然转移话题问我 我愣了一下 古怪地看了一眼零点 见她一脸地认真 却胡语地回答说 以后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吧 找了东西之后我就回去 回去 就你的五娘吗 零点望着我说 我说 也不是五娘 还有方向以及我父母 他们都是我双亲 也是我兄弟 我肯定不会丢下他们不管的 有你这样的朋友真好 零点笑着说 我说的 你没有朋友 有 不过都死了 零点叹了口气说 老了门下有三个弟子 都是女孩 我们三个相依为命 一起长大 关系如亲生姐妹 不过后来 因为意外都死了 只剩下我和姥姥了 我听得心里满不是滋味 更别说是零点了 我宽慰她说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零点抿着嘴 瞪了我一眼 不屑地说 谁稀罕和你做朋友 我挨了一声 你看不起人还是怎么着 你就一出了私 没钱没房没车 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才怪 零点撇嘴白了我一眼说 我说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 做朋友又不想谈对象 管你有钱没钱 是不是臭屌子 只要推薪致富就行了 零点不吭声了 我想她应该是觉得我说的对 我有点困 不住地打着哈欠 零点对我说 你先去睡一会儿吧 过一会儿黑夜可能就醒了 我看了一眼手表 发现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 也就没推辞 要是不休息的话 明天赶路 肯定会满身的不舒服 回到帐篷里 休息了一会儿 就在破晓时分 我就醒了过来 除了帐篷一看 大家都已经醒了 此时正在外面收拾东西 昨天的那三封骆驼 也被黑夜教训的服服帖帖的 我们将装备 重新地放在骆驼上 刚要出发时 艳阳灵确说 这套潜水服什么的也拿着吧 拿着东西干什么 沙漠里还能潜水咋的 丢在这儿是算了 我拒绝说 在大沙漠里带着潜水装备 他娘的傻不傻呀 谁知艳阳灵却坚定地说 带上吧 那有三只骆驼服众 我们也不归太累 万一有用也说不定啊 说完艳阳灵 就把三套装备啊 分别装在了三封骆驼上 看起来啊 算是打算真的带走 我有点疑惑 琢磨起来 木头最后一句话 沙漠里潜水服 怎么能用得上 想了半天啊 我也没想个所以然来 以为啊 木头就是嘴狗说说 也没多在意 整装完毕 我们继续朝西出发 趁着体力足 我们的速度啊 也提升了不少 只不过 我发现了一个 不算太过明显的变化 越是朝着萝卜坡 深处形啊 一些常见的胡扬 就变得稀少起来 就连蜥蜴一类 生存的沙漠里的动物啊 也变得若有若无起来 我隐约娟 感到一股不好的感觉 却不知道 预感从何而起 正午十二点多钟的时候 我们停在了一处 沙丘下 准备吃点东西 喝口水 继续赶路 在帮黑爷喂骆驼的时候 我见黑爷 一脸的愁容 心不在焉的 看着远方 就问他怎么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黑爷叹了口气 看了一眼远处 一望无际的沙漠说 今天是咱们进入沙漠的第五天了呀 说到最后 黑爷又是重重的叹了口气 而我也想起 黑爷曾经说过一件事 关于罗布泊 第五日的祖宗 今天就是我们进入罗布泊的第五天 如果真的有罗布泊 第五日这一祖宗 想来今天就会灵验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安慰黑爷说 您老啊 也别担心 我们慢慢往前走 有变故和危险啊 就停下来 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的 希望如此吧 黑爷又叹了口气 一脸愁云不散 我刚想转身离开 就听黑爷说 小子 你先别走 我回头看着一眼黑爷 问他怎么了 黑爷说 黑爷猶豫了一下对我说 我有种预感啊 这一次啊 我这条老命可能会夭折 如果我真的有三长两短 还请你帮个忙啊 我急了 对着黑爷说道 黑爷你放心 咱们啊肯定不会有事的 黑爷摆了摆手 重重的叹了口气说 你先听我说啊 我不吭声 盯着黑爷看 黑爷说 如果啊 我真的出了意外 你们无论是 接着走 还是回去 在路上碰到人类的骨骸 就要帮我埋起来 别让这些可怜的人 死还暴露在沙漠之中 我心里有些发酸 知道黑爷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在罗布泊寻找父亲 以及他妻子 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虽然他一直坚信 父亲和妻子没死 一直靠着那股信仰坚持 虚实啊 他内心深处 还是知道事情的真相的 三十年前就消失的人 怎么可能还活着呢 更何况这茫茫沙海之中呢 我咬着牙 心里呀 难受得厉害 声音都有一些哽咽起来了 我对黑爷说 黑爷 您发现 我们肯定会 平安无事走出去了 相信我 能安全就再好不过来啊 黑爷仓老的脸颊上 浮现出了 沧桑的笑容 他拍了拍 手掌对我说 回去吃点东西啊 喝口水吧 接下来还要继续赶路呢 我恩了一声回到营地 木头他们 也没看出来什么 我心里难受 所以啊 大家都没吭声 一直在闷头 吃着面包和火腿上 吃完东西 喝了点水 黑爷抽出汗烟 捏了点烟草 点燃抽了几口 此时啊 他已经恢复阵场 也不知道 他是不想让其他人看出一些问题 还是已经看开了 我说的看开的 是看开死亡 我也拿出一支烟抽 边抽啊 边望着无尽的沙漠 心里一阵惆怅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神徒背后 隐藏的宝藏啊 此竹林的事情 到现在我还记得 算算实现 从上次送完快递 到现在已经有了半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 再过半个月 又到了送快递的时间了 到那个时候 也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找到 神徒背后隐藏的宝藏 抽完一支烟 大火的体力啊 也是恢复了不少 当即就继续赶路 临行前 我问了一下黑爷方位 黑爷看了看四周 陈吟着对我们说 按照我们现在的速度来看呀 再走一两个小时 应该就到了 罗布泊的中央地段 那个地方啊 才是罗布泊最危险的地方 燕阳林还是觉得 黑爷有问题 在黑爷说完 他就颇有深意地说 那我们该怎么走 继续朝西走 你们要是 想就此回去的话 也可以朝着南北方向 包括东面走 要是还想继续 走下去的话 只能选择计方 黑爷不紧不慢地回答着 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听出 燕阳林的话中谎 我见情况有点不对劲啊 就打着哈哈说 大火费这么大劲出来啊 来到这里 回去的话 肯定是没理由的 先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朝西走吧 咱们师徒四个人 赶紧去西天取经吧 木头不吭声 黑爷则说 接下来的路啊 不能走太快 慢慢走 大家还是和之前一样 抓住绳子 别松开 以免出现问题 我害怕木头和黑爷 发生口角 主动提议说 我跟在黑爷后面 零点在中间 木头 你在后面 他们几个点了点头 就回到了各自的方位 见我们都抓紧了绳子 黑爷也不再墨镜 吆喝一声 赶着另外三只骆驼 在前面带路 而我们则是跟在另外三头骆驼的后面 黑爷说 接下来的路不能走太快 只能慢慢地前进 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但我们啊 也没有多问 毕竟黑爷常年的混迹在沙漠 他懂的东西肯定比我们懂 如此一来 我们就慢悠悠地前行着 因为大家都害怕 风沙进入口鼻 所以都戴着面罩 眼镜和头盗 离远一看 颇像是古代在沙漠中 前行的驼队 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感觉到有些口渴 拿出水壶 仰头喝了一点清水 刚想放下水壶的时候 忽然间看到正前方 不远处有着几个黑点 黑点格外的小 不仔细看的话 很难以分辨出来 我本来以为是 胡杨林什么的植物 但转练一想啊 我们已经好久 没有见过胡杨林了 好端端的 不应该会出现吧 想到这 我顺手拿起 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 对焦了 一下看过去 这一看啊 我顿时是心里一惊啊 对着前面的黑爷大喊道 前面有一个人 我这一叫啊 把所有人都叫蒙了 身后的艳阳林 对我大声地说 你看清乱 确定是一个人 我说不会错的 就是一个人趴在沙漠里 看来啊 应该是已经死了 黑爷 这是对我们摆了摆手 纯身说 都别慌 慢慢地过去 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深吸一口气 压制住心里的好奇 跟在黑爷身后 朝着前方走去 在远处 拿着望远镜看 虽说能够看得很清楚 但我们都知道 这段路程走起来 也需要一些时间的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的时间 我们方才逐渐靠近 我在望远镜中 看到的人的旁边 在距离那人 大约五六米距离的时候 黑爷喝住了前面的三头骆驼 接着对我们说 先不要瞎骆驼 慢慢地走过去看看 艳阳灵和灵蝶尔都没吭声 只有我恩了一声 黑爷抓住前面 三只骆驼的枪绳 慢慢地让他们朝前靠近 谁知 等前面三封骆驼 靠近躺在沙漠里 移动不动的尸体 两米多元时 忽然就前提弯居跪了下来 鼻子里哼吃哼吃 喷出不少的粗气 这景象 我见到过 之前遇到 沙卷风的时候 骆驼就是这个样子 如今看到骆驼又变成这个样子 我心里顿时一急 连忙环顾着四周 生怕突发一变 就连黑脚刃啊 都被我拿了出来 可我知道 要真的遇到了沙卷风 黑脚刃 完全不管用 但 最起码我心里能有点底气 黑爷一摆手 示意我们不要紧张 接着 朝前定睛一看 叹了口气说 别慌 没什么事 如果没错的话 死了的人 应该是这三封骆驼之前的主人 听闻此话 我立刻就想到了三套潜水服 心说 这死的人难不成是带来潜水服的人 潜水服和骆驼都有三套 没理由就一个人吧 我疑惑不解地问 黑爷说 这人是死透了 一点生气都没有 其余两人想来啊 也好不到哪儿去 毕竟淡水和食物 他们都没有带来 那能看出这人是怎么死的吗 我问 黑爷摇了摇头说 坐骆驼上肯定看不出来 下去看看吧 说完黑爷 就胯下骆驼 朝着那人的尸体走去 我害怕黑爷有问题 也跟着跳了下去 唯有灵迪尔和艳阳灵 还坐在骆驼上没动 到了那人的尸体旁 我先用黑脚刃试探了一下 确定没有动静 方才让黑爷查看 黑爷捏了捏 那人的嘴巴 又摸了摸那人的额头 趁着这个功夫啊 我也打量了一下这人 这人是男的 年纪看起来 大约能有三十来岁 有着一脸的落腮胡 看起来 像极了军阀时期的土匪头子 最后 黑爷站起身来 得出结论说 这人应该是脱水而死 脱水我知道 简绿一点意思啊 就是说这人是渴死的 更让我奇怪了 这人好端端的 怎么会渴死啊 如果这人真的是那三封骆驼的主人 又怎么会丢弃骆驼出现在这里 即使骆驼能被丢弃 那淡水一类的东西 又该怎么解释呢 行 就算骆驼淡水食物都没淡 那他也不可能死得这么快啊 从我们昨夜休息的地方 到现在还没有一天的路程 成年人一天不喝水 完全扛得住 这人身体强壮 没理由扛不住啊 蹊跷 这人的死亡 真的是太过于蹊跷了 哎呀 先不管这么多了 这些人来罗布泊干什么来的 我们虽然不知道 但也不能掩盖着他们 暴露在沙漠之中 就得埋了他吧 黑爷叹了口气一说 黑爷能说出这样的话 完全不是意外 他在罗布泊内 行走了三十多年 为的就是寻找自己的父亲和妻子 我想在这期间 他在罗布泊内遇到疑死之人 也会将这人就地掩埋 可以说是仁慈 也可以说是怜悯 但不管怎么说 这样的做法并没有什么错 我从背包里面抽出了工兵铲 准备在这里挖个坑 将这个人埋了 在沙漠里挖坑啊 既容易也困难 容易的挖坑就像是切豆腐一样 几乎不用费太大力气 困难的是 这些沙子刚被挖出来的 有一小部分就又流进去了 如此循环 我挖了三五分钟的时间 才挖了不到半米顺 我也不惧气雷 继续是挥动着工兵铲朝下挖 又挖了两下 我忽然看到地底下的沙子 竟然呈现了黑色 我有点想不明白了呀 心说这哪儿到哪儿啊 该不会是挖出了暗河来了吧 沙漠中的确是有暗河的存在 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是处于在沙漠的最底处 再不济也不会挖了不到半米就出现 我又用力朝下挖了两下 发现挖出来的沙子都是黑色的 我伸手捏了捏那些黑色的沙子 也没有感觉到湿润 就在我把手里的沙子丢掉的时候 我却惊讶地发现 我手掌中的沙子就像是吸铁石一样 紧紧地吸着我的手指 这太习惯了 像吸铁石来形容一点儿不过分 而我现在就是一块大铁板 我感觉有点不妙 牛头说 黑呀 这下面的沙子怎么都是黑色的 而且上面还有一股犀利 听到我的话 黑也脸色巨变 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我就听到扑通扑通扑通的三声 我是立即回头看了 一直在前方开路的三只骆驼 不知为何前半身都陷入到沙子里面 就只剩下了背部和高高昂起的头部 这一变故啊 着实有些措手不及 我们纷纷都陷入了惊愣之中 最后还是黑爷先回过神来 他对我大喊 这沙子有问题 你赶紧出来 我吓了一跳 也顾不得挖坑了 直接啊 是跑了出去 接着就用力的甩着手指头上的沙子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方才将那些沙子甩掉 这时 我发现另外三头骆驼啊 在此刻已经完全陷入了沙子里面 刺客正在摆动着四肢 试图要从里面逃出来 可这古怪的沙子看起来啊 就像是沼泽一样 越是挣扎呀 陷得越是深 我忽然想到了那三封骆驼里面 还有不少的装备以及淡水 我抬头朝着三封骆驼看去 三封骆驼距离我们没有三米远 三个背包已经全部暴露在外面 不出意外的话也就三四秒钟的时间 背包就有可能被这古怪的沙子给吞噬 我咬了咬牙快步跑了过去 用力的将三个背包给拽了出来 将三个背包扔出去后 我刚想退后 发现脚下的沙子就像海水一样 开始翻滚起来 表面上的一层金色的沙子 此刻全部都是陷入到了沙漠的最底层 变成了黑色的沙子 我完全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更没有听说过沙漠中的沙子还会变成这样 前面的这些沙子就像是海水一样 先是从下朝上涌了上来 接着开始不断的吞噬着周围的沙子 不多时黑色的沙子就蔓延到了我的双脚下 快躲开 黑爷对我大吼一声 我稍微一愣啊 立刻是回过神来 二话不说是直接朝后退去 可是这黑沙蔓延的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出很多 这黑沙像是能吃掉黄沙 再把黄沙感染成黑沙一样 这时黑爷又喊道 你先朝后退 千万别被吞噬进去 我去牵骆骆 上了骆骆就能逃出去了 说完 说完黑爷就朝着后面的骆驼跑去 这黑沙就连骆驼都能够轻而易举的吞噬掉 更别说是我了 我敢打包票 我要是被吞噬进去 没出两三秒就没影子了 我现在只能祈祷这黑爷赶紧把骆驼弄过来 再晚一会儿的话 我真的就没命了 幸好的是 燕阳灵和灵蒂尔一直在骆驼上待着 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俩本想下来帮我的 却被黑爷大声喝止住 黑爷大声说道 你们谁下来谁死啊 赶紧跑 能跑多远跑多远 说完 不等燕阳灵和灵蒂尔回话 黑爷就狠狠的一鞭子抽在了两封骆驼上 骆驼被抽得疼得 叫唤一声 继而就拔腿迅速的朝着正西方跑去 根本不给燕阳灵和灵蒂尔说话的机会 我看了一眼 灵蒂尔和燕阳灵 只见他们两个正努力的制止着骆驼 现在这种情况十分的不妙 他们俩要是回来的话 我们几个或许都会死在这里 我一边快速的后退 一边对着他们两人喊道 别管我们 你们赶紧跑 快跑呀 我见燕阳灵一脸焦急 还有些犹豫不决 再次大声说道 你说我是被选中的人 既然这样的话 我肯定不会出事的 你们赶紧离开这里 到了安全的地方等我们 我们用不了多久 就会过去找你们的 见我这么说 燕阳灵方才咬着牙和灵蒂尔一起离开 逐渐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 我呼出一口气 刚想继续后退 却发现 我发现左脚的脚脖子好像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一样 根本没有办法退出去半步 我连忙低头看了一样 只见我的一只脚现在啊 已经是陷入了恐怖的黑沙之中 我大惊失色 不断地拽着腿 想要从黑沙中把腿抽出来 可是这黑沙有多恐怖 我是知道的 三头骆驼都抵挡不住 更别说是我了 我越是挣扎身子 就是陷得越厉害 不出十秒钟的时间 我左腿已经被拉下去一半了 黑沙已经没入我的膝盖部位 小腿 在黑沙之中 我感觉到冰冷 以及异常的恐怖的犀利 我越是挣扎 想把腿拔出来 犀利就是越重 不多时 我整个左腿 都已经全部身陷在其中 我感觉身体的力量 正在逐渐地消失 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心说 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 在此之前 我幻想过很多种死法 千千万万种 唯独啊 就是没有想到自己会死的 这么特殊 死的这么的怪隐 死的这么的诡异 我的确是被神徒选中的人 但我却不敢肯定 我能活下来 刚才的那番话 只不过是说给艳阳灵听 我了解这家伙 他是守灵人 面对神徒 就像是面对邪教的教主一样 在教众眼里 教主就是无上的存在 说是吐一口唾沫 就能救人 众教都相信 艳阳灵在神徒面前 就是个众教 而神徒就是他的教主 想着 我感觉黑沙又开始朝着 我的右腿蔓延过来了 我已经懒得挣扎了 因为我知道挣扎得越厉害 越难以逃出去 就在我要绝望的 闭上双眼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一阵呼呼的风声 接着就感觉自己身子 被什么东西给绑住了 我低头一看 发现身上套着一根麻绳 而另一侧 则是黑爷 黑爷此时骑在骆驼上 手里抓着神子 对我大喊道 小子 坚持住 我把你拉出去 黑爷的出现 无疑不是给了我重生的希望 我咬着牙 说黑爷你拉吧 我能坚持得住 黑爷点了点头 一鞭子抽在骆驼的屁股上 骆驼叫了一声 开始拔腿朝着 前方快速的奔跑 我的身子被麻绳套着 身子的另一端 又在黑爷的手上 骆驼一跑 本来松散的身子 顿时被绷紧了 而我整个人 也被这股力量 给猛的带了一下 不得不说 黑爷的力气 还真不是盖的 在两重力量之下 他还能紧紧地 抓着绳子不放手 骆驼虽然极力地奔跑 但我感觉没什么用 左腿还是被埋在黑沙之下 非但如此 我还觉得自己的身子 快要被他拉成了两节 身体里的骨头 有一种要断掉的冲动 黑爷再次用力 两下还是无果 我苦笑着对黑爷说 黑爷你走吧 别管我了 我这次恐怕是真的栽了 趁着这些沙子还没蔓延过来 你赶紧跑 放屁 给老子撑住 黑爷大吼一声 竟然直接是跳下了骆驼 这一幕啊 把我给看蒙 我连忙说 黑爷你赶紧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小子 我交代你的事情 还记得不 黑爷 答非所问的望着我 我一愣 下意识的眼头 接着就明白黑爷 这是什么意思了 顿时 大惊拼命的摇头说 黑爷 你赶紧走 你还要找你的父亲和你的妻子 你心里还有信仰 还有信念在 你不能死在这里 你赶紧走啊 什么狗屁信念信仰 千万人都明白道理 我会不明白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呀 黑爷摇着头叹息的 哎呀 小子 这三十年来 我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 所谓的信念和信仰 只不过是我近身上的寄托罢了 什么人可以活三十年 更何况 是在这沙漠之中啊 我不想听下去 不停的说 黑爷你别管我 你赶紧走 咱们俩非心非故的 你没理由救我 嘿 小子 老子活了六七十年了 该建的东西都建了 该经历的东西 也都经历了 而你却不同 你还年轻 有着大把的时光来挥霍 老头子上面 指不定哪天就到头了 既然这样救你一命 又何妨呢 啊 嘿嘿嘿 黑爷笑着说 笑容中充满了洒脱 我说不出话 只觉得两栽疼的厉害 只感觉鼻子发酸的厉害 眼中啊 更是止不住想要流泪 小子 我没别的要求 我走了之后 你们不管是继续走 还是回去 路上碰到人类的海骨尸体 都要帮忙葬了吧 黑爷重重的叹息一声 将腰间细着的汗烟 取了出来丢掉 接着就直接走进了黑沙之中 我心里一阵的刺痛 眼里的泪水 再也忍不住往下涌了出来 黑爷进入黑沙 静得很干脆 直接是脉动着脚步 踏了进去 黑沙将黑爷的身子 慢慢吞噬掉 等着黑爷就只剩下一个头 在外面的时候 他忽然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琳朗 我叫琳朗 我连声回答 黑爷脸上的笑语更浓了 点头说 琳朗啊 这名字不错呀 话音还未落下 黑爷整个人就消失在了我的面前 与此同时 我忽然感觉到 被吞噬掉的左腿底部 有一股力量 正在朝着上涌着 不多时 我的左腿就重新拔了出来 我知道 这是黑爷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他的主动牺牲 是想进入黑沙之中 把我的腿给用力推上来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要是没能够成功 我和黑爷都会死在这里 显然 黑爷成功了 我抽出腿 一把抓住黑爷丢下的汗烟 接着就快速的朝后退去 黑沙还在不断地吞噬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是个头 站在一旁 我盯着黑沙 里边没有一点动静 我小黑爷 可能永远也不会出来了吧 他能够把我的腿用力推出来 已经是经了最大的力气 我眼里擎着泪水 咬着牙 重重地对着黑沙 磕了三个头 接着就决然地骑上一旁的骆驼 让骆驼带着我 迅速地离开这里 骆驼是黑爷养大的 此时啊 浩斯也明白了一下 他哀嚎一声 就是不肯走 我没有其余的办法 只好用力地抽打着骆驼 经不住抽打的骆驼 我才迈开四肢 快速地跑了出去 前行的路上 我紧紧地捏着手里的汗烟 这是黑爷留下来的唯一的东西 黑爷和我们相识 不过才是五天的时间 这五天里面我们交流并不多 但是黑爷却是为了救我而牺牲 人 是一种很神秘 很奇特的生物 他们表面大致一样 但内心身处想的东西 却没人知道 表面上看起来凶神恶煞的人 但是内心里面 却是很有可能藏着 一副善良的面孔 表面上看起来衣冠楚楚的人 暗地里很有可能 是一个衣冠情手 所以真不能一冒取人呢 眼阳灵 怀疑黑爷涂抹不轨 但是现在看来黑爷不会了 不光现在不会 可能永远也不会了 我深吸一口气 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难懂的东西 就是人心 收拾好情绪 我抹干眼角的泪水 心想黑爷不能白白牺牲 不管如何 神徒背后隐藏着 宝藏着宝藏 我一定要得到 从这件事情上 我悟出一个道理 也明白了一些 关于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 弱肉强食 这是个千古不变的生存之道 如果我够强够厉害 或许就不会有 黑爷牺牲的惨状 我若是够强够厉害的话 或许也不会来到这里 更不会被人耍得团团转 从始至终 我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过力量 变强 奔驰在茫茫沙漠之中 我看不见任何东西 也不知道燕阳林他们去哪里了 不过 我也没有多过担心 我们从刚开始 就是一直朝西前行 燕阳林他们 或许也是跑向了西边 只要一直朝着西走啊 就不怕找不着他们 朝西行驶了大概 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我隐隐约约看到 前方不远处 黑压压的一片 看起来像是一排建筑物 我揉了揉眼 确定这不是海市神楼之后 就快速地朝前行去 越是往前 我越是能够看清楚 前面是什么 那里好像是一处遗失的古城 没错 就是一处遗失的古城 古城看起来 像是被掩埋在黄沙之中很久了 最前端的烽火台 虽然高大 但是此时看去啊 并没有多高 也就只有两米多的高度而已 想来下面的部位啊 被埋在黄沙之中了 看到烽火台的一场 我脑海里想到了 纸条上的第二句话 古城中的布福女士 难不成纸条内的古城 就是这里啊 难不成我们在这座古城里面 找到布福女士 就能找到隐藏在 全眼中的宝藏 我没有继续想下去 准备先找到燕阳灵 和灵蝶尔 再做打算 次数环顾了一番 我将目光锁定在了 古城外的烽火台旁边 烽火台都不陌生 在古代 是传递重要信息的高台 多数用于军事防御设施 主要的就是为了防止 敌人入侵而建设的 倘若是白天有敌军 进入就会放烟 若是晚上有敌军进入啊 就会点火 古时候西域有三十六国之多 在这么多古国的汇聚之处 设上烽火台 也不算是什么奇怪的事 关于烽火台 古时候还有一个典故 叫做烽火系诸侯 大致的意思大家都懂 我也没必要多说 在远处 我清楚地看到烽火台周围 有着两封被拴起来的骆驼 这片区域除了我们之外 恐怕也没人来了 想来啊 那两封骆驼 就是木头和零点拴起来的 我下了骆驼 抓住缰绳 朝着烽火台的位置走去 到了烽火台旁 我只看到了两封骆驼 被拴在了石柱上 完全看不到他们两个人 木头 零点 我四处看了看 轻声喊了两声 话音刚落下 我就听到烽火台里面 传来了一声轻微的响动 等我将目光光光过去的时候 就见到零点和木头两个人 从里面走出来 看到我的时候 眼阳灵明显是松了一口气 我相信这段时间啊 她的神经一直是紧绷着的 见我安然无恙 方才放松下来 相比之下 零点就显得夸张多了 二话不说 就直接跑过来 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脸一红 尴尬地把零点给推开了 这时 木头发现了什么 皱着眉手 黑眼呢 怎么没有见到她 说起黑眼 我的脸色 瞬间变得黯然起来 叹了口气 我揉了揉 有点通红的眼圈说 黑眼为了救我牺牲了 什么 听了我的话 木头和零点耳朵愣了 一脸的难以置信 估计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黑眼竟然会为了救我 把自己的性命打进去 我说 那黑沙太奇怪了 你们走之后 我就陷进去 不管怎么用力 就是没办法出来 最后没办法 黑夜跳进黑沙里面 把我的脚给顶上来了 而黑夜 他再也没有上来 回想起刚才的场景 我鼻子 没忍住 又发酸起来 我揉了揉眼镜 使劲地吸了一口气 大家都沉默着不说话 零点拍了拍我的肩膀 轻声地安慰我说 你别太伤心了 黑夜救了你 你就要好好地活下去 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辜负了黑夜 我点来点头 看下木头 原本以为 他会说些什么 毕竟 之前木头 对黑夜有过误会 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木头竟然一句话也不说 就皱着霉 在原地沉默着 我也不知道 他心里是咋想的 也没有多问 叹了口气 收拾好心情 问这是怎么回事 黑夜死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路啊 还得继续走下去 一味的悲伤心痛 也解决不了问题 问题的解决 不是靠嘴说的 而是靠实践行动证明的 零点告诉我说 他们离开后啊 就准备在附近找个地方 等着我们回去 走了一半的路程啊 他们又望远镜 看到了风火台 就连忙朝着这边赶来 刚才他们正是 去风火台里面 查看一下情况 我问他们有什么发现 木头摇头 这是说 这处古城遗迹啊 应该常年被埋在沙漠底下 最近狂风大作 吹走了上面的黄沙 方才啊 让这座古城遗址 重现于是啊 我朝着西面的方向看去 果然发现 西面的黄沙高度 相对来说 要比东面的 要高出不少 我们进入的时候 是沙漠的风景 这五天里啊 更是狂风不止 再有就是 狂风 是从东 吹西而走 如此一来的话 才有了现在的景象 我觉得 我不应该再瞒下去了 现在这里啊 只有我们三个人 而目的 我们心里都心知肚明 若是再隐瞒下去的话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想到这儿 我把天山中的 冰雪圣连 以及古城中的 不服女士 外加上 全眼中的 影视宝藏 全都告诉了 木头和灵点 他们听完 我说之后 纷纷地陷入了 城市当中 燕阳灵想了一会儿说 按照你收到的 纸条内容 顺序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 先找到冰雪山莲 然后再找到 不服女士 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找到 下面的影视宝藏啊 冰雪山莲 我们已经找到了 不服女士 在古城之中 沙漠里 的确有古城 就是我们眼前的 这种古城遗址 也就是说 不服女士 很有可能 就在这座古城之中了 灵点想了一下说 我说 不管有没有 咱们先进去找一找 万一有 我们错过了 岂不是很坑啊 他们两个 都觉得我说的没错 当下我们三个 也都没有在犹豫 立即是牵着骆驼 朝着古城遗址走去 风火台的建筑 距离古城遗址啊 还有一些距离 等我们到了古城遗址前 三封骆驼 却说什么都不肯走了 鼻孔里面 忽视忽视的 喷着粗气 前面两只 直接跪在了沙漠中 样子颇为 诡异 我们三个都是第一次来沙漠 对于骆驼的了解啊 更是少得可怜 哪能看懂 这些骆驼是啥意思 要是有黑夜在就好了 最起码黑夜 对于沙漠中的东西 懂得要比我们多 想到黑夜 我又一次没忍住 叹了口气 最后 艳阳林猜测说 骆驼 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停下的 他现在不走 很有可能说明 古城遗址里 有着什么东西 让他们感觉到害怕 那怎么办 我们到底进不进去了 灵地儿看了看 古城遗址 又看了看骆驼 有些为难 我说到了 现在这个份上啊 回去 肯定是不可能的 骆驼不愿进去 咱们就把骆驼拴在这里 咱们三个 进去瞧瞧 目前除了这个办法 也没有其余的办法了 我们三个找了一块 比较坚硬的石柱 将骆驼头上的缰绳 牢牢地拴在了石柱上 肯定不会挣脱 方才开始收拾起装备 古城遗址一般的情况下 并不会太大 因为有的部位 还掩没在黄沙中 要是如此的话 这点地方 还是够我们走上一段时间的 收拾装备的时候 我们把所有的淡水和食物 都带在了身上 以免出现意外 接着就把其余不用的东西 全都装进了大一点的 密封熟湿袋里 然后挖上个坑 直接给埋上 准备出来的时候再拿走 做完这一切 我们就各自背上背包 朝着古城遗迹走去 找到了突破口 进入古城的时候 眼前的景象让我大感失望 我原本想 就算古城一直被掩埋在黄沙下 也不至于什么都没有吧 可等我们进去 眼前的景象和我想的差不多 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在这古城的遗址当中 除了房屋之外 其余的东西都是破落的 不成样子 我四处看了看 发现我们所站的位置 应该是一往古城中的街道 小路两旁有着不少的房屋 不过这些房屋都已经被黄沙 掩埋到了屋顶的位置 就算我们能进去 也只能是爬着 小路上有着不少的木板 木块等东西 从黄沙里面露出头来 看情况应该是古池后 街道上摆摊的架子 只不过这些东西啊 都是有形而无实 我稍微用手一碰 直接就化成了 墓穴是满天飞 估摸着是时间久了 风化所导致的 虽然没有什么看头 但是我们啊 也没有就此放弃 毕竟我们近来是寻找 不服女师的 而非来盗墓的 走了一阵 我停下脚步无奈地说 这里已经被摧残得不成样子了 城里面的房子 虽然全部都漏在外面 但多数还是被埋在 黄沙底下 不服女师肯定 不可能悬浮在半空中啊 我们要是想找的话 估计只能把黄沙挖出来 不过我觉得咱们这一辈子都挖不完啊 这是实话 我们在古城遗址转了一圈 发现这里啊 根本就没什么好看的 房屋都被掩埋在了黄沙之下 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顶部露在外面 单单是这样 我们完全是找不到不服女师 那怎么办 总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吧 林蒂尔大概也是走累了 随意找个地方坐着下来 一边捶着腿 一边撇嘴说 我说 肯定不能就此放弃 我的意思是 咱们这么漫无目的地找下去 肯定是很难找到的 我觉得咱们应该换个法子 阿朗说的没错 眼杨玲点了点头 看着四周 沉引了一下手 古城中的不服女师 不服女师 很好理解 就是不服不烂的女师 既然是不服不烂的话 那一般人 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身在古城之中 断然不会是普通的百姓家 说到这里 眼杨玲语气一顿 我也跟着明白了 我说 不服女师 不能存在普通百姓家 那咱们 就找古城遗址最特殊 最不一般的地方 眼杨玲笑了一下说 就是这个意思 说开以后啊 我们的目标就明确多了 普通的房屋 直接被我们忽略到 开始在古城遗址中 搜寻特殊的房子 一或者是不一般的地方 走了一圈 我看到一处高点 连忙三下 五处二的爬了上去 接着就站在高处 四处的环视着 俗话说得好 站得高看得圆 占据了高点的位置 视野立即是开阔起来了 我四下看了看 也发现了 的确有点不寻常 在正北的位置 我看到了一座 类似于塔顶的建筑物 只不过 被黄沙掩埋的 异常的事 我完全看不清楚 只能隐隐约约的 通过一个轮廓 来猜测一番 下了高点 我对木头和灵蝶二说 北面有个类似于 塔顶的建筑物 不过已经被黄沙盖住了 也看不太清楚 过去看看 眼阳灵向了一下说 我们三个继续朝着 北面的位置走去 我一边走 一边打量着四周 有点搞不明白的说 这里真的是一个 古国遗址啊 我怎么看 怎么觉得不像啊 其默寒初的时候 西域就有大小国度 五十多个 这五十多个古国时期 征战连连 不断相互的 蒸发吞噬 渐渐的就形成了 三十六国的形式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称之为古西域三十六国 事实上 说的是三十六国 也并非就仅仅只有三十六国而已 艳阳灵懂得比喻我们都多 此时啊 见我疑惑不解 他边走边解释说 古时候的西域 地域辽阔 说是三十六国 不过是一个笼统的归纳和解释 实际上 也有其余的小国 再有就是 这三十六国 也并非是名正言顺 我想不明白了 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叶阳灵说 有的国家异常强大 周边的小国 为了不被这个国家给吞并 每年啊 都会给这个国家 献上无数的经营财宝 以此来报求平安 当然 也并非说 这些小国家 害怕被吞并 只能说 是国家的郡主 是个人君 不想因为战争 而荒废了百姓 如此一来啊 就有了像 周围强国献礼一说 除此之外 还有一层别的说法 给强国献礼 那就证明 这个小国在某种意义上 成了这个强国的附属国家 这样一来的话 周围国警 想要对于这个小国下手 就要掂量着 这小国背后的强国 这么一解释 我就立刻明白了 这颇有一种 花钱买平安的意思 我若有所思地说 这么说的话 这谷国遗址 很有可能是个小国 亦或者说是 别的国家的附属国 现在看来 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艳阳玲点了点头 我嗷了一声 看着四周 心说古时候的世界 真的是很残酷 比现在啊 不知道残酷了多少倍 现在的社会 虽说是适风日向 但好歹国太明暗 而古时候 却并非如此 古时候常年征战 为了地位和权力 以及财产 不惜谋杀人命 更是不惜搅乱风云 搞得天下名不聊生 战争带来的最多的不是财富 也不是权力 而是给百姓的痛苦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 这个小国 在古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 但我想 如果这个小国的皇帝 不惜花费大量财力 委屈求全的附属在 强国身上的原因 真的是为了百姓的 安居乐业的话 那么这个皇帝 是值得敬佩的 到了我在高点上看到的塔顶位置 我们几个纷纷地停下了脚步 仔细地看着四周 塔顶已经全部被黄沙掩盖 只隐隐地露出一个塔顶的轮廓 让我们想不明白的是 这如果是一个塔的话 怎么会这么矮呢 在古国遗址中 走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逐渐也是看出来一点苗头 黄沙虽然盖住了古城的遗址 但是先前被狂风一吹 古城遗址又重新地显露出来 饶是如此的话 古城大半部位 还被隐藏在黄沙之中 我们之前商量过 觉得这黄沙最起码能有两米厚 要不然的话 房屋不可能只剩下了屋顶 而不见屋上 既然是这样的话 这塔顶就有了说不出的诡异 塔顶露出来的部位 只有一米多高 算上被隐藏在黄沙下的高度 春子也只有三四米高 三四米高的塔 谁见过 不说他们 反正呢 我是没见过 我只见过三四米高的凉亭 想到这儿 我说 我们该不会是看错了吧 这会不会是个凉亭 不是他 要看错 也是你看错 是你带我们过来的 零点儿丢给我一个白眼 明嘴说 嗯 瞧你那眼神 一个破凉亭 被你说成了塔 我没吭声 有点尴尬 毕竟这可能真的是我的问题 一直没吭声的叶阳林 忽然说 也不尽然 我一听有戏啊 连忙问他 啥情况 燕阳林围着塔顶走了一圈 最后得手的杰伦说 凉亭的顶端和塔很像 但是却也有些出入 现在这塔顶被隐藏在黄沙里 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也能从轮廓分辨出 这不是凉亭 那就怪了 不是凉亭的话 这塔怎么会这么矮 我疑惑的说 毕竟黄沙只有两米多厚 燕阳林也知道这一点 他说 要是这塔建造在地下呢 我和零碧尔对视一眼 一脸懵逼 我扯着嗓子说 这他娘那不可能啊 谁家把塔建造在地底下 我觉得木头肯定是想错了 谁闲得没事 把塔建造在地底下呀 塔这种东西 多数都是摆出来 显好看的 建造在地下的话 那作用啊 就失去了一半 燕阳灵弥这眼说 有没有可能 看看就知道了 说完这家伙 就开始在周围不断的 来回找着什么 我又和零碧尔对视一眼 皆是不明白这家伙 到底要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 燕阳林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说 这里没有突破口 入口应该不在这里 我说 你别搗疼了 或许就是一个凉亭 也没有哪个傻子 把塔建造在地底下呀 燕阳林不说话 一把抽出我背后的黑脚刃 接着将黑脚刃拔出来 狠狠地朝我们前面的塔顶 刺去 他速度太快了 以至于啊 我现在还没回过神了 直到我听当的一声催响 我整个人才如点击般 梦得回过神了 燕阳林抽出黑脚刃 刃给我说 现在知道答案了吧 梁亭大家都知道 上面有个尖刺和塔顶相似 而下面则是没有空间的 目的啊 就是让人在里面 乘凉下棋歇脚用的 按照高度来计算 前面的塔顶 如果真的是凉亭的话 这一件会刺空 别的不说 剑刃 没入到剑柄的位置 是很有可能的 毕竟沙子是很柔软的 而黑脚刃又是吹毛断发的 力气 可偏偏就不这样 我刚才是真的听到了响 很明显这一件事 刺在了坚硬的物质上 要不然的话 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响声 我服了 我是真的服了 连忙点头说 兴了兴了 艳阳灵恩了一声说 如果不在这里 可能在别的地方 我们去找找看 我四处看了看 最后目光 又放在了这塔顶上 砸了砸舌说 能把这塔建造在地底下 这得多厉害的本事 还有就是 这塔既然是在地下的话 那为什么会有塔顶露出来 古时候的人的智慧 不比现在的人差 秦始皇的陵墓 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切 至于塔顶为什么会露出来 我想应该是因为 地质板块震动的缘故 让一直隐世的塔 重新出现于世界 艳阳灵解释说 我嗷了一声 实际上没听懂 艳阳灵从不多说废话 见此路不通 就带着我们在附近 寻找另外一条通道 可是找了半天 我们依旧是一无所获 原因无塔 这塔既然建造在地下 那通往的通道 肯定也在地下 现在黄沙能有两米之高 我们根本啊 就没有可能找到入口 就算是找到 想要进去的话 也要花费很多功夫 天色逐渐的黑暗下来 狂风又呼呼大作 我们决定先不找了 找个地方先休息一晚上 等明天白天再说 古城里的房屋有很多 但很多都被黄沙掩埋了 幸亏找入口的时候 我们提前物色了一间 晚上过夜的房子 最起码 能临时抱佛脚 不慌慌张张 说是房子 也其实啊不尽然 从轮廓 和里面的东西来看的话 像是一间庙宇 这庙宇不算太大 底下的部位 已经完全被黄沙掩埋 我们只能弯着腰 勉强地进去 里面的空间 虽然说不大 但是坐下来 还是绰绰有余的 进了庙宇 我们首先 用捡来的干柴 点了一把火 其后啊 灵蒂尔负责准备吃的 我和木头则负责 找东西 把庙宇给堵住 要不然的话 晚上休息 很容易吹进风来 我和木头 合力抬起一根 不算太大的石板 刚好将庙宇的漏洞 堵得严严实实的 原本还有点 微量的庙宇 在我们堵住漏洞时 火光炖时 将整个庙宇 都给照亮起来 这会儿 灵蒂尔也准备好了 吃的东西 我们仨 围在火堆旁边 就着淡水 吃面包 面包虽然柔软好下咽 但是 我已经快要吃吐了 毕竟 我们进入沙漠五天 几乎是每天都在吃面包 没办法 这玩意儿 扛饿还轻便 来的时候 买得多 至于淡水 我们则是 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现在的水源 还有很足 足够我们三个 只剩十来天的时间 说实在的 我估计 我们三个 是来沙漠 唯一不害怕水源不够的人 吃饭的时候 我一边吃 一边打亮着 庙于内部 庙里的空间很大 看起来 就像是殿堂 中间的位置 还有一座 同质的佛像 粗粗地扫了一眼 我估计 这佛像 最起码能有 三米以上的高度 要不然 不可能在黄沙之下 能露出一个脑袋来 再看佛像的脑袋 我一冷 感觉啊 是有些熟悉 却想不起来 说是佛像 其实啊 有点不妥当 因为 他头顶戴着 一顶五佛观 说到这五佛观啊 佛教密宗上师 主持修法时 头顶所戴 又指五至宝观 西游记中 唐僧头上戴的 就是这五佛观 戴着五佛观的佛 我还真是没见过 也坚信 这庙宇里供奉的 可能不是佛像 屋里的气氛 有点闷 我笑着打破 沉默指了指 佛头上的五佛观 问道 你们看看 这是哪尊佛呀 灵地儿 瞥了一眼佛像 摇头说不知道 然后继续吃着面包 我又看向 雁阳灵 雁阳灵 咪了一眼说 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我疑了 再看了一眼佛像 心中啊 顿时恍然大悟起来 我说 怎么看着熟悉呢 原来是地藏王菩萨的 同像啊 说起 这地藏王菩萨 我还是有些了解的 小时候村里面 老人经常讲一些 神话传说 关于地藏王菩萨的传说 我还是知道一些的 特别是那一句 给我印象特别深 四大菩萨之一的 大愿地藏王菩萨 有一个誓愿 为 众生度尽 方振菩提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这句话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将地狱所有的众生 都度尽了 方能印证啊 地藏王菩萨的 佛果 若是地狱不空 那就证明啊 还有未被度化的众生 而地藏王菩萨 也就不会成佛 虽然这只是个神话传说 但是对于地藏王菩萨 我还是由心而尽 这里怎么会有地藏王菩萨的佛像 灵蒂尔眉头猝了猝 有些不解的说 我一论 这才想起这个问题 关于佛像供奉的问题啊 一直流传于中原 按理来说 这个古城遗址 不应该会有地藏王菩萨的佛像 才对呀 这里怎么会有一尊 地藏王菩萨的佛像 以及妙语呢 艳阳灵显然也发现了不对劲 他皱着眉头 盯着地藏王的佛像 看了一会儿 最后 好似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摇着头说 先不管这些了 商量一下怎么进入铁塔吧 显然 铁塔的问题比较重要 大家也没有继续纠结于佛像 开始商讨起来 关于铁塔的问题 我提议说 明天我们再找一找 如果找不到的话 干脆拿炸药啊 把这个顶部给炸开算了 炸药这个东西 我们没有 不过我们是 只从那三封骆驼上 得到了不少 不仅有水性炸药 还有一些其余的烈性炸药 这炸药炸开铁塔呀 我觉得完全可行 艳阳灵摇头说 这是下策 要是铁塔里有东西的话 这一炸 岂不是全都毁了 就是 一点都不知道动脑子 灵地儿冲我吐了吐舌头 复合着和我说 我无难了 两手一摊 那我们怎么办呀 整个古城遗址里面啊 就那座铁塔最为可疑 总不可能直接放弃吧 放弃肯定不行 我们明天再继续找一找 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 只能动用炸药 将其炸开 宁可挫杀一万 也不能放过其意 艳阳凌晨银只说 话虽这么说 但我觉得 最后还是得动用炸药 想要在这黄沙之下 寻找一个入口 谈何容易啊 吃完东西 我们三个也没撑帐篷 直接是拿出睡袋 在沙地里休息 休息的时候 我和艳阳凌 轮流地放手 至于零点儿 就没必要做这种事情了 至于我们 可是正儿八经的老爷们 要是让一个女孩来放哨的话 那不彻底跌份了吗 我有点困 相反之下 艳阳凌精神十足 最后 我休息前半夜 后半夜 由我来手 这一天经历了很多事情 我也算是心里 脚脆 等下之后 没多久就睡过去了 等到夜里十二点的时候 我方才悠悠地醒过来 醒来的时候 我就让艳阳凌去休息 换我来手艳 艳阳凌也没说什么 直接是钻进了睡袋 开始休息 坐在沙地里 我点燃一支烟 透过缝隙 朝着庙宇外面看去 不过 却什么也看不清楚 只能听到呼呼的风声 我叹了口气 给火堆里面添了点柴 接着就原地坐了下来 盯着地藏往菩萨的佛下 心里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算了算时间呢 我们进入沙漠 也是有第六天的时间了 这六天 我们也算是影视隔绝了 外界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是一概不知 更不知道 芳翔那家伙怎么样了 江伯到底有没有救出他 更不知道 五娘和我的父母 过得好不好 同样 也不清楚江湖上 是不是已经彻底乱套了 我大脑胡思乱想着 种种问题就像是洪水 开闸一样 疯狂地涌了出来 让我感觉到 振振的头疼 我夹着烟 用手捶了捶脑袋 心想 事情再多 也得一件一件地解决 我琳琅 只有一个 也不会分身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赶紧找到 神徒背后隐藏的宝藏 只有这样 我才有足够的话语权 也只有这样 我才能够安然无恙地 回到市里 可是 一想到宝藏 到现在还不知所踪 我又一次忍不住 头痛起来 盯着地藏王菩萨的 神像看了一会儿 我弯腰站起来 最后跪到 在地藏王菩萨向前 一边磕三个头 一边嘴里 念叨着地藏王菩萨保佑 祝我们早日早到宝藏 我知道 我的做法 可能有些幼稚 可 我也没指望 地藏王菩萨解灵 之所以拜上一拜 完全是因为 我对地藏王菩萨的尊敬 磕完第三个头 我下意识起身 完全是忽略了 屋顶的高度 脑袋是直接撞在了 地藏王菩萨头顶下巴的位置 发出了咚的一声轻响 我揉着脑袋 刚要忍不住发脑骚 就忽然地愣在了原地 我皱着眉弯着身子 伸手敲了敲地藏王菩萨 佛像的脑袋 只听了咚咚咚的声音 这声音啊 我还是知道的 一般用手敲空心物的时候 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也就是说 眼前的这尊佛 是空心的 而并非是实心的 接着我转链一想 也就跟着释然了 这尊佛像是同的 同的话 不可能是实心 只能是空心的 想到这儿啊 我有些失望了 原本觉得会发现点什么 现在看来 还是一无所获 就在我准备回到火堆旁边 继续守夜子之后 我忽然看到 地藏王菩萨 头部下面的 脖颈的位置 有一道细小的裂缝 我皱了皱眉头 仔细看一下 却发现火光有些暗 有点看不清楚 我跑回火堆旁边 拿出手电 重新回到了 佛像身边 打开强光手电 朝着神像的波颈处照射去 在强光的照射下 我果然看到了 佛像的波颈处 有着一道细微的裂纹 这裂纹就像是 一条细线一样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是 看不出 这里会有一道裂纹 我在用手电 照上其余的部位 却发现 周围只有波颈处 有裂纹 至于其他地方 完全就像是浑然天成 一点痕迹都没有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啊 听说 其余的地方完好无损 没理由 波颈处 就有一道裂纹吧 想到这里 我再一次 用手电照了一圈 最后发现裂纹的地方 不止波颈前的位置 整个佛像的脑袋的 一圈都有裂纹 犹豫了一下 我用嘴巴咬着手电 然后双手紧紧地抱住 地藏王菩萨的头部 这有点无奈的是 佛像的头部比较大 我两手根本是抱不住 最后 我只能用力地将 头像向上拔 想看看里面是否 暗藏玄机 我抱着佛像头啊 吃奶的镜都使出来了 头部就是一动不动 我喘着粗气 准备换个法子继续 既然拔不动 就试着扭动一下 说不定有惊喜呢 我也算是吃饱了 趁着没事干 在这儿研究神像 不过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谁也不知道这里面 到底有没有什么 机关一类的东西 再者来 单单是首页的话 是多无聊呀 我的心没木头 那家伙的 沉不下来 我双臂环珠佛像头 试着朝左扭了一下 依然是无动于衆 接着 我又尝试朝右移动了一下 然而啊 奇迹出现了 佛像的头部啊 被我用力的拧动着 原来我以为依然是没有动静的 可谁知 这一次我竟然扭动了佛像 佛像的脑袋里面 像是有着某种机关 稍微移动之下 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 但是我知道佛像里面肯定是暗层玄机 说不定不服女师就和着 佛像有着关系 想到这里 我更加用力的去拧 这一次 我算是把所有的力气都用上了 手臂上轻轻爆起 被我咬着的手电啊 也发出 咔嚓咔嚓的 声音来 咔嚓的一声响 佛像的脑袋直接被我从正前方扭到了正右方的位置 与此同时啊 我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我身前位置上的黄沙此刻是在开始缓缓的向下掉落 随着掉落的越多 我也越能看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成功的扭动了佛像的头部时 我身前出现了一个大约直径一米左右的圆形大坑 大坑被打开的瞬间 上面直接有两米厚的黄沙纷纷的是朝着大坑砸下去 不多时啊 上面就变得干净起来 刚才发出的声音很大 灵点和燕阳灵二人是直接被惊醒了过来 当他们看到面前的大坑石啊 整个人都愣住了 我也有点懵逼啊 没想到这佛像竟然是真的存在机关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过了大约五六秒钟 灵点尔风才回过神来 他嘴巴张大的都快能塞进去一个鸡蛋了 我挠了挠头数 我刚才发现佛像的头部有裂缝 就试着动了一下 没想到还真的有机关啊 燕阳灵走的大坑前 朝着下面看去 下面是一片漆黑 啥也看不清楚 我也松开了佛像的头 走了过去 用手电朝里面晃了一下 看到下面很深 最起码能有着十几米 接近二十米的深度 灵点尔确实说 要不我下去看看 我知道灵点尔的轻功很好 但现在完全不是成能的时候 因为谁也不知道下面有什么 燕阳灵迷着眼睛想了一会儿说 拿绳子过来 瞅着个架势啊 是要下去的节奏 我望了一眼 大坑底 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绳子拿了过来 绳子总共啊 是有着三四十米长 面对下面的深坑啊 应该是绰绰有余 我把登山绳 一段是绑在了佛像的头部 接着啊 是把另外一端 给扔了下去 做完这些 我拍的拍手 对叶阳灵说 莫头 你尽快下去 我们俩在上面啊 帮你看着 佛像的头部 这么长时间 没有损坏 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有说过我要下去吗 燕阳灵 皱着眉反问我 我被问愣了 说 你不下去 拿绳子干什么 你下去 燕阳灵指了指我 一脸认真地说道 卧槽 我差点没他娘的一口血 给喷出来 灵点更是没忍住 直接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燕阳灵 见眉一皱 又说 有那么好笑吗 你是被神徒选择的人 下去的话 肯定是安全无视的 说真的 要不是我 打不过这燕阳灵啊 我现在非得跟他积眼 狗屁神徒选中的人啊 遇到黑沙的时候 要不是黑爷 舍命相救 我早就不知道 死多少回了 想到黑爷 我又经不住叹了口气 这时 灵点笑着说 要不 还是我下去吧 我进宫 好 即使啊 有问题 也能够及时地应对 我说算了吧 还是我下去吧 你留在上面 和木头一起看着绳子 说完不等他们回话 我就拿出一副后手套 然后戴上手电 背上黑脚刃 准备下去看看 戴上手套 我把登山绳 缠在手臂上两圈 这样一来的话 我只要是稍微一松手 身子啊 就能够慢慢地朝下滑动 也不用担心会磨破手 准备妥当后 我告诉他们说 待会儿我拿手电 朝上晃三下 你们就拉我上去 见他们点头 我也没愣着 手掌慢慢地松开 身子啊 就直径地朝着下滑落去 上面的灵点忍不住提醒我说 小心点 我笑了笑 没几句多说什么 摆了一个OK的手势 就继续下滑 一边滑 我一边用手电照耀着四周 以免有什么机关 暗器一类的东西 同时 我也在心里默默地记着 这大坑到底有多声 让我倍感奇怪的是 大坑四周的墙壁上 竟然没有凸起来的岩石 周围石壁啊 被磨得是平平整整 看起来是有人刻意而为的 至于机关暗器一类的想法 都是多余的 一直等我双脚踩到厚厚的黄沙的时候啊 也没有看到一点机关和暗器 我用手电照了一下周围熟悉了一下环境 发现啊 从上到下只不过是通道之一 其中还有着通道 周围都是石壁 只有一条路能走 看着这条路的方位 我心里隐隐感觉 这条路的方向 应该是塔顶的位置 塔顶的位置在我们的正西方 这条唯一的岸道也正巧是指着正西方的位置 暗自回想了一下 正西方除了一个塔顶神秘之外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因此我更加确信 这个通道是通往塔顶的位置 真是踏破铁鞋 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白天的时候 我们能把找的地方啊 都找了一遍 就是找不到进入塔顶的入口 晚上休息的时候 我瞎捣鼓了一下 却莫名其妙地找到了通往塔顶的暗道 我暗叹了一声啊 用手电朝着前面照了一下 黑不溜秋的什么也看不清楚 我决定啊 先不进去了 上去和艳阳灵他们说 这里的情况再做决定 把绳子朝着腰上绑着的时候啊 我还在想 这周围的石壁光滑的要命 从上到下的高度啊 也有着二十来米 既然这样的话 那暗设这个地道的人是怎么下来的 该不会是直接往下跳吧 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切实际 眼光扫了扫地面 忽然看到角落的遗传铁链 我走过去把铁链拿在手里 用手电照了一下 发现这铁链还经过了一番特殊的改造 这铁链有着婴儿手臂般粗 原本应该是没什么亮点的 不过被人改造之后啊 就不同了 现在这铁链 颇像是神梯 中间啊 有着不少的铁环环环相抗 想来啊 设置这个地道的人 就是依靠着铁链上上下下的 我试了一下铁链的坚硬程度 发现啊 是完好无损的 就直接啊 把这东西给带了上来 心说 待会儿啊 下来的时候 也算是有办法了 接着 我就用手电 朝着上面照了照 没多久 我就感觉 绑在腰上的绳子 开始缓缓地拉动 外眉闲着 嘴叼着手电 一手拉着铁链 一手抓着绳子 双脚踩着光滑的石壁 慢慢地朝着上面攀爬 石壁 还没光滑到我踩上去 就会滑下来的地 再加上木头和零碟尔 在上面用力 我没多久啊 就成功地爬了上去 到了上面 我把拽出来的铁链扔在一旁 接着就开始 写自己身上的绳子 燕阳铃问我下面有什么 我一边低头 解绳子 一边说 大约啊 有二十米深 下面有一条暗道 暗道朝溪 我猜测这条暗道 应该就是通往铁塔的方向 通往铁塔的方向 你确定 自己没看错 零点一了 有点啊 不相信地问 我说 我没敢往前去 局势啊 在下面看了一下 通道朝溪 确定无疑 至于是不是铁塔方向 我就不知道了 叶阳铃望了一眼大坑 全影了一下说 睡觉 等明天白天 再进去看看 现在先补充一下睡眠 我说我不困 你们继续睡 我在这里守着 零点没多说什么 直接是回到了睡袋旁 钻了进去 估计是真的累了 叶阳铃给我 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接着就回去休息了 我坐在地上点了根烟 琢磨着叶阳铃那眼神 是什么意思 是给我传达什么信息呢 还是我理解错了 想了半天 我也没想出一点头绪 最后啊 干脆不想了 朝着火堆扔了点柴 我一抬头 就看到木头 从睡袋里面钻了出来 他亲手亲脚的走到我身边 对我说 跟我出去一下 我看了一眼零点 疑惑的说 不叫他吗 不用叫他 让他睡吧 咱们去看看 骆驼装备还在不在 万一没了 我们就得走着回去了 燕阳铃说完就准备搬开石板 我心里感觉奇怪 骆驼被我们拴得牢牢的 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地跑丢呢 话虽这么说 但是我还是跟着木头一起出了庙宇 庙宇外面有着呼呼的冷风 在不断地吹 我紧了紧衣上 感觉有点冷 燕阳铃我俩是并肩走着 我拿手电照着脚下 他则对我说 有缘吗 给我一支烟 我来的时候 特地多买了十多包的香烟 到现在还没有抽完 抽出一支给木头 自己也拿出了一支 不过因为风大的缘故 点了好几次没点着 木头和我紧靠着挡住了风 我这才将香烟给点燃 就在我要抬头的时候 忽然听木头说 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我愣了一下 叼着烟问 木头说 到了天堂里面 不管什么事都要听我的 我给他点着烟 说着都不是事 听你呢 见我这么说 他也没多问 恩了一声 我俩就继续朝前走 除了古城遗址 我们看到三封骆驼 此时还待在原地 没有逃走的意思 装备什么的都还在 丝毫没有被动过的迹象 燕阳铃望了一眼 那些装备 却迎了一会儿说 把这些东西都带上吧 说不定会用上 我觉得有点扯淡了 潜水浮 呼吸器 什么的 在这茫茫的沙漠里面 怎么可能会用得上呢 不过 燕阳铃说了 我也不好说什么 反正啊 这些东西没多重 我们直接是背在了身上 临走 我又牢固了一下 拴在骆驼的枪绳 这玩意儿要是跑了呀 我们真得走回去了 回到落脚的庙宇 我们打开石板 就听到里面 传来冷嘲热讽的声音 你们背着我出去 倒也真是团结呀 不用想 知道说话的是零点 估计啊 发现我们背着他们出去 他心里不好受了 我连忙解释说 我和木头就是出去 看看外面 骆驼和装备在不在了 没有背着你的意思 见我们身上果然背着装备 零点也不吭声了 气氛有些尴尬 我笑着说 要不你们还是 再休息一会儿吧 现在才三点多钟 天亮啊 还有一段时间 我不怪 零点估计是害怕 我们丢下他 不管 在我说完之后 拧着头 坐在了火堆旁 眼阳灵摇了摇头说 我也不怎么困 你要是困啊 就去休息 没辙 我只好钻进睡袋 开始补充睡眠 这一觉 我是直接睡到了天亮 然后被一针 哗啦啦的铁链声 给吵醒了 我醒来的时候 木头正在摆 弄着这铁链 我仔细地看了一下 发现他已经把铁链的一端 拴在了地藏王菩萨的佛像上 为了确保佛像不会出问题 他还特地下去了一头 等着木头重新上来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三个立刻是准备吃点东西 补充好体力 然后进入到地坑当中 吃完东西 我们背上所有的东西 将庙宇的漏洞全部都给封死 这才挨个的进入到地坑里 落地时 我们纷纷从口袋里面拿出了手电 照耀着周围 观察着这里的环境 正西方向有着一个通道 大约啊 这通道有着三米多宽 三米多高 成一个针方形的入口 周围的石壁被打磨得异常光环 我用手摸了摸 没感觉到什么 等我用手电照亮石壁时 没忍住 直接地啊地大叫一声 艳阳灵和灵蝶耳听到我的叫声 连忙是齐刷刷的 将手电光投过来了 问我怎么了 我伸手遮住耀眼的灯光 直接指着石壁上手 这上面画着几个鬼脸 我胆子不算小 刚才之所以没忍住啊 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现在我也算是镇定下来了 重新将灯光设在石壁上面 我们看到石壁上画着一幅彩画 这彩画被画得唯面唯巧 乍看啊 就像是真的一般 这一幅画是一只满脸猙獰 成发怪须 嘴巴裂开到双耳旁 衣衫蓝履 手中握着大钱的恶魔 说真的 这彩画的水准啊 绝对高得没话说 单单只是看一眼 我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那只恶魔手里 拿着个大钱子 他脚下跪着一个人 此时啊 那人嘴巴张开 而恶魔手里的铁钱 却是将那人嘴里的舌头 给拔了出来 为什么说是身临其境呢 因为这话实在是太生动了 跪着的人舌头被拔出来时 我还看到下面 有着鲜血流出来 我震惊地瞪大眼睛 有些语无伦刺地说 这到底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玩意儿 灵点摇头说没见过 眼阳灵不吭声 继续用手电照着左侧的石壁 不出所料 左边的石壁啊 也画着一幅壁画 这次的壁画 依然是一只衣衫蓝绿的恶鬼 不同的是 此时恶鬼手里的大铁钱 换成了剪道 在恶鬼下面 依旧跪着一个人 此人双手张开 却只有八根手指 化妆的恶魔正拿着剪刀 正在剪着人的中指 看着地上赫然有两根手指 被齐齐剪断 食指连心 这该多痛苦呀 眼阳灵依然不吭声 移动着脚步朝前走 面色凝重的 看着右边墙上的壁画 这幅壁画有着很大的变化 恐怖猙獰的恶鬼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则是 一棵长满利刃的怪树 这树好似铁做的一般 上面生长出来的 不是树枝 而是利刃 在无数利刃枝上 有着无数个人插在上面 五脏六腑挂满了利刃 看起来让人感觉隐隐作 原来是这样 眼阳灵紧皱的眉头 缓缓的舒展开 他说 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我连忙问 这上面画的是什么 该不会是小国 对奴隶的刑罚吧 西语 有些国家 很喜欢对奴隶 进行各种刑罚 而这种奴隶来源 则是他们灭掉的某个小国后 小国里侥幸存活下来的人 这些强国总以为别的国家的人 都是低他们一等的 所以就佛得了这些人的终身自由 成为奴隶 事实上 根本就没什么高人一等之说 不管你再怎么有钱 不管你再怎么没钱 你们都是一样的 都是人 你是国家的高层 你身家上亿 可到后来 还不是和平民百姓一样 经历生老病死吗 对于这一点 我就看得比较看 富商是人 乞丐就不是人了 这些理论根本就没什么可言性 完全就是有些自以为是 有句话说得好 一块钱的搭火机 照样能够点燃 一万块一只的香烟 这话就是在嘲讽那些 目中无人 自以为是的人 这不是刑罚 这是十八层地狱 燕阳铃低声地说 十八层地狱 我大师一警 和林迪尔对视一眼 皆是忍不住 皱起了眉 对于十八层地狱 我的了解很片面 只知道平生作恶多端之人 在此后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之中 勇士不得超生 这条通道的两旁 石壁上刻画着十八层地狱的图案 是什么意思 就是十八层地狱 燕阳铃点头说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壁画是十八层地狱中的第一层地狱 拔射地狱 第二幅壁画上的内容是第二层地狱 剪刀地狱 而那一棵铁树 则是第三层地狱 铁树地狱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前面的石壁上 画满了十八层地狱中的图形 我暗自砸舌 回头再看一眼壁画 果然和燕阳铃说的一样 犹豫了一下 我有点不明白地问 建造这地道的人 为什么在这儿画上十八层地狱 是什么意思 入口处是一尊地狱王菩萨的佛像 地狱王菩萨有名为地狱 誓愿度尽地狱恶鬼 常出现于六道轮回中 在阴草地狱里 地狱王的地位比阎王爷还要高上一筹 在无数恶鬼眼里 地狱王更是无上的存在 上面是地狱王的佛像 而下面却有着十八层的壁画 我想建造这个东道 以及铁塔的人是故以为之的 燕阳灵明一只眼看着四周 断了一下又说 这就好比如铁塔之内封印着什么恶魔 而地狱王菩萨的佛像 就是用来镇守这些恶魔用的 我说 木头 你可别吓我们呀 这好端端的咋可能有恶魔呀 燕阳灵不吭声了 灵蒂尔在我耳边小声地说 他就是想吓唬咱们俩 哪能有什么恶魔呀 就算有的话 恐怕也早就死了吧 毕竟好几千年过去了 我点头说 我点头说你说的有道理 接着我们就继续朝前走 前面的石壁上所出现的壁画 果然如同木头所说 完全是参照着十八层地狱来完成的壁画 不得不说 这画师的想象力 以及比例啊 简直就是没谁了 画的是唯妙唯小 像极了 燕阳灵也时不时地跟我们解释 一下这十八层地狱的罪行 我也算是张先生 十八层地狱中 每一层的地狱都是有着一种说法 好比如之前的拔舌地狱 按照木头的那套解说来说 平生经常挑拨了意见 诽谤害人 说谎骗人 有嘴滑舌之事 都会在死之后 被打入拔舌地狱 遭受惨刑 再比如第七层的刀山地狱 凡是生前再杀过牛羊 猫狗猪之类的生灵 死后都会被打入第七层的刀山地狱 脱光衣服 从上到下的在刀山上爬行 还有就是第十三层的血池地狱 凡是生前不孝敬父母 不正直 落入歪门邪道 此后就会被打入血池地狱 在血池之中受苦 如此之类的还有许多 我也就不多说了 反正啊 我个人觉得是 人死之后 多少都得去十八层地狱 溜达一圈 因为这十八层地狱中 包罗的罪行实在是太多了 小道不慎 踩死蚂蚁 都能把你打入到十八层地狱当中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对这玩意儿啊 渐渐有点不相信了 如果十八层地狱中的罪行 真的包括这么多的话 那我觉得 即使是一心修佛的和尚 此后也可能会进入十八层地狱 谁能保证 走路的时候不踩死蚂蚁什么呢 谁能保证吃饭的时候 不浪费粮食 不管他们两个怎么想 反正啊 觉得就是有点匪夷所思 我们越走越深 石壁上的壁画 也渐渐地到了收尾的阶段 我用手电朝着 左边的石壁照了一下 发现上面已经没有了壁画 想来啊 十八层地狱 已经是完全被画完了 接着 我又用手电朝着前方照射了一下 在强光的投射下 我们隐约间看到了前面的空间比较宽阔 至于里面有着什么 我们则是有点看不清楚 眼阳灵 陈吟了一下说 继续 稍先走吧 这段路没有机关 想来啊 在这设下暗道的人 经常来往这里 所以并没有设下机关一类的东西 这一点 我比较赞成 那个大铁链啊 就能很好地说明一切 我们也没有继续愣着 接着就朝着前方走去 一边走 我一边计算着 陆地上从庙宇到铁塔的距离 接着又联合着地面的距离 粗粗算了一下 觉得我们应该快到铁塔的部位了 果不其然 我们再次朝前面走了五分多钟的时间 视野逐渐变得开阔起来 这种开阔 并非说是猛地一下 空间扩大 而是左右两侧的石壁 开始慢慢地向着两边延伸 走了大概三百米的距离 我们三个慢慢地停下脚步 仰着头 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片很大的空间 这片空间 完全是开凿于地下 墙壁上的怪石灵巡 不知道是不是 没有来得及清理干净 还是故意留下的 看起来有一种远古的感觉 除此之外 在我们面前 还有这一座巨大的七层塔楼 七层塔楼看起来像是木头搭建的 只是啊 也不知道这木头是什么材料 边面上看起来漆黑无比不说 而且啊 这么长时间 仍然没有腐烂的迹象 这七层黑塔 每一层大约都是有着三米多高 七层合起来也能有着二十多米 我隐约的感觉 这黑塔肯定是有着什么重要的东西 要不然 古人也不可能为了这黑塔 特地修建了这么一座暗道 说不准 供奉地藏王菩萨的庙宇 也是古人特地修建起来的 为的就是隐藏这座 地底黑塔 这塔应该就是我们看的那一座吧 零点儿用手电照了照塔的顶端 伸手一直说 塔顶已经完全突出去了 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塔顶也就是这座黑塔 我说 现在怎么办 要不要进去瞧一瞧 都走到这里啊 再回去也没理由了 雁阳灵咬了咬牙 一挥手说 走 进去看看 说完 他就迈着步子 朝着黑塔的塔门走去 也不害怕周围有着什么机关之类的东西 我和零点儿也赶紧跟了上去 走的时候啊 没雁阳灵那么大胆 我俩皆是左顾右盼 生怕突然踩到什么机关 我俩担忧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直到走到塔门啊 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塔门同样是木制的 不过上面有着一把铁锁 将塔门牢牢的锁住 雁阳灵走上前 用手拽了拽铁锁 纹丝不动 我苍狼一声是拔出了黑角刃呢 让雁阳灵让开 接着就是狠狠的一键砍在了铁锁上面 这一键下去 直接是震得我虎口深腾 剑刃撞击在铁锁上迸发出了不少的火星 我收回剑看了一样 发现铁锁被我砍断了三四环 不过还是有着几环连在一起 要是不全部砍断的话 铁门完全是没有办法打开 再看我手里的黑角刃 完好无损 就连一点缺口都没有 我砸了砸舌 心说这玩意儿真的是神气啊 接着我又用力朝着铁锁砍了几件 最后铁锁发出咔嚓的响声 隐声而断 我收出黑角刃 顺手推开塔门 顿时一阵灰尘扬起 我们三个忍不住捂住口鼻 扇着面前的灰尘 等着灰尘全部落地时 我们方才拿出手电朝着塔里照上而去 粗粗的一扫之下 我发现塔内的空间并不这么大 也只有一座正常房间的大小 我们三个对视一眼 然后小心翼翼地抬脚走进了黑塔内 黑塔里铺着的木板 不知道是因为时间长的原因 还是久久没有人踩的原因 我们的脚 它在上面不断地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我本以为木板要断裂 可是等了一会儿 木板还是没有断裂的迹象 我放下心来 继续朝前走 直到我们走到塔内的中央 方才停了下来 燕阳玲雍手里的手电 照射了一下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然后对我们说 四个角落里都有烛台 拿出蜡烛 点着放在上面 我硬了一声 纷纷地从兜里面 逃出蜡烛和大火星 将蜡烛点燃之后 就插在了烛台之上 四个角落上插上了蜡烛 火光经过折射 将黑塔的第一层给照亮起来 有了光 我们看得是更加的清楚 我方眼一望 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起初因为 手电的光芒 只能照射一个点的缘故 我们并没有看清楚 黑塔的第一层有什么 可现在却不同 蜡烛的灯光 虽然不比手电的光强 但折射出来的光辉 却能够将整个屋子 全部照亮 放眼望去 我看到的是满屋子的骨骸 塔内第一层的摆设很简单 周围是几张长桌子 桌子后面是一个又一个的木枝书架 而中央的位置是空出来的 而此时长桌上 盘满了一具又一具的骨骸 看骨骸的形状 不能猜出这些都是人类的骨骸 这里怎么会死这么多人啊 林蒂尔显然也是吓了一跳 他扭头看向周围 忍不住朝我们走了过来 我们三个站在中间的位置 并肩看着四周 叶阳灵面色镇定地说 我们进来的时候 他们是从外面锁住的 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有人杀了他们 直接是锁门离开 二是有人故意将他们锁在里面 这些人不是饿死的 就是渴死的 燕阳灵说的都有道理 仔细地一想 除了这两种可能性之外啊 倒是想不出别的可能来 我看了看四周 最后将目光锁定在 第一层左边的角落 那里有着旋转的木梯 看起来是通往第二层的 我指了指 左边角落的方向说 我们要不要继续穿上走啊 搞清楚 这第一层是干什么呢 再争取也不迟 燕阳灵说完这句话 就静止地走到一旁的木纸书架上 从上面拿出一卷竹卷 吹掉上面的灰尘后 他就将竹简摊开 看了起来 我耸了耸肩 也走到一旁 顺手是拿出了一卷竹简 摊开看 打开的一瞬间啊 我差点没忍住 把竹简给放回去 上面密密麻麻的写了不少字 但是我却看不动一个 这字体看起来像是古时候的文字 而且啊 就现在而言 新疆和蒙古某地的文字和汉字都有出入 我看不懂 也是理所当然 既然看不懂竹简上的内容 我也就没有在上面 瞎浪费时间 刚想把竹简放回去 却突然间发现 有一张小纸条 从竹简上面掉了下来 看到纸条的一瞬间 我浑身一颤 满脸的震惊和错愕呀 我们坐在的地方是古城的遗址 被埋在黄沙下 不知道多长的时间了 而现在这座黑塔里面 更不知道与世隔绝了多长时间 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 这里都不会出现现代的白纸啊 如果有的话 这整个书架上摆放着的 不会是竹简 而是书本 我没有着急 去看纸条上有没有写字 而是满腹狐疑地想着 这张纸条到底是哪来的 这被黄沙淹没的小国 肯定是没有书本的 再有就是 就算是有书本的话 谁能告诉我 卫毛是A4纸一样的纸张 这完全是不符合逻辑呀 去除这一点 那就只剩下一个解释了 在我们之前 有人来过这里 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性有多少 因为我们进来之前 黑塔的门是被铁链锁住的 而且啊 在破盖之前 我也检查了一下锁链 几乎是完好无损的 当然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 说不定 在我们之前来到这里的人 并非是从塔门进入的 而是从窗户进来的也说不定 让我感觉到恐怖的是 是谁来到了这里 是谁敢在我们之前 又是谁做了这一切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不敢再继续想下去 越想我越觉得无限的恐怖 我拿起手里的纸条 看了一眼木头和灵蝶耳 觉得有必要将这件事情告诉他们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没必要对他们隐瞒什么了 想到这里 我把他们俩叫了过来 然后把纸条摊开 接着说出了纸条的来历 听我说完 灵蝶耳张大了嘴巴 精致的脸蛋上 充满了不可思议 你是说这张纸条 是从逐渐里面发现的 我点头说是 沉重地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前者不可能 故国应该存在于公元前 公元前还没有纸 唯一的可能就是 在我们之前有人来过这里 话说到这里 燕阳灵的语气一顿 对我说 上面写的什么 我摇了摇头说还没看 接着就慢慢地把纸条给摊开了 上面的字迹也逐渐地露了出来 天下间智者极少 愚者甚多 大智若愚者又有几何 这纸条被我打开 燕阳灵和灵蝶耳是把脑袋测了过去 看到上面的字实 军事一乐 紧接着 灵蝶婉儿的一笑说 智者我知道是聪明人 愚者我也知道是笨的人 咱们这里 木头 呆子是智者 琳朗笨得跟猪一样 肯定是愚者 这样的话 大智若愚者该不会说是我吧 我摆了 灵蝶一眼 扫了一眼 他胸前说 大胸若愚你还差不多 灵蝶一愣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 皎洁了一下说 不光大 手感还很好呢 要不要摸摸 我觉得自己是在玩活 明知道灵蝶这小牛喜欢勾引人 傻了吧唧的去撩叨他 这时啊 艳阳灵说 纸条上面啊 还有没有了 我收回心神 将纸条全部打开 后面果然还尚有一句话 古城中的不服女尸 实则内有乾坤 我愣了一下 把这句话连起来读了一遍 天下间智者极少 愚者甚多 大智若愚者又有几何 古城中的不服女尸 实则内有乾坤 不管怎么读 我都觉得这两句话 完全的联系不在一起 相比之下 最前面的一句话 更像是被随意加上去的 我脑袋转不过来问 随口胡作的说了一句 纸条上写 古城中的不服女尸 内有乾坤 该不会是说 让我们找到不服女尸之后 把她解剖开吧 解剖开 林迪尔气笑了 抿着嘴 指着我的脑袋说 你是猪吗 谁让你解剖开了 这内有乾坤的意思是 说不服女尸的事情 没那么简单 里面还隐藏着别的秘密 你还要解剖呢 我拿了拿头 心想谁她娘子知道 这话是啥意思 我要是知道 能开口胡作吗 燕阳灵说到这时 她说的没错 不服女尸的事情 肯定内有乾坤 有着别的秘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不服女尸 或许就是在 座座黑塔里面 咱们收拾收拾 继续朝上走 燕阳灵又嘱咐我们 开始纷纷地收拾行囊 准备第二次 临走前啊 我扭头问燕阳灵 这里死的都是什么人 燕阳灵说 竹间里的字太多了 我认识的没几个 只了解出了一点意思 什么意思啊 我想知道总比不知道好吧 燕阳灵看了一眼 这几具尸骨 叹了口气说 这些人多数都是西域的喇嘛 他们之所以 在这里被人关押起来 至于关押在这里 干什么 我就不清楚了 直言片语中 领会出的意思 大致就是说 在此地参考什么东西 这话说的 也不是没什么用 最起码我们知道了 这里死的人 多数都是一些喇嘛 有很多人会以为 喇嘛和和尚是一样的 只不过啊 一个是中原的和尚 一个是西域的和尚罢了 实则不然 小层次上 喇嘛和和尚就有着 不少明显的分别 比如说 喇嘛可以吃肉喝酒 结婚生子 而和尚啊 却不能 再有就是 喇嘛与和尚 信奉的虽然都是佛教 但却不是佛教相同的教派 有句话说 那行看门的 外行看热闹 我是门外汉 要是艳阳灵不说的话 我还真以为佛教 只有一种教派 可实则 佛教这一个大教派中 还包含着许多的小教派 这里就不多做解释了 我们没有继续多留 直接是踩上了楼梯 上了二层 上了旋转木梯 我们到了第二层的门前 上面同样是有着一把铁链 我抽出黑脚刃 光光两下 就把铁链给砍断了 进入黑塔的第二层 我们发现 里面的东西 基本上与第一层差不多 只不过书架上的竹简 要少了许多 地上依旧有不少的尸首 但相比之下 也比第一层少了许多 竹简上的内容 我们都看不懂 所以就没有继续 在第二层逗留了 静止是上了第三层 第三层的木门上 也是有着铁链 我招就用黑脚刃 将其砍断 我们挨个的进入其中 第三层依旧是书架 长桌 骨骸 除此之外是再无一物 我们三人对视一眼 一脸茫然 都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阳灵说 继续说 我点了点头 刚想朝着第四层的楼梯走去 却忽然听到 灵迪尔的叫声 我连忙回头问 灵迪尔怎么了 灵迪尔指着地上的 一具尸骨说 这 这上面 这上面还有腐肉 听到腐肉两字 我和木头啊 都懵了 按照我们初步估计 这木塔里面的人 最起码死了 能有好几千年 试问 死了好几千年的人 尸骨上 怎么可能会有腐肉存在呢 叶阳灵不吭声 脸色 严肃地走到 一具尸骨前 仔细地查看起来 最后 他站起身说 尸骨上 的确还有腐肉 没有完全腐烂 这 这他娘的 怎么可能 难不成 这些人 刚死没多久 我愣了一下 忍不住骂了一句 叶阳灵 瞇了瞇眼睛 忽然 做出了一个 让我 琢磨不明白的决定 他说 走 回到第一层 我和 灵迪尔相识一样 搞不懂这是啥意思 但是 燕阳灵 已经动身 我们也不好耽误 连忙是跟了下去 到了第一层 我和灵迪尔看到 燕阳灵正蹲在 一具尸骨前 仔细琢磨着 过了一会儿 他站起身说 上第二层 我们又跟着 上了第二层 他依旧蹲在 一具尸骨前 观察着什么 我也蹲下去 观察 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 还别说 这里面啊 还真有点门路 第一层是 白花花的尸骨 第二层的尸骨上 相对来说 还有着不少 没有腐烈的腐烈的腐肉 不过腐肉啊 却不多 第三层中啊 就不同了 尸骨上遗留着大面积 没有腐烈的腐肉 给人一种 这人刚死没多久的错觉 察觉到这一点 我连忙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问燕阳灵这是怎么回事 燕阳灵回头看了我一眼 忽然咧嘴笑了起来 说真的 我很少是见到燕阳灵笑 他笑起来其实挺帅气的 可他性格呆板 就是不喜欢笑 燕阳灵指了指 我说 天下先 指着几手 愚者甚多 大智若愚者 又有几何 这里的大智若愚 说的就是你 说的是我 我有点懵圈 指的 自己的鼻子笑着说 你可别开玩笑了 就我还大智若愚 不怕你笑话 大智若愚是啥意思 我还不知道呢 燕阳灵 没给我解释 而是站起身拍了拍手说 第一层的尸骨 完全腐烂 第二层的尸骨上有一些腐肉 第三层的尸骨 则有大面积的腐肉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第四层的死人 应该是一句就干尸 第五层或许 是完全没有腐烂的人 第六层 我想应该是活人 卧槽 我瞪大眼睛 兰以置信地说 你的意思是说 在这黑塔里面 还有活人 而且 还是活了 两千多年的人 这个 我不敢肯定 想知道的话 上去瞧瞧 演阳灵说完 直接奔第三层 我和灵蝶尔相识一言说 要不你在这里等着 去 本姑娘怕过什么呀 灵蝶尔不屑地冷哼一声 抬腿就上楼 我心说 人家一个女孩子都不怕 我一个大老爷们的 怕个卵呀 接着 我就鼓起劲 穿过这第三层 直奔第四层 砍断第四层的锁链啊 推开门的时候 我果然看到躺在地上 三具干尸 这三具干尸看起来 像是死了没多久的人 腐烂之后的状态 内组织的肌肉和细胞 都已经萎靡消失 只剩下一副 人皮和骨架 不过 隐月间 还是能够看清楚 这些人长什么样 最起码 可以确定 无疑是喇嘛 因为 他们多数是光头 果然是这样 艳阳灵 眯着眼又说 不要停 继续上五层 我咽了一口口水 脑补着第五层的画面 腿肚子有点抽 零点白了我一眼说 琳朗 你压得 不会是害怕了吧 谁 谁说我怕 我一盒脑袋 抽出黑脚刃 二话不说是斩断了铁链 直接就走了进去 刚一进去 我差点没跪在地上 第五层中啊 只有两个树架 两个常珠 同样也只有两个人 对 就是人 这里不能用尸骨和干尸来形容 只能用人来形容 因为那两个人的身体 不是干尸的形状 也不是尸骨的形状 而是正常活人的形状 我嘴唇有点哆嗦 支支吾吾的说 这死人 还是活人 又喝 你不是不怕吗 林蒂尔笑呵呵的挖苦说 我硬着头皮说 不怕 谁说我怕了 林蒂尔笑着说 不怕的话就上前摸摸 要是此人身体会冰凉 活人的话 则是会有体温 我斜了一眼 林蒂尔觉得被这小牛啊 摆了一刀 不过我还是咬着牙 走了过去 这三人是盘坐的姿势 双手合十 双目紧闭 看起来像是在坐禅 走到他们身边 我犹豫了一下 伸出手轻轻的在他们身上 碰了一下 我这一碰啊 就如是轻轻点水一半 沾到之后就迅速的把手一看 说真心的 我是挺害怕的 不过我的害怕 倒不是说害怕这人是活的 而是害怕更深层的意思 这黑塔掩埋在二十多米的地下 能有几千年的时间 要是真的是活人的话 几千年不吃不喝 怎么能不恐怖啊 让我稍微安心的是 我感觉到两人之间的一个人 是没有体温的 全身上下是格外的冰冷 就像是被冻在了冰库中一样 我不放心 又试探了一下他们俩的呼吸 确定不是活人后 方才彻底的松了一口气 这时啊 我也有时间打量这两人 他们都是喇嘛 身上的衣服啊 都已经残破不全了 看样子能有四五十岁的年纪 头顶是光头 其余没什么好说的 我回头冲他们俩说 这是死人 燕阳灵点了点头 说 上第六层 那里是最关键的一层 上第六层之前 我问木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一层比一层 诡异莫测呀 我之前说过 在竹箭中 我看懂了一点内容 上面说这里的喇嘛 是在参悟一种神秘的东西 现在看来 这些喇嘛 参悟的东西不是别的 而是让人不腐不烂的东西 还有一种可能 让人不腐不烂的东西 是分层次的 参悟不透在第一层 所以我们看到里面是白骨 竹箭门径是在第二层 所以我们看到了白骨上 稀少的腐肉 竹铜薄皮的是在第三层 所以我们看到了 尸骨上有大量的腐肉 掠动一二的 则是在第四层 所以我们看到了干尸 灯堂入室的是在第五层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两句活尸 登峰造极的可能在第六层 那里是不是活人 我不敢肯定 但发脚不离时 艳阳灵解释说 我暗自砸舌 心想智者所指的 恐怕就是木头了 我们没有继续逗留 继续上第六层 等我用黑角刃 劈开锁链的时候 我有点犹豫了 不知道到底进去 还是不进去 身后的零点 也不挖苦我了 他估摸着也有点害怕 壮着胆子说 别怕 就算是有活人 也没有什么用 这么久不吃不喝 早就饿死了 就算是没饿死 也不过是普通的婚人 我们三个打他 绰绰有余 道理我都懂 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艳阳灵就不一样了 这家伙是一根惊儿一样 直接走进了第六层 我们见艳阳灵走进去 也没再犹豫 咬着牙走进去 进去之后 我连忙四下看了看 当即就看到 正前方有一个人影 不过看到这人影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这他娘子 是个孩子 没错 盘腿而坐在长桌上的人 就是一个孩子 一个看起来年纪 大约是在十三岁的孩子 不过 我知道这孩子 肯定不止这个岁数 说不准 我们三个家在一起 还没他的 这个孩子留着光头 身上穿着一件 金丝 批丹 那批丹 是什么做的 我也不清楚 看起来啊 没有腐烂的痕迹 小喇嘛的样子 看起来还挺新秀的 但 我们就是不知道 这孩子是死 还是活 艳阳灵暗叹了一身手 了不起啊 真的了不起 怎么了 哪里了不起啊 我回过神问 艳阳灵说 我说了 楼层越高 就代表着 餐物的东西越多 这孩子在古时候 大约也就十多岁 十多岁的年纪 能达到 巅峰造极的地步 怎么会 撑不起了不起啊 这么一说 我还真觉得是这样 那这孩子 到底是死活呀 零点小心翼翼地问 我犹豫一下说 我去试试吧 说完 我慢慢地走向那孩子 那孩子 双目紧闭 双手合十 一动不动地盘腿 坐在那里 我慢慢靠近 见他毫无反应 试探性地伸手 碰了一下他的手 手刚碰到之后 我立即是啊的大叫一声 林迭尔和艳阳灵估计 也已经猜出了结果 但他们两个 问我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我哆嗦着嘴唇说 有有有有体温 是是活着 艳阳灵 眉头一皱 立即啊 是走过来将手 放在了小喇嘛的鼻子旁 没会儿功夫 艳阳灵就收回了手 面色大心 二话不说是抽出匕首 就指向小喇嘛 我想答案已经很明确了 小喇嘛不光有体温 还有呼吸 我退后两步 和艳阳灵并肩而下 紧紧地盯着小喇嘛 心里不断地在想该怎么办 没等我想到对策 我就看到艳阳灵 拿着匕首朝着小喇嘛刺去 我吓了一跳拽住艳阳灵 直接用手里的黑脚刃 把他的匕首挡开 你要干什么呀 我惊讶地问道 艳阳灵冷喝一声说 不管死活 先给他一刀 这样的话 我们都有保证 我说 这不行啊 万一是活人 你把他给杀了怎么办 万一是死人的话 你又给他一刀 这算什么呀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干他 灵点也说 明显站在艳阳灵那一边 我回头看着艳小喇叭 发现啊 这孩子面色还是一如既往 没有任何波动 也不知道到底是死是活 如果是死人的话 那怎么会有呼吸和体温呢 如果是活人 那他为什么一动不动呢 想了半天 我说他还是个孩子 给他两刀的事 我相信你们也做不出来 既然这样孩子死活不明 那我们就先别管他了 找不服女师才是要紧事 见我只意坚持 艳阳灵 想了一会儿收回匕首说 第六层 还有最后一层 先上去再说吧 我松了一口气 连忙和他们一起去第七层 到了第七层门前 黑脚刃出销一键 斩断铁锁 我们当即啊 就冲了进去 第七层中 没有书架 也没有长桌 更没有一个人 或者是尸骨 只有一口巨大的棺果 摆放在镇中间的位置 我们三个相视一眼 隐隐觉得 这棺果里面 或许就是不服女师了 我们要不要打开 看看 在第七层逛了一圈 发现只有这棺果之后 我有点犹豫不决 艳阳灵说 肯定是打开的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先要做一点措施 什么措施啊 我愣了一下文 艳阳灵说 我记得那装备里面 有防毒面具 先把防毒面具戴上 以防万一 我一想 的确是有这个道理 棺果里 要是藏着什么毒气 我们打开 非得中招 当然了 我是不害怕 但是艳阳灵和灵迪尔 就不好说了 我们打开背包 将防毒面具打开 戴上之后啊 就开始研究 怎么将棺果打开 你站到后面去 我和木头和李 将这棺果推开 火冲灵迪尔 说了一句 灵迪尔 点头退后三步 我和木头 是一左一右 站在棺果旁 对视一眼 暗自点头后 当即就伸手 用力将棺果 给推开了 不知道是时间久的缘故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推棺果的时候 我觉得是异常的吃力 和木头 累得是满头大汗 棺果才是 不过 推开了一条缝隙 我喘了一口气 说 击退 燕阳灵点头 我们俩一起发力 关国又一次 被我们推开了 一道缝隙 我啊的大叫一声 使出了全身 所有的力气 关国终于 发出了哄哄的响声 关国内的东西 也逐渐的暴露出来 不过 我用力的时候 一直闭着眼睛 所以啊 里面有什么 也没有看到 关国被我们 全部推开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忽湿忽湿的喘着 粗气 全身上下 完全脱离 灵迪尔 没加入 集中 此时 见关国被我们推开 他一步走到 关国前 伸头看 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和木头 也赶紧 恢复体力 站起身 一同朝着 关国里面看去 关国之中 躺着 一具女尸 女尸身上的衣衫完整 头顶戴着 一顶 箱满钻石的高帽 不过 我们无法看到 女尸的脸 因为女尸的脸 被一张面纱给遮住了 我们只能看到 女尸弯曲着柳梅 我有些意证 懒懒自语说 这 就是不服女尸吗 要不 揭开面纱看一看 灵迪尔 这时说 我想了一下说 这 这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 以死之人而易 灵迪尔笑了一下 伸手缓缓地将 女尸的面纱揭开了 面纱被揭开 女尸的样貌 完全是 暴露在 我们的面前 看到女尸的真容 我是真愣了 用一顾清人城 再顾清人国 来形容这句女尸 完全不夸张 这女尸的脸颊 就像是被精心 雕琢的玉器一样 根本是找不到 一丝的瑕疵 或许是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缘故 这女尸的脸色苍白无比 但这并不影响这女尸的娇眉 女尸 女尸珠唇清晰 能够看清楚其中 洁白的牙齿 那双眉目虽然一直紧闭 但是 长长的睫毛 却给女尸添加了一抹妩媚 外加上双眉之间的一点朱纱 简直就是一位绝世的家人 哇 好美啊 就连零碧尔在看到女尸的真容时 都忍不住赞叹了起来 我咽了一口口水 说真的 这女尸不是一般的美 我敢说 当今一线女明星 都没有一个比这女尸漂亮的 古时候的女人 就是出水芙蓉 有的根本就不用 什么胭脂水粉 完全就是天生丽质 现代社会的女人 虽然说 也有着天生丽质的美女 但是化妆什么的 更为居多 这是 一直没吭声的 叶杨林却说 你们是来找宝藏的 还是来观察女尸的 哎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 零点儿有点不乐意了 指着女尸说 快人家漂亮怎么了 你还嫉妒啊 叶杨林 懒得搭理她 皱着眉 看向女尸躺着的棺果说 治疗上说 不服女尸内有乾坤 找找棺果 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我也回过身 联盟开始在棺果里 翻着起来 找了半天 我的目光忽然放在了 女尸的左臂前 女尸双手放在肚子上 威和 与古时候下葬人 基本一致 而我 却在女尸左臂前 看到了一卷卷轴 我皱着眉 刚要伸手去拿 那卷卷轴 却被零点儿狠狠地 拍了一下手臂 我吃痛收回手 刚要说话 就看零点儿瞪着眼睛说 你想干什么你 看看就得了 还要动手 怎么着 不知道死者最大吗 我哭笑不得说 那里有东西啊 零点儿一愣 狐疑地看了一眼 女尸左臂前 估计啊 她也看到了卷轴 只不过她却说 你别动手 男女尸说不亲 我来拿 我无奈了 说行行行 你拿吧 见我这么说 零点儿这才伸手 将那卷卷轴 拿在了手里 燕阳灵也发现了卷轴 对零点儿说 打开看看 里面是刺还是晃 零点儿点头 直接就把卷轴 缓缓地打开 我和木头 都盯着卷轴看 等着卷轴 被零点儿 完全打开时 我们俩相识一眼 有点正经 卷轴 并非是字 而是一幅画 一幅美人画 卷轴中的女子 应该是 关国里的女尸 是一个人 零点儿对比了一下说 看起来像是一个人 不过这画里的女人 眼睛为什么是紫色的 听零点儿这么说 我和木头重新将目光 放在了卷轴中 女人的双目上 果不其然 画中女子的双目 就是紫色的 那双深紫色的瞳孔 配合着女子绝美的容颜 看起来更多了一抹妖美 画中女子 身着淡黄色长裙 腰素宽带 双手放于腹部 面朝正前方 再看她的面容 我们发现 女子的嘴唇微微上笑 看起来有种 似笑非笑的感觉 我照着眉手 我们现在的位置 是古时候的西域 古城尼一指 也是西域某个小国 可是看着画中的女子 穿着应该是 古时候中原的打扮呀 画里的女子 合着女士是一个人 女士的打扮 不像是古时候中原的打扮 看起来更像是 西域的风格 说不定人家画画的时候 故意穿着中原时的服装呢 林底儿想了一下说 目前呀 你也只有这么一种解释了 不过我更加奇怪的是 所谓的内有乾坤 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没错的话 不服女士 我们已经找到了 就是面前这句女士 女士肌肤如雪 全身上下无一溃烂 这不正是所谓的不服女士吗 天山中的冰雪肾帘 古城中的不服女士 全眼中的影视宝藏 冰雪肾帘 不服女士 我们皆已找到 剩下来的 就是影视宝藏了 可是这影视宝藏 到底身在何处呀 还没等我想明白 我眼角的余光 就看到了棺果内的女士 竟然出现了细微的变化 你们赶紧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我大惊失色 连忙叫了一声 等着艳阳灵和灵点 来到棺果前时 棺果中的女士 变化得非常鲜明 最先开始 变化的是女士的双手 我们看着女士的牵牵御手 在此时 竟然出现了一道道 犹如蜘蛛网般 一般的裂缝 用蜘蛛网来形容 有点不妥 看起来 更像是干涸 已久的河床 的裂纹 这是怎么回事 灵点也被震惊住了 邓大眼睛不可思议地说 不服女士 不是不服吗 怎么会出现变化了 相对而言 艳阳灵就比较冷静了 她沉着声 告诉我们不要慌 先看下去再说 说话的功夫 女士手掌上的裂纹 已经蔓延到了脸部 那张果色天香的脸蛋 不出瞬间 就被裂缝给覆盖 相比之前的妖艳绝美 现在的脸蛋上 更多了一抹恐怖 猙獰 咔嚓 忽然间 女尸的身体里面 传出了一声 像是水晶破碎的声音 接而 我们看到原本 完美无缺的女尸 竟然猛地破碎成 无数细小的碎块 不多时 这些碎块 竟像是失去了 地心引力一样 缓缓地朝着上空 飞去 脱离了关锅 碎片越是往上飞 越是变得晶莹剔透 最后 无数碎块 化成无数的 金黄的细小光辉 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三个都愣在原地 直到女尸莫名其妙地 全部消失 方才如梦初醒 这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 我咽了一口口水 不可思议地回想着 之前发生的一幕 越想我越觉得匪夷所思 叶阳林低头 朝着棺果内看了一眼 发现 棺果已经是空了 什么都没有 这时 他忽然说 那幅画呢 在这儿呢 林迪尔回过神来 连忙将画递过去 叶阳林接过画 在周围的墙壁上 找了一块凸起的岩石 接着把画挂在了那细小的岩石上 我拿出手电照着画 叶阳林看了很长一段时间 恍然大悟般地说 我懂了 所谓的不服女尸 秘密根本不在那只尸体上 而是在这画上 在这幅画上 你从这幅画中看出了什么吗 我愣了一下 问 叶阳林摇了摇头说 在时没看出什么 你收到纸条上面说的是 不服女尸 内有乾坤 等我们打开棺果内 却发现不服女尸 破碎画粉 唯独留下了这幅美人图 那不就很好地说明 秘密在这幅画上呢 我嗷了一声 事实上感觉 叶阳林这话说和没说差不多 叶阳林也不跟我多解释 继续盯着画看着 我也装模作样地看着 可是到最后啊 啥也看不明白 只觉得这画里的女人 摆出来的造型 颇像是武则天 蓬勃大喜 相比之下 武则天身上更多的是戏场 而这画里的女人 却是有些妖媚了 我忽然间想起 有一阵子 没有听到林蒂尔说话了 扭头看了一眼 见到林蒂尔此时 正在阵阵地出神望着画中的女人 我拉了拉林蒂尔的胳膊 林蒂尔方才回过神 她摇摇脑袋 惊叹说 这幅画好奇怪啊 那女人的眼睛里面 好像有东西一样 我从里面看到了深不可测的 宇宙恒星 眼阳灵和我都是一愣 我嘀咕说有吗 接着就把目光放在了画中女人 那双深紫色的瞳孔上 看到瞳孔的第一眼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 可是越看我越觉得惊奇了 画中的女子 那双深紫色的眼睛像是包罗了天地间所有的东西一样 我竟从中看到了大好河川 看到了万里长城 看到了山清绿水 看到了满朝文武 看到了国泰明安 混合在一起 我竟然发现我所看到的一切 却是江山 江山如画 也就在这时 我脑海里一道惊雷划过 猛人间让我想到了什么 记得在影视古城里 我们找到的魔术神图时 我们几个纷纷在魔术之中看到了许多场景 我记得我看到的是一行军队去影视古城 寻找魔术神图的景象 而江伯则是在魔术中看到了自己手刃仇人的场景 小夕在魔术中看到了寻找到自己父母的场景 长生看到了自己的父亲 方向看到了无尽的鲜血和尸体 我们那时之所以看到那么多的东西 完全是因为魔术有着魔系 我们一直盯着魔术看 所以才看到了那一切 现在这幅画的情况与魔术很是相似 我咬着牙想要挪开目光 心里却极其不舍的想要看那双眼睛里面 还隐藏着什么 这种感觉很是奇怪 身体是我的 但意识好似已经不是我的了 我极力的要扭头 可心里就是有一股信念和我对着干 死不扭头 啊 我大吼一声 脑海里一阵空白 接着两眼一黑直接昏了过去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却发现自己躺在了一片沙漠之中 我连忙从地上坐起身子 看着周围 眼中除了惊讶 就只剩下震惊了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之前 在黑塔第七层看到那幅画 可现在的黑塔什么的都不见了 那幅画也不见了 我身后一望无际的沙漠是怎么回事 我身前的火山口又是怎么回事 没错 在我阵前方不远处 迪力确确是有着一个火山口 不过火山口并没有浓烟滚滚 看起来像是死火山 我想到了艳阳灵和灵点 连忙在四周寻找起来 幸好他们俩并没有走丢 再距离我没有五米的距离 我找到了灵点和艳阳灵 他们两个看起来像是昏了过去 此时就躺在沙漠里一动不动 我连忙蹲下身子 把他们俩挨个叫醒 等他们醒过来 再看到场景时 皆是满脸的惊骇 我们不是在黑塔第七层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灵点嘴巴张得很大 都能栽下一个鸡蛋了 我说 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发生什么事了 我只记得自己盯着画里的女人 看了一会儿 接着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晕了过去 灵点揉了揉脑袋 撇着眉手 我也跟着说 我也是这样 只不过我从那女的眼里看到了江山 我怎么看到的是归影山林啊 艳阳灵仪愣说 灵点也符合了起来 我也看到了东西 不过我看到的却是青山绿水 我们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我更加确信那幅画是有魔性的 可能和魔术一样 让人陷入了幻觉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我们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幻觉 艳阳灵这么认为 我使劲地捏了捏自己的胳膊 感觉到了痛 我说 真的是幻觉的话 怎么会感觉到痛啊 灵点跟着说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幻觉 要不然的话 我们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啊 我不吭声 感觉到了奇怪 灵点和艳阳灵都认为这一切都是幻觉 可要是幻觉的话 那我为什么会感觉到痛 若不是幻觉 那我们为何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啊 就在我想不明白的时候 艳阳灵忽然问我 你收到的纸条上面写着什么 不服女师中内有乾坤啊 怎么了 我妄想艳阳灵 见她正盯着那火山口凌望 有些疑惑地回了一句 艳阳灵双目死死地盯着远处的火山口 身体有些发抖 看起来像是激动 她摇头说 不对 不是这个纸条 是另外一张纸条 另一张纸条 我一愣 立即想到了艳阳灵画中所指 当即说天山中的冰雪盛连 古城中的不服女师 全眼中的影视宝藏 冰雪盛连 我们找到了 不服女师 我们也找到了 全眼 就在眼前 话到此处 艳阳灵伸手 指向火山口 语气急促地说 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从天上往下看 那这座火山口像什么 火山口大家都略知一二 无论是死火山还是火火山 都是柱子中 在柱子的顶端 会出现一大片湖泊 当然 我所说的是死火山 若是火火山的话 出现的不会是活泊 而是岩阳 我仔细地想着 艳阳灵的话 脑袋瓜子一灵过 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说 如果从上往下看 这火山口的形状 像是全眼 像是一个巨大的全眼 对 没错 艳阳灵伸吸一口气 望着火山口声 神徒背后 失落的宝藏 或许就在火山里 我说那还等什么呀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再说呀 现在 我也完全忘记 这一切到底是不是幻觉了 眼前只有 神徒背后 所隐藏着的宝藏 我们走投无路 来到了沙漠 费尽千辛万苦 不知道多少次 险些丧命 折兵又搭将地 走了一连数日的时间 终归是找到了神秘宝藏 我心里又压抑不住的冲动 隐隐觉得 距离我崛起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我们要不要先搞清楚这一切 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幻觉 如果是幻觉的话 即使我们走到了隐藏宝藏 那能够带回去吗 林蒂尔担忧地说了一句 我和木头都沉默了下来 心里燃烧起的一把火 也随着林蒂尔的话 给扑面了 眼阳灵沉吟的一下说 我依然觉得这一切是幻觉 我们之前身在黑塔顶端 可转眼间就来到了这里 这根本不符合逻辑 也不符合自然现象的常规 除了幻觉之外 没有其余的解释了 我说 我倒是觉得这一切是真实的 说不定话中有着神秘力量啊 我这话并非是胡乱猜测 我记得之前啊 就有过很多关于罗布泊的行文 例如说 一行人走着走着 在罗布泊的东部 遇到狂风 不慎晕倒 醒来之时 却发现自己身在罗布泊的西部 罗布泊的东部和西部 隔着数千公里 就算那人没有晕倒 也没有理由在短时间内 迅速地转换位置啊 再加上罗布泊的诡异和神奇 我更加肯定这一切是真实存在的 而我们 可能也是遭遇到了 这种神秘力量的位置转换 见他们两个不吭声 我想了半天说 要不我们先去看看 无论是真假 先找到再说 目前看来 只能这样了 走吧 沿杨林叹了口气 我们背上身上的背包 当即啊 就朝着火山口出行去了 看似火山口距离我们很近 可啊 实则却是很远 我们走了十多分钟的时间 方才赶到火山口下 想要上去的话 那就必须要登山了 幸好的是 这山坡啊 并不都敲 我们想要上去的话 也是轻而易举的 上山的时候 我像是想到了什么 问一旁的艳阳林 死火山里面会有什么 若是这座火山 一直以来都是死的话 里面可能会是湖泊 若是这座火山曾经爆发过 那里面可能是火山灰 要不就是火山河 艳阳林简单地回答道 我暗自揣测了一份 用手捏了捏身后的背包 脑海一阵旋转思维 来沙漠之前 我们遇到了三个人 起初猜测 那三人和我们没关系 最后我们发现 那三人其中的一人 已经死了 至于剩下的两个如何 我们不知道 而我们身上的装备 或许就是他们的 雷沙漠却带了潜水装备 这一点匪夷所思的同时 还让人觉得 这人是傻逼 可现在看来 我觉得事情啊 或许没那么简单 全眼中的影视宝藏 这里的全眼说的并非是 一般情况下的全眼 而很有可能 所指的是火山 若是在空中 放下来看的话 火山的的确确 像是一个全眼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眼前 这座火山里面 是有水有湖泊的话 那是不是就说明 之前在我们之前来的 这个地方的人 是为了影视宝藏而来 这一点并非没有可能 要不然 他们不会带来潜水装置 在沙漠里 带潜水装置 那该有多啥呀 再者 他们可能知道的 比我们要多 我们在来之前 根本没有想过 全眼会是火山 也没有带来什么装备 而他们却带来了足够的装备 这不是在证明 他们知道的内容和信息 比我们多吗 越想我越觉得是复杂 脑袋都快要大了一圈 攀爬而上 大于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我们到了山顶的部位 火山的山顶 光秃秃的一片 除了怪石灵巡之外 没什么好说的 到了山顶 我们小心翼翼的 走到了边缘处 朝下一看 皆是忍不住震惊了 里面不是干涩的 而是一片汪洋的湖泊 湖泊异常的清澈 将天空中的云彩和烈日 都映射了进去 缩回脑袋 我说 宝藏是在这湖泊底下 还是在哪里啊 我们该怎么办 下去看看 除了湖泊底下 可以遗失之外 没有其余的办法了 准备准备下水 艳阳灵眯着眼睛 咬牙说 一听到这话 我就知道飞下去不可了呀 当即也没愣着 将背包里面的潜水装 纸全部拿了出来 就开始往身上穿 穿潜水服的时候 我把刚才的想法说了出来 艳阳灵他们也觉得有点不对劲 想了一会儿没想通 白手说 反正他们三个都已经死了 就算是来夺宝藏的也没关系 最后还是我们坐手羽翁之力 我一想 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所以啊 也没有多再琢磨 麻利的穿上了这潜水服 其后又背上了潜水呼吸器 确认无误后 方才和他们一起探讨该怎么下去 火山口里面的湖泊有多深 我们不知道 但是湖泊的水面 距离山顶的位置 还是有点高度的 最起码有十多米的高度 跳下去的话肯定不行 我们没搞清楚水有多深 万一跳下去 水就到膝盖了 那不就直接摔死了 最后商量了半天 我们决定把绳索 绑在一块凸起的岩石上 接着就下去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让零碧尔三石待在上面 等我们下去没什么情况 再让他下去 一听我们要丢弃他 零碧尔顿时急了 说 对不起 我要和你们一起下去 谁知道你们会不会把我丢下 直接跑了 就算不会的话 我还要找石心魔化 我们肯定不会丢下你 不管的 石心魔化的话 我觉得没有理由 会生长在水里面 就算是有的话 我也一定会帮你宰摘下来的 我斩钉截铁地说 花说到这个份上了 零碧尔也不再好坚持了 他轻咬银鸭说 要是有石心魔化的话 一定要帮我带上来 我出生入死的目的 就是为了石心魔化 我要用它来救我姥姥 我说 你放心吧 只要是有 我肯定给你带回来 花吧 我们也没有多留 拽着绳索就开始往下滑了 好在这些怪石 都是火山 两位一体的 也能够承受住我们的重量 到了湖面上 我试探地把脚伸了下去 没有踩到底 想来啊 应该是很顺 就在我准备下去的时候 燕阳灵忽然拉住我 对我说 身上帮着一根荧光棒 一面走丢了 我点头折亮一根荧光棒 将其插在腰间 最后燕阳灵和我对了一下手势 到了下面好用 准备完毕 我们两人戴上了防水眼镜 使劲地憋了一口气 纷纷地跳入到湖中 湖水没有我想象的冰凉 反倒还有一些温和 跳入湖水中 我的身子就开始下降 我用脚踩着水 保持身体的下降速度 接着四处寻找 在旁边看到了燕阳灵 燕阳灵对我摆了个手势 示意我向下游 东西可能在下面 我点了点头 跟着燕阳灵朝着湖底游去 等着朝下游了大约 三五米左右的深度时 我忽然感觉到了一股吃力感 无论我再怎么朝下游 身子就是不肯下降 我皱着眉 尝试着不再游 让身体自然的下降 一般情况下 自然下降可能没起 因为身体会朝上伏 不过我现在身上 背着呼吸器 说不定还能管用 可是没多久啊 我就发现这一招不管用 我的身子依旧是上身的 完全没有下降的意思 这次可把我整蒙了 联盟在四周寻找着燕阳灵 终于在我左边的位置 发现了发光的荧光棒 我联盟横着游过去 抓住燕阳灵的胳膊 燕阳灵的情况和我差不多 要不然的话 他也不可能一直和我并盘 我抓住他的手臂 然后打了个手势 示意说游不下去 燕阳灵点了点头 表示和我一样 接着他让我找出手电 看看什么情况 装备里的确是带有潜水手电 看样子还是个牌子货 不知道管不管用 在水中做一些动作 都有一些艰难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 这才从兜里将潜水手电 给掏了出来 我拿出手电 打开朝着下面照了一下 等着手电强光照射到深处时 我差点没一口气 把呼吸管给要断 只见湖底的最深处 有着无数到气浪似的东西 朝着水面冲击着 也正是如此 我们方才没有游下去 湖底异常的诡异 不知道这最深处 到底有着什么 亦或者是地质到底 有着多特殊 竟然能够让湖底深处的水 全部都是朝着上面用 如此一来的话 我们能够潜到这里 已经是极限了 根本没有可能下去了 瀑布大家可能都知道 从山顶不断地 由水源朝下落去 而这湖底的鞋关 却是和瀑布恰恰相反 瀑布落水 是地球引力所导致的 所以才有了 从山顶往下流水的局面 而这湖底就好似 是失去了地球引力一样 湖底中心的水啊 是不断地往上翻涌着 我压根没看到东西 一时间震惊地说不出话 直到燕阳灵拉着我 朝上游时 我方才回过神了 燕阳灵对我打了个手势 事宜我先上去再说 我暗自点了点头 跟着燕阳灵朝上游着 浮出水面以后 我当即就开口说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湖底的水 怎么还往上冒呀 湖底肯定隐藏着什么东西 谁也不可能 无缘无故地朝上冒 先上去再说 燕阳灵抹了一把领 把水弄掉后 让我先上它端后 我也没多想 抓着绳子 用力地踩着 山壁上突出来的岩石 奋力地朝上爬着 快爬到山顶时 我刚伸出手 趴住一块岩石 就看到一把 闪闪发亮的匕首 架在我的脖子上 我心里豁然一凉 抬头一看 一脸的错愕和崩溃 我大声地喊道 你没死啊 我自然没死啊 黑爷黑黑地 咧开嘴笑着 把那匕首 被他握在手里 就架在我的脖子上 寒光闪烁之间 我就能够被他给杀死 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匕首上传来的冰冷 但是此时 我心里是更冷 如果说黑爷没死 我会高兴 真的会高兴 但是现在这副成绩 我高兴不起来 是真的高兴不起来 我咬着牙说 黑爷 你想干什么 把刀先放下 再说行吗 这个时候了 你觉得我会把刀放下吗 黑爷眯着眼 脸上的沧桑 在此时落入我眼中 更像是阴险脚诈 听到这话时 我知道自己 又他妈地看走眼了 眼又他妈地瞎了 我对黑爷之前的认识 在此刻是全部的颠覆 对于黑爷的死 所产生的愧疚 在此刻我也全部的消散 归根结底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我还是太年轻了 我以为 我能从一个人的眼中 看出一切 我以为 我能相信他 可实则却是 一记大大的耳光 你 上来 黑爷的匕首 抵在我的脖颈前 中我甩了甩头 示意我爬上去 我深吸一口气 压制住心中无限的怒火 慢慢地爬了上去 这时 我忽然想到了 下面的艳阳灵 在上去之前 连忙对着下面大喊说 木头 你赶紧跑 快跑 我从下面爬上来 不见零点 那也只能说明 零点已经被 黑爷给控制住了 不过我却不担心 零点会不会有生命威胁 因为黑爷想要威胁我 肯定会留下零点的 现在这种情况 只能说是 走一个是一个 黑爷见我 到现在这个情况 还负我顽靠 二话不说 收起匕首 一把抓住我的肩膀 然后直接把我拽了上去 我心中大惊了 想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心机如此深沉 年纪如此大的一个人 身体也还健全 实力怎么会低呢 不等我继续开口 黑爷就把我拽了上去 接着又狠狠地 朝着我小腹踹了一脚 这一脚直接把我 踹出去三五米远 我小腹的位置 更是疼得厉害 觉得黑爷这一脚 差点没把我 胸前的器官给挤碎了 我贪忍着趴在地上 双手捂着小腹 脸色铁青地低着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黑爷走到了山口前 朝着下看了一眼 对着下面的艳阳灵大声说 我劝你最好上来 要不然他们两个都会死 我没力气去看 也不知道艳阳灵是怎么想的 只见黑爷说完这句话之后 就走了回来 笑眯眯地望着我 我捂着脚腹 喘了几口粗气 这才抬起头看向黑爷 接着问他 你一直在骗我对不对 嗯 对 黑爷点头 我深吸一口气一问 所以 你父亲和妻子 的事情也是假的 对不对 对 黑爷继续点头 我感觉自己的心在低血 亏得我之前 还认为黑爷是个好人 是个有信仰 值得我去敬佩的人 现在看来 简直就是个畜生 我咬着牙再问 再我陷入黑沙 你为什么要笑我 按照在这之前的发展来看 黑爷救我 是不想让我这么年轻 就死在这里 可是现在看来 完全没谈良的那回事 因为你身上有神徒 你死了 我永远不会知道 神徒背后 隐藏的宝藏在哪里 黑爷缓步朝我走了过来 一把将我身上的汗烟 给抽了出来 黑爷死后 这汗烟我一直都留着 黑爷磕了磕汗烟里面的水 接着从自己的口袋里 拿出了一个烟袋 把里面的烟丝 拿出来放入烟斗内 点燃后就这么望着我抽了起来 我双眼血红 死死地瞪着黑眼 万分没有想到 他做这一切 竟然是为了神徒背后的宝藏 服 我领挡服 我他娘的再一次领会到了人心的壳盘 不怕唠叨 我又想起了那句话 华山险 人心更险 冰霜薄 人情更薄 我呼出一口气 揉了揉小腹 接着又说 神徒的确在我这里 可你是怎么知道神徒的 你不是在小镇待了三十年吗 难道这也是假的 这不是假的 黑爷巴唧巴唧地抽着烟 样子和之前一模一样 但我知道 现在的黑爷已经不是之前的黑爷了 一会儿就说 现在的黑爷才是真正的黑爷 黑爷又说 我三十多年前就知道了魔术神徒 不仅如此 我比别人知道的更多 一群号称江湖之人的傻子都以为 魔术神徒中只有魔术才是至宝 实则真正的至宝 是神徒背后隐藏的东西 说到这里 黑爷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接着继续说道 我不光知道神徒是至宝 我还知道 想要得到神徒没那么容易 最起码需要被神徒选中才行 我没去找神徒 是因为我知道神徒不会选中我 所以我就来到了这个小镇等着 等着找到神徒的人进入罗布泊 我心里又是一惊 心想黑爷到底是什么人啊 他怎么知道神徒这么多秘密 这些秘密可是只有守灵人才知道的 再有就是黑爷说在小镇等着 那岂不是说他早就知道了 想要找到神徒背后的宝藏 就必须来到罗布泊 你猜的没错 黑爷倒是像看透了我的想法 他巴基一声抽了一口烟 我不光知道神徒需要被选中的人才能找到 我还知道神徒背后的宝藏就在罗布泊里 所以你从三十年前就折服在这里 无论是风际你都会进入罗布泊 别人都以为你不害怕身女发怒 其实你到底是为了神徒宝藏而来的 你不能错过也不惜错过 所以你就风雨无阻地进入罗布泊 你跟我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只有现在所说的才是真的 我咬着牙把黑爷后面要说的话说完 黑爷暗自点了点头说 不错你说的都得 可惜啊你知道太晚了 的确是太晚了 我本以为我们找到了不服女士 接下来就会一路顺风 现在看来我又想多了 我四处看了看 咒着眉说 琳迪安娜 你把它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 你们带我找到背后隐藏的宝藏 我就把它放走 黑爷眯着眼 样子从容淡定 宛若一切都在他的闯窝之中 可事实就是这样 现在的一切都是在黑爷的掌控之中 黑爷见我不吭声 也没多说什么 走到山岩旁朝下看了看 接着笑着对我说 那小子还挺关心你们的 竟然真的上来了 我心里一沉 心想 黑爷说的肯定是艳阳灵了 艳阳灵上来的话 我们几个恐怕都要被黑爷给抓住了 过了大约三分钟的时间 我看到艳阳灵 缓缓地顺着绳子 从下面爬了上来 艳阳灵上来 照着眉看下黑爷 只说了一句话 你是怎么找过来的 我养的骆驼 我自然做了点手脚 跟踪你们 还不是轻而易举 黑爷悠闲地说着 艳阳灵望了我一眼 要看一下黑爷说 你想怎么样 待我找到神徒隐藏的宝贝 我就放了你们 包括那个小丫头 要不然的话 你们所有人都得死 话说到最后 黑爷语气突然变得阴狠起来 一直眯着的双眼 也变得凌厉起来 艳阳灵笑了一下说 你真的有把握杀掉我们所有人 要是我们两个现在动手的话 你有多少的把握胜算 百分之百 黑爷不屑地笑着 语气渐渐地变冷了许多 他说 我既然现身 那肯定有办法制服你 这一点是没错的 黑爷折服了三十多年 心机有多深沉 不用说都知道 他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战胜我们 肯定不会轻而易举地现身的 话虽什么说 但无论如何 还是要试一试 想到这 我一把抽出了背后的黑脚刃 然后缓缓地站起身 决定搏一搏 看看黑爷到底有多少本事 不过 我们也不害怕黑爷会杀掉我们 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怎么 真打算和我比划比划呀 黑爷瞥了一眼我手里的黑脚刃 声音轻蔑地说 燕阳林手掌用力 匕首苍朗一声 被他拔出来 我也不示弱呀 一把抽出黑脚刃 紧握于手 死死地瞪着黑爷 见我们都准备好了 黑爷也没愣着 站起身 将酣烟磕干净 插入了腰间 接着又把头顶的斗笠 取下来丢在一旁 做完这些事啊 他这才扭了扭脖子说 哼 何几十年没动手了 既然你们不死心 那就来试试吧 我大吼一声 心里的怒火是滔天而起 黑爷把我骗得如此散 我心里怎么可能没有气呀 不光有气 我还有恨 我恨不得 现在就将这黑爷给随时弯的 脚下步子迅速地加快 我距离黑爷 原本就不远 一闪之下 我立即是出现在了黑爷的面前 接着用力朝着黑爷的胸前 刺去一剑 黑爷不屑地笑了一声 双手负于身后 也不倒 就任兵王 刺他一剑 我感觉有些不对 但收手的话 肯定是来不及了 只能一剑狠狠地刺在黑爷的胸前 这一剑我是用了十足的力气 黑脚刃的剑剑 在刺到黑爷胸前时 我没看见黑脚刃 直接没入黑爷的胸膛 而是听到当的一声响 就好像我这一剑 刺在了铁板上面一样 我抬头震惊地看了一眼黑爷 接着就迅速地收回了黑脚刃 想要朝后退去 黑爷显然不给我这机会 没等我收回剑 他就猛地一伸手 直接朝着我的胸前打来 他伸手的一瞬间 我看到一条黑乎乎的铁链 从他的袖口钻了出来 像是一条黑色的游龙一样 速度极快 眨眼之间就到了我的胸前 胸前传来剧痛 让我感觉自己就像是 被卡车撞了一下一般 胸腔内的五脏六腑 更是一阵翻滚 一个没忍住 我是直接喷出了一口鲜血 身子也是倒飞了出去 我重新翻滚着站起身 再看一下黑爷时 他袖口里的黑色铁链 已经被他烧走了 此时的黑爷像是个没事人一样 双手背负在身后 气顶神仙 燕阳灵把我扶起来 问我怎么样 我摇了摇头 擦掉嘴角的鲜血说 他有一条铁链 藏在袖子里面 小心点 拿铁链 燕阳灵恩了一声 对我说 要是还能撑住的话 咱们俩一起上 我挺了挺起一背 咬着牙说 还能扛得住 欢迎落下 我和木头同时朝着黑爷 黑爷奔了过去 刚才那一招说到底啊 还是稍微的试探 现在才是重头戏 我的剑刺在黑爷身上 就像刺在了铁板上 我觉得黑爷的身体有古怪 于是就改变路数 朝着黑爷的双腿攻击去 让我没想到的是 黑爷身上完全不止一条铁链 黑乎乎的铁链 就像是一条又一条 被黑爷饲养长大的小蛇一样 任由黑爷操控摆布 我握着黑脚刃 攻他的下路时 他的一个草堂腿扫过来 也就在这一瞬间 一条黑乎乎的铁链 直接从黑爷的裤腿里面 窜了出来 狠狠地抡在我的双腿上 不等我跳起来躲 双腿就被黑色的铁链 给缠绕住 接着黑爷左腿一摆 困住我双腿的铁链 就跟着他的动作 也是一般 而我整个人 就这么被摔飞出去 艳阳灵的情况 并不比我好到哪去 俗话说 一寸长一寸强 黑爷身上的铁链 何止是一寸长啊 更何况 木头的武器 还是一把短又小的匕首 不出三五十回合 我和木头就节节败退 最后 黑爷两手猛地一甩 两条黑乎乎的铁链 就像是两条黑龙 被他甩了出来 接着 就把我和木头 死死地绑在了一起 任由我俩 怎么样的挣扎 就是挣扎不堪 我是真的服了 心里不断地骂娘 人家练刀练剑练棍的数不慎数 海他娘子从来没有见过练铁链 而且 黑爷这铁链 海他娘子玩得这么流 感觉啊 就是随心所欲 心里想哪 那铁链就能打哪 木头这时 对我敲声说 这老头的铁链很有可能 随时都是在身上绑着他 想要哪里出来 就能使唤着从哪里出来 我想到了最开始 刺黑爷的意见 他没应对 也没有闪躲 硬深深地扛了下来 当时不是直接刺穿他 而是发出当的一声 这么一想 估计啊 他是把铁链 一直缠绕在胸前 等着对敌的时候 再把铁链放出来 服 是真服了 虽然我恨不得 黑爷碎尸万段 但是此时 我也是真的服了 这门功夫 我压低声音数 现在怎么办 打也打不过 只能顺其自然了 不过 我想说的是 我们现在 很有可能 还在幻觉当中 这黑爷 或许也是幻觉 燕阳灵到现在 还坚信 这一切都是幻觉 我觉得 有些不可能 因为黑爷 打我的那几下 我都感觉到了 撕心裂肺的痛楚 直到现在 还隐隐作痛 黑爷见我们俩 不挣扎了 也不再搭理我们 看着空中的太阳 又看向湖底 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一样 我心说 这么下去 也不是办法 就主动开口问黑爷 你跟踪我们 到现在 就是靠着你 那几头骆驼 那我们进入古城 你是怎么跟踪过来的 进入古城遗址前 我们把骆驼 拴在了古城外 古城遗址很大 黑爷没理由 能够迅速地找到我们 谁知黑爷 却是一愣 回答我说 什么古城 我冷笑一声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瞒着我们 有什么意思吗 就算是死啊 也得让我们死得明白吧 小子 我没必要瞒着你们 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们说的古城 是什么玩意儿 黑爷回头望了我一眼 说 我一愣 接着问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又是怎么 跟我们来这了 我不是说了吗 我一直在跟踪你们 跟踪到这里 你这小子是傻了 还是跟我在臭糊涂呀 黑爷有点生气 瞪着眼睛问我 我是真懵逼了 和木头面面相许了半天 木头也是满脑袋的雾水 这次他发话问 你难道没有进入黑堂 没有看到那幅画 你们在耍我 黑爷是真的生气了 手掌一甩 又是一条铁链 从他的袖口飞了出来 等那铁链快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 黑爷反手一问 将铁链握在手中 接着拽着铁链 狠狠地抽在我们身上 我疼的是呲牙咧嘴 心说这老不死的下手也推狠了 上来就打 同时啊 我心里是更加疑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们看到 古城遗址和黑塔 以及美人画 而黑爷没有看到 难不成我们真的是在幻觉当中 亦或者是说 现在这一切是真实的 而古城遗址 不服女尸 美人图 则都是幻觉 黑爷用铁链 抽了我们两下 就住手了 我心想 这老头 难不成是良心发现了 等我抬头去看黑爷时 只见他的双目死死地 瞪着太阳 就好似在等着什么一样 脸上的阴旧的表情啊 也逐渐的变成压制不住的狂喜 我也就跟着抬头看了一眼太阳 却发现不出什么 这时 木头却说 再过一会儿就是正午时刻 这老头可能是在等正午 我低声说 正午时刻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燕阳灵摇头 表示并不知道 没等我继续问 黑爷把我们身上的铁链 都给收走了 猛地一下恢复自由 我还有点无从事业 警惕地看着黑爷 想看看他到底想玩什么花哨 谁知黑爷根本没打算对我们动手 而是对我们说 穿上潜水服 带着狐气去 准备下狐 这让我感觉更疑惑了 心想 这老不死的不杀我们不说 还要把我们带下狐 这是什么意思呀 黑爷也不跟我们废话 开始穿着预留下的那一套潜水服 按理来说 那套潜水服应该是零点的 不过现在零点不知道被黑爷藏到哪去了 心里也逐渐开始担心起零点 不知道这小妞到底有没有事 黑爷的本事比我和木头都高 我们也没有抵抗 顺从地穿上潜水服 在我想去背呼吸器的时候 一条铁链 却是猛的将呼吸器卷走 直接被黑爷拉了过去 我怒了 大骂道 你他娘的这什么意思啊 既然让我们跟着你下去 为什么要把呼吸器拿走 你倒是傻呀 黑爷冷恨一声说 你们两个用一个呼吸器 谁坚持不住 就吸一口羊 省得跟我玩花招 我算是服了这老头 简直小心的不能再小心了 没办法 我打也打不过他 只能委屈休闲 不和他唱 艳阳灵将另外一个呼吸器 挂在了我的背上 对我说 我水性好 这个你带着 我要是受不住了啊 就来你这儿吸过羊 我的水性我清楚 能冲五分钟 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所以啊 也就没有推辞 直接是背在了身上 黑爷见我们都准备好了 也就没有给我们 多说话的机会 让我们过去 我俩走到黑爷在旁边 刚想顺着绳子下去 就感觉屁股后面 被人踹了一下 这一脚力气挺大 我的身体不协调 直接是坠入山崖 朝着湖泊中掉去 我发誓 等我有了本事 非得把这黑爷给弄死 这老头简直就是个畜生 一点准备都不给我们 直接把我们从山顶上 给踹了下来 艳阳灵的情况和我一样 下落的时候 我忍不住啊啊大叫 可艳阳灵却比较认定 像是知道了这个结果一样 坠入湖泊的一瞬间 我是连忙地闭上眼睛 要是如此啊 双耳还是嗡嗡地坐下 想来是被水压给冲击的 艳阳灵快速地摸索到我身边 对我打了个手势 我立刻就明白了 他的意思是说 趁现在赶紧逃 现在的确是个好时期 我一点犹豫也没有 当下就和艳阳灵 朝着湖底游去 不等我们游下两米深 我就感觉脚脖子 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绑上了 回头一看 我心里骂了一句 黑爷的铁链 真的是登峰照急了呀 水下的水压这么大 他依旧能把铁链 给使出来 而且还是这么准 没错 我脚脖子上 此时被绑着一个黑色的铁链 再去看艳阳灵 发现他的情况和我一样 脚脖子上都被绑着一条铁链 既然被发现了 我们也没必要跑了 就待在原地等着 不到大约一分钟的时间 我就看到黑爷穿着潜水服装备 游到了我的身边 透过防水眼镜 我们看到黑爷的眼神灵灵 对我们比了个手势 接着又抹了抹脖子 这意思我明白呀 是说我们在耍花招就把我们给干掉 我耸了耸肩 没表示什么 黑爷指的指下面 示意我们先游 我和木头对视一眼 无奈地朝着湖底游去 游了三五米深 木头对我打了个手势 意思是说憋不住了 吸一口痒 我连忙游过去 把嘴里的呼吸管 拔出来塞到燕阳灵的嘴里 燕阳灵使劲地吸了两口痒 对我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示意我可以了 氧气冰不多 我们也不知道湖底有多事 所以啊 我也没有咬着呼吸管 还是放下来 等待着实在是撑不住的时候 再吸上一口 我们两个人的脚脖子上 还有黑色的铁链 黑爷那老不死的 这时啊 就跟在我们的后面 不紧不慢地游着 一个人独占着两个呼吸系 再次朝下游了三五米深的深度石 那种来源于湖底最深处的压力 又一次迎面而来 我和木头纷纷指出身形 冲着后面的黑爷摆了摆手 示意说是游不下去了 黑爷游到我们身边 打开潜水手电 照射了一下 像是水珠一样的气浪 依然是在湖底最深处朝上喷发 只不过这次再看 我忽然觉得这次气浪 比之前要小了许多 不知道黑爷到底知不知道这东西 只见他思索了一会儿 忽然朝着左边指了过去 然后摆手 示意我们朝着左边游 没整 我们只好按照黑爷说的去做 朝着左边游着 期间 燕阳灵有些支撑不住 又吸了一口痒 我也跟着吸了两三口 此时啊 才保持呼吸通畅 向着左边游了大约三十多米的距离 我隐约先看到了头 黑爷拿出手电照了一下 和我们猜测的差不多 我们已经游到了最左边 黑爷指了指 左边石壁上的怪石菱形 又指了指湖底 我立刻明白过来 黑爷这是让我们靠着 左边的石壁朝下游 我有点拿捏不准 和木头是对视一样 木头也没什么动作 不知道什么意思 黑爷似乎有点等不及了 手臂又是一甩 一条黑色的铁链 从他的袖子里面飞了出来 接着狠狠地打在我的背部 这一击太过突然了 疼得我忍不住 大叫一声 这一张嘴不断地是有水顺着我的嘴巴 钻进了喉咙 差点没把我给直接憋死 我赶忙把嘴巴里的水咽下去 然后找到呼吸管 一连吸了三口痒 方才感觉好一些 我回头怒视着黑爷 黑爷则是指着左边的石壁 让我赶紧地下 我心里是不断地骂娘 但还是游到左边贴着左边的石壁 朝着下面游着 说来也习惯 刚才出现的阻力啊 竟然在此时消失的无影 无踪了 我回头望了一眼 发行艳阳灵啊 也就在我身后 在其后的是黑夜 我们两个脚脖子上 还是有着铁链 走起路来啊 有种强烈的束缚感 就像是古时候的奴隶一样 艳阳灵城我白手 示意我继续朝前走 我安自点头 继续朝下游着 再次朝下游了 大约二十米的深度 我的手忽然触碰到了地面 接着我立即停下来 对着后面两人摆着手 示意已经到底了 水里面很黑 但是黑夜却是一直打开手电 看着我摆手 他连忙将手电罩了下来 我也趁着光亮一看 果然是已经游到了地步 说来也奇怪 这湖底深处 竟然没有一点水压阻力 即使不游 我们也感觉不到任何上浮 黑夜游到我身边 用手里的手电 照射了一下四场 接着指了指地面 又做出了一个开门的手势 我瞪大眼睛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黑夜这意思很明显 是想让我们找一找 湖底有没有门 这完全不可能 湖底怎么可能会有门呢 这湖泊里面的水 虽然很奇怪 但是啊 却完全不可能有门存在 如果真的有门的话 那湖水不就渗进门里面了吗 黑夜一瞪眼 又做出了一个手势 示意我赶紧找 别废话 我连忙摆手 无奈地开始在湖底摸索着 寻找着所谓的门 黑夜也没愣着 他也在周围开始摸索起来 估计是在寻找那什么门 我和燕阳灵一直保持着距离 因为他那里没有呼吸气 时不时要过来我这里吸口药 我这里也有潜水手电 我掏出手电 将手电打开照耀着刺声 寻找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没有找到什么门 我叹了口气 放松自己的身子 让自己站在湖底 接着忍不住心身疑惑 湖底里除了水之外 没有别的东西了 怎么可能会有门呢 再有就是 神毒背后隐藏着的宝贝 到底在哪里 看黑夜一副 胸有沉竹的模样 难不成 他知道宝藏在哪儿 如果他真知道的话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打的话肯定是打不过黑夜 既然这样找到宝藏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之前的一切都是全部白费 想到这里 我的心顿时是揪了起来 心说黑夜当真是老奸巨华 什么都没做 就坐收了渔翁之礼 再次谈了口气 我心说现在先顺从黑夜再说 如果他真的找到了宝藏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拿走 就算是死 我也要把他给拽上 说什么 找到宝藏就放了我们的话 这完全就是个屁话 现在黑夜能用得上我们 所以才这么说 等着他找到了宝藏之后 我们就成了无用的傀儡 随时可以站上 我摸了摸 被我悄悄藏起来的水星炸药 心想这一次 就算是真的死 我也要向黑夜拉上 我没有继续犹豫 准备接着再找那所谓的门 脚步刚挪开 我忽然感觉到脚下的石壁 有些凹凸不平的感觉 我眉头一皱 当即是趴在地上 用手里的潜水手垫 照向了我刚才所踩的位置 因为是水中的缘故 我的身体不断的上浮 然而是如此 我还是看到我刚才踩着的地方 有一块石板 这石板的出现 并非是完美无缺 和这湖底的石壁 下跌在一起 周围的四个面 有着一道正方形的裂缝 这裂缝并不是很大 但因为我的手垫的缘故 很容易就被发现 看到这石板的时候 我心说难不成 这就是所谓的门 我没着急叫黑夜 而是将不远处的木头 给叫了过来 木头看到石板的那一刹那 微微的一乐 接着对我摆了个手势 问我怎么办 我两手一摊 一脸无奈表示不知道 就在这时 我脚不散上的铁链 忽然传来一股力量 回头一看呢 看见黑夜正朝着我们这边游过来 我迅速地和木头对视一样 木头对我暗自摇头 示意我不要隐瞒 我也不知道木头是怎么想的 只好点头 接着就对黑夜招了招手 黑夜游到这时 我对着他指了指 那块有着四边裂缝的石板 黑夜用手电照了一下石板 眼前顿时亮了起来 围绕着石板观察了一番 黑夜从身后的腰间 拿出来两把弓兵铲 扔在地上 指了指 石板示意我和艳阳灵 将石板给撬起来 黑夜照老不死的是真把我们当苦力使唤了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毕竟我们现在在他手上 想到这儿我重重地叹了口气 从地上捡起弓兵铲 递给木头一把 然后就开始 用手里的弓兵铲 奋力地沿着石板和石壁 恰接石产生的缝隙 撬了起来 我猜测 这石板应该是比较火 要不然的话 湖水肯定会渗入其中 幸好的是 这周围有一道缝隙 我们把弓兵铲插入其中 利用杠杆原理 咬着牙同时 用力狠狠地将石板 朝上面撬着 我和木头的利息 合在一起 绝对是没得说的 石板虽重啊 但随着我们不断地用力 倒还真的是 慢慢地把它给撬了起来 我余光看了一眼 石板下面 只感觉啊 黑乎乎的一片 啥也看不清楚 再去用余光看下黑眼 只见他脸上 难以抑制的兴奋 是越来越强烈 我估计 他差点啊 就直接跳里面去了 我深吸一口气 和木头 同时用尽最后一次力气 将石板全部撬开 我们两个气喘吁吁 燕阳铃更是 直接朝我扑了过来 将呼吸管塞进了嘴里 大口大口的细致氧气 我这才想起来 木头这家伙 刚才撬的时候 一直没有氧气的支援 等我们休息得差不多了 回过神来的时候 我却是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 我们现在在湖泊的最底部 湖水能有三四十米的深度 我们将湖底的石板撬开 想来湖水 应该会一股哪儿的 朝着石板内部流去才的 如果空间够的话 我想整个湖泊的水 全部流进 也不是没有可能 可是现在呢 现在我却惊讶地发现 湖水竟然完全没有向着石板下流去 一滴也没有 燕阳铃也发现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 他比我震惊多了 只是脸上有着一抹的惊喜 黑爷这时贴了提我 然后又指了指石板下 示意我下去 我有点犹豫 黑爷却完全不给我机会 一把抓住我的脖颈 直接把我扔了进去 卧槽 算上之前在山顶的一次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我已经做好了 吊在地上 被重重摔一下的准备 可我压根就没有感觉到自己摔倒 我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四周 只觉得周围黑不溜秋的 什么也看不到 唯一能够看到的就是 在我身旁不到一米距离 有着一个阵方形的洞口 而洞口的下面 则是源源不断的湖水 我沉默结舌 觉得这一切真的是太匪夷所思了 我必须得好好想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不然脑子根本是转不过弯了 石板是我们在湖底发现的 敲开石板后 黑爷把我扔了进来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看 湖底下面有空间的话 那会是在上空 也就是头顶的位置 可是现在看起来并非如此 我被黑爷从湖底扔了进来 却发现自己站在地上 而不是空中 换种简单的说法 这里的空间和湖底的空间 就是两个不同的空间 湖底出现的石板 可以理解为是地道的入口 而这里出现的石板 同样可以理解成地道的入口 也就是说 这里的空间和湖底的空间 事实上只有一墙之隔 再换种更简便的说法就是 我现在所站着的这片空间 按照正常的思维 是倒着站立的 也是俗称的倒立 我觉得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完全无法理解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到底是谁在这里 开设了这样的空间 到底该有多么的厉害 不等我想明白 我就看到艳阳灵也被扔了进来 同样看到这边空间时 艳阳灵也是一脸的错愕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会出现这样的空间 这里没有水 没有水的话自然是有空气的 我摘点呼吸管 开口说 这也太神奇了 这里的空间和湖底的空间 简直就是两个不同的空间 说这话的时候 我甚至都隐隐怀疑自己 是不是在地球上 很快我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我们肯定是在地球上 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呼吸呢 说话的功夫 黑爷也从石板内冒出了头 等他爬出来 看到周围的场景时 先是一愣 接着就是仰头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找到了 我终于找到了呀 哈哈哈哈 黑爷笑得是很癫狂 就像是要疯了一样 但是我们都知道黑爷没疯 也不会疯 他之所以这么高兴 是因为他三十年的蛰伏 与心血没有白费 他从三十年前就策划这一切 从一个又一个进入沙漠的人开始下手 凡是要去罗布泊的人 他必定都会跟踪 怕的就是错过来这里寻找神徒背后 所隐藏宝贝的人 俗话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不管黑爷是好还是患 这句话的确是对的 黑爷等了三十年 终归是坐收渔翁之礼 只不过 却是苦了我们 我们费经千辛万苦 历经千难万贤 终于是走到了这一步 却是没有想到 被黑爷给摆了一等 防不身防 真的是防不身防 说到底 我们还是输在了人心上 黑爷隐藏得太深了 他之前表现出的样子和随和与从容 该问的他问 不该问的他不问 从不废话 也是因此 我没有对他产生怀疑 可谁能够想到 他虚伪的面具后面 竟然隐藏着这样一副真实的面孔 不能说没有任何人想到 最起码木头是想到了这一年 想起这个 我就有一些愧疚的看向木头 当初若是听他的话 现在可能也不会发生这样的突病 黑爷还在猖狂的大笑着 释放着压抑在心中三十年的怨气 我和木头则是悄悄地聚合在一起 我问木头接下来该怎么办 叶阳灵摇了摇头 低声说 再是不要心惧妄动 我叹了口气 心里面拧成了一根绳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会儿啊 黑爷忽然不笑了 他回头对着我们俩冷恨说 你们两个最好不要活耍花招 要不然我让你们葬身于此 黑爷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就算他成功地找到了宝藏 也会将我们全部杀死 不过他现在没动手 很有可能我们对他来说 还有点利用价值 警告我们以后 黑爷摸出了强光手电 打开后照耀着周围 之前我们一直处于黑暗状态 如今手电一亮 倒是有些不适应了 觉得有些刺眼 渐渐地恢复了视觉 我皱着眉 揉揉眼珠看向四周 等着我目光稳定下来的时候 我一个没忍住 直接跌坐在了地上 刚才一片漆黑 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如今看见了周围的一切 我倒是宁愿永远也不要看见 我们现在所处的空间 是个圆形的空间 大小与湖底应该是差不多大 只不过这里的一切 实在是太过诡异了 圆形的墙壁上面 摆满了无数口石棍 这些石棍还并非是摆放在地上的 而是神仙树立的状态 全部树在了圆形的墙壁上 硕大的圆形墙壁 被摆满了整个石棍 放眼望去 足足有上百个石棍 这些石棍没有观感 所有的石棍都是敞开的 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石棍之内存放并非是一具具骸骨 而是一个个人 只不过这些人的样子颇为古怪 全身上下没有一点遮挡物 不光是这样 身上的器官也没有 就像是用泥捏出来的一本 只不过这泥啊 却不是普通的泥 更像是雪做出来的 上百口石棍树立在周围 其中的红色宛若是被泥捏出来的人形 一动不动的躺倒在石棍之中 整片空间说不出的诡异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这片空间正中央的位置 还有一根巨大的写红色的石柱 石柱上刻画着许许多多的图案 因为是距离太远的缘故 我并没有看清楚上面是什么东西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黑爷却缓缓地朝着石柱走过去 我兴乱如麻 连忙从地上站起来 走到燕阳林身边 轻声地询问着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怎么会这么贵啊 神兔背后隐藏的绝世宝藏 或许就在这里 不过我看这里都像是祭坛啊 燕阳林环绕着四周 压低声音对我说 我心里一沉 看着四周说 神兔背后隐藏的宝藏物 在这里 我怎么没有看到 难不成说 这上百个石棺里面的尸体 就是神兔背后隐藏的宝藏 不是 没有这个可能 先看看再说 燕阳林沉深说道 没等我说完 绑着我脚脖子上的铁链 就哗啦啦地响了起来 接着 我就听到黑爷的声音 你们两个 过来 黑爷摘动着铁链 指着我们两个说 我和木头对视一眼 慢慢地朝着黑爷走过去 每走一步 我们脚上的铁链就会哗啦啦地响着 像极了古时候的奴隶 等我走到黑爷旁边 黑爷眯着眼望着我说 神兔呢 我原本还想装傻充愣 说什么神兔 但是一想到黑爷对于宝藏的事情 了如指掌 也是 梅自讨苦吃 说那么多废话 小心翼翼地从怀里将神徒给掏了出来 神徒一直被我贴身放着 在之前第一次下壶的时候 我还特地用防水袋将神徒给装了起来 黑爷盯着神徒看 眼里充满了疯狂与贪婪之色 他缓缓地伸出手 看样子是想从我手里把神徒拿走 我叹了口气 心想魔术神徒真的不是善物 从古至今谁也不清楚 魔术神徒到底害了多少人 让我没想到的是 黑爷伸出来的手忽然悬浮在了半空中 他没有把神徒从我手里拿走 收回手 黑爷沉吟了一下 指着血色石柱说 石柱说有个孔曹 待会儿你将神徒放到孔曹之中 听到了没有 我抬头看了一下石柱 点了点头 表示听明白了 至于黑爷为什么不自己去 我有两个猜想 第一 前面可能有机关一类的致命性武器 黑爷是想让我当替死鬼 第二 很有可能是因为我是被神徒选中的人 而黑爷不是 所以他没有办法启动这个气弹 只有我才能 接着 黑爷又看向燕阳灵 意味深长的手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就是守灵人吧 燕阳灵不吭声 算是默认了 其实阿采也并不意外 黑爷筹谋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肯定是对神徒是了如指掌 既然他知道我是被神徒选中的人 那也很有可能知道 木头就是神徒的守灵人 很好 黑爷满意地点了点头 指了指我说道 等着小子将神徒放入空操后 用你的血来开启祭坛 听清楚了吗 燕阳灵望了一眼祭坛 恩了一声 黑爷黑黑笑着说道 你去吧 我和木头相识一眼 慢慢地朝着中央的血色石柱走去 这一段路并非很长 但是我却有意地放慢脚步 四五十米的距离 硬是让我走了三五分钟的时间 我做这么多 不是为了别的 只是想拖延一下时间 然后想到解决黑爷的对策 可是不管我怎么想 都想不出来 到底怎么样才能打败黑爷 黑爷的一手铁链是出神入化 不光近身无敌 就连远程战斗 也是相当的了得 我和木头之前试过 我俩和黑爷对打 根本就是没戏 距离石柱不足五米时 我和黑爷对打根本就是没戏 我忽然听到后方传来一声 哗啦哗啦的响声 听到这响声 不用看 也知道是黑爷手中的铁链 就在我想回头 看看是什么情况的时候 猛然觉得自己的小腿一痛 下意识地低头看 我看到一条黑乎乎的铁链 直接贯穿我的小腿位置 婴儿般拳头大小的血洞 源源不断地流淌着鲜血 疼痛感延迟了一两秒钟后 立即席卷了我的全身 我啊的大吼一声 左腿无力直接是跪到栽定 再看叶阳灵和我的情况基本一致 左腿的小腿的位置 同样被插入了一根铁链 只不过木头的定力和身体素质都比我强 他硬沉着没有倒下去 但是额头上是不断流下汗水 却让我知道他承受了痛苦和我一样 我用手捂着小腿 脑门上的冷汗不断地往下流 等我回头恶狠狠地看下黑爷时 黑爷却细略地笑着说 哼 果然你们俩都得死在这里 我现在有种异常强烈的冲动感 即使我们得不到神徒背后隐藏的宝藏 那又凭什么让黑爷得到的 我身上有烈性的炸药 只要我点人炸药 炸毁这片祭坛 我们三个都会死在这里 而宝藏也会从此消失在这个世界 魔术神徒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炸毁祭坛 也就变相摧毁神徒 这并非是什么坏事 想到这儿 我咬着牙努力地从地上站起身 就在我想从坏里掏出炸药的时候 却忽然看到燕阳灵对我不断地摇头 炸药在我身上的事 燕阳灵是知道的 此时他对我摇头 肯定是不想让我轻举妄动 我想不明白 燕阳灵为什么会阻止我 难道他想让黑爷得到宝藏 一伙者是说 木头这家伙和黑爷是一伙的 看了看木头腿上的血洞 我否定了后者 燕阳灵要是和黑爷一伙的 黑爷不可能对燕阳灵下手 再有就是 都现在这个罐头了 他们俩要是一伙的 没必要再装模作样地演下去 燕阳灵眼神坚定 咬着牙对我做了个口型 意思是是 相信我 别浪费时间 赶紧启动计谈 黑爷有些着急地大吼着 燕阳灵拖着左腿 走到我身边 搀扶着我 我咬着牙 想要自己往前走 却发现左腿已经麻木地 失去了知觉 更别说是行动能力了 无奈之下 我们两人只好相互搀扶着 朝前走 这片空间的中央位置 有着一根巨大的石柱 石柱呈现血红色 上面密密麻麻地刻画着 许多我看不懂的字符 以及图画 刚才在远处我们 看得并不是太清楚 如今走近一看 我才发现 石柱最上方 有着四根巨大的铁链 这四根铁链 比黑野石的铁链还要大 这四根铁链由中央位置 向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 最后与整片空间的石壁 掐接在一起 也不知道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走到石柱旁边 需要上三个台阶 要是之前的话 我们肯定是一步就能跨上去 可现在确实有点问题了 我和木头相互搀扶着 拖着左腿咬着牙 一步一停地 慢慢地朝着台阶上走着 这时 我忽然听到木头 在我耳边轻声对我说的 石柱上面的字 我能看懂 走近一些 或许我能知道 神徒背后隐藏的保障是什么 我心里一惊啊 没想到 木头竟然能看懂 这上面的字 只是没多久 我就释然了 木头是守灵人 而这里又很有可能 是隐藏宝贝的地方 木头能看懂 也不是什么意外 我压低声音回答说 不管怎么样 千万不能让黑爷得到这个东西 就算是毁了这东西 也在所不辞 燕阳灵点了点头 同意我的想法 我们没有继续废话 走上台阶之后 我们就开始朝着石柱走去 黑爷一直用手电照耀着我们 要是没有他的手电 我们估计连路也看不清楚 见我们走到石柱前 黑爷联盟对我们说 赶紧把神徒放入孔曹内 启动 启弹 我喘了一口气 虚弱地说 你别急 等我们先找到孔曹 再说吧 说完 我就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了手电 黑爷应该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所以也没有继续催我们 我故作平静 拿出手电 忍着小腿传来的巨动 照耀着石柱 尽可能让燕阳灵看清楚 石柱上面的内容是什么 燕阳灵 扬着头看石柱 一边看一边拖着左腿 走来走去 黑爷照着眉 胡怡的声音传过来了 你们在干什么 在找孔曹 我冷静地回答了一声 接着又说 我们两个都伤成这样了 怎么可能会动歪心思呀 黑爷稍微拽动了一下铁链 接着说 你们最好不要耍花招 要不然 他这话没说完 但我知道这意思是什么 我们只要赶乱来 黑爷肯定会对我们动手 他那铁链的功夫是出神入化 想要杀掉我们简直是轻而易举 我没继续搭理黑爷 一边用手电照耀着血色石柱 一边寻找所谓的孔藏 没多久 我就在石柱的左侧 找到了一个大小和神徒 完全吻合的孔藏 这时 燕阳灵也慢慢地来到了我的身边 只不过 他却是一脸的惆怅之色 也不知道 这石柱上面的内容是什么 黑爷在石柱的前方 而孔藏的位置却在左边 他不可能会看到我们 我继续装作寻找的样子 接着低声问燕阳灵石柱上的内容是什么 我知道神徒背后隐藏的宝贝是什么了 燕阳灵叹了口气 轻声说 我一愣 联盟追问这里面隐藏着的是什么东西 燕阳灵想了一下说 神徒中隐藏的不是东西 而是一个人 人 我瞪大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声音也不自觉地提高了不少 黑爷显然发现了我们在低声细语 他大口一声 问我们在干什么 赶紧启动祭坛 我深吸一口气 对黑爷说 已经找到孔曹了 马上就启动祭坛 说着 我把神徒取出来 将之和喜 接着慢慢地朝着孔曹中放置 与此同时 我看向燕阳灵 询问他到底该怎么办 以及神徒背后隐藏的人 是什么意思 现在是紧要关头 黑爷一直盯着我们看 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 只要我们稍微动一下歪性死 他很有可能就会动手 将我们俩给杀死 燕阳灵想了一下手 林朗 你还记不记得 我之前跟你说的话 什么话 我又一次愣住了 手上的动作 也是跟着一听 燕阳灵说 来的路上 我曾经跟你说过 等你找到神徒背后 隐藏的宝藏 你就会担任起众人 而这个众人 就是杀掉魔术的人 神徒和魔术合二 唯一的目的 就是用来相互克制 如今神徒和魔术 一分为二 魔术落入他人之手 定会引起纷争 你要做的 就是得到神徒 然后杀掉 得到魔术的人 最后 摧毁魔术 我愣住了 感觉 现在的场景 似曾相识 不出片刻 我脑海里 就出现一道惊雷划过 想到了一件事情 之前 我陷入黑沙之中 黑爷为了救我 就用同样的语气 跟我说话 当然 黑爷并没有死 一切的一切 只不过是他在演戏 可 这些不是重点 重点是 木头的语气 他的这话 完全就像是 在叮嘱后世 回过神 紧紧地盯着木头 也不顾将神徒 放入孔槽之中 以此一顿地 问木头 你到底想说什么 神徒之中 隐藏的人很可怕 这人要是落入 黑爷这种 心狠手辣之辈的 人手中的话 天下 会大乱 所以无论如何 不能让黑爷得到 神徒中隐藏的人 燕阳灵 斩钉截铁地说 没等我继续追问 我就听到了 黑爷的咆哮声 赶紧打开气坛 与此同时 插入到 我和燕阳灵 小腿中的 铁链猛地 被黑爷拔出 刚失去知觉的伤口 又一次传来了 撕心裂肺的疼痛 我一个没忍住 门纷一声 半跪在地上 燕阳灵 咬着牙蝉扶起 我说 你是被神徒 神仲的人 你也是 经过神徒 考验的人 把神徒 放入孔操中吧 只有你 才能完成这一步 我咬着头 说不行 打开祭坛之后 黑爷就会得到宝物 到时候 我们一样是 无路可走 燕阳灵 沉申说 相信我 你一定可以活着回去 话比 不等我说话 燕阳灵就抓起我的手 用力地将神徒 碍入凹槽下的孔槽里去 神徒与着石柱 就像是浑然天成一般 神徒被按下去施红 整根石柱 瞬间变得完美起来 只不过 石柱的颜色 是血红色的 而神徒的颜色 却带着古朴的旧黄色 见我们将神徒放入孔槽之中 黑爷立即是哈哈大笑起来 他指着燕阳灵大神说 快 轮到你商场了 赶紧把鲜血跌到神徒上 启动忌惮 燕阳灵 瞥了一眼黑爷 愣神说 不需要你提醒 话音落下 燕阳灵便是苍狼一身 拔出匕首 二话不说 直接是划破自己的手掌 鲜血立刻 从伤口中涌了出来 燕阳灵不吭声 把手掌 移到神徒上 让流出来的鲜血 净数地滴在神徒上 黑爷猖狂地大笑着 笑声越来越大 而我的心却是 越来越凉 站在一旁 完全不知手措 不出半分钟的时间 整本神徒 都被燕阳灵的鲜血 所沁人 与此同时 我们脚脖子上的铁链 猛地一紧 我大惊失色地 连忙回头看去 只见黑爷拽着铁链 猛力地一拉 我们两人的身体 就立即飞出了石柱旁 摩擦着地面 滑行了大约五六米的距离 方才停了下来 黑爷冷笑着 看了我们一眼说 等着我得到无相神区 再赐你们一词 说完 黑爷就没搭理我们 而是紧紧地盯着雪柱 那张驰目的脸上 涌现出无限的渴望之色 三十年的光阴 三十年的折服 三十年的筹谋 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成余败将在此一举 方向的血很神奇 铁链在离开我们小腿的时候 伤口就已经开始缓缓地恢复 那婴儿般拳头大小的血洞 也开始逐渐地恢复变相 疼痛感也渐渐地消失 我扭动的身子和燕阳铃靠在一起 问他有没有事 燕阳铃根本不关心自己的伤口 眼神紧紧地盯着雪柱 达非所问般地对我说 你刚才有没有听经黑野兽的话 我赢了 琢磨了一下 皱着眉不确定地说 你是说无相神区 无相神区这个名字 我感觉有点熟悉 却是想不起来在哪听说过 对 就是无相神区 燕阳铃重重地点头说 神徒背后隐藏的宝贝不是东西 是一个人 准确说是一具身体 一句要他强他就强 要他长他就长的身体 无相神区 我肯定听说过这个名字 也肯定知道过一些相关无相神区的由来 可脑海里就是想不起来 我就紧了眉头 脑海就像一个机器一样 开始迅速地逆转 想了好半天 我心里一沉 终于知道自己是在哪听说过无相神区了 记得 紫竹林的事情 曾经让我无数次行走在崩溃的边缘 最为让我难忘的一次是一个无面人 当我追踪那个无面人时 他的脸首先是像一个面团没有任何的无关 奇怪的是他的脸会变化 几乎是一瞬间的时间 他的脸就变化成了燕阳灵的模样 为此我还特地地找燕阳灵问了他这件事情 当时燕阳灵的表情很惊讶 脱口而出说出了无相神区四个字 最后还问我那无面人的身体能不能随意变化 在我摇头否认的时候 燕阳灵这才肯定我见到的无面人不是无相神区 也就是说燕阳灵早就知道无相神区 想到这儿 我连忙低声问燕阳灵 你以前跟我说过的无相神区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神徒背后隐藏的东西是无相神区 燕阳灵要头说 我知道无相神区 但是不知道神徒背后隐藏的无上质宝会是无相神区 我刚想开口说话 却听到一阵轰轰的巨响声 我和木头连忙将木光放到了雪柱上 见雪柱在此开始变了有明显的变化 雪柱的对顶端有着四条巨大的铁链 这四条铁链延伸向东南西北四个不同的方向 神徒被放入孔槽 滴入木头的鲜血后 就好像是触发了雪柱中隐藏着巨大机关一般 不多时的时间 雪柱就开始不断地旋转起来 雪柱旋转着那四条巨大的铁链 也猛然地拔地而起 就像是一个螺旋桨一样 开始顺着雪柱 不断地漫天飞舞 这一幕看得我是暗自砸舌呀 心说这机关到底是何人制造 竟然是如此的神秘莫测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更加神秘莫测的还在后面 周围树立在墙壁上的石棺中 躺着的一个又一个的像是被血泥捏出来的人 在锁链飞舞的时候 那些泥人就好像能够感应到什么一般 纷纷地开始动了起来 没错 就是动 石棺树立在墙上 雪泥人就躺在石棺之中 如今祭坛一开始 雪泥人立刻是纷纷从石棺中走了出来 就像是有组织有预谋一般 慢慢地朝着雪柱行走而去 我和艳阳灵就躺在两口石棺的前面 见石棺里面的雪泥人走了出来 我俩连忙挣扎着站起身 朝着周围挪动了一下身子 雪泥人好像是看不到任何东西 也感觉不到任何东西 就好似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无限接近雪柱 与此同时 我发现不断旋转的雪柱 在此时竟然开始缓缓地下降 不多时雪柱就只剩下了一半的高度 而那不断旋转的巨大铁链 也纷纷地停了下来 铁链停下来时 砸在周围的地面上 将地面砸出了一道又一道的裂缝 我和木头对视一眼 接着我焦急地问 现在该怎么办 等下去 我最有办法 燕阳铃沉声回答我 眼神一直盯着黑爷 黑爷站在雪柱面前 双臂张开 仰天大笑 周围的雪泥人 好似没有看到他一样 纷纷地从他身边路过 最后登上台阶 黑爷依旧在大声地笑着 笑声中充满了猖狂 解脱 兴奋 就好似天地间 一切在此时都奉他为主 轰 雪柱之中 又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响声 等我抬头望去的时候 却发现雪柱 已经完全地消失不见了 却而代之的则是 一个直径大约 三米多的雪洞 之所以称为雪洞 一点都不夸张 雪柱消失的地方 出现一个直径 大约三米左右的大坑 坑中装着的不是别的 还是数不尽的鲜血 雪洞有多深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雪洞肯定比刚刚的雪柱 还要深 要不然的话 雪柱不可能会沉下去 这说明了什么 要是雪洞里面的雪是人血的话 要填满这个雪洞 最起码要成千上万的人 普通 更为让人惊恶的是 雪洞出现时 周围汇聚的几百个雪泥人 竟然开始一个又一个的 朝着雪洞里面跳去 这番场景颇为像是 脚子下过 一个又一个 三十年了 我黑天老魔等了三十年了 终于等到了这一日 黑爷是真的高兴疯了 他仰着头哈哈大笑着 好似在抒发自己 迎人三十年的情绪 燕阳灵这时 突然对我说 林老 还记不记得我对你说的话 什么话 我一愣 燕阳灵咬着牙 斩钉截铁道 得到五相神区之后 无论如何 你都要杀掉 得到魔术的人 这是职责所在 也是道德所在 你 你要干什么 我瞪大眼睛 看着燕阳灵 此时的他 异常的反常 燕阳灵 缓缓地从地上 站起来 盯着穴头 几倍挺直的 五相神区说什么 也不能让黑夜得到 要不然的话 我们都得死不说 天下也得多一个隐患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大声地质问 因为这种场景 让我感觉到很熟悉 燕阳灵在交代后事 燕阳灵叹了口气说 守灵人世代单传几千余年 期间为了躲避追杀 战争 应试不出 代代 繁衍生息 直到现在 守灵人的守灵意志 终于可以得到停歇了 花音落下时 叶阳灵忽然抽出 我背后的黑小刃 他动作太快了 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等我回过神来时 只见寒芒一闪 接着我就发现自己的左腿 被一键斩断 没错 我的左腿被斩断了 左腿的脚脖子上 还有黑爷的铁链 如今 我的左脚被砍断了 铁链自然而然 也是掉落下来 只不过 我完全是想不明白 燕阳灵到底要干什么 不等我问 疼痛感就传遍了 我全身上下 每一个皮肤和部位 啊 我大叫一声 伸手捂住 断掉的小腿树的伤口 鲜血像是 洪水开闸一般 狂涌不止 不出三秒 我的鲜血已经 把双手给浸透了 但是啊 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全身上下 除了痛之外 就没有别的感知了 黑爷听到了我的惨叫 回头看了一眼 见我的左腿被砍淡了 脸上的肌肉啊 都忍不住抖了抖 燕阳灵没有任何解释 斩断我的左腿之后 直接是丢掉了黑小刃 然后一把抓住我的衣领 将我整个人都给提了起来 最后大步的朝着雪洞的方向跑去 混蛋 住手 黑爷见此情景 立即大吼一声 猛的将铁链给拽了出来 我的左腿被砍断了 铁链也掉落了下来 黑爷的铁链 已经完全束缚不了我 但是能控制住燕阳灵 因为他脚上还有铁链 不过黑爷的动作 终究是完了 他拽动铁链的时候 燕阳灵已经抓住我 奔到了雪洞的边缘 铁链上传来的力道 止住了他的左腿 要是如此 燕阳灵还是将我整个人 用力地朝着雪洞抛去 与此同时 我听到燕阳灵的大喊声 陈败在此一举 若是成功 你将问定天下 要是失败 你将勇亡无甚 我来不及说话 因为我的身子 已经坠入到雪洞之中 即将没入到雪洞时 我睁开眼睛 朝外一看了一样 黑爷像是疯了一样 朝着雪洞冲了过来 可无奈于燕阳灵此时 正死死地抓住铁链 黑爷能用铁链束缚别人 可铁链 何尝不能束缚他自己呢 扑通 一声轻响 我身子是直接坠入到雪洞之中 进了雪洞之后 不知道是 鲜血刺激的原因还是什么 我受伤的左腿 变得更加的疼痛起来 这般疼痛刺激着我的神经 而我眼前所能看到的东西 也是越来越模糊 渐渐地有种要晕过去的感觉 还未等我完全闭上眼睛 我就看到 有一个雪红色的人影 缓缓地朝着我靠近 这人影是谁 我不清楚 长得什么样 我一样也不清楚 因为 我的眼前是一片雪红 即使有着正常的颜色 我也难以分辨出来 那人影慢慢地靠近我 随着它距离我越来越近 我看得也是越来越清楚 它身上一丝不挂 脸上更是没有任何表情 因为它没有五官 让我有些慌张的是 这个人竟然还在前行 他要是再继续靠近我的话 我们两个的身子 可能就要撞击在一起 我想要挣扎或者说是退后 但是却发现 自己完全不能操控自己的身体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个奇怪的人 和我的身体撞在一起 他的身子和我的身体 撞在一起的时候 我没有任何感觉疼痛 只是觉得有些困 有些想睡 迷迷糊糊之间 我想硬扛住 却发现自己根本扛不住这困意 只能缓缓地闭上双眼 沉睡过去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死 等我在此睁开眼睛的时候 周围依旧是一片血红 我咬着牙 心里想 我不能就这么死在这里 外面还有木头 它一个人肯定是打不过黑夜的 我要去帮它 想到这里 我鼓起了所有的力气 朝着上面游去 抬头时 我能看到一点亮光 是不是出口 我无法肯定 只能凭着命朝上面游 游动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 心说 按照空间的位置来看 那片有着空气 有着祭坛的空间 是在湖底的下面 而我刚才落下的时候 却是在湖底的下面 那我现在在湖底还是在哪里 这个问题还没等我解决 我就察觉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被木头丢进血洞时 我的左腿分明是断的 可现在呢 现在我的左腿 却是完好无损的 这是什么原因 我想不明白 也没有仔细去想 因为我距离洞口越来越近 砰 一声心想 我的脑袋从血洞中冒了出来 我使劲地甩了甩头 发现自己看到的东西 依旧是一片血红色 不知道 是不是在血洞中泡的时间 久了的缘故 我的双臂按住血洞两边 从中爬了出来 血水不停地从我身上流下去 我皱着眉看着四周 发现这片空间的祭坛 好似已经被毁掉了 上百个石棺已经空掉了 周围一片狼藉 不知道是不是木头和黑爷战斗时 所导致的 可是 不对呀 他们俩战斗 无论是谁输谁赢 得有个人吧 我怎么一个人也没看到 我皱着眉走下台阶 刚想四处寻找 却忽然发现 自己左边有着呼呼的风声响起 我心里一凉 下意识地伸手朝着左边的方向一抓 让我万分没想到的是 我这一抓竟然是真的抓到了 我手里是一条婴儿般 手臂粗细的黑色铁链 看到这铁链的一刹那 我心里顿时横身一鼓怒火 这是黑爷的铁链 黑爷还在 那不就是说明 燕阳灵已经被黑爷杀了 小子 无效神区是我的 赶紧把无效神区给我交出来 一声怒喝之下 又是三四道铁链 朝着我这边飞过来 我能抓住一条铁链 已经算得上是运气好了 怎么能够一连抓住三四条呢 无奈之下 我只好朝着旁边迅速地躲闪而去 躲闪之时 我又发现一个惊讶的事情 我感觉自己身体里 有着一股异常强横的力量 这种力量有多强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我躲闪时只用了三四下 便是已经跑出了 接近七八米的距离 发现这一点 我站顶身子握了握拳 拳头被我握得咯吱咯吱响 前所未有的爆发感 充斥着我的大脑 现在我没有别的想法 只有打 只想找个人好好地打上一场 想到这里 我立即是看向周围 虽然我眼前依旧是一片的血红色 但我还是很快找到了黑爷的身影 此时的黑爷有些狼狈 全身上下的衣服都已经破碎 脸上也出现了不少的伤口和瘀青 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伤的 我盯着黑爷 咬牙说 叶阳灵呢 你把他怎么样了 你把无象神区交给我 我就告诉你 他人在哪里 黑爷照着没看着我 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竟然没有主动攻击 无象神区 我到底有没有得到 我也不清楚 因为我坠入黑洞 没多久就晕了过去 如果说没有得到的话 我身体里不会有这股蛮横的力量 但要是说我得到了 那也不对呀 我记得燕阳灵之前说过 无象神区是无色无象 可以随意变化的 我现在完全没办法 让我自己身体发生变化 你做梦 我双目圆等 也不和黑爷废话 直接就冲着他冲了过去 我现在真的很想见识一下 自己到底有没有变强起来 黑爷见我 静止地朝着他冲了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 动作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不再像是之前那般不屑和戏女 没等我冲到黑爷的面前 黑爷就朝我甩出了一根铁链 铁链像是一条黑龙一样 朝着我击手而来 我眼前一亮 迅速地伸手一把 拽住我朝我飞来的黑色铁链 黑爷眼睛一瞪了 似乎没想到我会抓住他的铁链 我没给他继续出招的机会 手掌抓住铁链 手臂不断地轮动 三五下铁链就缠绕到了我的手臂上 这时我大吼一声抓住铁链 身子快速地旋转起来 黑爷吓了一跳 不知道为何 我竟然不松开铁链就死死地拽住 这正合我意 我拽住铁链不断地旋转着 身体强大的力量在此时完全显露出来 随着我转动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黑爷的身子竟然直接跟着飞了起来 我心里一阵数说 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等着速度极快时 我手上松开 黑爷连通着铁链是直接飞了出去 重重地砸在了一口石棺上 石棺也硬生地耳碎 我没有停顿 三步并走两步朝着黑爷冲过去 不等他爬起来就上前抓住他的翼领 扬起拳头 狠狠地一拳砸在他的脸上 黑爷脑袋一扭 扑的一声 喷出一口鲜血 鲜血中还夹打上几颗牙齿 看到这一幕 我更加坚信自己已经蜕变了 已经变得更强起来 再也不是之前 任谁都能踩上一脚的弱者了 眼阳灵了 我瞪大眼睛 死死地抓着黑爷怒吼着 一拳过后 黑爷的脸立刻是肿了起来 就连眼睛都变得小了许多 他盯着我黑黑地笑着 我小神区果然巧吗 他 这不是你这样用的 我细急 抡起拳头又是一拳砸在黑爷的脸上 黑爷脑袋又一片 一口血喷了出来 我抓住他的衣领 让他面对着我 接着大声地问 我问你夜阳灵去哪了 那小子呀 黑爷继续笑着 完全不顾他筹划了三十年的阴谋 已经破碎 他被我杀了 被我剁成了肉碎肉 扔进了狐狸 不过应该已经消失不见了吧 我大吼一声 脑海里与艳阳灵相处的一幕幕像是电影一般划过 我不相信夜阳灵就这么死了 肯定是这老不死的在骗我 肯定是 我一把抓住黑爷的身子 然后用力地朝着一旁扔去 哄得一声巨响 黑爷的身子砸在了一口石棺上 石棺跟着碎裂成了两笨 我像是发了疯一样 又一次地奔着黑爷身边 将他给拽起来 此时黑爷已经满身是鲜血了 胸口的衣服已经是破烂不堪 我的双眼依旧是血红一片 但我却能看到黑爷胸前的东西 黑爷胸前的一块铁板 不知道这铁板是黑爷穿在身上的 还是怎么回事 铁板上有四五个环口 这四五个环口上都有着四五条黑色的铁链 我明白了 黑爷的铁链完全是从这铁板上来的 我残忍地笑了一下 伸手一把扣住了黑爷胸前的铁板 黑爷感觉到了这一点 他惊恐地瞪大眼睛对我说 你想要干什么 干什么 杀了你 花音落下 我便是用力地将黑爷胸前的铁板 给撕了下来 黑爷啊得惨叫一声 面目猙獰地嘶吼道 无效神圈我没有得到 你也别想得到 花音落下 黑爷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黑色 类似于对讲机的东西 不仅如此 上面还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在看到这东西的一瞬间 我顿时变得大惊失色 这东西我知道是什么 是那一堆水性渣妖的引爆器 在开启祭坛之后 渣妖就被我拿了出来 不过一直没有用上 我费精心血绸缪这三十多年 没想到竟然让你得尘了 我得不到的东西 你别想得到 我要让无效神奇 永远的淹没在这里 永远的淹没在这里 黑爷是真的疯了 宠狂大笑吼 猛地按下了手里的红色按钮 我管不了那么多 一脚将黑爷踹出去 然后迅速地寻找着 燕阳灵的身影 这炸药我之前研究过 属于定时炸药 引爆后需要三十秒的时间 才会爆炸 所以我有足够的时间 居士让我感觉到崩溃的是 竟然在这一片空间里面 完全找不到燕阳灵 难不成燕阳灵真的被 黑爷给杀了 我咬着牙 回头拽起躺在地上 半死不活的黑爷 瞪着眼睛问道 快点娘的说 燕阳灵到底被你弄到哪儿去了 我都说了 那家伙被我杀了 黑爷咧着嘴 黑黑地笑着 说话的时候 嘴巴里还不断地有着鲜血流出来 时间越来越紧 周围不断地传来嘀嘀的声音 我知道炸药快要爆炸了 要是再不离开的话 我可能永远都出不去了 想到这儿 我没有继续浪费时间 咬着牙 咬着牙站起身子 冲着于湖底的下街处跑去 只是没等我跑两步 就发现自己的脚被人死死地抓住 我低头一看 抓住我的赫然是黑爷 得到无效神趣的人 都得死 黑爷面目猙獰 对着我黑黑笑着 说不出的恐怖 我没有继续和黑爷纠缠 咬着牙 扬起拳头 一拳砸在黑爷的太阳穴的位置 黑爷直接闷哼一声 脑袋意外死了 挣脱开黑爷的双臂 我迅速地朝着湖底 恰接的洞口跑去 到了洞口 我二话不说 一个纵月 直接是钻进了湖底 与此同时 后方的空间传来了一阵 震耳欲聋的鸿鸣声 不仅如此 更是有着一股强大的气压 从洞口冲了出来 我的身子刚钻出洞口 这股气压就直接把我冲进了湖水里 那片湖泊诡异我是清楚的 一般的湖泊平静的像是镜子一样 只要不遇到狂风 亦或者是昼雨 湖泊里面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而这片湖泊并非是如此 湖泊的最底部 有着水柱向上喷发 这水柱哪来的我也不清楚 想来湖泊里的水 之所以朝上沥流 是为了防止有人进入湖底 寻找到无相神区的祭坛 如今无相神区所在的祭坛被炸药摧毁 气压随着于湖底下街的洞口冲了出来 直接将我的身子冲进了湖水之中 我身上没有潜水装置 就连呼吸气也没有 在强横的气压冲击下 我一连喝了好几口湖水 不等我稳定身子 就发现自己的身子正在迅速地朝着湖面上身 在没有呼吸气的情况下 我又一连喝了好几口湖水 整个脑袋都变得沉重起来了 眼前的一切都变得逐渐的模糊 胸口变像是堵了一块大石头 这感觉有点熟悉 是知悉 没等我的身子脱离湖面 我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陷入了无限的黑暗之中 不知过了多久 我从昏迷之中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心里顿时大心 直接从地上坐了起来 坐起身子 我迅速地扫视着周围 只见灵蝶尔就躺在我的身边 至于艳阳灵雀消失不见了 不仅如此 我还发现湖泊不见了 火山口不见了 无穷无尽的沙漠不见了 我们又出现在了黑塔的第七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我揉了揉脑袋 使劲地甩着头 努力地回想着之前 发生的一切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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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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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